欢迎收听有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有声小说 系统的黑科技网话 作者溺水之夜 主播黎穆涵 半纸红雀 小白胡萝卜等 第212集 这个时候 其他店仍旧是玩单人战役的居多 星际争霸这个时候还没有企鹅群 不过星际争霸的贴吧已经创建出来了 店里大部分开荒的玩家 一边打着单人战役 一边在没有战斗的悠闲场景时 顺便打开贴吧论坛看上一看 并不是所有玩家都会考虑新游戏 店内有大部分玩家 依旧在玩着店里的各种老游戏 只有一部分爱尝鲜 或者呀爱跟着老板混的 先试的是心际争霸 但本身店里玩家增多 新济玩家这个时候也不算少 比如说宿天机 李浩然这些老玩家 还有半边城店 曾经主事 练至浩天进的练器宗师 段月 南华宗的一众弟子中 除了一部分在玩仙剑外 还有一部分也在玩这个游戏 就连纳兰红武这个忠实的暗黑 先见老玩家 历来呀都主玩这两款游戏 这次都冲着暴雪出品 来玩了一回心际争霸 纳兰红武此时 才刚刚操控着雷诺 打完了一关单人战役 顺便点开贴吧 瞅了一眼 接着立即吃了一惊 心际争霸的贴吧 才刚刚建立 回铁量 居然已经达到数千了 有没有人知道 心际争霸发生的地点 到底是哪儿啊 他很快便看到一篇这样的帖子 非常火爆 点入一看 是一个 ID名为雪碧的妹子发的帖子 帖子内有大量的截图 一眼看去 只见星空无际 一艘横跨整个屏幕的 金属质感十足的黑色巨件 横在空中 而它的头顶上空 是一片暗红色的星球 就像一片岛屿一般 静静地在虚空之中航行 后面还跟着许多 奇怪的小蝙蝠 宁碧正在看着自己的帖子 这是一篇讨论帖 而下方呢 已经有很多人回复了 这是游戏里的截图 感觉和开场的那片星空好像 你们看到下面没有 没有陆地 陆地在这次法剑头顶侧上方 像是一个红色云球的那个 这陆地居然是圆的 九华半边城殿的修士 连荒海域都没出过 自然不可能知道 自家陆地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形状 纳兰红武翻看着一张张截图 只见这艘战舰 在往附近的一个 红色圆球上飞 越来越近 眼前的陆地也越来越大 最终竟化作一片 广阔无垠的大地 随即他又见到一条回复 老看他们说什么星球 莫非这些人 都是住在星星上的 纳拉红武不禁沉思起来 老板 星际争霸的这些人 其实是住在星星上边 宁闭手里端着一杯奶茶 就像发现了新大陆一般 发起额给方老板说的 星星不是都会发光吗 怎么他们住的这些星星不会啊 什么 方老板看到这句话 就好像看到了穿越前 还没有小学毕业的孩子 你怎么这么天真呢 这话才刚发过去 起额头像又跳动起来 纳拉红武 老板 其实 星际争霸里面这些人 都是住在星星上 纳拉红武也发来消息 感觉这些人 好像住在星星上 但是 难道星星真的长这样的吗 方老板突然感觉 并不是您比一个人天真 好像啊 这群人个个都天真 而且一个个的 好像好奇宝宝一样 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们怎么都在讨论什么星星 还有什么住在星星上的人啊 感觉好神奇 住在星星上 他们不会掉下来吗 方老板的脸一黑 这也神奇 你们就没想过 方老板又重新组织了一下措辞 或许 我是说或许啊 就没有想过 自己脚下踩着的 也是一颗星星嘛 就坐在方老板旁边的江小月 嘟囔道 怎么可能 老板又骗人 方老板的话 虽然一时激起千层浪 但很快被多人否定 如果咱们也住在星星上 那本姑娘岂不是仙女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在天上 不过真羡慕这些人 肃天机也一边吃着泡面 一边发企鹅群 星空截图特别漂亮 确实很漂亮 一再关心她上观看星空 还要漂亮 他们从未见识过 整片大地的真容 亦不知天外是何光景 亦或正因为如此 才对那虚空之上的景色 难以想象吧 作为一个标准的穿越者 方老板下意识地觉得 地面是圆的 不是很正常吗 作为土生土长的一届人 显然完全不觉得 方老板的想法是对的 得到了所有人的全盘否定 不过方老板也觉得 没必要跟这些人 争论这些事情 自己都穿越了 谁知道还会不会 有其他稀奇古怪的事情发生呢 当然了 方老板仍旧觉得 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 毕竟头顶上的日月星辰 总做不了假吧 就这个问题不谈 一众玩家的游戏过程 还是非常愉快的 单人战役模式 虽然大都是建立在各星球之上 但也丝毫不妨碍他们 在过场动画时 欣赏那片波澜壮阔的 星辰大海 这些虫族看起来也好厉害啊 宁碧又在群里发了一张 虫族在虚空中 追上战略舰的图片 他们都是怎么飞的 用翅膀飞啊 胡说 你看这只大螃蟹一样的虫子 哪来的翅膀 方老板是一脸的冷汉 人家靠林能飞的 几乎从早到晚上 群里都是讨论这些 新奇的问题 比如说 星空中为什么一直都是黑的 它们怎么不白天飞上去之类的 而这个时候 一群炼气师们 也开始着手 他们新一轮的研究 大家看 强不强 炼气师群里 唐宇扔了一张蘑菇云的图片 放在群里 终于涌出来了 被电脑灭了无数次 这威力怎么这么大 这是啥 新法器吗 一些还没见过 这种场面的炼气师 诧异地问道 有人能讲清楚这什么原理吗 换啥火药能有这威力 我他娘的炼浩天劲的时候 把炼炼炸了都没见过这样的威力啊 众所周知 最初的火药是炼丹产物的延伸 事实上 这个世界也有类似的事物 只是大都被当成炼丹的失败品来处理了而已 兰末在群里说道 诶 这个魔鬼云 这感觉没法研究啊 诶 道友们啊 这搞了老半天都没搞懂 军阳子也说道 必然觉得 还是这个高四步枪比较有意思 利用雷电来实现 雷电不就是法术吗 法术不正是咱们擅长的东西吗 要高度稳定的雷电 可不是咱们这种能电人就成的 军阳子发了一个大概构造图 又发了一张巨弩的设计图 吹胡子瞪眼地说道 就不能想办法吗 人家普通人都能做出来 真是 老夫的构想是先做成尖端武器 像灭仙奴这样的 这奴虽然简陋了些 但简单点 反倒好添加其他框架 事实上 宝平真人也是一名 资质颇深的练起师 刚刚加群进来 便见到有人在讨论这个 我们浩天院有一道法术 倒是可以将雷火化仙丝 不知道能否一试 可行啊 唐宇一拍巴掌 双眼放光 这个时候也顾不上研究什么 完全搞不懂的蘑菇云了 我觉得这个弩的结构 还能再简化一下 然后法术最好能是法阵 是不是 可以先弄个草图出来 好好好 这法器设计出来 绝对牛逼 我感觉我们可以做的 比游戏里面更牛逼 可以做个大型的 装在法剑上 刻上符文 可以的 无敌 嗯 群里面有人发了一个航母的截图 ID是法剑专家 公输库 导友们 咱们的法界 有没有办法做成这样 这个嘛 嘿嘿 您慢慢研究吧老兄 祝你成功 希望有生之年 能够看到 嘿呀 研究成功 必将民留千古 啊不 万古 对于这些练器师来说 每天打游戏的乐趣 可不仅仅只是在于游戏 研究各种 稀奇古怪的法器 然后每日 发在群里论道 也算是 他们的乐趣之一 当然呢 还有一群人 只是啊 会打游戏的闲鱼 譬如说 江小月这个时候 便在开着布雷车 一路惊呼加尖叫 放老板黑着脸 把他的对外交流 全给关了 宿天机 操控着 这个时候 还是幽灵特工的 凯瑞干 凭借着 还不错的枪法 显然呢 打得还算顺利 顺便发了一张截图 放在群里 只见一片废墟的人族基地内部 他就靠在一堵废弃的矮墙后头 微微抹了一把香汗 这次战役好难 但是本作 还是过了 这是哪场战役 剩我去拖延神族军队的那一场 只有我一个人哟 显然 仅仅以一人之力 周旋这么多神族精锐 简直是一场史诗级的胜利 这样的战役 都可以载入史册了 江小月 不满地说道 苏杰怎么偷用我的专用表情 生气 好厉害 我还没打到呢 太壮观了 终于结束了 打完姐姐得好好休息一会儿了 以人族 神族 虫族三族 为背景的心机争霸 的确啊 每一场战役 都可以堪称史诗 其恢弘程度 远不是其他游戏能比的 在系统版还原的游戏中 更是如此 渺小如蚂蚁的人类 站在那片巨大的废墟中 眺望远空 庞大 如能遮住天空的 巨大母舰 从云中露出 冰山一角 硝烟弥漫 虫群 漂浮于空 投身于一场 这样的战役中去 即便以一米 修饰的角度 亲身感受那片 神奇和壮丽 亦不由自主的 热血沸腾 仿佛 响应什么召唤一般 只见无数的虫群 如同潮水一般涌来 嗨 老板 我这里怎么通讯断了 不是说好打完可以撤退的吗 忽然 企鹅群里传来宿天机的信息 凯姐那场战役 那完了 你可能被卖了 啥 戴上战术墓镜 向前方望去 只见眼前密密麻麻的虫族 如同海洋一般 推挤着朝这个方向涌来 没有退路 也没有支援 四面八方 铺天盖地的全是虫子 或许 这是人类首次感受到 虫海堪比天威 甚至比天威更加恐怖 手中的枪 从指尖滑落 绝望就如同冰冷的海水 将人淹没 或许这一刻 才有了最直观的感受 为什么一名人族金锐 会走上刀锋女王的复仇之路 霍草 老年不打了 宿天机瞬间报了粗口 这些人族真垃圾 宁碧忽然也在群里 发了一张被虫族包围的截图 群里面不断地议论着 心计争霸的剧情 一逐渐开始有不少人 打到这一段 人族剧情也逐渐走向结束 虫族刀锋女王的崛起剧情 也随之开始 而袁阳城这边 则已经开始了玩家对战 只见他那边屏幕中 一局2v2已经开打了 孤廷云 王宪 宗武 还有唐宇 后面一群人围观 这个游戏 可不仅仅只是考教你们的战略 以战术 你们看好了 孤廷云被方老板虐了几把之后 显然呢 颇有心得 屏幕中 只见两个执政官 四个电兵 在数个叉叉 龙旗的保护下 已经攻入宗武的神族基地 眼下基地门前 是一条宽数十米的大河 宽阔的桥梁上 有数座光子塔 神族的精髓 便在于分神化念 一心多用 只见他操控着两个执政官 手中强大的电流机设 竟然瞬间 化作两股锐利的电光束 紧生生地将前方一座光子塔的光照 给轰破了 紧接着 四个电兵 仿佛心有灵犀一般阵列开来 心灵风暴 瞬间笼罩了前方一整片巨大区域 与此同时 几方阵营中 似乎隐藏于黑暗中的事物 也迅速地移动 带起了一阵激荡的裂风 神族的神金素 连接着每一个个体 所以每一个神族 都是我们的眼线 只见前方的执政官 仿佛脑后生眼 瞬间转头 一道巨大电光 打向原先的视觉死角 一抹黑影 一闪而过 有引刀 原本 斩向电兵的数抹刀光 也随之一偏 能量护照破碎 但并不致命 我的天 后面是一阵惊呼 与此同时 附近的几只叉叉 已经围攻上来 原本这些 刚刚训练出来的神族士兵 仅有最低等的实力 但在宗武这个 修为接近地级的 武者操控之下 实力几乎接近英雄级 脚下踏着诡异的步伐 竟然完全躲开了 对方的包围 锋利的刀刃 展开能量护照 双刃挥舞之下 已有数只敌方的 狂战士毕命 下一刻 只见成群结队的狂战士 已经杀向孤婷云的军队 六个 其中至少有六个狂战士 战斗力几乎和其他狂战士 坚然不同 其中一个 仅仅靠躲闪 避开了执政官的电竖 直接杀到了面前 宗武开口说道 这不仅仅能让你们 提升战略眼光 更是对你们精神力量的一次 强而有效的淬炼 只见宗武操控着六个狂战士 在战场中穿行 明显受到的攻击 比其他狂战士要少很多 攻击更是从各种刁钻的角度出现 看得人呢 是一阵惊心动魄 而在操控执政官的同时 孤婷云一阵飞速操作 指挥着后援部队 再将电兵收上运输机 运向别处 单靠指令 操作了一波闪电阵 一气合成 显然呢 这群修饰大能 都学得非常之快 至少在操作方面 此时已经非常强了 连方老板在后面 都看得一阵诧异 这老头子 才刚玩没多久吧 这抽风的手速 怎么练的 我操 不会手滑吧 哎呀 老夫的电兵 掉河里了 正在抽风般操作的 孤婷云 忽然一拍大腿 惊呼了起来 后面所有人 看着摔进旁边河道里 扑腾的几个电兵 好不容易 用琳琳飞出来 就被一阵暴打 嘴角是一阵抽搐 场面一度非常混乱 顾听云 顿时老脸一黑 总之 对你们催恋精神 十分要帮助 本集获奖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系统的黑科技网话 作者 溺水之夜 主播 黎穆罕 半纸红雀 小白胡萝卜等 第二百一十三集 二楼的房间中 方老板舒展了一番浑身的筋骨 眼前的景象逐渐变化 他的眼前 站着一名手持暗紫色长剑 头戴紫金冠的青年男子 二周末 刚过携剑仙的景天 应该能试试吧 方老板紧了紧手中的剑柄 双目凝神 从正面能感受到 那股愈发丰锐的剑影 景天的剑锋刺出 虽然偶尔有些拙劣 但不时于神光中释放出的灵性 一朝一世间 以颇具宗师风范 而此时 方启的剑法也愈发的老辣 他的剑术风格比较博杂 东道蜀山派 无剑无名的剑术 有如泼沫山水 俊勇血液 吸到淡丁的双手剑术 大开大合 却又不时临动 剑光交错 一方紫龙如垫 一方变化多端 起落之间 已交手数十余剑 两面的山峰 便仿佛为力气划开 成片的碎石崩塌 滚滚而下 越来越强了 风起 不断地抵挡着 金红般的剑光 面色凝重 天空中的云气 逐渐昏暗 犹如吞天的烛浪涌起 天渊海滨 似乎上一刻 天空还依旧是晴朗的 但在转眼之间 仿佛已经成了 另外一个世界 天空的阴影之中 仿佛有人低语 那个 从天渊海对面 走出来的人 找到了 又是一个轮回了 紫霄已远 莫非如今 江家之人 也安耐不住 想要触碰剑技了吗 他能击杀南宫家的剑奴 还能破掉南宫家的 斩仙大阵 这能够洞悉本质之脑 那群求辱 所可求之物 或许 真的出现了 的确 也只有如此 才能在一瞬间 斩杀剑奴 那人似乎建立起了 与天晋之地内的联系 做了与当年的紫霄 一样的事情 啥 必须斩断与天晋之地内的联系 许他有通天之脑 也逃不出 我等的掌心 不 用不着我们出手 整片天渊海滨的小镇 一片寂静 即便大海上 惊涛骇浪 小镇上的人 依旧仿佛睡死了一般 唯有两道人影 站在山崖之上 隐约间 似乎在交流着什么 问天剑公的南宫林 如今可是越来越膨胀了 毕竟南宫家守着的 那几病残剑 也快要苏醒了吧 这是他们 一统七大士族最好的时机 绝不会轻易把守 或许我们 可以再出力推动此事 如此甚好 声音 渐渐变得飘渺不定 那两道身影 忽然消散 天空中 风轻云淡 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浩天院内 在几名长老的率领下 很快便组成了一系列 研发高斯武器的研究团 对于修饰而言 改变雷电和火焰等物的形态 并不是什么 太过稀奇的事物 事实上 一些强大的法术 呈现出龙 凤 麒麟等祥瑞之态 可并不仅仅 只是为了好看 一些源自古老血脉的祥瑞 其本身便代表着一种力量 亦或对某种能量的控制 在浩天院 传承至今的法术中 便有类似的法术 而化雷火为千丝 只是锻炼自身 对强大法术的控制能力的 一种方式 当然呢 能够微距其行 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真要能禁锢 其对外的传导性 真正如细丝一般 除去一些超级天才之外 基本上 都是对此一道 进入法则领域的 超级大能 宝平真人此时 刚刚带着弟子研究团 研究了一段时间 登上企鹅群 便看到群内修饰 正在议论 李浩然说道 我们已经搞清楚 一小部分 这些枪械的结构了 只见游戏里 他手中的枪 已经被拆卸了一小部分 地上还有一些 是从敌方枪兵手中 抢来的战利品 宝平真人回道 这看起来很简单呀 就是一个线圈 动上电 还有一些复杂的 发射装置 但我想 这是主要部分 唐宇也插话说道 说起来简单 但是本少回去做的时候 子弹从来都是停在 线圈管中间出不去 哎呀 就问一下 是哪里出错了 感觉 也就看起来很简单呢 是这样 我还以为有个圈就够了 非常的天真 线圈 在通上电后 两端的磁通量 是最大的 并且是逆向的 也就是说 弹体会先被推动 但是会卡在中间 这个就要求 电源是以脉冲式的方式 放出的 无脑弄上圈 然后通电 弹头自然飞不出去 这些修饰 什么都不懂 看到结构 便一通瞎仿制 非常的尴尬 李浩然说道 我还以为这个超线的 怎么射不出去呢 唐宇也跟着说道 是啊 这个东西 不会是假的吧 段月顿时不满地说道 我们连浩天劲 都放着出来了两三成 威力强无敌 不懂 我要乱说 毕竟呢 大部分修士 都或多或少地 会一些练气之道 因此呢 练气诗群 也不时地 会混进一些咸鱼来 素天机 看着群内的讨论 顺便下载了一份 雷火化丝的 法术运用原理 这也并不算什么 特别机密的东西 素天机说道 各位倒有觉得 以我们的能耐 这种东西 是不是也能够 一脱起原理 成为一种法术 譬如说 直接脱离法器 我们自行操控 雷法化为雷圈 然后直接将子弹 给送进去就行了 省得麻烦 方老板 顿时回道 可以的 你要不要研究一下 老板怎么混进来了 保平真人 是一阵惊讶 刚刚那个 从来没见过他 练过气的 都能混进来 我为什么不能 别忘了 你们的枪械制造知识 是谁教的 方老板 擦了一下额头上的汗 哎呀 没想到 刚刚结束训练 就看到你们讨论 这么劲爆的东西 无处不在的方老板 你们还打算研究新法术吗 的确啊 如果是像游戏中 那种普通人 那么研究枪械 已经够呛了 但他们不同 一个个 全都是修为极高的修士 有的甚至本身 就是今修雷法的 他们之中有的人 根本不需要法器辅助 也能够使出 法器辅助 都使用不出来的东西 或许有一天 他们使用的法术 并不是戒天威 尼古祥瑞之行 而是一些 非常新型特别的法术 这个法术 你们确实可以研究一下 名字呢 我都帮你们想好了 我也想好了 我觉得可以叫做 天机神雷 叫碧水神霄雷比较好 叫乾坤无极 惊雷炮 我去 你们能再中二一点吗 这几日 各企鹅群内的讨论 可谓是热闹至极 而此时的问天剑宫中 几名长老 汇聚在一处 庄严肃穆的大殿之中 处处透着森严的沙迹 问天剑宫 近年来野心勃勃 但始终还是保持在 一定界限之内 毕竟呢 其他各大士族的势力 不容忽视 云阳城内这家殿 到底是什么来路 有人查清楚了吗 端坐在大殿中央的 那名中年人 目光深沉 此子似乎 从黄海域而来 一名淫医老者 开口说道 照理来说 黄海域的修饰 端不可能 有如此实力 的确啊 黄海域那片地方 即便是任由他们 在发展上万年 拍马也难赶上我们 哦 你的意思是说 此子得到了什么宝贝 大殿中央 那名气度森严的男子 开口说道 即便不是 也差不了多少 这可真是我们 问天剑宫的造化呢 不过 我却听说 就连郭廷云那老家伙 都亲自过问了 哼 那糟了头子 还能活多久 等到我们问天剑宫 那几位初始的时候 其他士族 好田远 若是数七年前 也就罢了 如今 就哪个 还能与我们抗衡的 我们已经等待太久了 问天剑宫的剑墓之中 忽然传来一阵 阴沉的低笑 那道声音 非是人声 低沉 却又似金铁之音 便仿佛 在所有人心中响起 守在剑墓之外的 南宫家子弟 面上是一片汗染 便仿佛 遭遇了平生 最恐怖的事情 那名长老 继续冷声说道 老夫觉得 在扫清各大士族之前 应该将那颗绊脚石 连同好田院 一起扫除 一颗立一个下马之威 让各大士族看看 我们问天剑宫 所存留下来的力量 有多可怕 届时 让他们也有点自知之明 若是再不识食物 便别怪我党 拉手无强 在大殿中的几人 听到那道阴沉的声音 非但不惧 反而心生喜意 没想到 是何原因 就让他们苏醒提前了 一名长老献策道 老夫以为 到时 我们可以邀请 各大士家的家主 前来观礼 亲眼看看 我们是怎样扫清 这些不自量力之人 对 另一名长老 一面带绿色 这千百年来 还没有敢如此 调戏无足之人 就连各大士族 都要卖我们几分薄面 这小子算什么东西 居然敢在我们面前 耀武扬威 待我们将这家店 彻底依为平地 看他还如何猖狂 温儿 乃是武之后代中 天赋最好的一位 他死了 便让这些废物 与他陪葬好了 如此 才可解我心头之恨 悠悠的冷雨 笼罩着原阳城 原本温和的气候 却莫名生出一丝 阴冷的气息来 这着实 是这座古城 难得一见的 糟糕天气 雨珠 随着琉璃乌瓦的眼角 流淌而下 在道旁汇聚成熙 继而顺着沟渠 汇入城内的人宫河中 一到人影 就像一抹幽灵 也不知道何时来到此处 亦或许是凭空出现 他撑着一柄黑色的纸伞 站在石桥上 凝视着桥底 湍急的流水 几片枯枝败叶 随着水流一卷 沉沉浮浮浮的 飞向远方 问天建国 如何了 放心 那几品剑出事 即便我们不插手此时 他们也会按耐不住 这些家伙的隐心 可从来都不小 这声音 仿佛来自桥下 欢急的河流 又仿佛来自 漫天的阴雨 多事如舟 渡者若草 借浮沉 妄渡苦海者 唯 那双冷漠的眼睛 凝视着河水中 沉浮的残枝败叶 便仿佛 漠视着苍生沉浮 撑伞之人的声音 似乎融入了 这片雨声中去 渐渐模糊 怎么忽然就下雨了 江小月抱怨着 撑着一把小花伞 散进了店 不就是下个雨吗 后面同来的 还有几个妹子 显然呢 都是刚刚放学的 没打伞的木青 依旧是一身干干净净 一丝雨水也没沾着 忽然打了个喷嚏 今天的雨 怎么感觉阴冷阴冷的 来杯奶茶 新的一天 从美味的奶茶开始 老板 方老板这个时候啊 虽然破天荒的 没有上机打游戏 而是坐在休息区的沙发上 正45度角 仰望天空 老板 江小月白皙的小手掌 在方老板眼前 晃悠了半天 啊 干嘛 老板 你在发什么呆呀 是在担心 男公家的事情吗 李兰若 有些担忧地问道 什么男公家的事情啊 方老板 是一头的雾水 毕竟男公家 从未受过这样的耻辱 这不仅仅只是一点点小恩怨 这已经关系到 一个古老氏族 立足的问题了 李兰若最近呢 总感觉啊 有些心神不宁 我总感觉 他们现在没动静 是不是在暗中策划着什么阴谋 也对 不远处 正在喝奶茶的母亲 耳朵间 也听到李兰若的话 附和道 毕竟问天剑公 向来张扬跋扈 只有他杀人 千百年来 还没有人杀他的道理 接下来 方老板要面对的 恐怕是来自 问天剑公的雷霆一击 很可能会动用那些 保留已久的强大底牌 这是一个庞大士族 借以立足的底蕴 压根啊 不需要动用全部 随随便便 露出一心半点来 就能够让一家宗门 灰飞烟灭 啊 方老板一脸莫名地 看着几人 本老板觉得 有些话不好开口 不知道说出来 你们会怎么想 旁边的李兰若低着头 一小口一小口地 抿着杯中的奶茶 一言不发 显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一张翘脸 都快埋到沙发底下去了 生怕是自己说错话 喘祸了 老板 你要是怕了的话 可以说出来 母亲似乎很想看到 方老板的怂样 毕竟呢 打不过 只能逼一逼了 什么怕了不怕了 我只是想问一下 你们对直播这个 怎么看呢 如果你们大家都能直播呢 只见方老板的系统面板上 多出来一个任务 新的任务 立足 须立威 任务描述 请再次立威 以让店内玩家 能够安心上网 任务完成 能够完成该任务 说明宿主 已经是一名 能独挡一面的 合格网吧老板 有权解锁 更多的权限 任务奖励 幸运大转盘 权限提升 解锁企鹅电竞 和企鹅直播 另外观看 均可通过 下载企鹅的传讯域 开启会员 免费下载企鹅 我们也能直播 江小月惊喜地 简直要跳起来 在店里这么长时间了 每次都看着 方老板直播 早就心痒痒了 没想到 自己也能直播 虽然不知道 方老板户外直播 是怎么做到的 但即便在店内 可以让自己的犀利操作 给大家都看到 这就非常嗨了 毕竟方老板 天天秀操作 江小月啊 天天只能看着 本公主 什么时候 才能够 像老板那样啊 至于其他的 压根没想过 其他人 也是相视一眼 惊喜地说道 我们也可以吗 与此同时 问天剑功 那片阴沉的剑墓之下 无尽深邃的弟弟 原本弟弟呢 是没有光的 深邃的 好像一片幽民地府 随着一声 阴沉的低鸣 弟弟身处 忽然亮起了一片 深邃而阴沉的鸿芒 一阵阵锁链 拖曳在地面的声音 伴随着一声声 飞人的低吼 只见一群群 束缚在铁锁中的 老老少少 跪伏在地 便仿佛 跪伏着他们的神明 那一座座 残破的古墓 便仿佛盘踞着 一座又一座真神 又仿佛是 一头又一头 择人而逝的恶魔 幽暗阴沉的光芒跳动 他们眼中的神光 也随之跳跃 那一阵阵阴沉的咆哮 叫人不由自主地 毛骨悚然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系统的黑科技网发 作者 溺水之夜 主播 黎木寒 半指红雀 小白胡萝卜等 第214集 那是一股苍老而久远 经历了无尽长久的年代 非但未屈从于 岁月的轻视 残存在剑中 那股庞大的剑意 仿佛比深渊中的黑暗 更加可怕 那墓上 已经快要被磨平了的痕迹 古着的鸣刻 墓上的剑痕 一切的一切 便仿佛叙说着 一个来自久远之前 古老年代的辉煌 那片暗沉的光芒亮起 随之往里望去 那墓中躺着的 果真是一柄又一柄 古着的长剑 有的早已秀气斑斑 看不清原来的样子 有的亦不知 是经历了怎样的战斗 其上布满了争鸣的 各种冰刃的痕迹 仿佛下一刻便会碎成一地碎片 但没有人敢忽略其中 那股恐怖的剑意 那股恍若蜂魔的剑意 只削一丝 便能激起人内心 最深处的恐惧 感受到了吗 问天剑宫的大殿之中 一阵狂笑 那笑声是如此的张狂 仿佛世间的一切 都不放在眼中 亦或许用不了多久 确实啊 这天底下的一切 都不再需要放在眼中了 咔嚓一声 一道漆黑如墨的雷霆劈下 只见剑墓底下 一道通天剑 黑色剑盲 冲天而起 也不知是哪位老祖将士 公寅老祖圣驾 所有问天剑宫的子弟 皆朝一处贵府 即便是南宫林 也毫不例外 道列都发出去了没有 黑风扑面 南宫林那略显有些干酷的脸庞 带着丝丝冷漠的杀鸡 问天剑宫 世代守护的剑墓中的剑神出世 发下道令 邀请各大士族前来观礼 也就成了顺理成章之事 到时候 也可以让他们好好围观一番 问天剑宫 威霸天下之事 届时 问天剑宫 将扫青拦在他们面前的一切杖来 令整个邻州大陆的势力 都沉浮在这股 滔天的剑威之下 他的身前 是上百名衣衫褛褛 手脚上 竖着黑色锁链的囚徒 他们有的 曾经是问天剑宫的敌人 有的是士族的背叛者 甚至还有 自愿为问天剑宫 笑死的狂热之徒 他们在剑墓之中 经历无数年 受尽那剑墓中 恐怖剑衣的洗礼 早已是脱胎换骨 成为了 如今人不人 鬼不鬼 只会遵从命令行事的剑奴 或许自古以来 各大士族都认为 这便是问天剑宫 最大的底牌之一 但若是见到眼前这一幕 见到眼前 这笼罩在那无边煞气之中 常人连抵抗之心 都生不出来的神剑 绝对会立刻 集合最大力量 来将此等威胁歼灭 但这个时候 恐怕已经晚了 圣祖复苏 如今 该我问天剑宫 执掌天下 天空之中 天雷交鸣 青红的雷蛇 在天空狂妄 印着南宫林 那如鬼似神的脸庞 这个世上 已经不知道多久 没有传出过 仙人的传说了 各大士族的实力 在岁月的流逝中 不断地削弱 虽然比起其他世家而言 仍旧强大 但原本 人才如同喷泉般 涌现的各大士族 如今 或许要上千年 才能见到一个真正能够称得上是天才般的人物 这就仿佛一个诅咒一般 无人能解 或许再过许多年后 这传承已久的古老士族 会自行消亡在岁月的长河中 也说不定呢 唯有我问天剑宫 才配执掌这卓士之舟 才配见开万苦 这一切的一切 都将在我手中实现 一声震天裂地的怒吼 那已经化作阴云 遮蔽天地的滔滔煞气 纷纷如同长津西水一般 倒涌而下 那煞气的正中心 是一柄剑的雏形 圣祖出世 这些剑奴也就无用了 便算作祭品吧 南宫林大声喝道 传令下去 举行七日剑计 剑计过后 各大士族齐聚之时 便是我问天剑宫 问鼎天下之日 各大士族 莫说是飞声了 如今呢 连接近此境界之人都没有 在南宫林看来 想要设服他们 根本不费吹灰之力 而他们需要做的 只是杀鸡尽猴 你们说 为什么店里的游戏 里面的人类 有好多长得像西蛮人呢 宗武对此非常不解 还特地组了一个讨论群 讨论此事 西蛮人 是西方极北之地 蛮夷的统称 他们大部分 是在那片地方 土生土长的蛮族后裔 还有少量 是自临州逃难出去的 临州修士 至于什么原因逃难 则不一而足 即便是宗门之间的战争 都有可能构成灭族之祸 更不用提及 其他天灾人祸了 在临州大陆一溪 是一望无际的草原 那里环境极为恶劣 能够在那里生存的 大都是蛮荒时代 幸存下来的凶兽 即便是未成年 不少也足以媲美大武宗 甚至是武王的存在 值得一提的是 临州的武者 整体实力 比荒海域要强很多 这是自古以来 武者的生存环境所致 优胜略胎 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下 传承下来 武者群体 虽然依旧稍显弱势 但绝不会似荒海域 面对修士那般无力 而西北一带的蛮荒之地 一直都是以武者为主 他们在和凶兽搏斗中 锻炼出强健无比的体魄 刺成一脉 和临州大陆中 主流的武者完全不同 于长老此时回道 会不会 据说那些蛮子的传说中 曾经也有过一段新生的时期 会不会是那些蛮子 上古时期遗留下来的东西 黑袍道人周末也说道 这个不可能吧 这个什么枪的 炮的 跟他们比起来 完全不是一种东西啊 他们的传承 要能歪成这样 那本倒也是服了 枫阳子接着说道 我问了其他店的道友 他们说 跟我们相同风格的修士 武者 样貌 特征 都与我们一样 而还有一些 就像这样 用法技战斗的普通人 基本上 都是男蛮人的样貌 心机争霸里 这些人 不是住在心形上吗 难不成 宗武 抬头看了看天花板 仿佛能够透过天花板 看向天空似的 不是说 心形上 有个什么 什么引力吗 或许有一天 这个引力没了 他们就掉下来了 还好啊 方老板 没有潜伏在这个群里面 不然 对于这几个人的脑洞 非得写上一个 大大的符字不可 不是说 那边的武者 最近要来浩天院 做什么武道交流吗 哼 也就是较量较量武道罢了 换修士来 多的是人 把他们打趴下 宝平道人 也插话说道 说好了交流武道 换修士上 也太时隔了 我们浩天院 虽然也出过五地 但比起西北那个蛮子 怕还是 本座在企鹅群里 跟纳狼红武 那个老匹夫论文 发现他们那 在武道上的领悟 已经非常深入了 什么天剑 什么剑二十三 有点厉害啊 听到宗武这么说 周末连忙说道 多看看风云 不是说 现在出第二步了吗 还有什么第十天 比之前的还厉害 从现在看 貌似还不错 但没展露出 真正的实力 也不知道 比起剑圣吴敏兰 怎么样 要是多看看 就能够悟透 本座做梦都会笑醒 也不知道 纳狼红武那老家伙 走得什么运 本座现在 是一点头绪都没有啊 周末顿时不懈地说道 哼 大不了到时候来一回 联合武道交流会 把那群人也叫来 我就不信 这群蛮人 还能翻了天不成 保平真人 顿时鄙视地说道 亏你也能够说得出口 打不过还不够丢人吗 还从荒海域请外援 不过 联合交流倒是不错 可以让这群孩子 各自切磋一番 荒海域之人 不大好吧 宗武似乎想起了 某个虚无缥缈 或许只存在于 传说中的禁忌之言 先见齐侠传交流群 唐宇此时说道 我说 你们有没有想过 来邻州玩的 随着几名大修 在讨论群内提及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消息被传到了 浩天苑这些弟子耳中 虽然不知道是真是假 但这样的想法 就好像是一个影子 立即发散了 这些年轻人的思维 五皇子鸡羊说道 切 怎么不是你们 来咱们大晋国玩 徐子新 黑魔 宋新峰等人 也纷纷说道 就是 宁州也太远了 来咱们半边城吧 你们那破地方 走在路上都会被人打 谁会去啊 半边城殿 坐在电脑面前的黑魔 是一顿叫嚣 你这兔崽子 有胆过来吗 本座一定要打你一顿 他还忘不了 被偷菜拉黑的痛 小月顿时在群里说道 苏姐说要来林州看我的呀 卧槽 我也去 带我一个 九华城殿 流云道工掌门 薛道律 取下了虚拟仪 看着对面座位 一边喝着奶茶 一边看着自家菜地 顺便聊起额的宿天机喊道 师妹 你打算去林州 是啊 每天不是坐在店里 就是待在宗门里 打算出去转转 去林州看看小月 不是挺好的吗 公书阔 一边留神打着心计 一边耳听八方 忽然听到这么劲爆的消息 顿时说道 也太远了吧 遇见书都得花上好长的时间 不说路途之中 存在于深海之中的危险 老夫觉得 你们根本走不出那片海域 他捏了捏长须 接着说道 那片海域极为凶险 即便是我云颠上域 当初一位仙族 曾经妄图打那片海域的主意 结果最终 已是一去不返 只惜那片海域 每隔三千年 才会稍稍风平浪尽少雪 将来域外之人 即便身具庞大的自身底蕴 已须借此才得以出入 我们要想出去 恐怕是不可能了 这样吗 宿天机一脸的信性 在仙剑交流群里 爱抖了一下无敌方老板 方老板的脸一抽 这备注谁他们改的 还真是不能乱吹啊 方老板实力向来有限 打两个剑奴都搞了半天 最后还废了一支烟 才终于解决 而现在呢 烟已经没了 这个先不说 现在店内啊 对此事议论的不亦乐乎 甚至连方老板都拉上了船 立即引起了各方重视 各店大都是在网上认识的 可都从未谋面 甚至有的人 若不是在网上见到这些人呢 压根不会知道 这世上还有个半边城 还有荒海域 临州之分 换作以前 在他们的眼中 或许自家的一亩三分地 便是整个世界的全貌了 而如今呢 他们居然发现 原来在遥远的大海对面 还有一片更加广阔的大陆 还有一群 从未听闻过的修饰群体 这比游戏中 那些并不一定存在的世界 更加倍感真实 这是真的 发现新大陆了 雨殿内不少玩家 开始谋算着走出网吧 去临州 来一场别开生面的旅游活动不同 浩天苑此刻 却陷入了有史以来 最大的危机当中 这好重的杀气 你们看 那是什么 此时 浩天苑长老的讲道 才刚刚结束 成群的浩天苑弟子 三三两两地 从传法殿走出 一抬头 便见浩天苑上空 黑云盖底 一道道巨大的阴影 缓缓破开云层 云如山 一抹黑龙形撞角 从滚滚云气之中 崭露头角 紧接着露出的是 一片巨大的周体 似金飞金 似木飞木 通体漆黑 其上折射着流金光芒 便如同一尊 巨大的怪兽 从云中露出行迹 那法周周身 即便是露出云层的一部分 少说亦是以理计算 周遭以兽谷为事 煞气溢出 而四周散发着的 是无数密密麻麻 成百上千的黑色云团 这些云气猙獰 似兽 似妖魔 变换为各种扭曲的形态 偶尔自其中显露出的 是一抹锋锐的刀芒 从法剑上 传来一声声售 幻天彻地 宛若神魔现世 而法剑之上 此时此刻 宴席 歌舞 美酒 美姬 一印俱全 法剑顶端的建仓内 端座的几人 衣着极为华贵 尽人间尊贵之能 但他们此刻 却是面色阴冷 怎么 雪国江市 以不参与人族之事为由 拒绝了 南宫林 一边走来 一边开口问道 还有两大士族 紧派长老前来 哼 这群老家伙 过了今日 休要后悔 南宫公主 你这是什么意思 其中一人 冷声开口问道 法剑 开往其他势力上空 这几乎 等于是宣战了 哈哈哈哈 没什么意思 只是秦几位 看上一场好戏罢了 只见他身后 还有一名 身着骑形黑甲 披着斗篷的高大男子 南宫林转过身去 对其极为恭敬 什么意思 南宫公主 所有人都见到 眼前之人 正是南宫公主 但脸面 却仿佛经过拉长一半 眼角更尖 轮廓极具棱角 比南宫公主的样貌 更加怪异 其名 他的声音 却比南宫公主 更加低沉 声音也似极为声色 仿佛几千上万年 没有说过话一般 南宫林大笑道 哈哈哈哈 这小子的肉身 能让圣祖借用 乃是他天大的福气 当然 这么称呼 或许你们都不熟悉 但在数千年前 这位圣祖 正是斩仙剑阵的主阵者 怎么回事 啊 什么 那一战 你们这位老祖 不是早已身亡了吗 众人相顾骇然 此人身上散发出的气息 即便是他们 都有些毛骨悚然 这根本不是人类的气息 南宫林大笑道 哈哈哈哈 恭请圣祖出手 为我问天剑宫 扫清障碍 快 快打开护山大阵 浩天院内 一众长老望着恐怖的景象 头皮发麻 这 这 这不是问天剑宫的法剑吗 他们想干什么 老 老院长呢 去网吧了 副院长呢 呃 被老院长 拉去网吧里学习打星计了 于长老 简直要吐血了 赶紧拿出传讯域 疯狂发传讯 怎么都不回话 鸳鸯成殿 只见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子 屏幕中的指挥室 手指在指挥室的金体屏幕上 一通狂点 能撑多久 于长老 看着天空中 亮起繁密的淡蓝色灵纹 心中烧鸯 即便是问天剑宫 没有一个月 他们也打不进来 于长老 点了点头 我已传讯各长老院长 让他们速速赶回 话音刚落 只听一声惊呼 你们看天上 天空之中 近不知何时 多出了一道 猙獰可怖的黑色剑痕 南宫家的法剑 已经顺着裂痕 使了进来 法剑之上 只见一印碧雨 将一盘盘 外侵如玉 内红如火 好似瓜果一般的灵物 呈了上来 一名问天剑宫的长老说道 这是千年一开花 千年一结果的灵物 是菩提 各位可以在此 好好享用一份 接着 眼前开始显现出 法州之外的景象来 各大士族之主 开始围观了起来 本集颇奖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系统的黑科技网话 作者 溺水之夜 主播 黎穆涵 半纸红雀 小白胡萝卜等 第二百一十五集 唐道友 你觉得如何 天空中 法剑舱顶端 几名衣着华贵的男子 见您视着眼前 显现出来的 浩天院内的景象 面色凝重 这问天进宫的野心 已经昭然若揭了 我如何知晓 那名身着 玄色长袍的老者 手里捏着传讯玉 老夫已经传讯回去了 如何决断 已经不是老夫 能够选择的事情了 浩天院的护山大阵 连一线都没撑过 恐怕 确实是那一位没错了 另一名 紫衣是以金玉之文 两颊生有短发的男子说道 怎么可能 那位不是早就身影了吗 旁边那名 问天建宫的长老 吃笑一声 仿佛在笑他的无知 可不仅仅只是那一位 你们问天建宫 到底想干什么 另一名问天建宫的长老 面色一沉 你们想要什么 你们莫非现在还看不出来吗 哼 过了今日 这天底下便只有两种人 他的声音中带着无尽的寒意 臣服之人 否则死人 与此同时 天空的另一边 只见一艘长达树里的巨大法剑 从浩天院山谷深处升上天空 问天建宫的法剑之上 那最前端的龙手大张 露出一块长方形 其上 陆刻有七星图案 四十又四玉的方壁 这面玉壁显露出来 整个巨大法周周身之上 一道又一道星辰被点亮 在黑色法剑 剑身的衬托下 便仿佛黑夜之中 照亮长空的群星 浩天院上空 任何人都能够感受到 有一股极为害人的力量 在浩天院上空汇聚 为煞气所遮蔽的天空 忽然洞开了无数道裂缝 便仿佛天空之上 有某种力量被引动 随即在那艘法剑的牵引之下 缓缓降落 走 快走 于长老见到这毁灭的光芒 高悬于空 晦暗的天空 仿佛瞬间裂开 无数裂缝般的场景 心中骇然 快 走得越远越好 下一刻 无数光柱从天而降 大地瞬间被洞穿 过于庞大的能量 深入地脉之中 立刻便引得 整个地面 都像是海浪一般 翻滚了起来 以光束为原心 周围挤压升高 挤而破碎 接着四周土石 化作一片毁灭的风暴 几乎整个浩天院 全都笼罩在 这片毁灭的光芒中 这一刻 整个浩天院 就如同陷入末日 那几艘刚刚升空的法剑 几乎在转眼之间 被从天而降的白色光束 连同外围的防御法阵 一起整个贯穿 继而整个剑身崩毁 南宫里 你疯了吗 那下面 还有我们几大士族的弟子 那名唐家长老怒吼道 连浩天院你都敢打 我看你是彻底的疯了 另一名紫衣短须的人 也气急败坏地说道 你让本座在这看 本座便在这看着吗 简直笑话 一名南宫家长老冷笑道 今就不迟迟罚酒 你以为我们问天剑宫的法剑 是想上就上 想下就下的吗 另一名紫衣修士 也冷笑道 南宫孝 仅凭你一个人 能奈我何 他话音刚落 那名长老手中 不知何时 尽煞气外露 双目争鸣 一股极为阴冷的气息 蔓延全场 仿佛深入骨髓 直入所有人的周身筋脉 那名长老冷笑一声 且真打你们的狗眼看好了 南宫世家第四十九代长老南宫校 有请剑木 弟子三十七 秦霜 紫光一闪 刚刚说话之人 一条手臂 齐根而断 鲜血喷涌而出 血洒当场 那名长老喘息着 仿佛一只脱水的鱼 面色苍白地说道 几位 还要不要试试呢 本座绝对保证 能在成为剑奴之前 将你们全部杀光 这个时候 浩天院内终于有了动静 只见一抹金色霞光 自浩天院深处喷不而出 但金色的雾气 化作一片巨大的金云 以极快的速度 覆盖上浩天院的上空 整个浩天院 房屋 大地 几乎在瞬间被毁坏大半 下一刻便要禁毁 一瞬间 浩天院的弟子 便死伤了不少 但此时 却被这道金色霞光 挡了下来 快 快联系老院长 我们撑不了多久了 浩天院 金霞封赏 三名白发苍苍的老者 站在一座 奇异的金色圆盘上 以三才位而立 圆盘之中 一股庞大的灵力 在其中流动游走 整个圆盘 连接地下 显然是借助地脉林力 才贪堪抵挡 老院长去哪了 大小在网吧 马上来了 坏了 坏了呀 于长老 扼腕哀嚎道 这个时候 老院长 还在赶来的路上 问天剑宫 法剑之上 浩天院的底蕴 还是非常强的 问天剑宫的法剑之上 其他士族之人 有一份填膺的 更有淡定如横者 只见一名亲衣老者 递过来一盘赤菩提 心道友 吃一个吧 对你的伤有好处 混账 简直混账 几位 快看 几名家主 围坐在法周上 只见眼前的景象一转 那名男公卓模样的人 仿佛无物一般 落在那片金色霞光之上 天空之中 轰隆的白光 他仿佛熟视无睹 只见其张口一吸 金霞峰上的三名老者 陡然喷出一口鲜血 地下圆盘碎蕾 浩天院天空之中 那片不破的金色霞光 竟被那道黑影 吸入腹中 三个人 看到山下这一幕 再次猛吐出一口鲜血 相顾骇然 怎么可能 问天剑弓众人 奇奇高呼 圣族所向披靡 圣族天下无敌 愿圣族率无等 开万古盛世 跟几个妹子 站在一起的江小月 生气得直跺脚 这群人真采 却只会跟在他们 什么圣族后面 喊666 嗡的一声 方老板身前 是一柄青色长剑 他手中的双剑 就挡在这柄青色长剑之前 嘴角微扬 还是打住了 但下一刻 他忽然只感到 一股无比恐怖的剑气 轰隆一声 他背后的山峰 忽然转成两极 与此同时 他的胸口上 多出了一抹 极为平整的血线 方奇 猛地睁开双眼 正躺在二楼床上 额头上 已经是一片冷汗 顺手啊 拿了条毛巾 一边擦了擦额头 一边下楼去 发现楼下 已经炸开了锅 你们这是怎么了 老板 出事了 李庆儿焦急地说道 过世了 李乌鸦也常叹道 老板 小月 她还在好庭院 兰若姐也还在好庭院 他们本来就在好庭院了 不是在那上学吗 你们一个个的 能不能把话说清楚啊 南宫林 于法剑之上 疯狂大笑 本座原以为 浩天苑能有多巧 现在看来 也不过是一群 土鸡娃狗而已 哈哈哈哈 原本老夫 还以为今次 仅能苏醒一位圣祖 没想到 七二连三 圣祖皆已苏醒 这看样子 我问天剑功 何该崛起啊 天意 简直是天意啊 他旁边的二长老 也疯狂笑道 家主 这些人里 显然少了不少主力 据说 是去那家 与我们作对的小店了 便让我与其他三大长老 先以为圣祖 前去那家小店 将其擒来 顺便 将与其有关的人 全部解密 南宫林 面色微沉 嗯 去吧 不在浩天苑的 有几位 已不是他们的对手 先回建宫 请那位刚刚苏醒的 天子圣祖前去 可保万无一失 建仓之中的几位家主 仍旧被逼着 围坐在一起观看 只见 一名看守死地的长老 大笑道 你们几个 看样子 是有眼福了 待会儿 二长老 请那位 天子圣祖出使 没想到 你们这些人 居然也有福气 瞻仰 这名长老 心中喜滋滋地想到 再过一会儿 便让你们 开开眼界 方老板拍了拍额头 又在游戏修炼室 被虐了大半年 现在脑子还有些 昏昏沉沉的 这些人 你一言我一语 吵了方老板 头都有些大了 老板怎么脚不虚拂 脸色苍白 到底在楼上干了什么呀 方老板摇了摇头 忽然发现 一群人 目瞪口呆地 望着方老板 你们刚才 说什么来着 小月在学校 被人欺负了 忽然恍然大悟 拍桌子说道 不知道小月 是本老板照着的吗 什么 有人敢欺负我妹妹 还在打游戏的江萱 瞬间站了起来 真言 薛敏两名守卫 一拍桌子站起来 还有人 还有人敢欺负我们小公主殿下 走 找我厂子去 嗖嗖嗖 袁阳城外 瞬间 树道见光 有如极光电影一般 飞入长空 浩天院内 此时 大部分弟子和长老都聚集在一起 虽然浩天院 在综合实力上 很可能比之前的问天剑功 还要稍稍强上一筹 但是现在 看着天宫中 那护山大阵 被轻易撕开的剑痕 和那片被一口吸去的金霞 不少人心中 都只有一片惊恐 南宫林 站在天空中 那座无比巨大的法剑上 冷漠地 凝视着底下 慌乱的人群 若非方才 那片金色云霞 在关键时刻 挡住了攻击 保存下浩天院的大部分精英 此时此刻 整个浩天院 都已经被离平了 作为一个古老士族 所拥有的底牌 可不止这些 否则 林州沃土 人才辈出 怎么可能 仅有七大士族 值天下之牛耳呢 之所以 能够设服 各大士家和宗门 正是因为 他们手中所掌握着的 每一张底牌 都拥有 极为恐怖的威能 南宫林所站的 法州两翼 那黑色的煞气云团 仍旧在不断地 向四周蔓延 法州两侧 所延伸出来的 云气滋生 便仿佛两道 巨大的黑色大翼 其中 似有一雾流动 猴尔显露出 一铃绊脚 隐约剑倒 其中似有 漆黑的丸状物 四须四时 最后拉长 凝形成剑 一声令下 只见无数漆黑剑芒 如流星滑落 轰隆巨响中 只见大地震产 附近的船法垫 被一柄黑剑击中 继而轰然碎裂 滔天的土浪翻涌 几乎眨眼之间 便化作废墟 天空之中 显现出一幅 仿佛能遮住天空的 巨大阵图 几名长老勉力支撑着 但显然 这幅阵图 也迟早会被攻破 更何况 天空中 那道如同噩梦般的 黑色身影 连续两道 浩天院的底牌 都被其轻易地破解 若是他想动手 恐怕这幅阵图 连一秒都撑不住 难怪问天空 这百年来 越发得张扬跋扈 于长老 寒声问道 是从数千年前 便已经开始预谋了吧 现如今 终于等不及了 等 南宫林 浑身有一幅 顺窝者昌 逆窝者王的气势 就站在法州的周头 俯视脚下 便仿佛俯视着 云云众生 他的手高高抬起 随即一挥 何须再等 今日本座 便灭了浩天院 不沉浮者 唯有一死 给我 这个人怎么这么会说大话呀 小薰老板来了 糟死你 江小月盯着天空 话音刚落 南宫林猛地感到浑身一寒 一抹清光 仿佛从九天之上 破开天空 直展而下 紧接着 只见一抹黑色剑芒 一闪而过 下意识地 回头望去 法剑的前半部分 不知何时 多出了一条 极为细微的细线来 然后 沿着这条缝隙 缓缓地滑落 便如同 一颗巨大的陨石 从高空中坠落 随着空气摩擦而燃烧 化作一个巨大的火球 坠落于地面 大地巨震 天空中煞气 如云气排散而开 便仿佛在避让 与惧怕着什么 遥远的天空之上 祥云汇聚 一米头戴紫色金冠 手持青色镇腰剑的青年人 站在重云之上 啊 景天 真的是景天 江小月旁边 不论是妹子 还是汉子 弟子 还是长老 纷纷是一阵尖叫 这不是虚构的人物吗 要知道 这可是游戏中的人物 就像黑客帝国中的巨阵 是一个虚构的世界 在虚构的世界中 就算构建的再如何厉害 甚至毁灭世界 都并非不可能 就像黑客帝国 尼幽在巨阵中 可以无所不能 甚至通过虚拟世界 学会了柔道 拳击 现实也能完美的使用 但现实中 依旧什么都不能干 一个机器污贼 他都打不过 但现在 他们看到了什么 阵妖剑 锦天 谁欺负小月他们的 自己给我站出来 天空中 那道宛若神仙的身影 忽然开口说道 听到这个声音 所有人的脸 顿时一抽 是他们竟然是老板 老板 这是想干啥 此时的系统面板中显示 神兵碎片的数量 已经减少了一块 可完全同步游戏角色 锦天 同步时间 由同步角色实力而定 使用次数 一次 方老板这个时候 手持阵妖剑 站在云层边缘 举目下望 重重乌黑如墨的煞气洞开 站在下方的人群 朝着天空望去 便仿佛那汹涌的煞气背后 还有一个 更为广阔的世界一般 那手持阵妖剑的身影 便仿佛从天界下凡的神将 衣袍裂裂俯瞰凡尘 这一刻 他们仿佛真的看到了 真仙将士 神灵凡尘 不管来人是不是真仙 那都已经不重要了 这种景象 即便仅仅只是看上一眼 都极为震撼人心 更不用说是切身处地的体会了 问天剑宫法剑之内 几名强行被逼着 看直播的几名家主 长老 已经傻了 这 这个人是谁呀 你们看 他手中那柄青色神剑 哎呀 当真是 秋水为神 金玉为谷 唐家长老顺手抄起一个赤菩提 一边吃一边死死地 瞪着眼前的景象 法剑之外 南宫林也骇然地瞪着天空 你 你是何人 他压根就不相信 这个世间还真能有仙人 即便是有也不可能待在凡间呢 更不可能降临凡尘 这早已不是数千年前那个时代了 方老板不爽的目光扫了过来 就是你吗 本老板罩着的人 你都敢欺负 哼 冲神弄鬼 南宫林 整个人悬浮在半空中 朝着半空中 那道黑影拘了一躬 请亲民圣主 话还未说完 只见天空中 那道漆黑的身影 仰天发出一声 惯天彻地的吏吼 便仿佛遇上自己的宿敌一般 紧接着 已经化作一道黑色流光 本集颇奖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有声小说 系统的黑科技网发 作者 作者 逆水之夜 主播 黎穆涵 半纸红雀 小白胡萝卜等 第216集 方启 从容初见 高空之上 黑色煞气 白色云层 纷纷随着其箭矢翻滚 每一朝 每一世 都有若浑然天成 天衣无缝 周围煞气 如海浪般汹涌 恐怖的剑气 和那道青色剑芒 却是轻而易举的 将周围云浪披散 踏剑而飞 只见方老板 随手从储物法器中 掏出了几件 酒杯 同尊 打火机 央盒 随手一掷 一股恐怖无比的灵力 随之在天空之中 爆炸开来 这是 秦国银弹波 浩天院几名长老 脖子都快伸到天上去了 这个人好强啊 几名家主长老 在直播间 看得是入迷啊 那名南宫家的长老 一脸阴沉 不要以为 秦明圣主就这点实力 只要秦明圣主 使出展现剑阵 此人不出三招 必定魂飞魄散 几个人 顿时面色一致 要知道 这个传说 在问天剑宫 存在了数千年 虽然从未亲眼见过 但仅凭传说 便能感受到 这剑阵的强大 更不用说 今日之人 便是当年的主阵之人 如果真是那位的话 除非当年 他们这些士族 精彩绝艳的老祖在林 并且带上他们当年 横渡苦海 借以羽化的至宝 才有与之抗衡的机会 否则 即便今日 只是一人布阵 也无人 能够与之抗衡 而这个时候 只见眼前 为亲民剑 戒体的男公卓 面沉如水 周身煞气 如龙蛇缠绕 紧接着 无数黑色剑影 自背后 重重叠叠地飞降出来 剑影陈列 尽将周围的天地 云层 还有方启 全部笼罩其中 一共一百零八柄 黑气森森的剑影 化作一座 气势森然的大阵 不好 而另一边 寻家家主 一声惊叫 仿佛金钟 惊骇的那道 梦魇般的剑阵 终于出现了 展现剑阵 问天剑宫中 或许任何一人主阵 都不至于 让他如此失色 但眼前这人不同 他们在场的助人 可谓 都是听着 此人的传说长大的 南宫林 狂笑起来 哈哈哈哈 无知之徒 我看你如何抗衡 忽然 只听到浩天院弟子 和长老人群中 传来一声惊呼 随即 只见方老板手中 那柄针腰剑 一分二 二分四 最终化作 三十六柄针腰剑 随着剑力催动 只见 原本青色的剑身 渐渐泛起了 一片刺目金光 这些金光飞剑 看似毫无规则 但相互之间 隐隐约约 仿佛有一片 宛若八卦的亲吻 互相连接 浑然一体 紧接着 所有飞剑 在天空中 化作一个玄妙 而规整的 太极图案 神异无比 所有问天剑宫之人 包括南宫林 点珠子 都快瞪出来了 这 这是什么 唐宇 还在人群中观看 忽然大叫一声 我玩锦天的时候 怎么没有见过 这是属于安排 李逍遥的 三十六天刚剑法 这个阵法 只有江小月认识 非常神奇地 显摆了一番 威力超级厉害的呀 虽然锦天 是不可能通过剧情 来学习万剑爵 这类剑术 但是 方老板本身就会 而方老板游戏中的 锦天角色 御剑术造诣也极高 即便对阵重楼 亦完全不虚 此时 使出三十六天刚剑阵 自然是相得一张了 周围漆黑如墨的剑影 不断变化 那三十六道金色剑光 也同样在不断地演化 周围剑影如梭 两座剑阵 大片剑影 在长天之上 不断交错 周围的煞气 仿佛龙蛇起舞 而金色的太极剑阵周围 则不断地亮起一片 淡青色的灵气光芒 青民剑化身的南公卓 一声长鸣 天地之间 忽然想起了一阵震天的龙吟 无数黑色剑影 倒卷而起 天空中煞气如海 铺天盖地 此刻便似长筋西水一般 汇聚一处 剑与煞气汇聚为一 竟化作一条通天彻地的 巨大黑龙 争您龙口大张 一声咆哮 巨风 激荡四野 与此同时 方启周身 抱起了一阵 几乎令空气扭曲的恐怖剑气 整个人如同一柄离弦之剑 电射而出 三十六柄金色剑光 随之跟上 人剑合一 竟化作一抹金色长红 金红和黑龙 在高空之下汇聚一处 能量激荡 周围的一切全被撕碎 整个天地仿佛都宁静下来 混天剑弓之人 此刻已经完全放弃了思考 脑海中唯有一片空白 他们想不通 这天底下到底有什么人 还能真正地和展仙剑阵抗衡 而下一刻 他们看到了更加恐怖的一幕 凭 凭手 南宫林简直要窒息了 这天地间 怎么还有如此恐怖的人存在呢 南宫卓嘴角微扬 言语间似乎依旧有些声色 你很强 但我还是挡住了 而下一刻 只见南宫卓背后翻腾的煞气黑云 忽然被剑气一分为二 方老板收了阵妖剑 只见南宫卓的胸前 忽然多出一道极细的血线 挡住了 哼 本老板被虐的时候 也是这么想的 南宫卓脑袋瞬间一片空白 问天剑弓 发剑剑仓之中 那名长老也面容呆滞地 盯着眼前的景色 其他几名家主也看傻了 这世界上居然有如此精彩绝影之人 南宫林忽然反应过来 快 快请那位天子圣祖过来 船舱上那名长老也反应了过来 面容有趣 你们以为这样就完了吗 接下来的场景 可不要被吓到 说吧 他将画面转到了 去请天子圣祖的二长老处 只见那名 头发花白的老枕 站在一张透明的玻璃门前 高举着一柄奇形古剑 高呼道 杀进去 一个不留 轰隆隆 忽然只见 那张玻璃门内 雷光闪烁 随即 见到一个 圆脸的腼腆丫头 跟着一个老头子 两只手提着人 是一脸的茫然 乌鸦长老 这些人怎么回事啊 老夫也不知道啊 李乌鸦 也是一脸的茫然 法州上所有人 顿时都傻眼了 这 这家店 是怎么回事 莫说是南宫家 那几名长老 连几个士族的家主 此时啊 都看得有些发呆 这前脚才刚刚进去 后脚人已经横着出来了 个个掩掩一息 这是个什么情况 宣 宣主呢 南宫家那名长老 睁大眼睛 看着眼前的景象 只见 那个圆脸的姑娘 顺手捡了一柄 奇形长剑 此时 已经暗淡无光 甚至 还有些缺口 咣当一声 扔到了门外 怎么还有这种破烂 南宫家的法剑上 几个家主 一个个的 都凑近了观看 仿佛恨不得 把脑袋伸过去 只见眼前 依旧显示着 店外的情形 乌鸦长老 你觉得这些人 咱们怎么处置 李庆儿 似乎认得出来 当场惊呼道 这 这是南宫家的人 灯灯灯 连退竖步 翘脸煞白 对于李家人而言 问天剑宫 南宫士族 便如同噩梦一般 没想到 眼前全都是南宫家的人 而且 从穿着来看 地位都不低 这倒怕了 法剑上 那名长老 看到这一幕 顿时猖狂地大笑起来 我问天剑宫 威名赫赫 就算落到你们手中 你们敢动吗 话音刚落 只听李乌鸦 看了看传讯域 开口说道 老板说 全部费了修为 扔大街上 那名之前 断臂的寻家家主 见到这一幕 大笑了起来 好 干得好 问剑宫 居然敢犯下 如此迷天大祸 今日我等不死 明日 便是我们各大士族 临手踏平 问天剑宫之日 南宫家的人 顿时是面色如土 哈哈哈哈 法剑之外 南宫林 忽然仰天狂笑起来 因为他见到 方起的力量 削减了 手中的镇腰剑 陡然消失 而方起的气息 也骤然降低到 一个低谷 显然 消耗了大量的能量 过后 完全同步时间 结束了 这一战的消耗 显然比之前的 三圣宗之战 还要高出很多 如果是 他真正具备 这样的实力 也就罢了 现在呢 仅仅靠完全同步 在如此高强度的战斗中 掌握上这么长时间 已经是个极限了 哼 等我问天剑公主 那位圣祖赶到 便是你的死期 家主 那位圣祖 已经被废了 什么 怎么回事 这怎么可能 被逼到这个份上的南宫林 壮若疯癫 已经完全没有之前 那不可一世的气势了 这世间 不是早已没有仙人了吗 到底是谁 他仰天怒吼道 问天剑公 你们也有今天 曾经 被问天剑公灭族的李兰若 已经是咬牙切齿 天作孽 久可树 自作孽 不可活呀 一道苍老的声音 自天空中传来 只见 那原本已经停止运转的 护山大阵 竟再次激发出一片 璀璨的光滑 不可能的 即便只剩下亲民圣祖 你们有谁 是其对手 南宫林立吼了一声 仿佛 与之呼应一般 残破的南宫家法剑上 一道剑芒冲天而起 南宫林死死盯着方起 这个坏他好事的年轻人 简直让他是恨之入骨 哼 我便先杀了你 南宫林手持一柄 青黑色古剑 整个人便如同一道长红般 杀相方起 老板小心 下方观看的众人 都已经惊呼起来 但下一刻 所有人都见到 南宫林的剑 竟斩了个空 方起所在的位置 人居然已经消失了 接下来 所有人见到 整个天地间 密密麻麻 全部都是极为恐怖的 月牙型剑光 维吉尔的全屏次元斩 江小月轻眼着小嘴 脸上满是难以置信 老板怎么这个也会啊 值得一提的是 贝奥武夫 全套和足具 在弹钉获取之前 是归维吉尔所有的 所以方老板此时 系统面板的同步选项 同样有维吉尔选项 低的一声 同步时间结束 天空之中 只见一名 穿着蓝色风衣 银白色头发的年轻人 挽了一个剑花 缓缓收剑 下一刻 化为四半的头颅爆散 接着再次变为方老板的模样 现在敢欺负我家店员和小月的 还有没有人敢站出来 所有人看着天空中的方老板 这老板怎么这么屌啊 哇 老板怎么停电玩 Cosplay还这么厉害啊 江小月眼睛都红了 我也好想学 李兰若是羡慕无比 我们能不能学 唐宇等人呢 也激动起来 想到自己以后对敌 不是也可以打扮成 某个牛逼游戏人物的样子 比如说景天 然后来一招倾国银弹波 又比如说尼忧 然后来一个 附加上了规则之力的子弹 还太牛逼了 方老板自然不知道 从此以后 很有可能 这个意见 要多出老大一批 穿着各种奇装一服 用着各种 稀奇古怪招式的年轻人 唉 终于完成任务了 在游戏修炼室 被锦天虐了老九的方老板 还有些晕乎乎的 而此时 问天剑宫的其他余孽 即便方老板不动手 显然呢 也撑不了多久 问天剑宫的野心 已经暴露 如果成事 自然是天下皈依 成就无上至尊之位 但如若不成 其他势力 也绝对不会再允许 这样一个士族 存留于世 用不了多久 各大士族 与浩天院的联合军 便会降临问天剑宫 一个无主之地 被毁灭 只是迟早的事情 而问天剑宫的剑墓之中 剩下的吉炳剑 和已出世的吉炳剑 也尽数被送到了 启元王的会所 这样的古董 别说是穿越前了 就连穿越后 方老板 也只是见过 这么一次而已 因此 方老板顺手 架了一根竹竿 用绳子挂在了店里 这样的古董 来当店里的板设 应该很高大上吧 方老板拍了拍手说道 老板 你这是在晾咸鱼吗 江小月进店的时候 瞅了一眼 忽然眼睛花了一下 小丫头 你是怎么说话的 本大爷 是上古见神 你这小丫头 到底识不识货啊 信不信 信不信本老板 给你们做一下店聊啊 方老板脸一黑 这几个家伙一听 赶紧闭上了嘴 就原本而言 虽然店内的人气啊 依旧在增长 但是距离热闹 还着实有一段距离 毕竟很少有人 会大肆宣扬 这个时候 店内的游戏和刚开始 只能交些格斗术之类的 已经截然不同了 当然了 林州顾客们的实力 眼界和荒海域 也截然不同 他们有的精通法则 有的能制造出 威力恐怖的强大法宝 更不用说 许许多多 曾经出现过的 上国宝物 那些东西 确确实实 是超过现有修士许多的 甚至其中一部分 真让这些修士 研究透彻 亦不失 毁天灭地的威脑 所以启仙 不少士族 即便听到过 只言片语 也只是处于观望 毕竟呢 你说店里的东西很厉害 他们自家的东西 便不厉害了吗 有不少 可是古代仙人留下来的 他们自己 都没有研究透呢 老定着别人的做什么 但如今不同 他们决定 组团来看看 更何况 这个店老板实力强劲 前来拜访一番 也是好的 方老板 瞅了瞅系统面板的 神兵碎片 还剩最后一颗 而通过武器 被奥武夫的同步时间 已经没了 同时 系统能量 也损耗不小 这一波不亏 见到店内 顾客在成倍的增长 方老板 心里平衡了一些 今日前来的是 唐家 寻家 王家之人 店门打开 只见为首的三人 接在五六十岁模样 须发花白 后面跟着的人 分为三股 有男有女 有老有少 唐家人 统一的玄色服装 王家人 统一为青白色 而寻家之人 统一为金边紫色 整齐画衣 气度不凡 竟然有序 不愧是 一派大家风范 幸会幸会 久仰久仰 唐宇等人 赶快递过来 几桶泡面 寻家主 这可是个好地方啊 一名悬疑长老 坐在沙发上 看着来来往往的顾客 手里 一人捧着一桶泡面 这个什么 泡面 果真如他们所说那般 效果灼然呢 其实啊 我们家小语早就跟本长老提过 本长老 还只当是这小子碗里 又来寻我的乐子 这寻家主 一边吃 一边说道 嗯 吃 都吃啊 旁边一名重年人 一边端着一碗泡面 一边 瞅着碧桂的方向说道 哎 那是不是剑墓里 那几柄神剑 他记得 这是他们几大士族 凭了问天剑弓以后 特地给店里送过来的 看什么看 本大爷可是上古剑神 其中一柄 发出声音说道 几个人 端着泡面 是面面相去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系统的黑科技网话 作者 溺水之夜 主播 黎穆罕 半纸红雀 小白胡萝卜等 第二百一十七集 终于 吃完泡面的几人 背着双手 领着一众弟子张老 顺着走廊 一路走 一路观看起来 只见有的屏幕上 是拿着武器的小人 还有拿着一把大斧头 和一头 比人还高的白色野猪 殊死搏斗的 有的手里 握着一柄暗紫色长剑 捂的是虎虎生风 还看到一头大白鹿 不少人眨了眨眼睛 怀疑自己啊 是不是眼花了 最终 在一个白发苍苍的 老头背后停下 这是 是老院长 只见他屏幕上 一个简单的框框 屏幕右下角的企鹅 不断地跳动 这是在做什么 几名家主 惊奇地说道 这战斗什么的 还容易理解 这种东西有什么用啊 一个框框 几个字 这是在聊企鹅 只见孤婷云的屏幕里 有好几个名字 在踊跃地发言 孤婷云说道 呃 这位尊者 你说的那种 用自身所惠的规则 构近于深州 新陈一片特殊区域的世界 真的能够实现吗 ID叫雪碧大小姐的 发了一个撇嘴的表情 什么准者 不就一滑稽球吗 不过这种东西 是要实现 还是困难了些 并非不可能 另外一个 ID 本尊天下无敌 是一个顶着滑稽球 投向的家伙 啊谁 说谁滑稽球了 你这瓶饮料 对你这种笨女儿 当然困难 对本尊而言 无非吹灰之力 哎呀看 天上有牛在飞啊 聊天框内 你一言 我一语 聊得是不依乐乎 而在后面 看着的几名家主 则面面相许 规则构建于深州 这是想干嘛 这样做 有什么好处呢 几个人看的是战二和尚 摸不着头脑 连忙又转向他处 只见顾廷云旁边的几名 浩天院长老 也在用这种东西聊天 是什么练器师 高级交流群 好休息 重大好休息 本套蒙在高思系研究上 有重大发现 什么重大发现 我们都平静好久了 可不是 本尚都把游戏里的枪 拆了个七七八八 仿造了一下 就是感觉不行 完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老板也是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 问他 他也不回答 还记得 侠到列车5里面 我们救出来那个什么科学家吗 就是武器科学 什么 什么一堆头衔那个 我们这没有那个游戏 怎么样了 他给你设计图了 那都没有 那家伙打死也不说关键了 只提到了高思炮 早就被轨道炮给取代了 不过 逼人还是打听到了一些东西 做了个小玩具 只见李浩然 发来一个小视频 里面是一个四线圈的高思枪 他手中雷光闪闪 通入某个气局中 接着按下发射 啪的一声 前方一个茶杯被打得稀烂 这东西有啥好的 几名家主是一脸的不屑 家主 快要没机子了 决定好了没有 玩哪个 走走走 先上机再说 说完 几个人赶紧找位置去了 老板 你觉得我们弄一个网友大聚会怎么样啊 江小月提起这个就有些小激动 显然在群里已经谋划好久了 方老板摸了摸下吧 网友大聚会 这个好像可以有啊 不过难不成 你这丫头 要让荒海域的修士和舞者 集体过来这边 这可不好办吧 你不是说 你能过来 还要靠什么天赋神通吗 不能带什么人吗 小娃 你们要过天际 就在这时 挂竹竿上的极柄神剑开口了 他们呢 似乎知道些什么 哎 江小月奇怪地看了一眼 这极柄自称上古神剑的家伙 叮当一声 小指尖弹了一下剑技 好奇地歪着脑袋说道 这家伙难道有什么办法吗 当然知道 只见那柄名为亲民的剑 吊在竹竿上摇摇晃晃的 周围环绕起 丝丝缕缕的黑色煞气 凝聚成双手 抱着膀子 冷傲地瞥了江小月一眼 沉声说道 你这小丫头 难道不知道 向前辈请教问题 需要先表明你的诚意吗 嗯 眼前已经换成方老板的脸孔 一阵尴尬 慌忙开口说道 那个 既然在剑技上 能胜过五的强者 那本神剑就缅缘其难 透露一丁点好了 说起这个 可是好久以前的事情了 这柄古旧的长剑 摊了摊手 做回忆状 只见后面一黑 刚刚啊 还在打游戏的宗武 江轩等一群人 都把耳朵伸了过来 满脸的期待 丧老板 瞅着后面黑压压的一群人 满头的黑线 你们干嘛呢 那还是武 与创造出武武之主人 并肩作战的时代 那时候 可不仅仅 只有像你们这样的修饰 他的声音 厚重而古朴 仿佛在叙述着 那遥远的古诗篇章 方老板一抚额头 我说 别吹牛逼了 说重点行吗 周围纵武等人 恨不得呀 把脖子全部伸过来 那是那是 这柄秀迹斑斑的黑色古剑 似乎啊 在组织着语言 憋了半嗓 差点 急得是满头大汗 这才开口说道 那是一片 连本神剑 都说不清楚的地方 哎 妈的 等了半天 你给我说这个 方老板脸一黑 正要揍人 只见这柄黑剑 又挤牙膏似的 挤出了几句话 本神剑 曾就有幸 降临过其中 某片海域一次 一连数月 都见不到日月星辰 即便是 捕算之法 修炼到极致的修饰 也分辨不清方向 宗武 这个原阳城的城主 惊叹道 居然真有人 进入过那片地方 什么 很稀奇吗 那里的风暴 点九点之上的钢方 都无法预知匹敌 海绵上甚至能够见到 几千米高的水墙 甚至还遇到过 海底出现 前所未有的巨洞的情况 还有 从来没有见过的怪物 你们绝对无法想象 我们曾经 经历过多么艰辛的战斗 居然 居然如此凶险 前辈曾经进入过 如此凶险的地方 作为浩天院的长老 于长老 显然听过这些传闻 没想到 竟然如此 难以想象 你们觉得 这货是不是在胡扯呀 这倒不太像 天院亥以北 历来 便传闻是一片不祥之地 曾经有记载的 传过那片区域 几乎都是以 空间挪移的传送方式 借助自上古以前 流传下来的 传送阵通过的 从来没有人 会想通过那片区域 其他几名 浩天院的长老 也点头复合道 也就是说 为了保证 本次网友 见面会的顺利举行 最好是选择 传送的方式 来贯通两个区域 方老板听完 提议道 就不能 进去开一条通道出来 这才是最省事的方法 所有人的脸 顿时都绿了 咱们还是修传送阵吧 那传送阵 有谁懂得修建吗 这个 曾经紫霄前辈那边 倒是有一座古阵 只可惜 紫霄前辈失踪后 那座古阵 为天灾所毁 如今想要修复 恐怕需要耗费 不小的人力物力 方老板 下意识地摸了摸腰包 很多吗 宗吴等人相识了一眼 如果是各大士族 同时出力 那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 好 那就好 与此同时 远央城外的上空 远空之中 骤然传来一阵 异兽的咆哮和怒吼 仿佛有什么 强大的凶兽 从云层深处探出头来 云阳城外围 那片宽阔的云海广场上 不少修士 望着远方天空 指指点点 不多时 只见云层中 一颗巨大的凶兽头颅 探了出来 一声咆哮 响彻云霄 紧接着 只见后方 跟着各种各样的异兽 如同狂风一般 朝着云海广场 飞扑而来 那别 那是什么 为首的 乃是一头通体漆黑色鳞甲 头生双脚 黑一大张 样貌 像是蜥蜴般 身躯极为庞大的异兽 两翼山洞 立刻激起了一片狂风 好像是西满人的角龙 一名修士高呼道 巨兽庞大的身躯 飞落在云海广场上 厚壮的立爪 如同抓豆腐一般 在广场上 抓出了一道道 极深的印痕 勘勘停下 是西满人 西满人 所有修士连连后退 站在周围的修士 则睁大眼睛 一通狂瞧 虽然听说过 在西北之地 有蛮人族 但很多修士 可从来都没见过 只见为首的艺人 是一名 样貌 约三四十岁的壮年男子 如同大理石雕般 极具线条美感的脸庞 金黄色的头发 在阳光下 灿灿生灰 更显得 鹦鹉不凡 一声呼啸 只见一名 红棕色头发 约莫二十来岁 样貌 极具异域风格 带着些轻挑 和邪魅的青年男子 骑着脚龙 从天空落下 看那儿 这些东方人 莫非就是大哥 你口中说的 古老而优雅 怎么一个个 见了我们 就跟老鼠见了猫似的 这么浪费 怎么了 夏妹妹 是不是对咱们的 贸然出行 感到有些失望了 只见他身旁 缓缓落下一头 通体赤色鳞片 头生三角 黄金瞳孔 样貌极为神异的脚龙 脚龙背上 坐着一名 身着银白色 红裙盔甲 牛角头盔 腰间斜跨着一柄 造型有些夸张的 大剑的女子 摘下头盔 露出了一张线条分明 极具美感的脸旁来 下一刻 他们就见到了 完全不敢相信的一幕 你们快看 只见一道又一道的 银白色剑光 自城内飞出 剑光如木 在天空之中 交织成一片 绚丽的光影 几乎超越了 人视觉极限的速度 让剑光 在天空中 拖曳出一道又一道 银白色的流光 滑出一道又一道 优美至极的弧线 再次绘制在平台上 来人 是十几名 穿着银白色 智式武士甲 和修饰法袍的 袁阳城修饰 脚下踏着一柄 灵光战战的飞剑 优雅至极 大哥 那名红发男子 呆了一下 这些护卫 到底是武者 还是修士 只见旁边的金发男子 一脸呆滞的表情 下意识地 看了看胯下的角龙 角龙缩了缩脚 瞅了一眼 自己那庞大的爪子 仿佛在考虑 自己是不是 也能这么飞 袁阳城 数位军荣耀军统 兼浩天院执事长老 端木德 为首的是一名 穿着银白色长袍的修士 正是那一日 在云海广场 跟随城主宗武 见识过方启 斩杀剑奴的修士之一 哦 西极语 黑龙氏族 西斯 莫古斯 黑龙 那名三四十岁 金色卷发的男子 操着一口流利的林州话 开口说道 虽然林州修士 称呼他们为西蛮 但他们自己 可不认为自己野蛮 自称啊 大多是西极语 或者是西极境 而士族之称 自然也是效仿 林州大陆的修士而来 一共分为四大士族 此人 正是其中之一的 黑龙士族 而事实上 只有林州和荒海域 使用的语言 如出同源 只有少许差异 西极人呢 是有自己的语言的 当然呢 其中也有不少学习 并且通晓林州语言的 而其中不少人呢 还为自己取得林州语的名字 譬如说西斯 哦 你也可以称呼我为 洛飘陵 洛飘陵谈吐间 显得极有修养 或许啊 正是因为被称作蛮族 其中一部分人 才会显得更加注重 这方面的一度 当然呢 也有的人 更加贴近 林州人 对他们的评价 譬如说 他旁边那名 红发青年 操着一口 蹩脚的林州语说道 这么细的一根剑 还不够人塞牙缝 踩上去 就不怕掉下来吗 哼 这倒不会 端木德 缓缓落地 一掐剑绝 只见身旁的飞剑 骤然变大 竟变得 比他们所佩戴的 双手扩剑 还要粗大 这欲剑数之神妙 即便身躯庞大一刻 随即 双手剑指一分 剑立刻一分二 二分四 若想和他人齐飞 亦非不可 皆以个人造诣而定 几个人再次看呆了 还能这样 哦 这位是 双龙氏族 族长次子 你们同样也可以 称呼我的林州名字 那名红发英俊男子 傲然打断道 我来林州之时 也亲自为自己 取了一个林州名字 哼 免得你们听不懂 我那高大上的名字 端木德 偷偷抹了一把冷汗 好险呢 不需要自己 记住西蛮人的名字 一个个的 稀奇古怪的 连忙问道 不知阁下 怎么称呼 红发英俊男子 满脸的冷傲 开口说道 雷大壮 端木德的脸 顿时一抽 呃 好名字 这是自然 雷大壮 面带傲瑟道 我知道在你们的语言中 壮是强壮之意 强壮 代表强者 大壮 自然是强者中的强者 端木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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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一较 端木德 威威汉少 年纪轻轻 便能够达到 五王级的舞者 即便在五风盛行的 西蛮人中 也算得上是天才了 这位是我黑龙氏族 安德雷长老 他又指着身后 一位穿着黑色盔甲 黄褐色短须的老者 开口说道 这位是赤龙氏族的 陆明威长老 这位是长老的祖上 也是一位灵州人哦 经过一番介绍 寒暄之后 端木德对身后一名手下问道 宗城主呢 在网吧站外去 说人来了传训誉 端木德的脸顿时一黑 哦 我看这样 我先带几位 先去泰望馆歇息 择日前往浩天院 与此同时 启元往了会所内 李浩然问道 你们打算 重新修建传送阵 关于传送阵这个东西啊 事实上 先见七侠传里面 有挪移法阵 而暗黑破坏神里面 也有传送阵 甚至连传奇里 都有随机传送 回程和瞬息移动 而最为方便的 还要属 哈利波特中的 顺移魔法 只要能量足够 单就跨区域赶路而言 可能比预见术啊 还要方便 当然呢 一旦失败 也有可能 肢体分离 战斗中 自然不适合使用 现阶段呢 最为适合的 恐怕莫过于 暗黑破坏神中的 传送技术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系统的黑科技网发 作者 溺水之夜 主播黎穆涵 半纸红雀 小白胡萝卜等 第218集 传送阵 可以是一座空间门 也可以是一座阵盘 可以说 非常之成熟 不过 暗黑破坏神中的 传送阵 也有其局限性 譬如说 被传送者 必须经历过 那座传送阵 并且点亮过 该传送阵 才能够传送到 该处地方 没有这些先决条件 便能够传送到某处的 只有类似于 第二幕 神秘庇护所中的 传送门 那种东西 如果能研究出来 直接传送至 其他世界去 都不是没有可能的 但难度 绝对不是这些修饰 轻易能研究的 因此呢 唯一的好消息 便是浩天苑 具备这样的技术 没想到这家店铺 连南宫士族 与那几柄神剑 都给击败 天苑海边 黑风烈烈 海边的石崖上 黑影沉默了片刻 随即开口说道 虽然南宫士族 仅仅出世了三柄神剑 但其中有两柄 是诸仙级别的 也就是说 对方的势力 在诸仙级别之上 那道黑影的语气中 似乎带着些许贪婪 那双道童 居然能够让它 具备此等力量 不 那应该是我们的 周围的丝丝冷雨 和幽幽的清风 仿佛传来了 屡屡轻雨 一道身影 如同天空的幽灵 我们的耳目 为我带来了新的消息 我们将要修复 传颂法阵 绝不能让他们 修复法阵 更不能让他们发现 当年那些人 殉落的真相 至少 现在还不是时候 如果 连同对付那个实力 达到诸仙级的家伙一起 再加上各大十足的力量 我们 恐怕没有万全的把握 该死 五族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 我们已经谋划了无数年 急地要得到他们 不死 无得 终成结辉 周围 似乎献出了一抹 肃杀之色 仿佛没有任何人 能够阻拦得了他 纵使是身死盗效 那么 他们的声音 愈发的模糊 到最后 完全消失在黑暗之中 隐约听见的 好像是 去那家店 探一探 方启 看了一眼 系统面板的任务 之前的第二个立位任务 已经完成了 而奖励 也已经到手 方乐板瞅了瞅 这次转盘上的物品 比较高档一点的 比如说 最终幻想期 圣子降临 大蛇之血 随机血脉药剂 神冰碎片等 比较高端的选项 如果没被抽中 会有很大的概率 留在转盘上 而比较低档的 薯片之类的物品 则基本上 只会在转盘上 停留一次 无论有没有被抽走 都会随机 替换成别的东西 比如这回 便替换成了 卡布奇诺咖啡 其他的 比如德服巧克力的位置 也被替换掉了 方老板 只好闷着头 开始了新的一轮 转盘抽奖 转动转盘后 只见转盘上的指针 飞速旋转 在一段时间过后 缓缓变慢 最终 在转盘上的 高端物品区域 越来越慢 神冰碎片 过了 大蛇之血 方老板脸一黑啊 也过了 指针 越来越慢 巴搭一声 只见指针 最终停在了一架 非常奇怪的机器上 滴得一声 恭喜宿主 获得 诺顿的分解机一台 本机器 为收费服务 啊 疯了万 愣了愣 瞅了一眼 这台奇怪的机器 诺顿的分解机 眼前顿时一黑啊 不是 我这游戏还没出呢 分解机倒是 先给我装上了 众所周知 地下城与勇士 这款游戏啊 其中的炼金技术 可谓是发达到了 一种极致的地步 而从物品分解 和金块中 便能见到 其中的冰山一角 其中 大部分装备 都能够通过 炼金术 分解或炼成 最后凝制成 会有各种元素 在内的 有色金块 和无色小金块 分门别类 又可用于 炼制新的装备 其无色小金块 大约可以理解为 一种媒介 或者类似于 魔法师的 魔法水晶的东西 方启不知道 系统还原版 还原出的招式 是不是 也像原来那样 包括近战体系在内 从三十级 便开始出现 需要以无色小金块 为媒介 才能施展的招式 但某些法师体系 很显然 是必须通过媒介物 来施法的 这是大部分 法师体系的共性 方老板 一阵无语 如果游戏出了 也就罢了 现在游戏都没出 你给我这个干嘛呢 唯一的好消息也就是 方启自己抽到奖品 其激活 购买费用 方启是拿大头的 也就是说 好歹到时候 可以给自己 涨涨收入 至于现在嘛 先收着好了 还有一个任务 停在方老板的 系统面板界面中 已经有了一段时间了 那便是新的网络游戏 地下城与勇士的任务 解锁世界观的任务条件 目前就科幻类而言 生化危机 生化电影 侠盗列车5 黑客帝国 心机争霸 恰好啊 足够达到 五个科幻类别的要求 并且前面的 早已经销量破千了 随着两家店的玩家 越来越多 侠盗列车5 作为最全面 自由度最高的科幻类游戏 更是已经突破了 6000大关 它力量层次不高 不假 本身也属于 现代都市游戏中的 休闲游戏特性 让玩家不仅仅 可以熟悉 各类现代物品的 使用方法 同样 这里能找到 任何想要了解 这类器械的练乞师 修士 武者 所需求的 一切基础知识 因此 很多修士 都不可避免的 即便 不喜欢这种类型 也或多或少地 尝试了一下 蒋唐宇 在新技争霸中 抽空 拆卸了一番 机械兵的枪械 花时间仿制 却怎么 都不得其门而入 李浩然 却能够 将这类研究的进展 短时间内 推进到一个新的地步 基础方面 绝对是功不可没的 而后面的新技争霸 近来销量 同样在急剧增长 黑客帝国 不用多说 在初新技争霸之前 便已经达到了 完成任务的底线 解锁科幻世界观的任务 可以说是 暂时完成了 而魔幻世界观的解锁 从暗黑二开始 可以算是 火热了一段时间 到哈利波特系列电影 和霍比特人 虽然说有些不温不火 但哈利波特现在 已经出到了第四部 而霍比特人 同样出了一部 仍然还是有不少观众追捧的 其中 符文 咒语的基础课程 和各类知识 都有助于 魔幻类的传颂 符文等物的研究 更不用说 其中的瞬移 变形术等法术 都有其自己的优势 半边城内 华美的宫殿群中 只见 某个棕发臂膜的妖女 慵懒地舒展了一番身子 手中魔棒舞动 下一刻 整个人 已经出现在了店门前 忽然发现 好久没见过方小老板了 他伸出牵手 推开店门 走进店中 这便是哈利波特中 幻影一行的好处了 虽然他在某些方面 具备局限性 甚至还有相当的危险性 但他的优势 已经不言而喻 方老板下意识地 打了个喷嚏 也不知道 是谁在念叨自己 不过魔幻类 算上阿黑二 鬼器 哈利波特 霍比特人 现在只差一步 便可以解锁 魔幻世界观 在上一次任务过后 同样获得的 还有权限提升 方启发现 提升权限过后 系统面板内 多了一个竖状图 他不需要系统发布任务 来告诉自己做什么 而是 能在系统面板上看到 自己下一步 如何发展网吧 会给自己带来 怎样的收益 比如说 发展店面 现在三家店 同样都到了 再次扩张的时候 而方启 可以通过这个 竖状图来测算 店面扩张到 什么程度的时候 自己能够获得 新一档的奖励 这样一来 他便可以 自己做一部分规划 而并非 全靠系统任务 九华成店 扩制八千 半边成店 扩制六千五 原央成店 扩制一千 并且高峰期上座率 不低于70% 可以获得成就 初步繁荣 获得成就奖励 冰红茶销售权限 指定电影 或是游戏一部 方启这个时候测算的 是扩大店面 自己所能获得的好处 果然发现了一个成就 哼 居然还能自行指定 方启挠了挠头 不过 说明上也注明了 指定电影 或是游戏 必须低于 已出现的电影游戏 力量层级 也就是说 并不是没有上限 可以随意指定的 相对于先前那些 力威之类的事情而言 方启现在 需要处理的是一些琐事 当然呢 琐碎并不代表 没有必要 九华城店 人是越来越多 这种情况下 每家店 仅仅只有两名店员 自然是无法应付 过于庞大的玩家群体 如今呢 相较于传奇刚出的时候 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 传奇刚出的时候 人虽然多 但全部都是 纪律严明的九华军 静伟军 他们本身 就是统一管理 并不会给店内 带来太多负担 而现在呢 在这个基础上 还得加上 来自各大宗门 家族的精英子弟 鱼龙混杂 甚至啊 在最高峰期 一天 便有近万的玩家进出 即便各大势力 各自的弟子 长老 可以稍稍统一支付 再加上九华军 黑魔卫之类的势力 依旧比较有几率的统一操作 很多时候啊 即便店内 连网管服务都省了 但两家店面的店员 依旧忙得不可开交 这还是因为 身具修为 手脚 大脑 都比普通人临变 甚至分心多用 都能照看得过来的缘故 若是换作普通人 这个时候啊 恐怕早已是晕头转向了 而系统则似乎 一点都没有 处理这方面问题的意思 反倒是将事情 扔给了权限提升 根据系统所说的 已经能够 独挡一面的方老板来处理 方老板 显得很淡淡 一脸的茫然 这不是说好的 我主外 你主内吗 大家分工合作好吗 本老板 这外面的新陈大海 都还没征服呢 又加重担在我身上 这合适吗 那现在你干嘛 打酱油吗 作为一个系统 你可千万不能 这么闲鱼下去啊 还我说 你倒是给个主意啊 最终 方老板终于露出了 他的狐狸尾巴 空气中一阵安静 沉默了许久 也不知道系统妥协了 还是怎么回事 总算呢 挤牙膏似的挤出来几个字 以宿主目前的权限 请宿主 自行招收员工 居然被怼回来了 方老板 对于这种行为 非常鄙夷 这种问题 我难道不知道 还用得着你啊 此时 方老板 也只好再次考虑起了 店内的招收员工之事 现在援阳城店 人手非常知足 不但足够 还有多的 可其他店面呢 没办法 只能在解决员工的问题过后 再去考虑 扩充店面的问题了 方老板这儿 在忙着处理店内琐事 而几家店面内的玩家们 却是在接下来的 网友见面会 忙得是如火如荼 比如说 宿天机 这个时候 在流云道宫内 风华 月星 你们觉得 为师去灵州 穿哪件衣服比较合适啊 只见 天机店后的房间内 宿天机手中 拿着一件 白色道裙 一件蓝色法袍 一阵比划 两个徒弟啊 跟在后面 是一阵尴尬 这种咸鱼 显然是没有资格 去参加法阵修建的 所以啊 比较闲得慌 林云学府 黄自苑甲班 也就是 纳兰眉学 宋亲风所在的班级 此时 已经彻底成为了 林云学府 精英班弟子 武技导师 穆红竹 也成了 精英导师中的一员 这些正值青春年少的 少年少女们 洋溢着 磅礴的朝气 从演武场上下来 宗少 这次去灵州 咱们去不去 林少此时 一身黑衣黑靴 看完黑客帝国之后 就换成了 黑色打扮了 当然去 想当初 还只是 刚刚踏入 武者道路的年轻人 如今 已经达到了 大武士阶层 宋亲风 咋咋呼呼的 打了两式拳法 本少感觉 已经天下无敌了 然后昨天 笔枪 被子欣师姐 吊打了一天 噓 别拆穿他 这一次 大靖国三大学府的舞者 最精锐的青少年们 也是最资深的玩家 他们才是此次浩天苑 邀请的主力 西夷 圣经两大学府 显然都在此列 相比林云学府的 这些家伙 西夷学公 圣经学府 这些弟子们 显然 要更加紧张一些 虽然在网吧 闷头打了这么久的游戏 也就是关起门来 自家人打打 还真没和外面的人 切磋过 上回两大学府 被林云学府 几个黄自院的弟子 狠狠压了一头 这次可不同 一定不能再输给人家 师兄 有把握吗 刚刚走出殿门 只见几名学府弟子 低声议论着 放心 我在殿内修炼已久 再加上 我大进黄祖 已经经过改良的金乌诀 五皇子姬阳也在其中 一脸傲色 哈哈大笑道 哼 据说临州那边 正逢西满一族来访 这一次 终于轮到我们了 五皇子 真是天纵之才 年龄不到三十 便在舞蹈上 已有如此的造诣 哼 这是自然 后面的纳兰红武 从殿内走了出来 拍了拍圣经学府导师 量黑虎的肩膀 边走边聊 黑虎啊 你在圣经学府的导师中 也是尖子 据说临州那边 年轻一辈的 都是以一百五十岁以下来计算的 即便是舞者 也是一百岁以下为准 如果到时 臣要切磋 你的年龄 是正好啊 啊 这个陛下说过了 必人知晓 到时候 那些年龄小的弟子 比如说 小于三十岁的 去看看就成 正在前面路过的五皇子 听到这话 顿时一缩脖子 练气师群内 这群练气师们 就显得敬业多了 各势力的练气师们 才是这次促成 跨区域网友见面会的主力 包括玄中府 玉须山 这两家 正好拥有古代传送阵 曾经能够传送至 临州的势力在内 开始讨论起 此次传送阵的修复方法 首先是孤婷云 只见他 开了一个企鹅频道 企鹅频道内 下方是成片的半边成殿 九华成殿 各练气师马甲 孤婷云 在电脑面前 一脸严肃 那就由老夫 来跟你们 详细地讲解一番 这个传送阵的构想问题 宝平真人 也开口说道 几位 你们传过来的 玉检是传讯玉 我们已经研制成功了 只见他手里捏着的 是一个比普通传讯玉 还要大上一圈的 大传讯玉 这种传讯玉 不但能够传讯 还能够将 玉检储存的大量信息 也通过传讯的方式 传到企鹅上 老夫为此 还带了不少的资料 第一场企鹅讲座 终于开始了 本集颇奖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系统的黑科技网话 作者 溺水之夜 主播 黎穆寒 半纸红雀 小白胡萝卜等 第二百一十九集 问天剑宫的事情 虽然在林州 算是一颗重磅炸弹 让整个林州修士高层 都震了一盏 但丝毫没有影响到 大晋国和半边城两片区域 两家殿的炼器师们 不少都早早地 占好了位置 为的便是这场 来自林州的 传颂阵构架知识 这一次 企鹅频道的传颂阵讲座 可谓汇聚了 各大殿内的 炼器师精英们 所讲内容 不只有 乌廷云所讲的 传统的传颂阵构构架方式 还有 无微道蒙 君阳子所讲的 暗黑破坏神二里的 传颂小阵 所包含的材料 与结构 等方面的研究 两者 可谓 各有其优势 而讲座过后 还有私底下的 企鹅一对一辅导 来促进双方 将传颂阵构架起来 这种事情 可绝非一日两日的事情 因此 今天清晨 整个殿内 已经开始火爆了起来 侠盗列车舞中 方便的现代生活 给了这个世界的修士们 很多日常物品的启发 比如说 手机 车辆等等 并不是说 这个世界的修士们 无法制造这些东西 而是 很少会有人 往这方面研究 毕竟呢 说不准哪天 出门一不小心 被人就给灭了 不好好修炼 尽想这些没用的东西 做什么呢 而真正修为高深的修士 几个法术就能办到 也压根儿 不需要这些东西 不过现在不同了 无微道蒙 先是击退了云颠上狱 而后 又以极小的代价 击败了各大势力联军 虽然其中 有不少取巧的成分在 但现在看起来 整个国家 算是安定了下来 差不多 从先前的随时备战状态 进入了半和平时代 有侠盗列车舞 这种游戏诸域在前 而黑客帝国 更像是程序界的天书 更有助于修士们 理解学习这些东西 于是 新型传训域 用到日常生活中 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虽然新型传训域 仍旧是个稀罕玩意儿 但九华成天 至少像长公主 纳拉明雪 宿天机这类 完全不缺临金的主 都已经开始 使用这种传训域了 这种传训域 几乎大部分构造 都是由修士的 传统炼制法器的技术 来制造的 可以实现 回放虚拟影像 远程传音传训 除了借鉴 侠盗列车5中的 手机一小部分外 它可以算作是 一种用途 极为特殊的 新型伐器 自然呢 能用这种东西 在玩家群体中 还是伴有面子的 比如说 清风明月阁的店主 董清梨 最近呢 就买了一个 小姐 又没位置了 张婉玉 往柜台转了一圈 怎么今天 莫名其妙的 大清早就这么多人呢 换座以前 就算高峰机会要排队 可大清早 也会有那么几个位置 董清梨显得非常知书达理 淡然地说道 好像是说 练器师们搞什么讲座 要修复通往临州的传送阵 比较重要 我们还是等等吧 为了整个店内的秩序 很早之前 经过店内升级之后 排队已经不需要 站在别人后面了 而是根据会员卡 临时登记的顺序 给予排号来上机的 只不过一直到最近 才开始使用 只见刷卡的刷卡 结账的结账 不少人端着奶茶泡面 坐在休息区的沙发上 等人下机 大清早 休息区便已经聚集了不少人 有的打算先吃个泡面 然后离开 等有位置了再来 而有的则坐在沙发上 议论一些有关游戏的事情 就晚了那么一点 张婉玉一阵郁闷 大小姐 我们要不要先回清风明月阁 这个时候 只见董亲离牵手一番 从储物法器里面 翻出一个 精致的玉排样式的传讯玉 没事 我们先看会儿这个 聊企鹅吗 张婉玉有些诧异 这企鹅又不是什么时候 都有话聊的 不是 我们来看动画片吧 董亲离打开虚拟影像 在里面指指点点 接着将林立传入其中 只见眼前的虚拟景象 越来越大 随即扩大到 一个二十来寸的 显示器大小 动画片 张婉玉在心里暗想道 这种东西不就是在 我的空间 电脑里 才可以观看的那种 故事片吗 上机的时候 那么宝贵的时间 谁拿就看这种东西啊 而且还要花费 我的空间里 不少金币才能购买 简直浪费 如果不是某些物品 解锁需要购买这个 他觉得压根不会有人买 是啊 董亲离有些兴奋地说道 这两天在我的空间 买了好几个呢 这些虚拟影像 可以放在传讯域里面看 张婉玉惊讶地说道 可以用传讯域看 张婉玉见到 其中啊 有不少选项 原本预见 储存信息的时候 修饰提取信息 都需要用灵力激活 神念来选择提取 外界的看不到 但眼前这个 显得更加具象化了 虽然同样可以通过神念 和灵力操作 但虚拟景象 可以让其他人看到 只见上面 有着一个又一个的选项 宠物小精灵 猫和老鼠 从灵开始的异式界 只见他选了一个 宠物小精灵 然后两个妹子 一边吃着泡面 一边坐在一起 观看了起来 这个动画片讲述的 是励志成为 金灵宝可梦大师的小智 和皮卡丘一起 踏上冒险的旅途的故事 于是 两个妹子 也开始了他们的 奇妙冒险旅途 动画 显然也是经过 系统重制的 每一帧 都美如壁画 非常精致 张婉玉 一边吃着泡面 一边看着眼前 那只只会喊 皮卡丘的黄皮垫老鼠 一阵少女心爆棚 哇 这个皮卡丘好可爱 这个我买了 董亲离 玩我的空间 头一天种菜的钱 就换了一个 皮卡丘公仔 你看这两个人 都被颠成傻子了 这个精灵好像好好玩啊 又可爱又好玩 二人的举动 很快便引起了 旁边人的注意 安城 作为九华城城主之子 事实上 算是半个顽固了 平时还挺闲的 处于百无聊赖的时候 至于安虎威嘛 清晨的时候 正好有一阵闲暇的时间 跑到店里来坐坐 没想到连位置都没有 一边喝着奶茶 一边坐在沙发上郁闷 那蓝小姐 今天我们来晚了 蓝烟走进店门转了一圈 没位置了 随即在休息区坐下 嗯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主小精灵啊 就是我的空间里 培育灵力妖兽的 特殊培育方法解锁 需要先勾摆这个 张婉玉说道 这样啊 那拉民雪端了一碗泡面 坐在旁边 顺便也看了起来 这时候 闲得发慌的安城等几名 九华城大哨 也凑了过来 你们这是看什么 呃 什么看什么呢 就坐在附近 正闲聊的安虎威 也一眼看了过来 只见这个时候 已经看到眼前 黄光乱战 皮卡丘 电翻全场 诶 这是什么妖兽 安虎威 放下手中奶茶杯 好奇地看了起来 这是什么新东西 很快啊 休息区 不少无所事事的 休士舞者们 下意识地 都开始围观起来 半边城店 九华城店 两家店面 已经开始了 招收新店员 因为两家店面 每一家 都有两名 资深老店员的员工 对于新店员的招收 自然没有之前的 熟悉程度 要求那么高 这方面 倒是有条不紊的 在进行着 轰隆隆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九华城的天空 一片漆黑 此时正值上午九点 又是春季 原本呢 是天气回暖的时候 气温却骤然降到了 比寒冷的冬季还要低 天空中 隆隆的雷声 仿佛在向大地 倾泻着怒呼 九华城 宽阔的内运河河道之中 黑韬翻滚 推动着无数停泊 在岸边的船舶 起起落落 依稀还能听到 几声呼吓声 但很快便被风声所淹没 河面上的风 愈发的凄厉 那黑色的河水 也愈发的幽深 河面上掀起了一阵 险风恶浪 几个身体壮硕的船库 握紧了船上的绳索 差一点便掉进 那恶浪当中去了 冰冷的河水 涌上岸去 整个九华城运河 已经出现了一片混乱之响 河岸边 一座无人注意的巷口 漆冷的风 在巷中回荡 无形的风 和天空中 飘落的雨滴 仿佛都在此处 凝聚成一道 如幽灵般的身影 冰冷的河水 如同温柔的唇 亲吻着他的脚跟 凄厉的风 一似猛兽 再次匍匐 地面上 留下一道又一道 湿漉漉的脚印 忽而 有黑色莲花 在其中绽开 随着水汽慢慢减少 而越来越紧 最终消失 九华城 历来繁华 而自各大势力的修士 皆从各地赶来之后 便变得 愈发的繁荣了 修士 舞者 甚至还有凡人 混杂其中 街道上 如知的行人 却因诈变的天气 或躲入屋檐下避雨 或顶着宽秀 快速往回赶 那道幽幽的身影 便仿佛 茫茫尘世的旁观者 注视着 这雨目中的行人 亲生自语道 昭君不知昼夜 护骨不知春秋 威逼有此皮肤 却 翻到不用担心 将来之时 真是幸运 时已至此 便是 结束 他仿佛 融入到 躲雨的人群中去 又仿佛 朝着某个方向 突然消失了 再也见不着 他的身影 进殿的玩家 越来越多 虽然 一直没有位置 但不少人呢 仿佛找到了 他们打发时间的办法 金黎梦可宝 看完一集又一集 董庆黎一回头 顿时愣住了 怎么这么多人啊 人群中 某道黑影 下意识地 向旁边移了移 莫非 被 被发现了 毕竟没有上机的位置 他站在后面 看了好一会儿动画片了 董亲离 再次转回去 继续看着动画片 后面的人呢 也继续跟着看 看了几集 金黎梦可宝之后 又看了几集 猫和老鼠 二人呢 总算等到了位置 上机去了 他们虽然能够上机了 但后面来的 这个时间呢 就不用想了 只能老老实实地排队 哎 没得看了 没得看了 赞了赞了 没了董亲离 在这里放动画片 聚集的人群 很快便散开了 包括 某个隐藏在 人群中的黑影 此时 也准备离开 而就在这时 只闻到人群中 一阵异样的酸香味飘来 一名紫色浸庄的少年 端着一个紫色泡面筒 和同行的几个少年 朝着这边休息区走来 正是宋清风等人 宋清风 手里同样捏着一个传讯玉 听着周围的人 议论纷纷 这几个人 可谓是 我的空间里的老手了 空间里头的心菜 也已经开垦了不少 显然呢 有不少鱼才 宋少 怎么 好像他们也在讨论 这个什么动画 林少奇怪地问道 看这个的 不是只有我们吗 许诺也开口说道 不多说了 本少今天 又下载了好几集什么 云金坦柯南 怎么样 好看吗 来看看 说完 几个人便坐在沙发上 看了起来 诶 这里 又看这个 诶 又有动画片看了 正在看片的林少 突然挠了挠头 回头一望 宋少 我怎么觉得冷嗖嗖的 总是莫名的感觉 有什么盯着这边 只见 一桶泡面 悬在自己头顶上 一双黑色手套 捧着一个泡面筒 随即 无声无息地 缩到后面去了 宋清风也奇怪地说道 好像好点了 天渊海滨的天气 最近似乎总是阴沉沉的 海滨的港哨 微微打了个盹 不知不觉 天空中又下起了 熙熙丽丽的小雨 天地间除了雨声 便是一片寂寂 便仿佛连天与地 都已经睡着了 此时此刻 这座小镇中 已经没有人是醒着的了 几名港哨的眼皮 也如同灌了牵一般 很快便沉沉地睡去 狂风扬起牙上的飞时 露出了一道 浑身隐藏在 漆黑斗篷中的高大身影 出现得无声无息 仿佛从这片漆黑的夜色中来 又仿佛要融入进 这片漆黑的夜色中去 天空中翻涌着浓云 黑风回旋 卷起了丝丝羽目 我赶到沉醒海域之后 才终于等到了一个位置 排了八个多瑶石队 你那边怎么样 我从原阳城 见李迢迢远复荒海域 总算等到了试探的机会 你觉得如何 我们需要改换自己的策略了 巧知道 天渊海之中 她的声音 似乎对那大海深处 都隐隐带着些许记忆 声音很小 隐约可以听到 什么去店里打游戏 动画片之类的词语 我们临时变更 去那家店里 玩什么 先进七峡转 是否 不大妥当 更何况 让我等 每日前往那凡人小店 若是 不被人知道还好 若是被人知道了 放心 只要你不说 我不说 谁人知晓我们去过那家店 即便于在那家店里 看了几个时辰的猫和老鼠 名侦探柯南 那都不会有人知晓 她的声音中充满着自信 一段时间之后 这些声音也听不见了 仿佛两者已经彻底离开了 一切似乎彻底安宁下来 无论是天渊海 还是几家店铺 已经深夜十二点 而这个时候 店内还亮着灯 休息区 还聚集着不少 看动画的修士和舞者 手里端着奶茶的 吃着泡面的 一阵宁静祥和 因此 谁也不曾知晓 在荒海域 和临州的交界处 那片神秘 而又充满着各种传说的 天渊海正中央 此时 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巨变 无论是荒海域的修士 还是临州的修士 天渊海最中心处 那片两界交界的海域 都是他们不愿意提及的禁忌 自古以来 便极少有人通过那片海域 关于那里流传着的异象 亦是知之甚少 更何况 临州大陆的修士 亦在逐渐走向衰落 早已不复古时的繁荣 自紫霄真人陨落后 亦更加先有人 去触及那片海域了 唯有支言片语的记载 留存于各大古士族的典籍中 天渊海最中心这片海域 从来都是杳无人烟 亦极少能见到鱿鱼飞鸟 远方的海水映照着天空 沉雾越浓 云气越厚 渐渐的远方的海面 已经分不清是云还是雾 便如一座座雪山 助力海上 风移而云气流动 陡然间 似乎隐约见到有巨雾 自云山中显露出冰山一角 最近也不知道为什么 九华城的天空 总是阴沉沉的 即便不下雨 也让人感到阴冷阴冷的 都差点让人怀疑啊 是不是到了半边城 远在天渊海的异象 自然影响不到这里 殿内呢 依旧还是那般风贫浪静 一道宛若幽灵般的身影 随着人群进入殿中 一边走 一边似仍在自语中 又似在和什么人 传递着讯息 这些凡夫俗子 果真 卑微 而又无知的可笑呢 嗯 他们还在殿里 看动画片 瞥了一眼 只见 宋清风 董清梨 都上机去了 今天是一个穿着华贵的公子哥 在放着动画片 本集颇奖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系统的黑科技网发 作者 溺水之夜 主播 黎穆涵 半纸红雀 小白胡萝卜等 第二百二十集 随着时间的推移 各位玩家们 种菜获得的收益 也越来越高 手中 也有不少咸鱼的金币 原本呢 是因为要解锁某些功能 才购买的 而现在 则慢慢地变成了 找自己喜好的来购买 事实上 店里的少爷 公子哥 顽固子弟 还不少 像九华城少城主 安大少 老是看别人看片 哪还坐得住啊 恰逢 最近经常排队 索性 自己也下载几集 来打发打发时间 安少 这是什么 旁边几个九华城的大少 一脸奇怪地 看着眼前的虚拟景象 这个好像没有看过 什么火影 这啥呀 好像是解锁 我些特殊类的五星盾术 要买这个 而且 这个是战斗类的 可以看一看 想想前几日 看的都是什么 猫和老鼠 名侦探柯南之类的 虽然有些意思 但是总感觉啊 不够过瘾 就图个乐子 作为修饰 武者横行的世界 即便只是打发打发时间 没点打斗情节 简直像是吃饭的时候啊 少了肉 就像他们以前 看的传记小说 也必须是仙侠类的 各种神通法术 打斗起来 才有人看嘛 虽然猫和老鼠啊 也有打斗 但那个 咱就不谈了 如今 店内员工 已经召集齐了 比起先前 招收店员不同 这次招收的员工 只要工作认真 负责便可 做的 也是一些简单的 收银之类的琐事 九华城店的新店员 招收的 大都是上次 太西宗事件 救下来的一些 各宗门青年才俊 而半边城呢 则有一部分 是半边城的原住民 每家店十人 五男五女 外家 原有的店员 一共十二个人 有了足够的人手以后 方老板 便可以有更多的时间 来扩充店面 而在新的店面布置方面 方起发现 现在自己权限提升之后 可以自己决定了 比如说 古典风格的店面 店内啊 可以种植林草莲花 入口处 还有一座小桥 桥下流水潺潺 可以养一些鱼虾 当然呢 这些都得店主自己配备 还有玄幻风格的店面 店内中央 是一座 圆形白石花坛 洁白的十字路面 青色的十字电脑桌 显得极具情调 而现代风格 科幻风格的店面 也同样位列其中 方老板一番考虑 决定了 不去动原有的店面 借子纳须弥 这类阵法 即便是能够容纳活物 对于林州的修饰 也不算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毕竟 各大股士族都能办到 甚至 他们有不少店鱼 都采用了这种阵法 但接下来 方老板要选择的 恐怕是他们所有人 都没有见过的新东西了 一声提示音过后 屏幕显示 选择完毕 本店升级将在明日 开业前完成 方老板将店面升级的内容 选择完毕之后 从楼上下来 便见到 一个大白天 穿着一套黑色斗篷的 奇怪修饰 一排桌子 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宽大的斗篷 拉得很低 几乎将它大半边脸 都给遮住了 从里面露出来的皮肤 带着一些 奇异的清灰色 周围不少人 都看了过来 自从各大士族 也来人进店上网之后 本来位置就不多的 原阳城店 显然呢 已经人满为患了 只见那黑炮人 沉着一张脸 显得颇为不满 虽然这家店 也有动画片 可以打发时间 可是 只见它旁边 不远处坐着一个十来岁 穿着白色公裙的 精致小萝莉 和一头大白鹿 凑在一起 手里捧着一个 新型传讯玉 旁边还有几个妹子 一阵奇特的音乐 不停地 从那边飘了过来 坐在附近的人 实在是受不了了 这家店 就不能多弄几台 这什么 机器吗 他是何等身份 居然让他坐在这里 看动画片 排队上机 斗篷下的脸孔 又瞅了一眼 江小月正在放的动画片 不是说 这东西有点意思 能打发打发时间吗 这种东西 有意思 自己看了快一天了 都没看出来 有什么意思 这几只小羊好可爱 大白鹿 坐在沙发上 看的是一阵大笑 斗篷下的脸 顿时一抽 整张脸都是黑的 瞬间开始怀疑 是不是自己脑子有问题 放心放心啊 方老板摆了摆手 给了一个预告 明天开始 就有足够的位置了 李乌鸦 也开口喊道 哥家别急 马上就到你了 那就好 那名穿着 黑色斗篷的修饰 这才信心地坐下 那今天再等等 哟哟哟哟哟哟 这头狼好傻啊 江小月也捂着小嘴 咯咯直笑 嘿嘿 是啊 这种狼能够吃得到 小动物吗 斗篷下的目光 又被吸引了过去 以大晋国以西 三大圣宗所辖的 修育古遗迹范围内 这里只有冷漠和荒凉 到处都是断壁残垣 不知道经历了多少年 以至于 大部分殿宇都已经崩塌 甚至有很多 原有的禁止 也已经腐化不存 这里的空间 不知几何 便仿佛一座广阔的小世界 也不知进入这里的人 是否还在原有的世界之中 天空是红色的 日暮残阳时那样的晨红 说是遗迹 反倒像是一片 巨大的古代战场 甚至四处 还能看到腐蚀的 散落的冰刃 三圣宗 各宗广场的钟 敲响了三下 大约已经到了 大部分进入其中的修士 从中归来的日子 两名云巅狱的修士 忽然下意识地回头看去 你们看 那是什么 回头望去 只见那片遗迹的深处 巨大的山石 缓缓浮起 似乎应着某种呼唤一般 那最深处 从未有人触及的 仙家电雨 忽然浮空了起来 方老板一把 抓起了法器室闹钟 扔了出去 继续睡觉 而这个时候 可能天塌下来 也叫不醒了 李庆儿啊 已经早早地起床了 据说今日 店里会新进一批电脑 也没见方老板出门 哪来的电脑 疑惑地下楼一看 还没开店门呢 就见到窝里门外面 已经密密麻麻地 挤了一堆人 老板 开门哪 唐瑜等几个年轻人 都贴在大门上 生怕今晚了 没位置 后面的巡员 也在大喊道 你们怎么这么早 本少今天六点 就在此排队了 瞅了瞅前面 那这个是几点来的 只见唐瑜前面 还站着一个 浑身裹在黑色斗篷中的 高大身影 这我咋知道 只听后面 一阵窃窃私语 好像昨晚 就没见人走 开门了 开门了 好不容易 见到李庆儿 将门打开 玩家呀 几乎是一窝蜂般地 涌了进来 雨刚开始 那副冷清的模样 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这店里的空间 怎么大了这么多呀 一进店 便有人惊叹道 这空间阵法 没想到 居然能在一家 小店里面见到 厉害呀 少见多怪 几个世家的家主 喝失了一声 他们并不是 每日都来的 不过 依旧回来研究研究 先见奇侠传 或者是心计争吧 而且 不管他们来不来 几大士族的弟子们 总是会不约而同地 过来店里 只见 三民气度不凡的中年 领着一名 头戴乳冠 身着黑底红袍 龙温服 一容 极为显赫的 中年男子走入 先元兄 这边请 寻家的家主说道 不过是一空间法阵而已 一轻一炸的 成何体统 嗯 那黑红龙温袍 一度不凡的中年人 举步踏入 不错 区区空间法阵而已 何必惊慌 显得非常淡定 在一群看呆了的观众中 就显得很与众不同 卓尔不群 几个人的步伐 不紧不慢 一边观察着店内的陈设 一边走向柜台 而这个时候 又听到一声惊呼 这个门是怎么回事 开口的正是唐宇 怎么了 不少人听到他的惊呼 连忙看了过来 唐宇从洗手间出来 从楼梯间 回到店内 刚推开门 立即发现 自己仿佛进入了一个 和先前一模一样的店面内 并且从空间位置的感受上来说 似乎跟之前处于相同的位置 只不过眼前的收音员 却换成了李乌衙 而再等他退出去 又进一次 才到了现在这家店面 连忙又走回去 又开一次门 李乌衙 再出去 再进来 又变了 你们快过来看看这个门 唐宇顿时惊呼了起来 什么东西啊 这么大惊笑怪的 唐家的家主唐傲 显得非常不满 两步上前呵斥道 什么门不门的 银学怎么教你的 简直没点规矩 唐傲冷哼一声 瞅了瞅 唐宇握着的门把手 走了出去 这门怎么了 很奇怪吗 一脸鄙夷的又走了进来 人呢 他忽然发现 眼前的人不见了 柜台也只剩下 李乌衙长老一个人 连忙出去 再进来 不可能啊 难道是我眼花了 寻家和王家两位家主 看着脸是一阵抽搐 唐 唐秀 不是 你你在做什么 当这么多人面 丢不丢人呢 唐傲一脸懵逼的 指着眼前的门 不是 是这个门 什么门不门的 这一张门有什么好看的 二人也有些不屑的 走了过去 十秒钟之后 轩元秋只见到 寻家家主和王家家主 也站在门边 不停地进进出出 你们几个 到底搞什么鬼啊 三分钟之后 方老板重重地伸了个懒腰 刚洗溯完 从楼上的卧室下来 立刻见到 四个中年人 外加一大堆青年人 站在楼道 通往店内的大门前 推开门 然后整整齐齐地 一排进去 没过多久 又出来了 然后又将门推开 一排排地走进去 还不忘啊 左左右右 上上下下地 把门打亮一遍 沈金病 方老板 就像看傻子似的 瞅了几人一眼 走进店内 老板 几个人 已经完全看呆了 身为一族之主 居然看了半天 愣是没看出来 这是个什么情况 障眼法 怎么可能 能障到他们的人 恐怕呀 还没出声呢 这 几个人 是吹胡子瞪眼地 走了上来 这是什么 本座怎么能 这 建一张门 能够走出 两家店来 经过方老板 一番不怎么 地道的解释之后 大家才明白 这个叫 空间折叠 还有这样的东西 你家那位前辈 在空间上的噪音 简直无人能记 太厉害了 不行 本族要研究研究 这究竟是怎么办到的 几个人 继续到门口 尽尽处出去了 方老板 终于是忍无可忍 不是 你们到底还上不上级啊 别把我那门玩坏了 由于新陈海域 不像三圣宗 原本呢 便有一个传送阵阵盘在 而且 恰好是传送去 临州的阵盘 因此 陈兴海域的修饰 短时间内 是不可能建好 通往临州的传送阵的 而打算 趁着这次机会 前往临州一关 唯有一个办法 便是 先行抵达 大晋国所在的大陆 这绝对不是一个 短小的工程 即便是现在 已经能够极为熟练的 运用预见术 速度远超以往 也需要一段时间 才能抵达 因此呢 打算前往的修士 五者 修为呀 都绝对不会低 并且 已经早早的准备 现在 已经出发了 而这个时候 曾经出过 一鸣五帝 传说 全崩山河 搅碎大地 一念可退万军的 五中帝王 也正是 有了这样的人在 才使得 武者 勉强 能够和修者 抗衡一二 也在林州大陆 这片璀璨的 修士文明中 奠定了 武者的基石 这乃是万千武者 所向往的道路 因此 一时的浩天苑 成为了林州大陆 武者圣地之一 加百丽 一声愤怒的声音响起 雷大壮 其实是有名字的 本名叫加百丽 双龙氏族 族长次子 实力 在整个氏族中 都称得上是非常不错 武王六重天 对于大部分 终其一生 都在武宗境界 徘徊的普通武者来说 年纪轻轻 便已经踏入武王境界 已经非常金石害俗了 更不用说 武王后期 放在荒海域 这样的年纪 这样的修为 几乎 能够颠覆他们的认知 即便放在林州 亦是武者中的佼佼者 原来林州的武者 都这种实力吗 肩上扛着一柄 厚重的一人高大刀 只见他身前的地面上 还躺着树民 浩天院的武者 一只手的手骨 呈现出不自然的扭曲 疼得是满头大汗 走回场外 见到骆飘临 带着几名 族内弟子走了过来 面色微微有些不悦 嘉百丽 这才开口说道 这可不怪我 嘉百丽耸了耸肩 操着一口 不流利的林州雨 失笑道 我看他们在这儿练舞 就想着跟他们比划比划 谁知道 他们拿根牙签大小的剑 力气 也跟娘们一样 父亲让我来这里 做什么舞蹈交流的时候 我还以为你们多有本事 哼 现在看来 林州的武者 都是些花拳绣腿 真是白费我走这么一趟 他看向旁边一名 一身银色青甲 金色卷发的女子 失笑道 夏妹们 依我看 咱们还是多去 原阳城里逛逛吧 别审得在这儿闲得活 这什么舞者圣地 压根就是浪得虚名 那名金发女子冷声说道 父亲说了 林州虽然比不上 我们西极域的舞技 但浩天苑 也是出过五帝的圣地 即便比不上我们 亦有其独到之处 什么独到之处 这群人不但自己不行 还要邀请什么 荒海域的舞者来交流 荒海域是什么地方 简直是浪费时间 交流 依我看是教流吧 将我们强大的舞技 教会给他们吗 他的脸上 愈发的不屑起来 我家百利 可没有这个闲工夫 教这些不入流的学生 他这话出口 身旁其他西域 及各大士族的子弟 也开始脸色 有些不好看起来 荒海域是什么地方 他们不是没听说过 一片荒地 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 能有什么舞者 这种地方来的 别说舞者了 他觉得 恐怕连修士 他都照打不悟 家百利 他们不是说 荒海域的舞者 很厉害吗 会什么 他身后 一名红棕色卷发 比他年轻不少的少年 失笑的 说他们会什么 天剑 什么 圣灵剑法 就连双手大剑的剑法 都会不少 他们自己了这副德行了 你觉得可能吗 家百利 不懈地说道 哈哈哈哈 顿时引起了身后 一阵哄堂大笑 真是的 吹牛也不会说些靠谱点的 双手扩剑与巨剑剑法 只有我们西级予有传承 林州舞者 也就能够拿根牙签大小的绣花针 四处戳 他们要是能够拿出双手剑剑法对敌 老子把头摘下来 骆飘灵皱了这眉头 你相信吗 那名名叫西亚的冷傲女子问道 虽然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说 骆飘灵摇了摇头 但双手剑扩建这一类的剑术 能上得了台面的 却只有我西级予有传 莫非 这荒海域 也有这种剑法流传 如果真有 倒是更好 金色的发丝下 那线条分明的脸庞 印着金色的阳光 女子的柔美和舞者的阴气中 又带着些许高傲之色 到时候 也好让这些无知的荒芸人 见识见识什么才是正统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系统的黑科技网话 作者 溺水之夜 主播 黎穆涵 半纸红雀 小白胡萝卜等 第211集 此时 系统提示 获得成就初步繁荣 九华成店 扩制8000 半边成店 扩制6500 原央成店 1000以上 并且高峰期上座率 不低于70% 可以获得成就 初步繁荣 获得成就奖励 冰红茶销售权限 指定电影 或游戏一部 方老板也没有想到 在扩充店面的第二天 成就便已经达成了 值得一提的是 指定电影 或游戏一部 这个奖励啊 在说明中 有著名 必须低于 现有电影 或游戏的力量层级 也就是说 方老板的选择 只可能是一些 比较有特别意义的电影 或者是游戏 事实上 方老板 看的最爽的电影 仍旧是生化危机 除了内容之外 最重要的是 这部电影看完之后 居然把格斗术 完完全全的学会了 一丝不漏 但之后 不论是 蜀山 还是黑客帝国 甚至 包括电视剧类型 都没有这样的效果 这些 都是让玩家 自行研究 钻研的类型 那么 系统中 到底还有没有 生化危机一这样 看完便能学会 大量技巧 与实战经验的电影呢 自然是有的 而且啊 还在方老板 眼皮子底下 出现了多次 最终幻想期 圣子降临 当然呢 效果不可能 类似 学习格斗术那样完美 方启呢 顺便瞅了一眼 恰好是在 魔幻奇幻类的 分类下 要不 试试这个 一声系统 提示音之后 屏幕显示 解锁 最终幻想期 圣子降临 解锁 冰红茶 销售权限 原本 碧桂旁边的冰柜里 只有可乐一种饮料 在解锁 冰红茶的 销售权限之后 很快 冰柜里面 便多出来 另外一种半透明 尚有雕花 水晶般的 琉璃瓶 看起来啊 显得比可乐 要高大上不少 并且整个瓶身 几乎是可乐瓶的 两倍大小 方启看了一眼 系统面板 冰红茶 可与好友分享 可带出店外 售价 三十零金 嗯 方老板有些奇怪 以前不少店内食物啊 都不允许带出店外 没想到 这冰红茶 不但能够和朋友分享 还能够带出店外 价格呀 几乎也是所有食物饮料中 最贵的一款 一瓶 高达三十零金 而量呢 却只有可乐的两倍 方启特地看了一下 这瓶冰红茶的琉璃瓶 居然还设有特有的保险 恒温阵法 这恐怕才是关键 毕竟呢 可乐再怎么好喝 带出去放太久 气泡都散了以后 味道啊 就没有那么刺激味蕾了 届时 也就和一般的饮品 差不了多少 而气泡这种东西 本身就极容易流失 也比较难保存 冰红茶 则没有这个后果之忧 孤庭云 是个性格甜淡的老头子 毕竟呢 都这么大岁数了 这老头子的年龄 可能当纳兰红武的爷爷 都绰绰有余 早已经过了 打打杀杀的年岁 每日呢 约几个老友 论道品名 虽然现在的道 多了不少新东西 但大体啊 还是清闲平淡的 这老头不是酒 瓶声却是好茶 什么千年羽龙茶 羽花茶 甚至古遗迹中 保存下来的一点鲜品 都有幸品尝过 今日进店一看 居然发现 店内小黑板上 多出来一个冰红茶 嗯 老板 这冰红茶是何物啊 方老板指了指冰柜里面 笔可了大上一圈的 雕花琉璃瓶 那 那个大瓶子就是 老板 这里也卖茶 与他一起的王谢 有些奇怪 最重要的是 大家都知道 那个柜子 是干什么用的 用来冰镇的 人家的茶 都是慢工细火 慢慢煮 煮茶 品名 更是一种 极为高雅的做法 而眼前这个 扔冰箱里面 是几个意思 师尊 要不要买一瓶来尝尝 王谢 试探心地问道 嗯 顾廷云 点了点头 矮瓶 冰红茶 试试 这冰的茶 又是个什么味 付了钱以后 连忙从冰箱里 拿了一瓶 拧开瓶塞 从怀里 取出三个紫檀色的小杯子 后面的黑袍道人 周末 顿时惊呼道 哇 这可是师尊的 紫砂云龙碑啊 师尊 珍藏多年的茶具 师弟 你有福了 提起这个 胡婷云 微微有些自傲 也不知这冰红茶 当不当得老夫这茶具 咕咚咕咚 就在这时 旁边传来了 一阵奇怪的声音 转头一看 只见一头大白鹿 坐在沙发上 抱着一瓶红茶 是一通猛喝 公主殿下 这个红茶太好喝了 好像还能恢复灵气 好厉害 小铃铛就知道吃 胖死你 说吧 江小月也咕咚咕咚的 喝了起来 宝天天物啊 牛角牡丹 不 鹿角红茶 三个人顿时是一阵比 哪有这么喝茶的 如此喝茶 怎么能品到 茶中的真意呢 只见王谢 将小茶中 一字排开 劈起茶壶 来回冲住 手法娴熟 显得呀 极为专业 哎呀 这茶色 如琉璃琥珀 茶香虽清淡 却余味无求 顾廷云端着冰红茶 轻轻嗅了一口 好茶呀 没想到店里也有如此好茶 少说也是千年凌锐所泡 也不知这泡茶者是何等造诣 即便冰镇之下 只消闻上一闻 都感觉灵气逼人 提神解乏 妙啊 果真是妙啊 哎 或许啊 这果真如那头小鹿所说 能够恢复体内灵气 王谢有些诧异的说道 哦 那修炼疲乏的时候 只要喝上一小口 岂不是 黑袍大人周末 顿时一喜 嗯 这茶 或许真对你们修行有好处 顾廷云点了点头 随即小戳了一口 似乎在慢慢的品味着 其中的韵味 师子 如何 二人连忙问道 咕咚咕咚 一口喝完了 二人相识一眼 一分钟之后 再来两瓶冰红茶 接着 传来了一阵 咕咚咕咚的牛饮声 老板今天还出了新电影 江小月眼间 又看到一个好东西 或许啊 游戏这东西 大部分人呢 都没那么容易 短时间来换来换去 但是电影不同啊 毕竟只需要两三个小时 就能看完一部电影 如果真遇到想看的电影 少玩两三个小时的游戏 也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至于有些人 还要继续钻研电影里的东西 那是之后的事情 江小月可不管这些事 最终幻想 大眼睛眨呀眨 扑闪扑闪的盯着方老板身后的黑板 怎么每次名字都奇奇怪怪的呀 老板 今天发不发车呀 企鹅通讯内 立刻传来了速天机的信息 显然这种事情呢 他最为其极 啊 这个不发车了 你们自己看吧 嗯 怎么不发车了 是不是不好看呀 透露一点给姐姐呗 方老板伸了一个懒药 显然呢 起床没多久 哦呀 这可是本老板 好不容易弄来的特别电影 本老板要自己看 不想待你们 老板要自己看 江小月就很机智的 连忙去激活了 发现比其他电影 游戏都要贵不少 一百零金 怎么这么贵呀 大白鹿也在旁边 眼巴巴的看着 好贵啊 要不要买呢 要知道 今天呢 已经喝了一个 挺贵的冰红茶了 还吃了好多零食 瞅了瞅自己怀里的小袋子 一边又想买 又觉得贵 急得是眼泪汪汪的 那 本公主先看 要是好看的话 等会儿小铃铛再看 怎么样啊 要是不好看呢 那就要臭老板好看 江小月双手插腰 神奇至极 一转眼 就见到方老板 已经在专心看电影了 压根儿没理他 九华城店 老板怎么回答 几个人在宿天机背后围观 神神秘秘的 谁知道这小子葫芦里 卖的什么药啊 宿天机也是一阵郁闷 想了半天 越来越抓狂 好奇心就像猫 在心里面不断地挠 不管了 先看 大海中充斥着 无尽的危险 这也是为什么 即便三大圣宗的祖辈 早已探知 在大海的对面 同样有一个繁盛的修饰世界 千百年来 却先有互通有无的原因 海上的风暴 和许许多多 未知而强大的妖兽 至少阻挡了 九成九以上的修饰的脚步 远方闪烁着轰隆的雷霆 怒涛汹涌的大海上空 是昏沉的阴云 暴雨被狂风吹卷着 如同豆子一般 洒落海中 这个时候 仍有几道金鸣般的剑影 如同电光般划过虚空 轰隆一声 一道金雷 几乎贴着这片剑光闪过 别飞太高 要飞出暴风雨区了 注意脚下 小心海中的妖兽 这股飞剑光流 分成两股 其中一股 骑上的修饰 有的是 身着黑白道袍的道着 有的素衣白上 衣美飘飘 是庶民风华绝代的女子 她们位于剑少 衣袍于狂风中 烈烈作响 端得如神仙中人 正是南华宗 以目道宫等 沉心海域的修饰 而另外一股 则服装各异 有黑黑袍 煞气森然的修饰 亦有轻衣闭谋 烟实魅形的妖娆女子 还有白发森然 却面如惯玉的少女人 这些是半边城一众的修饰 都说这外海如何如何危险 我看也不过如此嘛 一鸣黑发披肩 黑色衣袍的中年修士 笑着说道 你我看 中不了多久 就到九华城店所在的大陆了 老黑啊 到时候 可要跟大晋国那般武夫 好好较量较量 倒要看看 谁才当得着沙尘之主 穆天行一双浑浊的眼睛 远眺前方 当心一些 海外的一切 对我们而言都是未知 注意保留林立 在抵达之前 可没有机会着陆休息啊 你们听见没有 忽然间 浩然见踪的段月 沉声说道 有声音 一众修士 微微皱眉 一边向前看 一边细细听去 尽当真听到 似乎有滋滋缕缕的 微弱声音 伴随着海风传来 似有人 在耳边轻声耳语 又似悠悠的歌声 渐渐飘远 你们发现没有 我们飞了这么久 居然还在这片 暴风雨区域的边缘 忽然有人开口说道 抬头向天上看去 依旧是乌云盖地 九华城店内 宿天机开始看这部 新出的电影之后 只有少数不缺临近的 修士舞者开始看了起来 最终幻想系列 几乎囊括了魔法 科技和冷兵器战争 而最终幻想期 讲述的正是这样一个世界 介于这些修士们 对魔法科幻 先都有过一定的了解 再加上 片头的背景介绍 倒不至于看不懂 这大概是一个 非常奇异的世界 生命之河 巡行在星球之间 给予世界生命 亦是万物的源头 而人类通过强大的科技 将生命流化作能源 人类开始有了一段 极为鼎盛的繁荣 而创造了此种科技的 神罗公司 也站在了世界的巅峰 当然呢 反对者亦有之 在蛮横的镇压中消亡 神罗麾下 有一批特种士兵 这些战士体内 都拥有杰诺瓦的细胞 一个在久远的古代 从天而降 以毁灭星球 为己任的灾害 一个名为萨菲罗斯的士兵 是其中最初类拔萃的 不过 他得知自己诞生于恐怖实验中后 对神罗怀恨在心 久而久之 他与一切事物不共戴天 甚至不惜让整个星球 泯灭在自己的恨意当中 最终 星球用自己的力量 平息了一切尴尬 喷出地面的生命流 将纷争 欲望 悲伤 统统抹尽 最后剩下的人类 在残垣断壁中 苟延残喘 但灾难过后 战争依旧没有停息 哇 这个好厉害哦 才刚刚开始 江小月就被一阵精彩的战斗力 给吸引住了 值得一提的是 战斗场面不仅仅 只是比原版更加精细 这更是一场 完全贴近现实的战斗 也只有这样的真实战斗 才真正能给他们一提升 怎么全部都是舞者啊 不过这些家伙 怎么好像也是打不死的 就像鬼气里的弹钉一样 苏天机看的 也是眉头一皱 他总有一种感觉 这些招式战斗惊艳 就仿佛印在他脑海里一般 就像是当初看《生化危机》 看完就莫名其妙地会格斗术了 他觉得看完电影 自己搞不好 也可以出去耍一手 双手大剑的剑法 难不成跟《生化危机》 那时候一样吗 除去一些电影本身 要表达的意义之外 其实啊 整部电影的主线很简单 传奇战士萨斐罗斯 从传说中归来 而战斗呢 也随之层层升级 从各位战士之间的战斗 最终到萨斐罗斯的复生 与再次到来的传说之战 总少 这到底好不好看呢 林少在旁边 一脸着急的模样 这个时候 宋清风的眼前 只见手持人高巨刃的 克劳德从百米高空 披露而下 周围的大地均略 继而轰然崩毁 爆碎 恐怖的能量 一散全场 银发飘扬 只见那柄双手拒韧之下 一柄尝到有些夸张的细长刀刃 仅轻描淡写的 挡住了这一击 银发之下 那张似从远古跪来的熟悉脸孔 缓缓抬起 卧槽 好看哪 快来看 好帅啊这个人 宋清风 顿时是一阵惊呼 陈兴海域以西之外的茫茫大海 被称之为外海 陈兴海域的修饰 也极少有人去过 这片地方 充斥着无尽的海怪和妖物 自古以来啊 都是一片无人的禁区 什么妖物作祟 从海风中 传来的那片歌声 飘飘荡荡 仿佛要将人带入 沉沦的梦境中去 谨守本心 一心人中 仍旧还是有些 出来历练的精英弟子 显然这些 不知从何而来的妖物 极为厉害 修为稍低的墨仙等人呢 已经有些精神恍惚了 他们的修为 虽然有真胡进往上 甚至有的已经临近神海境 但是比起其他人来 还是差了太多 郑心烦意乱间 忽然一眼瞥见了旁边的月嫣 师妹 你怎么没事啊 只见其口中念念有词 心若冰淇 骗他不惊 柳师妹 你怎么也没事啊 目瞪口呆的 看着周围几个师妹 没看过风云吗 没看啊 墨仙是一脸的懵逼 那就不了你 啊 本集颇奖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系统的黑科技网发 作者 溺水之夜 主播 黎穆涵 半纸红雀 小白胡萝卜等 第二百二十二集 虽然完成任务 只需要将原阳城 扩大到一千台电脑以上 但介于还要容纳 大量普通顾客 和除各大古士族之外的 其他世家 宗门子弟 事实上 店内的位置啊 已经在两千往上了 按照每人上机八小时 营业时间 十六个小时来算 就算每个人 每日玩满八小时 也可以容纳 四千余顾客 远阳城店 由于店面扩大的缘故 不用排队的玩家们 倒是不那么着急上机了 不少人 围在江小月后面 全城就听见 江小月是一顿惊叫 这什么最终幻想 什么帅不帅的 到底什么东西那么帅啊 哎呀 你们自己看嘛 江小月这个时候 也看到了克劳德 和萨菲罗斯的最终决战 看得正入神啊 震惊危坐 雷打不动 二人 皆是以身具 以毁灭星球文明的 吉诺瓦细胞基因 是最为精锐的战士 刀剑交锋 一朝一世 丝毫不拖泥带水 干净利落到了极致 而萨菲罗斯的刀法更甚 便好像一架完美到极致的杀戮机器 那夸张的长刀 细长刀刃挥舞之间 几乎滴水不漏 任急之处 无论是厚实的钢铁 还是沉重的岩石 皆如同豆腐一般 被光滑平整地切开 木青在旁边愤愤地说道 师姐 我们到底看不看啊 什么东西 怎么就看得这么入神 都不理我们了 这个时候 只见孤婷云 怀里抱着一大瓶冰红茶 美美地喝了一口 你们怎么都围在这儿 我们再问小岳师妹 这种幻想到底好不好看 结果 他都不理我们了 就知道自己看 走 我们也自己看去 唐宇 巡员等人 都是莫名其妙 那 我们也看看 老夫 也看一下试试 一众人 顿时啊 也开始看了起来 而这个时候 看得比较早的 比如说 宿天机 宋清风等人 已经看到了 最后的高潮部分 萨菲罗斯 乃是这批战士中 最为强大的存在 被称为 传说中的英雄 亦是 杰诺娃计划中 最为完美的存在 拥有毁灭星球的 恐怖实力 即便复活之后 只剩下一半不到的实力 其强大的战斗技巧 和恐怖的战斗经验 所造成的压迫力 依旧能够让人 感到绝望 太强了 宋清风几人看得 眼珠子 恨不得地瞪出来 拳拳盗肉 刀刀见血的战斗 更是看的人 是血脉喷张 这个人 怎么还长翅膀了 就连宿天机 都惊叫了一声 嘴里啊 还在吃着辣条 差点没掉地上 将近三米的长刀 轻描淡写的 一技之刺 近穿过克劳德 双手巨人的重重防守 一刀当胸穿过 将其狠狠地盯在半空 身后 仅有一片黑色羽翼 舒展开来 所有人都感受到 萨菲罗斯浑身的气息 已经上升到了 一个恐怖的高度 被系统还原后的 整个场面 可谓更加震撼人心 来自传说中的战士 那仿佛 专为屠戮而生的战斗技巧 亦在此刻 展露出他的冰山一角 刀刃向上一条 深如极电飞翼 刀光迅速跟上 被挑上天空的克劳德 唐道夸张的唐刀 带着一阵低沉的刀鸣 转瞬间 一连出八刀 刀若流光 这个萨菲罗斯 帅呀 牛逼 萨菲罗斯不是坏人吗 看后面好吗 太牛逼了 哇 董亲离这种剧情等 每封电影电视 都是必看的 这个时候 一阵惊叫 差点啊 手舞足蹈的 要从座位上弹起来 什么东西帅不帅的 某道黑影 就躲在网吧的角落里上机 今天呢 正好也在看新出的电影 一边喝着冰红茶 一边看 天空中 央云如同一道巨大的漩涡 环绕在萨菲罗斯 骗一天使形态的 萨菲罗斯 手持长刀 助力虚空 银发随风狂舞 浑身气息 愈发的恐怖 整个人 便如同 要从天堂 坠下的神魔 看到这一幕 嘴里的红茶呀 差点喷出来 瞬间感觉 这他们才是反派嘛 感觉自己这么多年 都白干了 战斗还在继续 克劳德 凭借着 杰诺娃的细胞 恐怖恢复能力 虽然屡屡受创 依旧还能一战 更是发挥出了 百分之一百二十的战斗力 终于在 千军一发的时候 这又是什么招 三家店 正在看那修士舞者 几乎再次 齐齐惊呼 克劳德手中巨刃 蓝光悠悠 忽而已分 五柄刀刃 如同有灵系一般 从各个方向 将两人围困在中央 克劳德使用的武器 为芬利尔 是由六柄刀剑 组合成的大剑 此时 如同疑形幻影一般 几乎整个人 都虚化成幽光一般的人影 刀剑的光芒 自四面八方展来 天空中 黑雨飞扬 即便用羽翼护住周身 几乎眨眼之间 萨菲罗斯 已经受到不小的创伤 天空中 已经看不到人了 只有幽蓝色的光影 不断地划破天空 这 怎么一个个的 都这么帅啊 我怎么感觉 好像自己会去见剑法了 宋清风 连忙跑出门去 哼 我感觉我还会刀法了 林少也跑了出去 一把刀捂的是 虎虎生风 哼 你们会个啥 宿天机冷哼一声 也不知道 从哪顺来一根晾衣杆 长倒是挺长的 看本作 拔戳一甩 模仿着萨菲罗斯 把克劳德 挑上天空那招 反正啊 他也不知道叫啥 总之呢 自我感觉非常好 所有人都看着他 拿着一根晾衣杆 和天上的空气 斗智斗勇呢 师父 世界好像要被这妖物迷惑了 我那边去了 哎呀 好丢人 不应该是 鼠山派心法都不管用 好厉害的妖物吗 几名南华宗的弟子 指着某个方向 在后面小声议论着 话还没说完呢 便听到一声怒吓 俄方妖孽 是我浩天静了 说吧 只见一面四金四玉的圆镜 飞了出去 一道白光射出 竟自行锁定了 远方大海中的某一处 所有人的脸顿时一黑 这怪的没见着呢 直接把浩天静给扔出去了 段道友 不结缘一点灵力吗 西池真人 也是一阵无语 要知道啊 浩天静 灵力消耗 可以说是非常恐怖的 没事 本座的仿制浩天静 就定身 寻物 两种功能 不碍事 我已经将它给定住了 段月 哈哈一笑 看本座 斩鬼神 一道赤红色的剑光 如同巨山一般展出 瞬间 只见被白光照射之处的海底 涌起了一团团暗红的血水 好剑法 好法宝 一波商业护吹 非常得意 随即被斩成两截的尸体 浮上了水面 一眼看去 只见两截蛇一般的尸体 其手脑部分 竟长有乌黑的头发 如同八爪鱼一般 漂浮于水面 这是 这是什么 所有人都面面相觑 这可绝不是普通妖物啊 在场的神海进修时 几乎没有人见过 最重要的是 这妖物透露出的气息 尽在神海进之上 若不是斥意到人 初见过快 刚刚呀 恐怕要被它争夺了 而这个时候 大海中的歌声 变得阴沉而诡异起来 而且声音呢 越来越多 越来越杂 重重叠叠 这个时候 即便是念诵冰心诀 一些修为低的修士 都有些心神失守 不好 还有 这妖物 这妖物没死 只见 刚刚浮出水面的那些妖物 竟趁机再次钻入水中 不止一只 大家小心 这阵奇异的歌声 自四面八方传来 声音中 隐含着无尽的恨意和杀鸡 别说是真胡静了 此时连神海静修士 都只感到一阵心烦意乱 他老子的 一副暴脾气的黑魔 忍不了了 都他娘的板肉无射 瞬间 打出仪式法觉 只见浑身黑煞之气 于天空之中 陡然献出了一道 阴沉恐怖的血色虚影 那道血色虚影 显现出来之后 所有人 都仿佛有一种 发自内心的恐惧感 在心中徘徊 看本作 血魔猴 这可是借庞大的法力凝形 在模仿蜀山中的 血魔一吼的意境 所创造出来的新法术 现在显然已经 趋于完善了 轰轰轰 排山倒海的吼声 将周围的水浪 向四周排开 下方的海水 炸开惊天巨浪 天地间的一切声音 全都被这一声怒吼给催垮 海底之下 顿时只见 树道血雾爆散开来 他老子的 黑魔收工 长吐了一口浊气 这下清静多了 赤一道人和段月二人 都相视了一眼 居然还能这样 不好 又有好多涌上来了 鲜血 似乎并没有 让这些妖物退去 反而激起了 他们的凶险 只见海底之下 仿佛海水沸腾一般 啰浪翻涌 无数黑色的阴影 在大海底下游泳 你们快看海底下 隐约似乎可以看到 海底之下 还有一道巨大的黑影 缓缓浅游上来 哼 看我万剑之人 只见天空中 忽然万剑齐发 九天玄上 化为神雷 黄黄天威 一剑也知 看我神剑 雨雷真诀 冰咆哮 斩鬼山 知我好天静了 召唤神兽 臣娘的 看本座天剑 一众修士 齐齐使出万剑绝 万剑齐发 几乎将整个天空 都完全遮挡住了 海底 冰云飞溅 剑光如山 一阵低沉的嘶吼 海水翻滚 只见海底 那道巨大的阴影 还没出来呢 又缓缓地 朝海底深处 溜走了 袁央城这个时候 中午 孤庭云等人 也在看新出的电影 最终幻想期 战争终于结束了 克劳德 最终显胜一筹 刚刚归来的萨菲罗斯 也被他 送去他该去的地方 废墟中的人们 得以走上街头 天空中的乌云 也随之散去 露出了久违的阳光 荒凉 脏乱 充满着悲剧的 废墟般的城市中 也似乎 因为再次迎来了 短暂的和平 而变得美好起来 或许之后的废墟 会被重建 或许吧 孩子们和朋友们 在等待着 他们的英雄 克劳德的归来 战争是冰冷的 只有见到了 战争中的满目苍仪 才能感受到 故事末尾的温馨 虽然战斗 极为华丽而精彩 但事实上 整个故事 是比较反对战争的 原版在这方面 稍微显得有些苍白 但系统版 经过少许调整之后 就显得非常完美了 城主宗武 刚刚看完 就狂奔出殿 本座怎么感觉 这脑海中 多了好多战斗赶护 当即 在除法器中 抽出一柄武器出来 在大街上 是一阵狂舞 痛快 本座感觉 懂了好多 新的战斗技巧 旁边路过的人 是一脸的莫名其妙 师姐 我好像感觉 忽然间 迷雾了很多东西 木青 也开口说道 我也是 好厉害 月白 也惊叹道 还真别说 本少感觉 现在能够使用近身战斗 跟武者一决高下了 我已经迫不及待 想试试了 巡员 已经冲出门去 随手抄了一根家伙 就舞了起来 看本公主的 江小月 显然也学了不少 我 还有我 大白鹿 都高叫着跑了出来 太开心了 没想到 刚刚看完 居然脑海里面 熟识了很多剑法和技巧 手舞足蹈的 跑到门外 我也会剑法 可我刷给你们看 两根前蹄 刚一抬起来 看着别人 双手握剑 再看看自己这双蹄子 哗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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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哗� 隐约见到有见光自远方的天边而来 自北海着陆 遇见难行 一刻钟后 只见前方的陆地上由运河直观而过的 是一座庞大而繁华的人类城市 从远方的高空观望 这座城市要比半边城啊大上不少 边缘区域是如同棋盘一般 一排排黑白砖瓦的居民 大街和小巷交错 大大小小的河流错落其中 整个城市的街道几乎有三分之一是水道 远远看去隐约还能见到船舶在其中穿行 往城市中心 琉璃屋啊 飞檐化洞 各色精致的小楼助力其中 更为这座城市增添了不少诗情画意 比起半边城黑礁城等修饰城市的气度恢红来 这座城市反倒像是一块光洁如玉的琉璃 这是不是九华城 不少修饰一边飞一边惊呼 或许真是啊 我们之前打听的不正是这个方向吗 过三座小城便是说的不正是这儿吗 柳宁月美眸流转 你们看 你们看那边 墨仙突然一个机灵 指着往东的某个方向的天空 只见白云飘渺 三民宿一白上的身影踏剑而行 宛若神仙人物 当然呢 如果没有后面两个妹子 再揭起喳喳的议论的话 或许这种气氛更胜 凤凰凤凰啊 昨天看的那个最终幻想 里面的人都特别帅气 对吧 里面的小姐姐也特别温柔 风华高兴地说道 那个叫地法的姑娘 哎呀 好想抱回家呀 大反派也好帅呀 肃天机轻咳了两声 这个时候就显得非常有师尊的威严了 威师就不帅吗 咦 有人来了 那是御剑术 不少人呢 一声惊呼 直勾勾地瞪了过来 他们立即见到 前方遇见的三个白衣妹子 也直勾勾地瞪了回来 师父 那边好多人 那些人的服装 怎么感觉都没见过 那个穿水梨沙裙的姑娘 好像有些眼熟啊 肃天机直愣愣地盯着宁臂 看了老伴上 忽然嘴巴大张 几乎可以塞进一个鸡蛋了 大叫一声 这不是那个会弹吉他唱海阔天空的碧瑶吗 雪碧大小姐 风华和月星二人也喊出了企鹅的ID 啊 你是 黑魔忽然报了一句网络粗口 卧槽 怎么感觉像是在传奇里 垂过本座的那个玉姬仙人 西施真人也认了出来 惊呼道 你是跨年联欢网会谈 广灵散的那位道友 方老板直播的时候也见过 去三圣宗的那一个 你们是 肃天机的脑子当场啊 当机了半天 这会儿终于反应过来了 沉心海域 当先的几人 开口说出四个字 啊 啊 全场只听到一通尖叫声 虽然说是网友见面会 但谁会想到 有一天 一直在网络里 相隔不知几万里的人 忽然就跑到自己面前来了呢 本集颇奖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系统的黑科技网发 作者 溺水之夜 主播 黎木寒 半指红雀 小白胡萝卜等 第二百二十三集 众人互通网名之后 发现好多都是熟人 甚至还有几个 比如说宿天机和宁碧 私底下还交流音乐来着 还有西月 刚初一起打传奇的时候 就经常遇到 方老板队里的专用法师 柳宁运 墨仙也是 方老板摇杆机厅里的常客 现在啊 偶尔去玩几把拳簧 都经常能遇到 宿天机想破头都没想到 自己今天 这才刚刚忙完 流云道工的事务 准备去上网呢 竟然遇到了半边城的人 简直太神奇了 有些激动 兴奋 外加拘谨 虽然网络上 还真的有不少是认识的 但是 对方现实 是什么脾气性格 什么身份 还真有些摸不准 最终啊 像是对待一群 远道而来的朋友一样 要不 上网去 顺便 见见其他人 走走走 一日不上网 简直如歌三秋 这不知道在酒扒城 又是个什么滋味啊 来来来 先拍一张截图 赏这些人羡慕羡慕 感觉这些人 好像跟网上聊天的时候 没上两样 宿天机一阵大笑 差点啊 有些放浪心孩了 拉来几个熟悉的妹子 来 笑一个 手中的传讯玉 按下留影键 然后复制 各大企鹅群群发 这下 群里顿时热闹了 鸡舞 在群里回道 你们怎么在一起了 哎 你们这就见到人了 在哪呢 老夫这辈子 还没见过海对面的人呢 让老夫也见见 电脑前的林少 眼睛都快瞪直了 这 星海域的小姐姐 都 都好漂亮 很少在群内冒炮 资历啊 跟宋清风一样 老的粮食说道 我的天哪 有甚至年 还能见到海对面的修士 唐宇也跟着说道 你们这是已经见着了 方老板 此时也冒了出来 料料料 恭喜安全着落 各大群再次爆炸 而这个时候 作为东道主的一批人 例如 姬舞 纳兰魂舞 兰莫等人 也从城内淫了出来 甚至啊 还跟来了不少看热闹的 比如 九华城的宋清风 董心梨 云海宗的叶小叶 玉须山的大弟子 林婉音 玄中府的弟子 李龙渊等等 只见九华城方向 数十柄飞剑 飞上高空 于长天之上 格外显眼 哈哈哈哈 有没有人 能猜出对面 都有谁啊 墨天行 笑着说道 我看出来了 那个白发老爷子 我见过 会见二十三的那个 特别厉害 旁边的黑魔 顿时一缩头 好几个皇族工会的 瞬间有种怀疑 自己会不会被打得错觉 虽然是顺着网线过来的 但是忽然发现人有点多 怕是分分钟都要被人摁在地上摩擦呢 唐元就显得变通了许多 原来是皇族工会的道友 此时的唐元一脸的笑容 鸡舞也是哈哈笑道 哈哈哈哈 袁恒老狗 一不小心 把这句给冒了出来 你他娘呢 皇族的垃圾 我 敢冒我垃圾 有种待会儿上游戏 看也不弄一压的 来来来来 来就来 土城外面PK 谁怂谁笋子 其他人 都是满头的黑线 他们已经将传送阵修复了 海巢拍打着岸边的礁石 狂风穿过崖边临巡的寿石 仿佛从石崖之间 发出了不屈的呐喊 两道声音在风中相互激荡 为什么你却没有阻止他们 即便是制造山崩 引起落雷 将那座残阵给毁了 也不费吹灰之力吧 那庆人什么都不懂 只知道待在店里看动画 玩游戏 招生喜死 皮肤蝼蚁 又何必考虑过多 声音忽然沉寂了下去 海风吹过 凉酒仿佛吞没了一切 连瘾都消散了 怎么回事 外边怎么了 九华城殿的殿门外 忽然传来了一阵如潮的呼喊声 几个林医学府的弟子 下意识地摘下虚拟 朝殿门前望去 据说是新城海域那边的人 什么 真来了 忽然整个九华城殿 一楼的顾客 几乎全都站了起来 伸长脖子 朝门口瞧去 只见 从店门前走进来的 除了皇族工会 和其他一些 常能在店里看到的熟悉脸孔之外 还有 身着从未见过的门派 势力服装 亦或是 索性没有身着任何势力服装的 陌生脸孔 若一定要说熟悉 只能说其中有少数人 还真在网上见过 我的天哪 那个穿黑衣服的 怎么感觉像是 黑魔工会的老大 你们快看那边 那不是青云门的人吗 谁越大谁也在 见着没有 什么青云门的人 是Cost青云门的 我还见着上次有一个 Cost白眉的傻帽也在里面呢 轮回往脸一黑 瞬间呢 瞅了过来 啊 这他娘子也能听到啊 只见两道人影 瞬间躲到人群后面去了 两家店面对接而立 天空中下着点点小雨 店前的柳枝 新生了几缕嫩芽 随着行人起舞 偶有撑着几把直散的路人 匆匆而过 便如同一幅 俊勇的泼沫山水 几个女子落在后面 稀稀缩缩地议论着什么 这就是九华城啊 师姐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凡人呢 个个都背着兵人 这里舞者好多啊 据说整个国家都是舞者创立的 就那个皇族工会会长 无为道蒙的总部 据说就在我们来的那个方向往西一些 好多人都在看我们呢 赶紧呢 抬头挺胸 享受这种万众瞩目的感觉 心里 一着美滋滋的 欢迎来到大晋国九华城 鸡舞显然是最豪气的 低于几句 随即他身边一道尖细的声音响 今天请诸位吃泡面和冰红茶 请务必不要客气 哼 有没有来开几把车的 新电影最终幻想 有没有一起看的 莫先几个则跟在后面左看看右看看 好像也没什么神奇的呀 对了 那位神龙剑手不见尾的萧公子 不也是在这家店吗 要知道啊 那位萧公子 可是每次在各大游戏中 都能提供极多攻略 绝对是一个神人一般的存在 只不过啊 技术帖每次都是别人发 他自己呢 则从来没有人见过 那位萧公子呢 这话一出 只见九华城店中拥挤的人群 乍然分开 露出柜台前一身白衣黄袍 面目俊朗 一把折扇不离手的公子哥 这是萧公子 萧玉律面带傲瑟 正是本公子 本公子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从生化危机到最终幻想 就没有本公子不知道的事情 各位有什么疑问 尽管问萧某便是 真是年轻有为啊 好生可畏啊 萧公子 要不要与我们来一起玩一局 萧玉律顿时是一脸的尴尬 方琪看了一眼系统面板 最终幻想的销量 正在稳步上升中 只不过 还是有大部分人在观望着 一来呢 浩天院依旧以修饰为主 他们并不一定觉得需要 二来呢 所有人都知道 这部电影能增长不少战斗经验 但具体多少 先有人知晓 鉴于现在观看之人不够多 能见到实际效果的 则更加少之又少了 此时 陈信海域的修饰 在大晋国修饰 舞者的带领下 上上网 又在附近逛上几圈 可谓不亦乐乎 一天之后 传颂阵发动 以林学府 西医学公 圣经学府 三大学府为主的舞者 还有少量 五威道蒙 和各势力的修饰 聚集在了 九华城的传颂阵前 这就是传颂阵 虽然在游戏里 用过不知道多少次了 但别说是宋钦峰等人了 就连宿天机这类 秀为不低的大修士 都心叹不已 这是古代 林州阵法的结晶 历来 只存在于传说中 与此同时 浩天院中 呸 加百丽 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你们浩天院的舞者 就这样了吗 轰隆一声 他手中那柄 比他人还高一节的巨剑 狠狠地往地上一跺 只听轰隆一声巨响 实质的地面 顿时军裂开来 只见他的身前 躺着十来名 浩天院的舞者 甚至还有一个舞蹈场的管事 你们不要太过 无法无天了 一名管事 面带陆荣说道 我已经给了你们时间 结果呢 连你们都是如此 难不成 从一块鸟不拉屎的地方 出来的舞者 还能翻了天不成 笑话 那不过就是一群乡霸佬 连舞字怎么写都不清楚 就是本大爷的一根手指头 都能够碾碎得臭臭 你们再不拿出点像样的人物 出来的话 就别怪我下狠手了 假本力 骆飘铃 微微皱眉道 搞什么嘛 我都说了 我们西极域的武学 根本不需要跟什么人交流 这种交流方式 有什么意义 不过是我们四处将我们的 优秀武学经验 传授于人 还每期明月交流 够了 刚刚传来消息 浩天苑 宁日举行三与舞会 到时候 我想浩天苑 会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骆飘铃身旁 那名金发女子 微微有些蠢蠢欲动 用不着西娅妹妹出手 加百丽 优雅地鞠了一躬 然后说道 我会好好教教这群乡霸佬 什么叫做舞者 她摊了摊手 我甚至都不需要用刀 到时候 别哭着回去才好 旁边 顿时想起一阵大笑 传颂阵 是分三批开始传颂的 第一批 是玉须山 玄中府等 三大圣宗 和其他各势力的修士 此时 大部分都已经抵达传颂台 接下来是大晋国的修士 和三大学府的舞者 你跟安少说了没有 只见几名九华军 此时啊 跟在后面小声议论着 作为军中之人 此时没有事物的 当然可以来围观一下传颂阵 但每日要训练 当值的 自然不可能 随意出远门了 废话 当然说了 你们几个说什么 谁谁秘秘的 旁边一名九华军军官问道 只见几个人 一着闹腾 过了老半上 才有人开口道 队长 您不知道 这小子 在传奇认识了一个 特别可爱的小妹妹 还要了人家的企鹅号 这不咱们要执琴嘛 就请安少 帮我们稍微 稍微看上那么一眼 传奇 还有小妹妹 有啊 声音特别猛 就是 就是人呆了点 不过还是挺可爱的 对了 咱们前阵子 还带人家练习来着呢 不过最近 玩的有些少了 叫什么 陆小仙来着 说到这里啊 几个人是一阵激动 要知道 这辈子 还没有过 什么见网友的经历 这次 虽然不是自己亲自去见 但是 想想就激动不已 此时 传颂阵 已经激活了 传颂阵上 灵光流转 很快 眼前的九华城修士舞者 已经消失不见 接下来 是陈兴海域的修士和舞者 一夕之后 紫霄山的传颂台上 成片的人影 凭空出现 只见眼前 是一座巨大的平台 放眼望去 山外青山 白云出秀 四周逼人的灵气 扑面而来 绝非荒海域可以相比 因此呢 即便此刻 没有任何其他参照物 也能够判断出 此处 已经不是原先所在的 荒海域了 大群的人 聚集在 紫霄山的传颂平台上 对着自古 遗留下来的神奇阵法 赞不绝口 前方 早已经到来的 大修士们 正在和林州修士们寒暄 显然呢 都有些兴奋 后面一些小辈们 则私下议论纷纷 哎 宋少 这第一次 做传颂阵 什么感觉 林少等一众青年舞者 此时啊 脸色激动的 有些发红 本校头晕 宋清风这个时候 显然还有些 迷迷糊糊的 柳宁运 墨仙等一众妹子 此时啊 也有些晕乎乎的 从传颂阵走下来 师姐扶我一下 啊 痛好晕啊 月嫣 差点没一屁股坐地上 别嚷嚷 我也头晕 墨仙 也是一阵抱怨 不行了 我要休息一下 怎么样 还好吗 陈兴海玉 和大晋国的妹子们 反倒是打成了一片 这个时候 都迎了上来 董亲礼 有些奇怪地说道 我们来的时候 都挺好啊 你们怎么晕成这样了 纳拉红武 微微瞅了一眼 这边的情况 一个个小姑娘 身体素质 怎么这么差 本座也有点晕 西施真人 轻轻拍了拍额头 而宁毙的脸色 微微沉了沉 传颂的过程 是极快的 对于大部分修士而言 都是转瞬即逝 压根没办法 留心传颂期间 到底是什么状况 但它不同 法则乃是这个世界上 最为悬傲 最为高深的一门学问 越是深奥的法则 越接近事物本质 愚者为此追求一生 亦不过得之一毛 智者总妄图 借此亏得世界的真谛 而信者却与生俱来 与之相伴而生 他身具妖魔血统 本身便具备 常人所不具备的天赋 就在刚才 他仿佛隐约间 察觉到了空间 那一瞬间 他似乎看到了 黑暗的虚无之中 似乎隐藏着 无数古怪的通道 错松复杂 在其中某一处 似乎有什么东西 看了过来 他有些不由自主的 一个机灵 你怎么了 没什么 恍然间 又让人觉得 那只是人 在未知的黑暗中 产生的一种错觉 又或许 只是别的什么人 恰好同时 通过这片空间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系统的黑科技网话 作者 溺水之夜 主播 黎木涵 半指红雀 小白胡萝卜等 第二百二十四集 而这个时候 传送平台上 显得愈发热闹 几个老头子 聚在了一起 哪来老匹夫 你是 总老不死 哈哈 你他娘才老不死呢 而另一处 几名少年呢 也聚在一起 在低声议论着 宋清风 唐宇指着眼前这个 穿紫色浸装的少年 叫道 我唐宇啊 是你大哥我 宋清风 瞅着几个当初 老跟在自己屁股后面 要攻略的家伙 看着这衣着打扮 好奇地说道 你这家伙 混得可以啊 比我想象中的 还要晒个几倍 唐宇拍着胸脯说道 那是必须的 来林州 有什么事 跟我们说 谁敢不长眼睛 看我不弄死牙的 林少和许乐 也在一旁说道 这个可以的 牛逼了呀 兄弟 我给你们介绍啊 那个穿白衣的姑娘 就是出血大的 还有那个 雪逼大小姐 什么 唐宇顿时低声叹叹道 出血大大 这么年轻 这比我妹还要小吧 走了走了 一旁的巡员 也开口说道 几位 今天 我巡员做东 大时候 请你们去 原央城逛逛 看上什么 算我账上 卧日 你们一个个的 都这么牛逼啊 寻员顿时豪气地说道 林州 这一抹三分地上 还是有几分面子的 666 厉害了 唐宇又小声问道 对了 浩然呢 作为枪械 机械迷 唐宇最熟的 还是这个 年轻一辈的练气师 大练气师 当然在练师计团队里 我们这些 只会打游戏的 普通人没法比 这群年轻人 一阵大呼小叫 而妹子们 显然比较优雅 说话呀 都有些慢声细语的 生怕在众人面前 毁了形象 小月 来给姐姐抱抱 哎呀 好久没见到小月了 哎呀 不抱了 这么多人多丢人 江小月一脸的嫌弃 我来跟你们介绍 这些是我在浩天苑的朋友 这个是小青 小白 还有这个小铃铛 诸位 请随我一道 前往云阳城 此时 人缘也终于齐聚 只见大片的剑光 在紫霄山中 升腾而起 站在飞剑之上 俯视下方 大好山河 比起荒海欲来 更显得秀美无双 群山蜿蜒 有如龙蛇 碧水环绕 仿佛处处 都是名山秀水 就感觉 走入了画中世界一般 哇 这就是林州吗 那边 是我们唐家 唐宇指了一个方向 那边 见到那座山没有 那后面 就是浩天苑 还有那边 那边的古月宗鱼址 到时候 带你们去看一看 不急不急 先去我妈连坐 这里距离 羊羊群挺近的 见到那座 法州飞行的方向没有 顺着那个方向 马上就到了 在众林州 修士的指点之下 目不暇接 仿佛每一处 皆是风景 在荒海域那种 处在舞者发展初期 战斗力 若上修士 整整一个大 禁界的情况 放在林州啊 并不合用 据传 西极域的舞者 有着相当 久远的传承体系 在久远的古代 这些 与龙为伍的 天空骑士 骑着巨龙 从西方雪山 飞落而下 甚至 辉煌过一整个时代 虽然之后 不知道什么原因 没落了下来 但仍旧是一个 能够和修士媲美的 强大体系 在这点上 确实不是荒海域 起步不久的舞者 能够比拟的 而西极之王 乃是号称 血舞龙帝的 顶尖存在 不仅仅 是整个大陆的 舞者中 最强者 他与他 做下血龙 更可以问顶 当今世界 顶尖的强者之邻 西蛮人 历来 以勇武著称 千百年来 早已在西北那片 盲荒寒苦之地 凿兵著称 安稳发展 族中 各个勇武 聚显而守 冰川绝风上 处处皆是天险 风暴 凶兽四处危机潜伏 致寒的冰雪 甚至能让进入其中的修士 灵气凝滞 虽说修士 向来要强于舞者 但以舞者 单打独斗论 西蛮人 绝非同接 临州修士的对手 但西蛮人 和冰封山脉中的 角龙一族 世代为林 他们于遥远的古代 签下契约 相依而生 他们以龙为信使 相互之间 有着深厚的感情 并肩作战 共同面对 他们的敌人 这便是西蛮族 四大龙之士族的由来 而对于其他 普通士族的战士 他们有着一套 完整的驯服 飞行凶兽的方法 他们历来 都是和坐下坐骑 同为一体 并肩作战 以二对一 不仅仅只是 数量上的压制 纯正血脉的角龙 不但自身战斗力 极为恐怖 而且啊 精通法术 能够弥补者 对战修士的 一切劣势 如此一来 反倒是修士 处于绝对的劣势 是以千百年来 从来都只有西蛮人 进犯其他疆域的说法 绝没有其他势力 攻入西北冰封山脉的说法 即便是 当初的问天剑宫 七雁最盛之时 所悬赏通缉之人 过了冰封山脉 那条死亡线 也没有任何修士 敢追过去 所以 他们的综合实力 绝不逊色于 七大士族中的任何一个 如今 他就像是一头 醒着的狮子 而灵州 反倒像是一头 渐渐沉睡的巨龙 据说 就在我们赶赴 灵州这段日子里 灵州七大士族 已经只剩下六个了 西极域的行馆之中 几名双龙士族的长老 开口议论着 如今灵州的近况 我也听到这个消息了 另一名长老 也面露沉泥之色 这样的消息 到底是不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 实在是 太教人难以置信了 八九城是真的 我已经将消息传了回去 这些灵州的古老士族 没有想到 也是说没了便没了 这可是以往 从未有过的大事 据说 这南宫士族 早已有了 稳定天下的野心 看样子 这其他几个古士族 也不是好人的 他们问天建功 自然不可能是 其他六大士族的对手 不不不 我听到的是 另一个版本 据说他们 灭亡的契机 是一名外来者 外来者 一个外来者 那名长老 冷笑起来 要知道 在他们看来 灵州的修饰 是天底下 最为强大的 如果是真的 灵州修饰 也真是越活越回去了 依我看 如今的灵州 确实是越来越不堪了 我看这次 武道交流 如此拖延 恐怕也是想把 荒海域的那些家伙 给拉出来 替他们遮一遮丑 只听外面 传来了几下钟声 时间到了 该走了 无聊的灵州人 一名长老 淡然地说道 他们想遮丑 到时候 我们便让他们 加倍地出炒 浩天院 舞蹈场 没有什么时候 比今日更加热闹 舞蹈场上 此刻 已经是剑气横飞 剑光披落 发出的巨响 贯彻了整个舞蹈场 场下的女子 阴姿洒爽 一柄双手中剑 似乎本能地 攻击和反制 几乎每一招 都恰到好处 加百丽 永远都是那幅 冷傲中 带着些许 邪气的脸色 坐在高台之上 一脸的亲面 凝视着 整个舞蹈场 而这个时候 方老板 才刚刚到场 有些睡眼 心松的落座 这场舞蹈交流会 显然 已经开了 有一会儿了 江小月 在旁边低呼 拍了拍座位 老板 这里 喂 加百丽 皱了皱眉 看着这个 穿着一身蓝白长衫 双手插在兜里的 年轻男子 大大咧咧的 坐在自己身后的位置 自己先前出场的英姿 居然还有人没看到 显得非常恼火 更让他气愤的是 这个人 一副睡眼心松的样子 实在是让人火大 正准备发飙的时候 只见一名 穿着红黑色裙甲的女子 从场上下来 取下瘦脚盔 金色卷发 如同瀑布一般落下 露出了一张 极具野性的 金艳脸孔来 打完了 加百丽 带着些调笑的意味 开口说道 没想到西娅小姐 卷用了这么久 真是遗憾呢 还以为尝到了 败北的滋味了 西娅坐在旁边的位置上 有些疑惑地问道 对方的双手剑法 有些门道 说是传自什么克劳德的 我们西级有这样的 一个剑法大师吗 依我看 不过是个捞片门的 不过能够让西娅小姐 认真起来 有点意思 至少有点看头了 方老板刚刚打得哈欠 瞬间僵在脸上 有些目瞪口呆地瞪了过来 这都能赢 虽然说 真正的天才 和普通人之间的差距 绝对不小 眼前这名外族女子 也很有可能 是天才中的天才 加百丽 看到方老板震惊的眼神 失笑一声 那么 刚刚那名舞者 在你们这里很出名吗 不过舞者与舞者之间 本身就是有差距的 希望你们林州人 也懂这一点 呃 我不是林州人 加百丽 一双狭长的双目 顿时更加亲蔑了 荒海域 冒昧问一句 你们荒海域的人 真的会舞吗 不会是舞吧 舞蹈都舞 加百丽身旁 几名双龙氏族的青年人 顿时大笑起来 呃 关于这个问题啊 别人我不知道 不过本人嘛 都会一点 周围的人 顿时笑得更欢了 加百丽啊 更是差点笑出声来 哈哈哈哈 那你该好好的看看了 什么是真正的舞者 不是跳个舞 就能够上得了台面的 而这个时候的舞蹈场上 一名身材消瘦的 浩天苑舞者 此时 尽难得的赢了一把 浩天苑方 顿时响起了 一阵欢呼喝彩声 浩天苑的舞者 显然不如西极欲 在此之前 可是已经连输了好几局了 此时啊 好不容易扳回一局 连孤婷云的脸色 都好看了一些 加百丽顿时脸一黑 只见加百丽招了招手 一名身材高大 穿着一身厚重甲骤 一头综发的青年 立即走了上来 他叫阿尔瓦 也是我们族中年轻一辈的高手 阿尔瓦 你下去试一试 正说话间 只见阿尔瓦已经将面甲戴上 一声怒喝 自台上一跃而下 伴随着轰隆一声巨响 手持一柄 棱角分明的厚重长剑 落在了武道场正中央 浑身覆盖在厚重的铠甲之中 便仿佛一架 精密的战争机器 冰冷的面甲上 只能看到一尊 冷漠的钢铁连口 若有若无的冷光 从那黑洞洞的眼眶中 透了出来 即便是看上一眼 也能给人一种 窒息的冰冷感 而那名浩天院的舞者 只见其手中 长剑后收 长生弯曲 如同一张拉满的进宫 整个人的气势 也变得和先前不同起来 更重要的是 所有人都能感受到 周围一股庞大的天地林立 在朝着他的剑上汇聚 反观另一边 那名叫阿尔瓦的西蛮人 双腿微曲 重心压低 便仿佛一头 进伏在草丛中 等待猎物的豹子 他这个动作 立刻引来周围一阵惊呼 浩天院的修饰无整 不禁露出了愤怒之色 反观加百丽呢 却是面露傲色 他们这是怎么了 方老板开口问道 听到这话 加百丽的脸立即一黑 你不知道 不过想想也是 这小子看样子 也不像什么武学大师 看不出来也正常 只好耐着信息解释道 你没看出来 阿尔瓦根本就没有打算 使用武技嘛 他的话音刚落 只听到一声长啸 整个武道场上 忽然卷起了剧烈的狂风 那名灰衣舞者的长剑 随着狂风 画回到四目的白光此处 白红 这名灰衣舞者的修为 约摸大武宗六重 但这一剑之威 却是极其惊人 剑如长虹 裹挟着怒风狂卷 破空而出使 更带着雷鸣般的鸿鸣 所过之处 仅仅是剑锋 便将大地割裂开来 在地面上 划出了一道深深的鸿沟 几乎眨眼之间 便一次至眼前 而这个时候 所有人见到 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 那名叫阿尔瓦的武者 竟做出了惊人之举 只见他伸出右手 狠狠地在胸前一抓 剑光 风暴 戛然而止 只见一柄 锋锐的剑刃 被一只手掌 狠狠地握在手心 震颤不止 这一幕 几乎让在场所有武者 都吓了一跳 紧接着 这名叫阿尔瓦的武者 抬脚一踹 顿时 将人狠狠地踹飞了出去 招式虽然简单 但都是在生死之间 打磨出来的 拿捏得恰到好处 相比之下 高下利剑 随即 朝着台上 偷来一个挑衅的眼神 他大声开口说道 之前 似乎听到了 荒海域的武者 也很厉害 此话一出 顿时 引得西极域的人 是一阵哄笑 台上此时 一片安静 而方启旁边的加百丽 面露得意之色道 阿尔瓦 可是我们双龙氏族的精英 利用瞬间集中爆发出来的力量 曾经单手抓住过双龙的兵矛 与西亚交手的那名武者 想来也是他们的底牌了 只可惜 遇到了西亚小姐 西亚小姐 我们双龙氏族的战士 如何呀 阿尔瓦我听说过 西亚也开口说道 是一名不错的战士 而这个时候 也终于见到 有人上场了 是一名 穿着黑色浸装 背后 背着一柄大刀的男子 欢迎收听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系统的黑科技网话 作者 溺水之夜 主播 黎穆罕 半纸红雀 小白胡萝卜等 第二百二十五集 这道身影呢 说熟悉 那是再熟悉不过了 因为这名男子 恐怕是店内 资历最老的玩家之一 梁石 自从反恐精英 拿下名次之后 手头啊 早已不那么拮据了 所以这次顺道 来临州旅游 梁石就这么随意地站着 就像一个 什么都不会的普通人 五宗九仇 加百丽 见到这名上场的 荒海御武者 已经连看的兴趣都没有了 没有想到 荒海御武者 如此不自量力 要知道 大五宗六重都败了 西亚这次啊 也少有的 露出了失望之色 用西极语开口说道 我原来还抱着一丝 对荒海御的希望 现在看来 是我多虑了 老板 他说的什么呀 江小月皱着眉头 他们这 一会儿蹩脚的林州语 一会儿西极语 听得他是晕晕乎乎的 都没听懂几句 旁边的几名西极人呢 又议论了几句 大体是觉得 对方听不懂 自我感觉啊 非常高大上 他们在说 图样图三破 几个西蛮人 诧异的看了过来 加百丽脸色 有些不悦 开口喊道 阿尔瓦 厂上的阿尔瓦 冷漠地抬起一根手指 冲着粮食摇了摇 加百丽 开口向旁边的方起说道 你觉得 你们荒海御的舞者 能不能够撑得住一招 呃 这个 或许不能吧 算你有自知之明 加百丽痴笑一声 但话还未说完 只听方老板 又加了一句 毕竟呢 他可能连一招都出不来 你说什么 所有西极域的舞者 脸色都随之一沉 与此同时 荒海域的几名修士 也在议论纷纷 老梁主要在看风云吧 现在风云处到哪里了 强一阵 就已经到念风学 十方无敌那里了 十方无敌 乃是风云中 一代强者 五无敌所创 分内外加功夫 外加是十强五道 刀枪剑即棒 拳掌腿直爪 十种招式 其每一种 皆是当时世上最强 而内加功 为玄武真弓 更是神奇无比 甚至可以将 久病缠身之人 练就与龙园断浪 交手的绝世高手 十强五道 配合玄武真弓施展 有十方无敌 禁手杀 三世级招 几乎无敌于天下 正是因为如此 武无敌 一生强横的实力 甚至曾经挫败 前来挑战的帝氏天 武无敌 曾在林云窟 留下十方无敌的近招 为涅风所学 而文龙皇帝 隐世万竹临时 因缘巧合 与十强武者 莫逆成交 赏识文龙 不爱江山的性格 随将玄武真弓 和十分无敌 首招传授 你们觉得 老梁十分无敌 练会了没有 宋清风 开口议论道 此时 只见武道场上 阿尔瓦 朝着梁石勾了勾手 下一刻 包括加白丽 双龙氏族长老 骆飘铃 所代表的黑龙氏族 西亚 所代表的赤龙氏族 和后面几名 长老在内的所有人 都看到了 小人难以置信的一幕 只见梁石 嘴唇微动 沉吟了一声 十方无敌 几乎眨眼之间 所有人见到 原地啊 已经不见了梁石的身影 下一刻 忽见梁石一人 竟仿佛化作了 重重叠叠的人影 自四面八方 朝着阿尔瓦 攻了过去 那重重叠叠的人影 立于各个方位 分别使出了 拳 掌 腿 直 爪 甚至还有各种 兵刃招式夹杂其中 若是普通招式啊 也就罢了 害人的是 每一招每一事 皆妙的颠嚎 更相辅相成 天衣无缝 无处可躲 更无处可逃 双拳难敌四手 更何况十手 二十手呢 每一击 更是如风火雷动 穿金裂石 阿尔法 即便是借助 比梁石啊 高了整整一个 大等级的修为 苦苦支撑 但仅仅一瞬 便全面失手 而此时的十方无敌 才不过 刚刚施展开来 只见梁石 梁石一饮 以气欲物 直接将武道场旁边的兵器架上 刀枪剑几棒 等等各种兵器牵引而至 配合各种兵刃 这十方无敌 其事愈发恐怖了 刹那之间 各种兵刃 竟如同活物 更如有灵的神物 便仿佛 在这些兵器的背后 是一尊尊 恐怖的魔神在操控 刀剑纵横 还未及身 恐怖的招翼 已将空气 大地 全都割裂开来 伴随着其中 拳 掌 腿 直爪 这样的招式 仿佛 早已不再是人类 能够抵挡的 这是什么武器 他们果真见到 阿尔瓦 连一招 都没能使出来 整个人 便如同破麻袋一般 倒飞了出去 那厚重的铠甲 形同虚设 一道道深深的血痕 遍布其上 如果 这不是鄙视 而是生死之战的话 恐怕此时 早已被分尸了 刚刚 还露出 讥讽之色的 双龙氏族众人 此刻 皆如被掐住脖子的鸭子 嘴巴大张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这简直颠覆了 他们的认知 荒海域的舞者 什么时候 可以比临州舞者 还强了 不 不可能 什么不可能 江小月 一双大眼睛 气鼓鼓地 瞪着对方说道 现在知道厉害了吧 什么一百粒两百粒的 竟只刀吹牛 方老板 显得比较淡定 反倒是小丫头 比较记仇 小月 人家叫加百丽 一百粒 一百粒 你去 加百丽此时 指着坐在他后面那名 跟他有六七分相似的青年男子 开口说道 江小月看了半天 我就说是一百粒吗 加百丽的整张脸都气黑了 不过他叫一百粒去 并非是气昏了头 刚刚啊 粮食一招 显然消耗不小 而一百粒呢 又是五王一重天的强者 比粮食整整高了两个大等界 不说别的 单品等界和修为 都足够粮食喝一壶了 顺带啊 带着挑衅的眼神 朝方老板这边瞪了一眼 我便不信 他还能赢 话音刚落 只听台下的粮食 开口说道 刚刚十方无地的尽招 都没有施展完 不过接下来的招式 我自己也难以自控 你确定要是吗 加百丽瞪大眼睛 死死地盯着对方 这还没施展完 刚刚把人都打成那样了 还没施展完 虚张生死 加百丽冷声说道 我看你是怕了吧 他冲着粮食招了招手 来 在刚刚强决的招式下 武道场被粮食 玉食的冰刃 全都化成了一地碎片 而这个时候 随着十方无敌 再次施展 只见他整个人腾空而起 玄武真弓的真元 尽将所有冰刃的碎片 席卷在一起 十方无敌 在这一刻 和而为一 他整个人 就如同一柄巨大的十方神兵 神兵将士 便如汗天金雷 骑士 仿佛开天辟地 站在下方的人 心中 不自觉地生出了一种 人类面对天地的渺小感来 寻常人 恐怕连提起兵器 抵抗的意志 都无法升起 看什么我笑 一百利怒吼一声 手中巨人后羊 摆开了一道特殊的架势 武器 福天斩 瞬间爆发出十成力量银上 比对方高出两个大进阶的绝霸威势 且裹着恐怖的剑威 银头弓上 飓风激荡 汹涌的鱼波 将远处武道场内尊四方筒笛 都掀翻了出去 武器架上的武器 更是如同利剑一般倒飞而出 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十方无敌 就如同一柄尖锐的利剑 直接贯穿对方庞大的武器 一百利浑身甲咒 瞬间寸寸崩裂 几乎毫无抵抗之力 手中巨人 更是当场脱手飞出 虎口鲜血爆战 而这一招 招式依旧未减 完全是飞蛾扑虎 看到这样的结果 一百利金傻了 刚刚不可一世的威势 更是荡然无存 他甚至嗅到了一丝死亡的气息 住手 一名武皇九重天的西级御长老 瞬间出手 庞大的武器 在二人之间爆发开来 几乎在千军一发的时候 阻挡了这一招的余威 若是再不出手 他们双龙士卒 恐怕当场啊 便要折损一名嫡系天才 这个时候 只见一百利 已经面如土色 太恐怖了 这到底是什么武器 此时此刻 所有人脑海中 都只有这一个念头 全场寂静半赏 才慢慢有人回过神来 贺彩声 惊呼声连连 加百利脸色沉得可怕 一连两名高手 居然都败在了一个 名不见金传的 荒海御武者手中 他们呢 已经完全坐不住了 这一次 我亲自来 一跃 便落入武道场中 叫不要脸呢 修为高出人家这么多 也好意思上 这位武者 都连续打了两场了 莫非 西级御的武者 便是如此 没有脸皮的嘛 加百利的脸色 愈发的黑了 用他那 不标准的林周语 高声叫道 你们任何人 都可以上来 粮食现在啊 消耗太过 根本无法再战 就算是粮食全胜时期 加百利的修为 比之前两个人 加起来还要高 他自问 对方也不是自己的对手 至于其他人呢 他更不信 还有更厉害的 当然呢 仅仅就同辈而言 天才 之所以被称之为天才 是因为远超于常人 所以啊 天才 永远都是 最稀少的那群人 哪有一个接一个的 更何况 眼下这名武者 使用的这种武技啊 强是强 但消耗着实太高 而从粮食 仅仅是施展 都已经非常吃力来看 修炼难度啊 肯定不低 绝不可能 人人都会 所以 加百利并不认为 还会有第二个 这样的人出现 事实上 他猜的也没错 除了粮食 这种老顾客 几乎很少玩新游戏 成天盯着一个东西钻研 并且 天赋也算不错的武者 现在 还真极少有人 能施展出十方无敌 毕竟呢 天才 也没有人天才到 涅风那种 看一遍 便能学会 十方无敌的地步 即便成天 钻研风云中的 武学体系 对整个体系 了然于凶 也是需要 时间的积累的 你们任何人 都可以上来 对于 加百利的话 同辈 听听也就罢了 老一辈的 自然不会 舔着脸上场 加百利 也是笃定的这一点 五王六重 单论修为而言 确实能够碾压 任何同辈之人呢 事实上 调论同辈 荒海域的武者 几乎全部都差 西级域一大截 除非掌握了 十方无敌 剑二十三 这类威力恐怖的绝学 否则 还真没有胜算 毕竟呢 不仅仅只是修为 西级域的武技 亦强于临州武者 想要越阶对敌 可不是随便 耍几手遇剑术 便能成功的 一百例的目光 扫过众人 怎么样 有没有人下场 给我比划两手 他带着些许挑衅的目光 看向荒海域武者 所在的区域 从我们道号庭院开始 便听到荒海域的武者 如何如何厉害 刚刚我看了一下 这位武者 是有几分本事 不过看样子 不会是我的对手 人群中 顿时传来一阵虚声 就在这时 只见一道人影 从高台上一跃而下 飞身 落在加百丽身前 加百丽 上下打量着这名男子 年龄并不算太大 只是比起他来 还是要老成不少 从年龄上来看 会比加百丽 稍微大上些许 但修为反倒不及 才区区大武宗巅峰 聚多半只脚踏入武王 一身黑色浸妆 显得威猛至极 无论从一度 神态等各方面来看 都无从挑剔 梁黑虎 谢梁黑虎 周围人群中 顿时传来一阵惊呼 梁黑虎 正是圣经学府的导师 此人呢 武学天赋极佳 是以在圣经学府的地位 仅次于几位副院长 挂导师之职 实则 除了勉强 收了肖冷宇这么一个徒弟 从来没有教过其他学生 乃是圣经学府弟子 前往九华城殿的发起人之一 资历呢 虽然比不上梁石 但也算是 仅次于他们第二批老玩家了 而这个时候 坐在方启附近的锦名 双龙氏族的舞者 显然呢 有些坐不住了 要知道刚才 他们都赌定了梁石会书 结果一次两次 西吉玉的高手 都被一招击败 这脸面上 自然是极不好看 更不用说 还被江小月这个小丫头啊 鄙视了一番 说他们吹牛 这能忍啊 而这次 嘉百丽亲自上场 他们顿时信心大增 要知道在先前 嘉百丽 可是击败了浩天苑不少高手的 等着看吧 旁边 一名鹤发青年 冷声说道 这一回 你们沧海域的舞者 不会有机会了 那是 嘉百丽 可不像其他人 那么大意 另一人 也开口说道 说的 就仿佛刚才的情况 只是那两名 西吉玉舞者大意了 而并非技不如人 见到方老板 依旧面色如常 这几人的脸色 立刻沉了下来 阁下仍觉得 你们荒海域舞者会赢吗 那名叫西亚的女子 对着方启开口说道 姑娘 那你觉得呢 我对你们西吉玉的舞者 有信心 西亚的语气 带着少许 似是与生俱来的冷漠 同样 我也并不觉得 刚刚那位舞者的绝学 人人都会 他指着场中的 梁黑虎说道 他并不会 刚刚那样的舞技 对吧 我拿出像他那样的舞技吗 舞到场中 嘉百丽 撇了撇嘴 眼前这个舞者 居然只是 区区不到半部舞王 比他舞王六重天 足足 要低上一整个大等级 把我当成 刚刚那样的废舞 如果不使出刚刚那样的舞技 也没有一丝机会 我现在便给你一个机会 将那样的舞技施展出来 看看 是否也能像打倒他们那样 打倒我 我不会那个 梁黑虎 如实答道 听到这话 西亚微微一笑 那么 你觉得他凭什么赢呢 分析得非常合理 条理分明 这样看来 嘉百丽的确是赢定的 事实上 嘉百丽也是这么想的 因此 嘉百丽笑道 尽管用尽全力攻过来吧 我让你三招 至少 让你展示展示 你们荒海域的舞技 都有哪些花样 他这话一出 顿时引起一阵哄笑 花样 那不是咋耍吗 接下来 他却听到梁黑虎 又补充了一句 是什么让你们认为 我们荒海域的舞者 所会的觉学 只有这一种的 嘉百丽忽然呆了一下 连带着西亚 骆飘临等 一众西极域的舞者 听到这话呀 也微微一愣 随即哈哈大笑起来 而这个时候 西仪 临于两大学府的舞者 则在议论着 梁前辈 不是在很早以前 就是这个境界了吗 怎么现在的修为 感觉不但没有进步 反而倒退了 要知道 福老这个万年舞王 现在都舞皇境了 紧接着 他们见到 随着梁黑虎的剑指一动 他背后那柄长剑 竟自动出鞘 接着缓缓地 漂浮了起来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系统的黑科技网话 作者 溺水之夜 主播 黎穆涵 半纸红雀 小白胡萝卜等 第226集 梁黑虎大喝一声 去去外遇武学 又有何惧 别小看荒海遇武者 我也有一剑 万剑归宗 今日便让你见识见识 这是自费武功 重新第519章 自求多福 什么万剑归宗 加百丽 冷哼一声 如果真是强大的武技 怎么连自己 都没听说过呢 我加百丽 可不是被吓大的 他拍了拍胸脯 怒吼道 说让你三招 便让你三招 说吧 尽当真站立不动 甚至完全没有出招的意思 这人是不是傻了呀 江小月惊呼道 就算比对方厉害不少 哪有站着不动 让人打得倒立 这不是找死吗 难不成人的身躯 还能比兵刃更加坚硬 少见多怪 方启旁边 那名宗法青年 嘴角微扬 林周瑜啊 比加百丽更别角 加百丽 是我们双龙氏族的 爵士天才 从小便以龙血沐浴身躯 已经练成了 传说中的魔龙驱 莫说是刀枪 便是大雪山中的凶兽 都不能伤其分毫 提起这个 那名青年 露出了一抹自傲之色 懂了吗 小丫头 她的身躯 可比武器还要强 哦 原来是这样啊 说实上人家三招 几乎全城都在施展武器 那名双龙氏族的青年 顿时亲筋直冒 这个时候 只见武道场上 梁黑虎怒吓一声 浓烈的剑气激荡 浑身竟散发出一片 夺目的剑光 剑气扑面 加百丽 立即感受到 对方剑气的熊熊威势 面色一沉 虽是防守 但也立即运转全身武器 武器汇聚 只见她的身躯 脸孔上 竟隐隐出现了一片 细细蜜蜜的灵纹 那原本 带着些邪意的脸孔 此时更显得争鸣 人的面貌褪去 取而代之的 竟是一幅 半人半龙的脸孔 她的身躯甲咒 瞬间被剑气破开 胸口之上 竟露出了一片 灰黑色的鳞片 狂风倒卷 剑气如潮 无穷无尽的剑气 在凉黑虎的操控之下 如一条怒龙一般 卷向加百丽 剑气 撞在加百丽胸口 竟发出一阵叮叮当当 宛若金石般的顿响 哈哈哈哈 很好 加百丽狂笑道 这么多人里面 你是第一个 让我品尝到疼痛滋味的 算比我低了一个大进阶 但是 值得自傲了 但如果金金只是如此的话 想要挑战我 有未免太狂妄了些 那无坚不摧的剑气 竟被这灰黑色鳞片弹开 落在地面上 顿时实现大地崩裂 碎石刺剑 看到了没有 方喜旁边 那名宗发青年 傲然说道 这便是我们西锦域天才的实力 这个时候 不仅仅只是梁黑虎 就连围观的一众荒海欲武者 已面露惊讶之色 这伙有点猛啊 宋清风 喝了一大口冰红茶 纳拉明雪 也点头说道 虽然自傲了些 但的确有自傲的资本 能不能打得过呀 这牲口好像是有战吗 好像有点悬了呀 万剑归宗都能够挡得住啊 宋天机目瞪口呆地 看着武道场 而这个时候 方喜旁边的 一众西级域的舞者 也议论纷纷起来 甲百利好样呢 哼 让这是临州 黄海欲的舞者 坚实坚实我们的厉害 虽然之前 他们差了一些 但好歹现在 可以扳回一局了 西娅淡然地说道 看来我的判断没有错了 甲百利这家伙 人虽然不怎么样 实力还是值得撑到的 江小月气呼呼地 指着这些西级域的家伙说道 老板 他们又在议论什么 是不是在说我们的坏话 方老板 耸了耸肩 他们在说 no so no die no so no die 是什么 怎么我还是听不懂啊 就是 不作死 就不会死 你说什么 旁边的西级域舞者 沉着脸看了过来 听了简直想打人 他话音刚落 忽然只感到 几名西级域的舞者 戴在身边的巨剑 一阵震颤 我的剑 怎么飞了 我的碎岩斩 我的断高 旁边的西娅 也是一声惊呼 我的蟹精刺 舞者和修士不同 大多舞者 都是剑不离手 于是这一会儿 全都飞了出去 而他身后 几名赤龙氏族的长老 正死死地 按着手中的巨剑 只差一屁股 坐在上面了 只见他身边那柄 威猛无比的双手大剑 也随之飞出 不只是他们的剑 连在场的浩天苑 荒海玉舞者 没有收进储物法器内的配剑 也跟着是一阵长鸣 一生龙银般的长鸣 无论是在场舞者所配的宝剑 还是舞道场 武器架上的练习用剑 甚至连纳兰红武所配的 那柄黑色零剑 都随之出鞘 这是 沐青 月白 李兰若等人 此时连连惊呼道 老板 这还是万千贵宗的棋手 但是怎么感觉 跟刚才不一样了 江小月抱着一袋薯片在吃 顺便还分给其他人两片 开口说道 你们几个看剧都不认真 刚才人家施展的 明显是无名师 呼一成功力到处浪的时候 施展的版本 只见两黑虎 一手剑指上扬 一手趋于胸前 天空之中 无数击射的宝剑 也随之飞旋 有若搅龙盘空 只听他一声抱贺 哼 就让你们见识一下 真正的万剑归宗 究竟是何等金氏害俗 两黑虎双臂一震 天空中 无数宝剑 手之迁移 随之一分 竟化作了两条怒龙 万剑如龙 凶狠地咆哮着 铺天盖地的恐怖剑翼 绞杀向眼前的家百丽 一马当先的一柄柄巨剑 就狠狠地砸向家百丽 看到这些巨剑 家百丽两眼一黑 其中甚至还有几柄 他极为熟悉的 碎岩斩 这柄剑正是双龙士族的工艺 其中的新陈铁 和特有的古代工艺混合 一剑能轻易地碾碎 坚硬的岩石 断钢 是黑龙士族的宝剑 冰刃交锋 几乎可以在瞬间 斩断对手的冰刃 血精疾 这柄双手巨剑 乃是赤龙士族的神物 其上附带着来自远古的屠龙诅咒 轻轻一剑 便能划开巨龙坚硬无比的鳞片 并且每一剑 都能削减对方的力量 更不用说 其上还附着着恐怖的剑 即便是凡剑 都能削金断铁 但这三柄剑 都已经要他吐血了 再看后面 还有密密麻麻的无数剑光 这一瞬间 万剑如暴雨加深 加百丽已经傻了 西极玉的一众长老 也顾不上其他的了 快 把剑按住 都按住 至于帮把手 这个真是没空 自求多福吧 加百丽此时 已经完全顾不上 什么三招不三招了 一声长啸 死死地握着手中的巨剑 大地崩毁 剧烈的震动 所有在场之人 都能够感受到 加百丽整个人 早已被湮灭在 这片浩荡剑雨之中 激荡的剑风 激起了剧烈的狂风 眼下只有一片毁灭场景 这个家伙不会被打死了吧 墨仙在观众席 小声嗲嗲道 之前那么嚣张 要是现在被人一招就打死了 那能怪谁啊 月嫣一边喝冰红茶 一边低声说道 这个时候 连带着浩天苑 和其他士族 上网顺带来观看的几位家主 还有西极域的黑龙 赤龙 双龙 各大士族长老 全都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加百丽所在之处 已经只剩下一片废墟 凌乱的剑刃 交错没入大地的裂缝之中 支离破碎的地面 整个凹陷下去 形成了一座巨大的剑坑 尘埃落尽 所有人伸长脖子 朝着剑坑的中心望去 忽然间 只听到剑坑中 传来一阵疯狂的笑声 一道浑身浴血的人影 半跪在剑坑中央 加百丽 那遍覆龙鳞的脸孔 缓缓抬起 手中的巨剑支撑着身体 仅仅未倒下去 骆飘临身后 一鸣一身黑甲 一脸落腮糊的老者 开口说道 你为何没出手阻止 这小子命硬得很 可没那么容易死 洛飘临深深吸了一口气 似乎还在消化着 当前实在出乎 他们意料之外的情况 事实上我也不相信 黄海域的武者 竟能强到这种地步 安德烈 有些头疼的抹了抹额头 这应该 也是他们的极限了吧 应该 落飘临 有些不确定地说道 如果换作以前 他一定会给出肯定的答案 但现在他有些动摇了 一众双龙士族的长老 和年轻弟子笑了起来 我真没有看错这个小子 就是 我吸急欲的武者是无敌的 还有什么招 尽管使出了便是 不过这个时候 双方 竟已经是尤禁登窟了 哪还有招能使出来 加百丽现在 更是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 只能在原地恢复力气 梁黑虎也是如此 连续两次万剑归宗 第二次还是如此庞大的规模 早就耗空了他体内的气 在原地大口喘息 炼成万剑归宗以来 还从未遇到过这样的强敌 我承认你们荒海域的武者果真很强 不过 我是不会说的 加百丽冷声说道 只见他从储物法器中 掏出一个精致的水晶瓶 鲜红色的液体 与金银剔透的瓶身 在阳光之下灿灿生辉 这是 龙血精华 在方启旁边的几名 双龙士族的青年 大叫了起来 这是 只要练成魔龙声的武者 才能服用的圣武 即便伸手分离 都可以接此续命 加百丽赢了 旁边的西亚也长出了一口气 没想到 荒海域的武者 居然如此强悍 越了一个大禁忌 居然 还能将加百丽打成这样 但终究 西极域的武者 还是要赢了 卑鄙 简直是无耻 切磋交流 居然喝药 就连 坐在江小月身后的母亲 都怒骂了起来 怎么这么不要脸 旁边那名 双龙士族的宗发青年 当即反驳道 这场比试 又没规定不能喝药 更何况 这本身 就是与其魔龙声 相配的物品 为什么不能使用 梁黑虎愣了愣 随即 看向周围众人 这 这也可以 虽然 是我疏忽了 但既然 没有这条规则 自然是可以的 几名双龙士族的舞者 顿时大笑起来 谁说不行的 江小月 气得直跺脚 气死我了 怎么这样 李兰若等一众妹子 也是一脸怒色 加百丽受伤这么重 绝对先撑不住 眼看着马上要赢了 结果是这样的结局 但接下来的一幕 却让所有人都傻眼了 只见梁黑虎 从储物法器中 抛出了一瓶冰红茶 拧开瓶盖 喝了两口 然后站起身 走上前去 此时 加百丽还没恢复过来 眼睁睁地看着对方走过来 一刀烈火下去 只听一声惨叫 加百丽已经扑在了剑坑里 双龙士族的一众长老 笑容对时僵在了脸上 整张脸呢都是黑的 差点跳脚骂娘了 快 下去看看 快 快喂一颗龙血丹 一阵手忙脚乱 荒海域和浩天苑的玩家们 哈哈哈哈 牛逼 六六六六六 龙血精华有什么了不起的 问过我们的冰红茶没有啊 西极域的舞者 已经完全傻了 怎么还能这样 作弊 这是作弊 一名双龙士族的长老 跳脚说道 且做鄙视 就应该严谨喝药 梁黑虎把冰红茶递了过去 别乱说 我没喝药 我就喝了一口饮料 特别好喝 你要不要来上一口 瞬间呢 想杀人的心都有了 这是饮料吗 最终 在几名双龙士族长老的联名抗议下 这场切磋比试 本着交流武学的友好理念 禁止喝药 也禁止喝饮料 西娅不禁皱起了眉头 陆明威长老 你对凌州最为熟悉 以前听说过荒海域的舞者吗 没有听说过 赤龙士族的长老陆明威 开口说道 老夫前年还来过凌州一趟 那个时候都没有听过什么荒海域的舞者 都没听人说过 就这么厉害 简直想破脑袋啊 也想不通 不过此时 一众吸急欲的舞者们 显然已经意识到了 这个荒海域啊 可能不像之前想象那么简单了 一出手 两个舞者 竟然分别使用了两种不同的舞技 而且每一种舞技 都是金石骇俗 就算现在亲眼所见 他们都觉得 有些难以置信 他们吸急欲 在舞者中 号称最强 但是 这样的舞技 恐怕 也只有那位血龙舞帝 才配学 这种等级的舞技了 而现在荒海域 一出 却是两个 还是年轻一辈 到底是荒海域 偶然出了两个超级天才 还是 考虑归考虑 不服气是必然的 现在 不过几个年轻一辈受挫 还不至于 这样 就让他们怕了 毕竟 还有老一辈的不是 年轻一辈的天才 接连败北 面子 实在挂不住 方喜身旁不远处 只见一名 穿着白色绸缎长袍的老者 站了起来 开口说了几句西极语 西亚 开口说道 这位是柴科夫长老 他说 要与你们比试尽数 比试剑术 意思是说 不比武技了 西极语的武者 所用的剑术 都是传承自 久远的古代 先祖们 在与各种凶兽搏杀之中 在生死边缘 打磨出的战斗技巧 又经过无数年的打磨 代代相传至今 武技强 那咱不比武技 不论绝学 比剑术 不信呢 你们还能赢了我们 比剑术 一众荒海域的武者 是面面相去 所谓比剑术 便是双方 不动用绝学杀招 也不以秀为压人 单凭丰富的 剑斗技巧来取胜 所以 这种约定好了的战斗 诸如 十方无敌之类的大招 施展上去 自然是不被允许的 双龙士族 在荒海域武者 还没有出战的时候 一路势如破竹 碾压了浩天苑 好些高手 但荒海域武者 一出场 便直接来了个三连败 而且啊 次次都败得难堪无比 这叫他们如何能忍 欢迎收听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系统的黑科技网话 作者 溺水之夜 主播 黎穆罕 半纸红雀 小白胡萝卜等 第二百二十七集 刚刚啊 他们已经看到了 荒海域武者 连续二人 武技都极为厉害 那么便避其锋芒 从别的领域入手 其他士族 自不必说 就连先前 极为张扬的双龙士族 此时说话呀 都不敢像先前那般狂妄了 什么碾压对方 这种事情 现在已经不敢想了 但好歹 又扳回一局 不然传出去 双龙士族 面对一群 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舞者 全军覆没 这以后 面子往哪搁呀 而他们也觉得 荒海域的舞者 以前 名不见金传 现在陡然走出来 至多也就一方面墙上那么一些 不可能面面俱到 先前 梁黑虎施展万剑归宗 调用了大量在场之人的配剑 有的已经送回其主人手中 而有的人嫌麻烦 索性呢 自己来取 那狼红武便是其中之一 恰逢这个时候 柴科夫又重复问了一遍 鄙视剑记的事情 老夫来吧 那狼红武随口答道 进到柴科夫手里 拿的是一把双手巨剑 那狼红武顺手从地上 拔了一把剑 瞅了瞅 一名前来取剑的 西纪域小伙子一眼 正是先前 被打的一百利 借老夫一用 啊 用巨剑 所有西纪域的舞者 都傻眼了 要知道 林州舞者 惯用的 都是单手长剑 并且 从刚才荒海玉修士 所用的剑来看 也同样是惯用单手长剑 也就是说 只有西纪域的舞者 才是惯用双手剑的 至于 双手大剑 和双手巨剑 这样的武器 自古以来 便只有西纪域的舞者在用 而现在呢 对方居然挑了一把 门板后的双手巨剑 来鄙视剑术 柴可夫 当场气得是 哇哇大叫 用袭击语道 马上会让你知道 什么叫做 武帝面前 埋弄武靴 哼 没想到你们 荒海玉的舞者 如此拖大 原本西亚 还算是 比较淡定的一个 现在啊 一张俏脸 也气得铁青 他都如此 旁边那几个 原本就张扬的双龙士族的舞者 就更不必多说了 一通大叫 打败他 给他点银色瞧瞧 敢在 柴可夫长老面前 卖弄双手剑术 简直就是活腻歪了 柴可夫长老 可是我族的剑术大师 你们 荒海玉舞者的双手剑 剑术 又是从哪学的 事实上 谁都不认为 荒海玉的舞者 连双手剧剑都能用得来 双手剧剑和单手剑 虽然都属于剑 但完全可以称得上是 两种体系 可绝不是 会单手剑 便能用好双手剑的 而当柴可夫 发现眼前 这个白发老者 虽然拿着双手剧剑 却依旧是单手握剑的 姿势之时 便微微冷笑道 这个人 根本不会用双手剧剑 这一把温了 一声爆喝 柴可夫高高跃起 手中的剧剑 裹挟着巨大的风压 便仿佛手握着一柄巨衫 狠狠地朝纳兰红武斩下 下一刻 指尖剑光一闪 一柄数百斤的剧剑 在纳兰红武手中 今仿若无误 如极电般斩击 柴可夫当场退后十余步 青红未定 只见其胸口的衣衫 已经被划开了 若非他躲闪及时 此刻恐怕整个人 都会被一分为二 这是什么剑手 还是说 将单手剑的剑手 直接拿来给双手剧剑用了 还未等他想出答案 只见纳拉红武 已经栖身而上 一步跃上天空 这次双手握剑 同样的斩棘 相较于柴可夫之前的斩棘来看 这一剑不但有山的沉重 更似雷般迅猛 克劳德 宋亲风当即认得出来 老爷子也看了剧中幻想 轰隆一声 大地暴力 只见纳拉红武一剑斩下 身前树杖的扇形区域 虎石崩裂 竟被当场斩作一片巨坑 哼 剧剑可不是你那么用的 看着只顾躲闪的柴可夫 纳拉红武开口说道 剧剑剑法 看好了 说话间 只见纳拉红武如同炮弹般冲出 柴可夫心中大呼不好 才刚刚躲过一剑 只见纳拉红武那柄巨剑 就仿佛没有重量一般 剑势一转 进入复古之区 再次朝柴可夫斩来 一连数剑 该重石如泰山压底 该急石如浮光略 柴可夫的剑术 似乎已经精炼至极 但纳拉红武施展开来 尽比柴可夫更加凝炼 这仿佛已经不是人 施展出来的剑术了 而像是一架 精密的战争兵器 每一招每一事 皆是最佳的屠戮方式 看似极为简单 但正是简单 才让柴可夫感到惊骇 至少复杂而精妙的剑法 还可以用复杂的招式来获敌 反倒是简单的剑术 说明对方已经完全不需要了 并且摒弃了那些 花里胡哨的东西 化繁为简 只有极具战斗天赋的天才 经历了无数战斗的魔力之后 才有可能达到这种地步 而眼前这名白发老者 竟然能做到这一步 就在柴可夫 一边勉力抵挡着 对方从各个角度 狂风暴雨般的进攻之时 只见纳兰红武从腰间 又抽出了自己的单手剑 一手巨剑 一手单手剑 左右开弓 纳兰红武 这一手克劳德双持 显然呢 也用得极为熟练 西极域的舞者 简直要看瞎了 跟我交手的那个人 说是跟一个叫什么 克劳德的学的剑法 却是跟这套剑法如出一辙 西亚愣愣地说道 难道这老爷子就是克劳德 江小月一边吃着薯片 一边解释道 什么也不懂 静下说 老爷子可以是跟 克劳德学的巨剑剑法 虽然呢 都是看同一部电影 但纳兰红武早年纵横沙场 本身就精通各种兵器 战斗经验更是极为丰富 并且玩过圣骑士 玩过轨迹 对整个剑术体系 有过深入的了解 用起这剑法来 自然不是寻常 看上一遍最终幻想的 普通玩家能比的 这个时候 西极域的舞者 目光呆滞的 看着柴可夫 竟被一个荒海域的舞者 用一柄双手巨剑吊锤 已经完全不知道 该说什么好了 之前随便来个人 便使出一招十方无敌 再随便来个人 万剑归宗 用他们引以为要的 双手剑剑法 把柴可夫压制了 纳兰红武用双持 便如同两名剑术 高手同时进攻 一具剑一长剑 配合的是天衣无缝 柴可夫落败 已经毫无悬念了 不可能 怎么可能 柴可夫落败之后 又一名不信邪的长老 跳了上来 三分钟之后 直接躺在了地上 我们只比双手剑 不比单手剑 又一名长老也跳了上来 这次我们 比二十岁以下的年轻一辈 这一次我们比刀法 这次我们比拳法 连武器都不敢比了 也不知道 比了多少场 你们荒海域的舞者 怎么好像什么都会 西亚忽然意识到一个 让人分分钟啊 想吐血的问题 惊呼道 原本还想着 就算打不过 好歹呀 也要找到对方的弱点 搬回城 结果呢 这会儿 从年轻一辈比到少年一辈 从刀剑比到拳法 几乎从头到脚 都比了一遍 不但没有搬回一城 反而人都丢没了 裤子都快梳掉了 连浩天院的修士和舞者们 全部都以一种 看傻子一般的眼神 看着他们 这个时候 西极玉的舞者 已经完全没有了 先前那种亲密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 看怪物般的眼神 这都一群什么人啊 为什么 个个都这么屌 已经被虐傻了的 西极玉大部分舞者 一刻都不想再待了 不过 仍旧有少数人 他们还是有些怀疑 这些荒海域的修士 是不是高手 已经出尽了 怎么说也总该有几个 不是那么厉害的吧 比如说 西娅就觉得 坐在旁边这个年轻人啊 看起来就贫贫无奇 人畜无害 像个路人甲 好几次让他上场 也以各种理由推脱 是不是正是因为这个人 不如其他人厉害 所以怕脱后腿不敢上 要知道 其他厉害的人 都是自己主动上前迎战的 哪有避而不战的道理 方老板此时 还在旁边和人闲聊呢 顺手在江小月的薯片袋里 抓了一大把 惹得江小月瞪大眼睛瞪着他 忽然感到后脑勺凉思搜的 转过头一看 只见西极玉不少舞者 都盯着他看了过来 还抢小姑娘的薯片吃 这种人一看就没有一点高手风范 方启听到他们用袭击语 在议论着什么 似乎有些蠢蠢欲动起来 双眼放光 与此同时 坐在稍远的座位上的 骆飘临站了起来 没想到荒海域的武学者 如此之精湛 本次消流 着实让我们大开眼界 不过 今日时候已经不早了 就到这里吧 怎么都走了 找这个人比试绝对赢 一名双龙氏族的宗法青年 开口喊道 别拉我 别拉我 临走的时候 西极玉的舞者 各个脸都是黑的 而荒海域的舞者 牛逼 老爷子那一手 教他们用巨剑剑法 简直是绝了 你是没看到他们当时的脸色 盖 眼睛都长上铁上去了 一阵欢乐 林州修士和舞者 则是一脸的羡慕 兄台 你那什么阿里露什么什么的 就那个火光冲天的那招 是怎么来的 宋清风旁边围了一堆人 兄台 你那招双手剑剑法 怎么跟我看的最终幻想里的 不一样啊 这个时候 五皇子鸡羊 也泪流满面的 看着身旁围着的一群人 原本呢 都以为没机会上场了 没想到这群西极域的人 愣是不信邪 比了好多次 让他也好不容易有机会 上场打了一把 那个是 暗黑破坏神二里的 双手大剑剑法 再配合 最终幻想里面 学到的战斗技巧 绝对实用 还有这种套路 而方老板旁边 老板 你怎么不上 李兰若非常不解 老板上去 肯定一个人将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这个 方老板一阵尴尬 自己那种超强的实力 都是靠完全同步来的 平常啊 只有五王修为 现在连香烟也用完了 同步淡定 也就好不容易 才积攒了那么几秒 像西极域这样 打完一把 想两把 打完两把 想三把 这到时候 不让自己下台 那该怎么办 此时 只听李无牙开口说道 兰若 像老板这样的高人 怎可轻易出手 这个 这个 李长老说的对 兰若 你还小 需要多多历练 增长一些 社会经验 我看老板 就是想吃我的薯片 江小月话还没说完 便见方老板 又抓了一把 哎呀 不吃了 连忙 将薯片袋 给收了起来 洛飘林等 一众西极域的武者 此时 已经回到了刑馆之中 而家百利 则是被抬回去的 在西北荒原生长的西极人 骨子里 带着一些 丛林法则的因子 和强者为尊的信仰 吃了败仗 至多 努力修行 日后再打回来 倒不用担心 暗地里使绊子 因此呢 这一场临州 荒海域 和西极域的较量 算是暂时告一段落 西极域舞者的行馆内 只见 那名身着黑甲的 黑龙士族长老 开口说道 这荒海域传闻中 不时历来 都是一篇荒地 灵气匮乏吗 怎么 一下子出了 这么多高手 洛飘林回道 灵气匮乏的传闻 应该是没错了 看他们修为便知 几乎都差我们意见 修为这种东西 到了后期 不论再怎么走捷径 也需得时间来积累 所以在修为上 荒海域修士 武者 全都不如灵州 这是必然的 那为何会这样 洛飘林 有些头疼地拍了拍额头 接着 安德烈又问道 双龙士族那边 哼 不用管他们 让他们吃点苦头 也未免不是好事 如果按照原来的计划 仅仅只是 寻常的交流切磋 我们也不会 像现在这么难堪 现在这 不说这些了 不知道 安德烈长老 你发现没有 还有那位 纳兰的老者 击败柴科夫 长老使用的剑法 与西亚几败的 那名浩天悦武者 所使用的剑法 如出一辙 说起来 好像确实是这样 邦邦邦 一阵敲门声响起 进来 推开门的 是一名 蹬着瘦皮长靴 囚衣长裤 穿着十分利落的 金发美女 你们有没有觉得 今天这场比试 有一些蹊跷 西亚 风风火火的 推门走了进来 倒是开门见山的很 岂止是有些蹊跷 安德烈长老 摇了摇头 换作以前呢 世界上 还有这样的舞者 打死都不信 我打算今天晚上 去调查一下 他们一个个 都这么厉害 是不是有什么 荒海域的秘诀 落飘灵 听到这话 不禁沉思起来 对了 还有克劳德师傅 这不是灵州人的名字 我觉得 我可以去拜他 为师学习剑法 我想 他能教灵州人 和荒海域的舞者 没有理由不能教我们 只要我们展现出 足够的诚意 诚意 落飘灵 和安德烈二人 有些疑惑地看着他 当然 只见他身后 还带了两个人 一人抬着一个大箱 走了进来 宝箱打开 一箱里面 全部都是 如水一般金银的灵金 灵金 原本都是 带着淡淡灰白色 半透明的金体 但像这样 金银剔透 几乎看不到 一点杂质的灵金 只有灵金中的极品 才具备这样的特征 而这样的灵金 一颗 可堪比 一百颗普通灵金 接着 打开另外一个箱子 这箱里面 全部都是各种 珍稀矿藏 奇珍异宝 西娅 自信地说道 这些 都是我赤龙氏族的宝贝 我想这些 应该能代表我的诚意 我一定能拜师成功 在克劳德师父门下修行 距离荒海域 林州 和西极域的五道交流 已经过去好些时候了 时间 已经到了晚上 像原阳城这样 修饰如云的城市 自然是没有 宵禁这一说法的 对于大部分 能进入原阳城 这样的修饰而言 很多时候 普通人休息的时间 都是在修炼中度过 因此 虽无宵禁 夜晚的街道上 行人并不多 而此时 店前 几个鬼鬼祟祟的身影 盼头盼脑地 朝里面望了过来 调查清楚了吗 只见这些人 都披着黑色斗篷 声音压低了问道 好 调查清楚了 据说剑法 便是在这家店里学的 克劳德大师 一定是隐居在此 好 只要克劳德大师 愿意教我们剑术 打败荒海域的舞者 便指日可待了 那现在 我们进去吗 现在 知道什么叫礼仪吗 穿着这种东西进去 赶紧回去换衣服 本集获奖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系统的黑科技网话 作者 溺水之夜 主播 黎木寒 半纸红雀 小白胡萝卜等 第二百二十八集 随着权限提升 方启现在 是有权限 将即将推出的东西 酌勤延后发布 同时 有权限查看 系统能量和部分消耗的 方老板 瞅了一眼系统面板 上次 南宫士卒 打进来的时候 启动了一次 大规模 且规格极高的雷阀 消耗了大量系统能量 再加上 扩充店面 生成电影 游戏之类的花销 现在 系统能量 几乎已经见底了 原本几千万零金 在前几天 已经只剩下十来万了 随着扩充店面 店内玩家的增多 最近恢复了些许 但若想要恢复到 以前的水准 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 而方老板 虽然赚了小几百万 现在衣服 都是定制的法器 除了早餐吃泡面以外 中晚餐 亦是以 能够促进修炼的灵物为主 生活呀 过得美滋滋的 可最近几天 还是有些小结局的 几乎每天呢 都在店里头盯着 生怕一不注意 进来几个部长演的 再来几次雷阀 自己 不过剩下的一小半零金 都得砸进去 这个时候 方老板忽然见到 店门被两道高大的身影 从外部推了进来 只见这二人穿的 都是一身 极为华贵的轻甲 这样的盔甲 似乎是专为礼仪而造的 形态设计 并不似 用于实战的盔甲 那般僵硬呆板 也没有弧形的 防斩机设计 反而更加贴身 和轻便流畅 而推开门之后 当先走进来的 是一名身着雪白的 类似雕球的金发女子 这女子 方老板今天倒是见过 想了想 好像是什么 赤龙氏族的西娅小姐 方起这个时候啊 还在喝红茶 只见这女子身后 一排排 同样穿着极为雅致 似带着几分贵族风格的 男男女女 鱼贯而入 方老板目瞪口呆地 看着这一群人 连忙从座位上站起来 差点啊 就以为是要来砸场子了 请问 克劳德大师在这里吗 就在这时 西娅朝身后几人 打来个眼色 只见这些人 将一个个箱子 放在柜台上 箱子打开 只见其中灵光 仿佛啊 都快要溢出来了 在柜台收银的李庆儿 差点眼睛都看花了 这是我们的一点小小心意 还请克劳德大师笑呢 西娅难得地点头微笑 指着好几箱宝物 用她那蹩脚的林州语 开口说道 老板 李庆儿完全搞不清楚状况 已经蒙圈了 还有人带着这么多宝物 要送给克劳德的 要能送 我也想送啊 毕竟克劳德那么帅 李庆儿一双求助的眼睛 看向方老板 送 送给谁 方老板这个时候啊 也有些傻眼的 看着几个人 送给克劳德大师啊 西娅波浪般的金色卷发下 精致的下巴扬起 带着一些冷傲之色 你们拒荐剑术 是向克劳德大师学来的 那么我们西极玉人 为何不能学 我想我比你们有诚意的多 他指了指 放在柜台上的林金 和各种宝贝道 这里是两百万林金 还有各种 我们西极玉特有的珍宝 我希望能够见 克劳德大师一面 如果能够见识到 他绝世建树的风采 那就更好了 方老板的嘴角 不停地抽搐 老板 说怎么办 李庆儿 低声问道 沉默了半晌 只听方老板说道 给这位 女士 给她充 两百万林金的会员卡 店内几乎所有人 这个时候都看了过来 目光呆滞的 看着这群人 方老板一挥手 那边还有位置 自己上去 然后让李庆儿 领着一帮人上机去了 所有人都看傻眼了 而另一边 西娅已经找到位置 开始上机了 后面一堆 西极玉的舞者围观 通过这件法器 见克劳德大师 经过李庆儿的一番解释 西娅开始看起了 最终幻想 很快就被其中 精彩无比的战斗 给吸引住了 原来克劳德大师 这么年轻 这个双手剑剑术 简直太棒了 看得简直是激动不已 看到萨菲罗斯出场的时候 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一个人在店里 是一阵惊呼 怎么还有这么厉害的人 太棒了 这究竟是什么武器 旁边两个浩天院的老头 在打心计 当场取下虚拟衣 黑着脸瞪了过来 只见二人的屏幕上 全是一片虫海 对面玩渐仙的几个年轻人 也取下了虚拟衣 要杀人的眼光瞪了过来 后面围观的赤龙士族众人 是一脸的懵逼 荒海域的修饰 经验丰富 一边关掉对外交流 关之前呢 还顺便把方老板喊了过来 柜台隔着老远 就能听到声音的方老板 当即围了过来 还我说 冲得多 就能为所欲为吗 啪哒一声 把电脑关了 怎么回事 怎么黑了 简直要抓狂了 眼看着克劳德 已经施展出了 超纠武神霸展 看得正激动的时候 忽然眼前一黑 摘下虚拟衣 西娅只见到 周围一群人 全都面色不善地瞪了过来 毕竟大部分人 都有一种 担心被偷袭的心理 留着一丝神念在外面 看个电影 吵什么吵 少见多怪 请不要公共场所 大声喧哗 这个西极域的女子 已经不知道 该纠结 还是该跳脚打人了 而这个时候 她才突然反应过来 我是来拜师的 为什么就看这种东西 就在她这样想的时候 忽然感到 自己竟然莫名地 懂了大量战斗技巧 如果现在 再让她使用双手巨剑 战斗力啊 比之前 绝对是质得飞跃 怎么可能 内心震撼的 已经无以复加 这种感觉 便好像 在族中传说中的那种 古代强者 留下的战斗技艺 若是能够消化这股技艺 对他们的提升 绝对是难以想象的 更何况啊 刚刚还看到克劳德 施展了一世 威力极为恐怖的武技 现在只看到一半 若是全部看完 是不是能够学会呢 一脸激动地 打算继续看 快 快帮我把这个法器打开 现在打开也没用了 方老板 指了指旁边 电脑上的时间 十二点了 本店打烊了 眼前的西娅 瞬间 像一只发怒的子豹 一口阴牙 咬得是鸽之作响 啊 对了 如果殴打老板 或者在本店闹事的话 永不接待 一句话 杜绝了所有可能 方老板 指着店门 做了一个手势 请吧 简直要气爆了 脸色都变了 最终啊 吐了一通鸟鱼 然后一脸解气地走了 老板 他说了什么 江小月 今天玩得比较晚 才下机不久 奇怪地 看着西娅离去的背影 方老板 掏了掏耳朵 谁知道呢 可能是夸我吧 最终幻想的销量 也在慢慢地 涨到了九百出头 毕竟呢 价格摆在那儿 如果不是有口皆碑的话 不少人也舍不得花一百零金 去投石问路 第二天清晨 方老板刚刚打开店门 忽然感到一股煞气扑面而来 柔了柔心松地睡眼 一眼瞅见大约百余民袭击与武者 杀气腾腾地躲在店门前 从族徽来看 大都是赤龙和黑龙士族的武者 双龙士族嘛 因为好几个高层都被打了一顿 现在呀 还在养伤 来得比较少 你们干嘛呢 不知道本店闹事的处理方式吗 为首的是西娅 洛飘林 还有两大士族的长老 只见西娅一脸傲气地插着腰 走到方老板的面前 用舌头还没捋直的抑郁枪 开口说道 我们要看最终幻想 现在就要看 你有本事在烂着我们呀 方老板直接把大门一关 门内贴条 老板休息 上午不开门 刚刚赶到了纳拉红屋等人 脸当场就黑了 这 这是怎么回事 唐家 王家等 几大士族的家主 好不容易 千里迢迢地赶了过来 正打算进门上机呢 门怎么关了 孤婷云 每天都来得很早 更不用说 这两天呢 心情不错 又和荒海玉的修饰 开黑心计 打得非常嗨 所以今天 也是开门时间 准点到场 怎么回事 今天怎么这个点 还没开门 休息 这是什么不理啊 纳兰红武 一摸胡须 感觉啊 事情不简单 这种情况 以往也发生过一次 我们荒海玉那几个小子 大半夜的 把老板吵醒 这会不会是 他这话一出 几大士族的家主 孤婷云等人 立刻面色不善地 看向周围 谁看的 卧槽 一群襲击欲武者 当场脸都绿了 呃 这个 我们还有事 先回刑馆了 赶紧开溜 你们给我站住 恨不得 把这帮人 全抓回来打死 现在怎么办 要不 叫老板开门 唉 散了吧 散了吧 下午再来 纳兰红武 显然叫得懒得叫了 有过一次经验 压根啊 不想试第二次 下午再开门的时候 西极玉的武者 就莫名地老实了很多 百名武者 鱼贯而入 人群中 不少议论声 唉 这今天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也不知道啊 坐在路上 被人打了一顿 这城市治安 怎么这样 一名西极玉武者 鼻青脸肿地说道 也不知道 使得什么武器 不然眼前一黑 什么都看不到 就被人偷袭了 唉 我想回西极玉了 林州 怎么这么危险 西娅走在前面 脸是一阵尴尬 骆飘铃呢 一脸头疼 只见 其脸上还有点擦伤 消停点吧 妈 这都什么事啊 啊 我又跟着躺枪 一百来号人 鬼鬼鬼居居地 一人开了一张会员卡 上机去了 而这个时候 方琪也终于看到 系统面板上 新的任务 新的网络游戏 已完成 任务描述 通过更多的世界观解锁 才能激活该游戏 世界观解锁 请解锁更多的科幻世界观 拥有科幻类游戏 电影 总数达到五 平均销量达到一千 请解锁更多的魔法世界观 拥有魔幻类游戏 电影 总数达到八 平均销量达到一千 任务奖励 游戏 地下城与勇士 虚拟现实完全重置版 幸运宝箱大 现在 店内的老游戏 店内规则 已经用一张 大的表格 贴在墙上 只有新游戏 才会写在小黑板上 而今天 小黑板上 原本最终幻想的位置 很快 多出来一个新游戏 地下城与勇士 激活价格 免费 这个时候 大部分修士 都已经等了 一整个上午 现在啊 几乎是争相进店 忽然瞅见 店内小黑板上 又多出来新游戏 免费 莫先等 几个组团来的妹子 当场劲道 老板 这个游戏免费 生怕看错了 睁大眼睛 又看了一遍 只见下面还写着 只需在电脑上点开 即能进入游戏 不需要激活 纳兰红屋等人 此时啊 也总算是得以 进店玩游戏 刚从柜台路过 诶 莫非方小子 良心发现了 柜台前 顿时嘈杂了起来 这引起西娅的 强烈不满 昨天 自己吵吵嚷嚷的 被关了电脑 今天 怎么这么多人在场 她的最终幻想 也就只剩下最后一点没看了 很快便要看完了 取下虚拟仪 走了过来 奇怪的 看着围在柜台前的众人 老板 这个新游戏 真的是免费的 一名原阳城修士 小心翼翼的问道 此时 九华城殿 半边城殿 也纷纷在小黑板上 写上了新游戏 这个游戏 真不用花钱激活 不少人 还像做梦一般 要知道 就连升华危机 都需要武灵精激活 对于一些高层人士而言 可能不算什么 但对于普通玩家而言 武灵精也不少了 像九华军这种 便是如此 每天都是公费游戏 大部分呢 都只是玩玩传奇 其他游戏啊 买上一款 都要犹豫很久 现在 居然出了一款免费的 西亚双眼微眯 这两天 她也大概了解了一些 关于游戏的事情 老游戏嘛 大家都是高手 像她这种 心高气傲的人进去 岂不是处处不如人 网游更是如此 据说 传奇里的势力 已经定型了 但新游戏不同 大家都在同一个起点 要不 试试这个游戏 这个时候 虽然是中午时间 很多人呢 都在游戏中 但屏幕上 就那么几款游戏 多出来新游戏图标 肯定是有很多人注意到的 在发生过三圣宗事件 大晋国反击战 还有陈兴海域修士的妖魔之灾之后 现在半边成殿 九华成殿 不仅仅有各大势力的玩家 也有不少 从周边地区赶来的散修 自由舞者 亦或是中小型势力 虽然赶不上这些大势力 但实则 人数也并不算少 发现这个游戏 免激活费之后 九华成殿 一名自由舞者 坐在电脑前 快来看 这个游戏 不需要激活 可以直接玩 有些人已经试着点进了游戏 真的免费 我已经进游戏了 正在众人议论纷纷的时候 几名刚刚进殿的 从其他城市赶来的公子哥 立刻直步 看了过来 免费几活 还有这样的事情 要不 咱们也试试 原央成殿 作为一个新人 对于新游戏 自然是非常上心的 因此 立即回到座位上 点开游戏 进入游戏画面 是一道中间 搂有金属花纹的 圆形齿轮 齿轮转动 似乎隐约 还能听到 时钟的滴答声 在进入游戏的过程中 是一阵叮叮咚咚 清脆的 如同敲打水晶般的音乐声 西娅带着些耐心 在等待过程中 欣赏着 似乎音乐还挺好听的 旁边的洛飘灵 也看了过来 这是什么 据说是刚刚出的游戏 我先试试 刚刚出的游戏 洛飘灵 露出些许思索之色 今天一上午的时间 她打听出了 很多相关的信息 虽然对这些新鲜事物 还感到十分陌生 但绝不是一无所知 新游戏 意味着新起点 也意味着 有和其他人 一争高下的机会 她敏锐的嗅觉 似乎嗅到了 一丝非同寻常的气息 刚刚才出现的新游戏 她先前 已经了解到 像传奇那样的虚拟事件 仙人一步 岂不是 要占得不少先机 我也试试 这一刻 她和三家店内不少玩家 都同时进入了游戏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系统的黑科技网发 作者 溺水之夜 主播 李穆涵 半纸红雀 小白胡萝卜等 创建角色的画面 带着一些西式的古典风格 屏幕下方是一排金属的方框 繁复而带着些中世纪徽章的图标 各自代表着一种职业 剑格是鬼剑式 双枪代表神枪手 十字架代表着圣职者 虽然只是游戏 却有一种古老的仪式感 当选中时 会出现职业角色 并附有职业介绍 值得一提的是 原版游戏刚出时 是没有女鬼剑 女神枪 女圣职 男法师 男格斗的 但毕竟系统版虚拟现实 几竟完全真实 亦不会出现人妖号的情况 因此 五大职业 既有男女性别可选 而另一方面 系统版也稍稍梳理 和修正了一下原版的剧情 这个职业是可以使用剧剑 西亚点击了女鬼剑士 选择开始 骆飘林也选择了男鬼剑士 而这个时候 从荒海域来到林州的玩家们 其中有一部分 喜欢长鲜的也开始了游戏 比如说宋新峰 选择的是一名格斗家 而徐子新选择的是女枪 像林州的唐宇 王谢等人 仔细阅读职业介绍后 也纷纷选择了 男枪男法师 开始了游戏 老板 我玩什么 江小月 狐疑地盯着方老板 打算方老板选啥 他选啥 方琪想了想 要不 你玩个法师吧 本老板 要玩战士 哦 不情愿地 玩了一个法师小萝莉 这是一个发生在阿拉德大陆的冒险故事 那清澈如水晶风铃般的音乐 渐渐逝去 从黑暗中睁开眼 天地 骤然亮堂 眼前 浮云散开 从高空之上 往下跳望 下方 山巒大海 天地广阔 天空中 笼罩着巨大无比的魔法阵 远方通天的高塔 高耸入云 仿佛连接到重云之上的天界中去了 云中 隐隐露出疑似巨兽的阴影 无一不预示着这片大陆的奇异 即便是几个西极域的武者 此刻也惊叹不已 我感觉 我似乎 进到了一个新世界 这里真的不是法器中的小世界吗 骆飘铃 惊讶地说道 周围有风流动 连触感 都是那么真实 再睁眼 眼前 似乎只剩下一片模糊的记忆 记忆中 争獰而血红的鬼手 身旁 躺着冰冷的尸体 诡异的气氛 瞬间将骆飘铃给惊醒了 再醒来时 发现自己 竟靠在一片 巨大森林的大树下睡着了 伸出双手 左手 锁着巨大的锁链 争獰而血红 总给人一种不祥的感觉 右手边 还躺着一柄人高的巨剑 穿着一身 简单的短衫 这似乎 并不是自己穿的 我这是 骆飘铃晃了晃脑袋 似乎脑海中多出了一些信息和记忆 这就是鬼见识 他充满新奇和惊讶地看着自己的左手 其中似乎蕴含着宛如恶魔般的力量 哦 卡赞 周围暗绿色皮肤的怪物 已经从森林的阴影中走出 围了上来 游戏中 玩家们扮演的角色 每一个都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 来到这里 鬼见识 要找卡赞报复 南枪 在天剑 被逼到走投无路 落入阿拉德大陆 圣职者怀揣着神圣的使命 和血之诅咒的伪装者战斗着 而身为帝国实验产物的女鬼见识们 为了向帝国复仇 而踏上这片土地 眼前的鬼见识巨剑挥舞 森林中围攻上来的哥布林 已经被屠杀殆尽 而从森林中走出的冒险者们 也得以进入埃尔文防线 也就是游戏中所谓的 出生地 值得一提的是 出生地的森林 是开放性地图 而并非地下城 塞里亚只会被第一批 盗来的冒险者们所救 不过也因此 会对同为冒险者的后来者 抱以非常友好的态度 而另一边 女鬼见刚进入游戏时 反出帝国 遭受追捕 遇到塞里亚的剧情 虽然玩家们 是与其他职业同时进行的 但在游戏本身剧情上 时间线不同 这类游戏自然不可能 像单机一样 一条剧情线的 每个角色 都有属于自己的剧情线 这是必然的 爱尔文房线 是一座完全建立在森林中的 小镇式的筑地 只有乘坐马车 进入赫顿马尔 才算是真正开启了冒险之旅 哇 好大 入木 是一片繁华的巨型都市 白墙红瓦 绿化极佳的城镇街道上 随处可见 来自世界各地的冒险家 商人 学者等等 形形色色的行人 作为崇尚魔法文明的自由之都 赫顿马尔随处可见 大量的魔法装置 大部分建筑是白色的 据说 因为建造者马尔 最喜欢这种 象征纯洁的颜色 所以这里的建筑 一直保持着这种风格 不仅仅是西极域的舞者们 连同各店 进入游戏 来到此地的玩家们 望着眼前 街道上来来往往的行人 一片繁华的盛景 都不由自主地露出惊叹之色 老板 你看那个转 好好笑啊 路过的江小月 指着街边 一个摆摊的人 咯咯直笑 哈哈 来来来 一千赚钱了 只见一个脑袋上 带着奇怪罐子的奸商 扯着公鸭嗓子 朝路边路过的方启 和江小月等人招呼着 形形色色的商业街区 繁华的城市 方启望着这片繁荣景象 这是真实存在的 阿拉德大陆 而不是被毁灭过后的镜像 才不信你鬼扯呢 江小月哼哼一声 瞅着过往的冒险者 和行人说道 老板 我们是来找什么 风筝大师的对吧 他在哪儿 是啊 他很好找的 可能会喊 我是风拳流大师 风筝 正说着 一面就撞上一个黄衣光头 面色不悦地瞪着二人 我才是风拳流大师 风筝 方老板一脸的尴尬 居然 还他们遇到正主了 游戏中的地下城 这个词语 最初 来自很久之前 就诞生的 角色扮演游戏 龙与地下城中的 地下城的设定 随着游戏的不断发展 地下城 更多时候 代表的是一个私人区域 或者是独立未免 不受他人干扰 进行探索 冒险 或者完成任务的场所 而在这个私人区域里 不是你的队友 便无法进入 这个游戏 分为开放区域 和地下城两个部分 而某些需要的地方 同样会出现 这样的临时场景 所以说 并不需要担心 某些任务 一个NPC 被多人交接任务 而忙不过来 或者旅馆 挤不下人的情形 系统版的游戏 没有分区 也没有各个频道 但赫顿马尔 绝对不会小于 任何一个真实的城市 从出生地走出来的 冒险者们 也并不会感到拥挤 反而 如果不是城市中 本身就有许多行人 和来自各地的 NPC冒险家 商人 单凭现在 能够在赫顿马尔的玩家们 恐怕 这座巨大城市 会显得非常冷清 甚至某些地方 互相往来 都必须要使用马车 为交通方式 如果用步行 恐怕一天八个小时 几个简单跑腿任务 都做不完 而与此相对的 除了主线之外 原本杂七杂八的支线任务 也并不局限于 几个固定的NPC 或许 在街道上 来来往往的行人中 小巷里生活在此地的居民中 也能偶尔遇到 各种各样的委托 对于冒险家们来说 他们虽然 怀揣着各种各样的目的 亦获理想 但接受委托 赚钱谋生 本身便是这个世界 大部分冒险家们的生存之道 对于 刚刚来到这个城市的 骆飘林等 一众新人来说 最先接触到的 恐怕便是 塞利亚的旅馆了 这些 才刚刚接触游戏的 新冒险家们 三三两两的 来到这座 装点的雅致的旅馆中 刚刚进门 便能听到 银游诗人 弹奏着优美的音乐 入幕 是一片雪白宽敞的大厅 带着些西式风格的 宝蓝色方格地板 天花板上 悬着精美的魔法灯饰 给人第一感官 便是优雅舒适 侧面 又通往二楼的走廊 带着些 魔法气息的 雕纹护栏 旅馆不算大 但是很亮堂 明黄色窗帘 向两侧拉开 艳丽的阳光 从窗外照射进来 似乎整个人 都是暖洋洋的 骆飘铃在这里 还见到了 几张熟悉的脸孔 是之前 五道交流上 见过的荒海域修士 老板 那不是我们在森林里 遇见的小姐姐吗 骆飘铃 见到店门前 两道身影走进店来 你好啊 我叫三里啊 恍惚间 似乎听到 店内那名 银发金林少女 友好的 向冒险者们 打着招呼 不由自主地 又想起 后街那个 鬼剑士道场中 总是念叨着 刀斩肉身 心斩灵魂之类 神神叨叨地 糟了头子 如果不是 金人介绍 他绝不会想到 这么一个 双目失明的老头子 会是自己的导师 虽然仅仅 见过几面 却依旧 叫人印象深刻 刀斩肉身 心斩灵魂 骆飘铃 仔细地咀嚼着 话中的异议 微微一争 没想到 那条不起眼的街道里 也住着这样一位 深藏不露的高人 由于大晋国 几乎是一座 武者国度的缘故 这里的鬼剑士可不少 他们有的 交付了金币 上楼去了 自己的房间 有的 还在一楼大厅内闲聊 不过这个时候 他们忽然发现 这些人 怎么跟我 穿一样的衣服 之前在大街上 还没太注意 毕竟 各式各样的人 太多了 但旅馆里 大都是冒险者 一眼便能分辨出 这些特别之处 而这个时候 练了一个 女鬼剑士的西亚 差不多 也从女鬼剑的 专属任务中 来到阿拉德大陆 他们从帝国 逃出来之后 走的自然和其他 冒险者 不是同一条路 直到这里 才开始交汇 西亚 刚进旅馆 就愣住了 怎么这么多人 跟我穿一样的衣服 肩上是有 黑羽的黑色包臀短裙 下面穿的 亚麻色修身长裤 黑色长靴 西亚发现 来来往往的 所有女鬼见识 全都穿的这种衣服 不过这么穿 实际上 倒还挺漂亮的 地旁的落飘零 就有些尴尬了 穿着肥大的裤子 上衣 却是个小短褂 大概就遮个肩膀 和胸口两面 不至于 完全坦胸漏乳而已 丑也就算了 最重要的是 满大街 都是这样的装束 差点啊 都要认不出人来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 他忽然见到 迎面走来三个少年 有两个 手里同样端着一把剑 但他们的穿着就不同了 只见其中一个 穿着一身灰黑色 银色肩甲的长风衣 还有一个 穿的是黑色高领无袖衣 最后一个 穿的是白色内衬的 蓝黑色小马甲 最重要的是 头发居然还是红色的 丁少 怎么样 我这身霸气威猛吧 那名 穿着蓝黑色小马甲的 红发少年 哈哈笑道 像之前那样 穿得那么丑 怎么去阿拉德大陆冒险呢 可以可以 有点像八神安那套 骆飘铃的脸一红 感觉啊 好像就是在说自己 嗯 西亚这个时候 刚好和骆飘铃会合 也看了过来 他们怎么跟你穿的不一样 我也不知道啊 骆飘铃摊了摊手 要不上去问一下 说完 连忙走上前去 你们也是鬼剑士 宋清风回道 是啊 有什么事吗 那 能不能请问一下 为什么大家都是穿 骆飘铃指了指自己 这样的衣服啊 你们穿的格外不同 林少 开口解释道 这个呀 这个跟我的空间商城差不多 呼出游戏界面后 可以在界面上找到 进入地下城商城的选项 可以买衣服 西亚哑哑哑哑哑地说道 连忙迫不及待地 进入旅馆中 自己的房间里 安静的房间中 有窗有书桌等各种物件 倒是五脏俱全 随即 呼出游戏界面 打算看看 是不是需要换件衣服 这里面果然有衣服 可以买 西亚就好像发现了 新大陆一般 好像还有别的东西 快来看 这里面有好多东西 有什么东西 骆飘铃 下意识地打开商城 果然见到 商城里面 还有各种选项 热卖 装扮 道具各种类型 这个时候 附近不少听到 宋清风等人说话的 也连忙打开商城 看着里面 琳琅满目的各种物品 这些异界人 哪见过这种东西啊 居然还能如此 毕竟呢 让他们一个个的 穿着跟别人 一模一样的衣服 土豹子似的去冒险 这可不行 更不用说 西亚 骆飘铃这种 本身呢 便是氏族中的天之骄子 天之骄女 这会儿 各个的穿着 跟自己一样的衣服 走出去 不是很没面子吗 立刻在商城里面 挑选了起来 不但要挑 而且啊 要挑选一套 符合自己身份的 事实上 不仅仅是西亚 骆飘铃等人在挑 纳兰呼吾此时啊 也瞅着商城装扮 作为一个 大晋国的老王爷 德高望重 一身这种短罐 这算怎么回事啊 细细地浏览着 商城里的每一件装扮 一双老眼 鼓得跟灯笼一样 结果 看了半天 哎 这里面 怎么一件 像样的都没有啊 拍着桌子 嚷嚷了起来 这 这什么紧身衣 我一老头子 难道穿这种东西 皮护甲 还档次太低了 青铜甲 他刚刚还见人穿了 绝对不行 完全就没有那种 穿在身上 华丽又不是雍容 奢华又不是典雅 符合身份的服装 然后 瞅了一眼价格 上面显示的是 一零金 一点五零金 都这么便宜 方小子 就没有贵一点的 好一点的嘛 对于普通修饰 舞者而言 穿什么不是穿 能来店里打游戏 就很不错了 但对于某一部分人而言 比如说 某个充了两百万的妹子 老板 这里头一件漂亮的衣服 都没有 怎么回事 还没我自己身上 这身漂亮 还有什么高级装扮 哪里高级了 也就还能看而已 要说高级 那是压根 没有一点高级的边 这个时候 旁边有人开口了 本身这个游戏 便是免费的 你能指望好到哪儿去 也是哦 西娅摇了摇头 兴兴地想到 看样子 这个游戏 应该是店里 为了照顾那些 普通人才推出的 不花钱 连鸡活都免费 这不明摆着了吗 算了算 西娅想到 反正啊 也就是一个 不花钱的游戏 现在没那么漂亮 也没办法不是 就买了一身 还勉强看得过眼的 只要不烂大街就行 挑完刚准备付款 一看 差点没一口血 吐在屏幕上 本集颇奖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系统的黑科技网话 作者 溺水之夜 主播 黎木寒 半指红雀 小白胡萝卜等 第230集 西娅发现 一件高级装扮 是1.50斤 结果购买的时候 一看 1.50斤 实现7天 后面 还有30天 4.50斤 永久 15斤 上衣下装 头部 帽子等等 如果 按照永久 一系列算下来 忽然懵了 要知道 先前不少人 100斤 看个最终幻想 都要犹豫好久 西娅 差一点都在犹豫 要不要买了 不过想想 贵一点 撞山的可能性 也小一些 最终 还是打算 先购买一个月试试 一共30余铃金 比起传奇的 一个月费用来 还要高出少许 事实上 像骆飘零 西娅这种 一开始 都是怀揣着 来这片神奇大陆 历练冒险的心思 但是做梦都没想过 还没开始冒险呢 居然差点 在商城里 被坑到出不了门 这个时候 还有不少勇士 是压根啊 没敢出门 简直血都要吐出来了 现在 还在商城里晃悠 犹豫着 要不要买买买 最终 一部分 选择了 先买个现实的试试 而另一部分 则选择了放弃 终于 他们再次踏上了真诚 而大部分玩家 这个时候 也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 转职 地下城与勇士 虽然刚开始 只有五大职业 但随着玩家等级的提高 达到了转职等级 几乎每个职业 又被划分为 四个不同的体系 例如 难鬼见识 有这样一群人 他们在任何条件下 都不会屈服 勇往直前 向自己特定的目标前进 同样 也有这样一些人 即使拿武器的手 变得扭曲 也不会向命运屈服 而会更加努力地 对武器进行惊炎 其中一部分人 在各自的武器领域里 达到了极限 人们将这些鬼见识 称之为剑魂 他们为了寻找剑的极尽 放弃并封印了那只鬼手的力量 久而久之 这只手便变成了灰白色 这是一个能将剑类武器的能力 发挥到极致的职业 而另一类 自与之截然相反 为了得到更强的力量 不惜一切代价 他们完全接受了卡赞的力量 疯狂而易怒 甚至化身成疯狂的鬼神 血红的双目便是他们的标志 狂战血 传承自大神官 及格的道路 鬼气是唯一能掌控鬼神之力的人 他们解开了命运的枷锁 掌控了自己手臂中的力量 或许终有一天 将军临百鬼 一些鬼见识 为了能够赶出到波动 而放弃了眼睛 他们拥有强大而坚韧的意念 失去了双眼 之所以依旧能在这片危险的大陆 冒险中存活下来 是因为他们学会了 用心去看待万物 虽然是同一个出身 同样的经历 但不同的人 便在此 卖出了各自不同的道路 鬼见识如此 其他职业亦是如此 他们遵循着自己的方式 并一步一步地 坚定地通往终极的比端 这个时候 正是格兰之森 最为热闹的时候 雷鸣废墟 王者难度 来几个老手 来人来人 猛毒雷鸣废墟组了 森林外的入口处 围拢着各种各样的冒险者职业 各种喊话声 不绝于耳 这人还真的我呀 刚刚买完衣服的洛飘林 连忙赶到了格兰之森外头 这个时候他也到了转职任务的时候 阿黑雷鸣废墟 直接开王者级 升级转职的进组咯 家王 洛飘林先是一愣 接着立即喊了起来 要知道 难度越高的地下城 通过奖励也成倍增长 而王者级是现在最高难度的地下城 那行就你了 洛飘林进队一看 队里除了他还有三个人 什么职业都有 听口音呢 应该是荒海域的人 最后一把了 快快快啊 九华城的玩家们 因为今天上午没有被关门 所以这个时候 已经到了夏季的高峰期 哦哦哦 洛飘林 连忙跟着进入地下城 由于是虚拟现实游戏 在怪物实力还原过后 不少地下城 都比原来啊 要难上很多 这也是为什么 要组队的原因 几个人一看洛飘林 磨磨叽叽的 显然是个新人 不禁有些不悦的说道 速度点 咱们三个 都是大神玩家 你这家伙有福了 哦哦哦哦 在之前的时候 洛飘林 已经见识过了 这个游戏 确实有些难度 即便是他 若是一个人 部组队 也颇为吃力 像这样的森林 到处都是恐怖的怪物 甚至连花草 都有可能 让你陷入绝境 洛飘林 小心翼翼地 跟在后头 九花城店 只见三名公子 哥儿打扮的年轻人 正在和暗黑 雷迷废墟中的僵尸 斗得是鸡飞狗跳 忽然间 眼前一黑 哎 怎么回事 网络连接中断 三个人张大嘴 睁睁地看着屏幕 下一刻 游戏直接没了 而这个时候 洛飘林跟着队友 一路杀到 暗黑雷迷废墟处 忽然一转眼 人呢 这刚刚还在前面 砍僵尸呢 怎么突然一下 人就没了 最高难度的 王者级别 暗黑雷迷废墟中 瞬间 只剩下洛飘林 哭零零的一个人 眼前 是一片广阔无比的 阴暗森林 从树林中 钻出来的僵尸 仿佛无穷无尽一般 朝着洛飘林 涌了过来 这款虚拟现实地下城的难度 同样可以选择四个等级 其中 勇士是最真实难度 在剧情设定中 这些冒险者们 本身实力啊 便颇为不俗 可想而知 勇士级别的难度 普通舞者玩家 都必须组队 才能通过 而王者级 则是供这些冒险者们 挑战自我的最高难度 它可不是给玩家们 单刷用的 难度越高 所获得的各种收益也越高 所以啊 不仅仅只是挑战自我 为了更高的收益 很多人也会选择 更高的难度 三迷玩家 睁睁地看着屏幕 待了一会儿 接着反应过来了 哦 下机时间到了 走了走了 然后下机走人 现在原本四人的队伍 只剩下落飘铃一个人 整张脸都黑了下来 虽然暂时还没搞清楚 队友为什么全都不见了 可是 一个人 面对这么多僵尸 这可怎么打 要知道 暗黑雷鸣废墟中的僵尸 可并不是普通僵尸 还有会黑暗魔法的僵尸 阴暗的森林中 光线极畅 在围拢过来的大量僵尸脚下 几道带着浓浓阴暗气息的魔法球 沿着地面 悄声无息地飘了过来 如果有缘有修为还好 而现在 十来几的鬼剑士 在这种阴暗区域 对周围的感知力 几乎下降到了极致 正在砍杀着僵尸的骆飘铃 猝不及防之下 也当场中招 这样循环过几次之后 虽然一路汗勇 杀到了boss面前 但早已重伤到了极限 很快便倒在了boss 和庞大的僵尸群面前 他呀 提前打听过 像这样的游戏 一般死亡后 是可以在特定的复活点复活的 但骆飘铃发现 眼前的游戏界面 居然出现了一个 复活币选项 虽然骆飘铃 没有购买复活币 但是他发现 可以花费一铃金 购买复活币复活 他现在 会员卡还有700多铃金 有些懵逼地试了一下 他果然少了一颗铃金 原地满血复活 居然还得如此啊 木瞪口呆的 看着满状态复活的自己 是一阵大笑 既然如此 还有什么怪物能阻挡我 接着 一个漂亮闪身 躲开了BOSS的攻击 手中巨剑 狠狠地一刀斩了出去 游戏中的技能 和他自身的剑法相结合 紧一路将领主身边的小怪 全部清理干净 但这个时候 他发现 之前砍领主一刀 现在他身上的伤呢 暗黑雷霓废墟的领主 是一头速度极快 并且周围 充斥着动气的僵尸王 洛飘灵 小心翼翼地 躲开他的攻击 抽空又砍了一刀 接着 冷静地 继续躲开攻击 闪避几次 再次找到了攻击机会 接着他发现 之前砍的伤口 又不见了 洛飘灵 已经完全傻眼了 要知道 在现实当中 中了他好几件 而且还是巨箭攻击 早已是失手分离了 可现在 眼前这头僵尸王 也就破了点皮 并且啊 在一段时间过后 居然在缓缓地恢复 更重要的是 僵尸王周围的动气 让他的生命状况 越来越差 打了半个小时以后 只听到一声惨叫 洛飘灵 已经完全抓狂了 算了算了 出击重新阻备再来 很快 他便在格林之森入口处 复活了 但他感觉到 自己一丝力气 都提不起来 宁已进入虚弱状态 啊 已经完全崩溃了 简直想吐血 这都什么鬼 先是队友失踪 然后 好不容易 凭个人技术 单枪匹马地 杀到林主面前 居然砍得 还没有人家恢复得快 这也就算了 花费了将近一个小时 经验没拿到 反而身体虚弱到 完全出不了门 不用想都知道 这种状态 进地下城 小怪都打不过 想要恢复 至少要等十来分钟 亦或者 花费大量金币 去月光酒馆 用魔法物品恢复 当他虚弱的时候 他发现 周围还有不少冒险者 居然也变成了 虚弱的状态 嘈杂的声音中 夹杂着大量的抱怨声 你怎么也虚弱了 别提了 王者记难度也太高了 我们三个人进去 压根打不过 你怎么也虚弱了 遇到垃圾队友 打到一半 人直接失踪了 这是脾气好的 也有脾气爆的 哎 地陈大少 无地最寂寞 这几个人 全都是垃圾 打到一半 人失踪 大家千万别阻他们 害得我和另一个队的队友 全虚弱了 在入口处狂喊 生怕别人不知道 这地方是人去的吗 死回来 进入虚弱状态的 修饰舞者们 一阵抱怨 太难了 我和两个队友进去 压根杀不死 虽然在座的都是修饰舞者 但游戏的难度 本身呢 便是为这些修饰舞者 量身定制的 再加上 此时大部分人 都没有转职 也没有装备 虽然高难度下的领主 恢复速度并不快 但等级 属性太差的情况下 实力强些的 过勇者 倒是没问题 但更高难度 他们过低的攻击力 已经不是其他方式 能够弥补的了 至于实力 普通的舞者修饰 他们刚刚接触 这款游戏 没四个人 根本不用想着 挑战更高难度 在死伤无数过后 很多人虚弱状态 根本舍不得 花费大量金币 加速恢复 顿时抱怨起来 譬如说唐宇 他枪法呀 本身一般 还选了个神枪手 不仅如此 还非得选择 高难度修技术 此时 已经被虐得 怀疑人生了 巡员玩的魔法师 就更是如此 魔法体系 虽然跟修饰啊 有些类似 但又不少不同的地方 自己的法术 还没完全搞明白呢 便想着 挑战高难度 结果 这会儿已经虚弱的 站在格兰之森入口 一脸被虐得 生无可恋的表情 一转眼 只见一个 白发苍苍的老头子 也一脸虚弱状态 正是孤婷云 格兰之森入口 已经聚集了 大量虚弱的勇士 要么 是心里没点逼数的 挑战高难度的 要么便是队友掉线的 而像唐宇 作为天之骄子 怎么可能是自己菜呢 本身虚弱时间 便没事情干 远阳城店内 立即疯狂地抗议起来 这种地方 有人能过吗 简直是太难了 老板 这个游戏是怎么回事 王者难度 根本不可能好过嘛 太坑了 这游戏 不想玩了 还没抗议完呢 忽然听到 格兰之森入口 一道声音喊道 带暗黑雷鸣废墟 王者集 一万五千金币一次 单带四万金 支持全城唐师啊 所有人都愣在当场 什么 带暗黑雷鸣废墟 王者集 疯了吧 巡远等人 这个时候 也不抗议了 唐宇喊道 发看游戏里 有人要带王者集 恋暗雷鸣废墟 什么 王谢巡远等 一众公子歌 全都看了过来 带暗黑雷鸣废墟 西亚 刚刚从勇士南渡的 暗黑雷鸣废墟出来 队友太菜了 她支持了好几个复活币 复活队友 又复活自己 总算是过了 可想而知 一个人刷王者难度 得有多难 怎么可能 不会是骗子吧 要知道 自己这么厉害 也不过啊 勉勉强强地 过了勇士级别 骆飘林 也很快找到了这个人 是一名叫什么 就爱玩白手 穿着勇者鬼剑士 初始衣服 一听名字 就感觉啊 是个路人甲的 小鬼剑士 不会是个骗子吧 哎 这不是老板的号吗 忽然有人认了出来 不少人呢 脸都是一抽 老板这什么鬼名字 老板 西亚 愈发地鄙怡起来 这个人呢 当初武道场鄙视 连上场都不敢 就会在旁边 指点江山 旁边不少 西级玉玩家 也开始跟着议论纷纷 西四大人都躺着回来的 怎么可能有人能够击败那个怪物 如果是 我们袭击之王来 还有一丝可能 那小子 当初鄙视的时候 便畏首畏尾 去挑战那个怪物 不用担心 你看西四大人周围 这么多虚弱的冒险者 他马上 要成为其中的一分子 虚弱的勇士们 一阵议论纷纷 品头论足 此时 所有人呢 都普遍处在转值的坎上 自然不相信 有人能一个人 过这种等级的 王者难渡地下城 要论技术 这又不像 初反恐精英时 很多人 没玩过那种新型武器 魔法师也就算了 确实 体系有些许区别 但换作格斗家 鬼剑士 任何武者 都不会差了去 甚至神枪手 也有钻研 枪械地修饰武者在玩 现在的技术 早已非同以往 武者们 大都玩的鬼剑士 格斗家 单论剑法 方琪 不完全同步 某些角色的话 很多修为极高的武者 确实 不会比方老板差 可大家都用同一个角色 不比方琪差的剑法 那么方老板的优势 到底在哪呢 完全没有优势啊 那么拿什么 过这种难度的地下城呢 嗯 你们看 还真的有人进阻了 一名西极域的武者 一脸看好戏的表情说道 只见 是两个生面孔的萌新 一个ID剑客 一个ID石头 分别是鬼剑士 和格斗家 两个都在虚弱状态 对于普通武者来说 他们并不知道 高难度有多难 也不知道 高手能做到哪种地步 反正虚弱状态 什么都做不了 索性试试 大神 对我们一个呗 这个人傻了吧 还真有这种傻貌 话还没说完 又有人 进了方老板的队伍 只见 是一个女鬼剑士 顶着个ID 纳兰明雪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系统的黑科技网话 作者 溺水之夜 主播 黎穆涵 半纸红雀 小白胡萝卜等 第231集 方启记得 她穿越前呢 刚出女鬼剑士的时候 15级便能转职了 但现在 有了些许调整 与其他职业 最初的时候一样 都是18级 才开始转职 你行不行 纳兰明雪 抱着怀疑的态度 但还是进了队伍 这个时候 江小月 已经转职完毕了 其他人 要么还在地下城里面纠结 要么正在看热闹 收完金币 王者躺尸直通车 发车了 很快便看到几人 一起进了格兰之森 两名纯粹 来当尸体的新人 本身呢 便是虚弱状态 自然是远远地 跟在后面 不然僵尸冲上来 恐怕连跑的力气都没有 不过 他们显然并不知道 后面 并不一定安全 四个人 以方启在前 纳兰明雪在中 其他两名新人 在后面的阵型 向森林深处走去 茂密 而阴森潮湿的森林中 故事传来 几声 近似野兽的低沉吼声 很快 森林中 闻到人类气息 围上来的僵尸们 便将 落在后头的 两名新人解决了 包围圈 逐渐缩紧 这么多怪物 两个人 西亚 也过来围观了一下 显得很是不屑 我看单第一匹僵尸都悬 你到底行不行 纳兰明雪 白了方起一眼 这个时候 怪物已经围得很紧 他正准备动手呢 下一刻 只见方老板 先是格挡住了 近身僵尸的扑击 接着脚下生风一般 一跃而起 竟一下跳出几米高 恰好 让扑上来的所有僵尸 都扑了个空 纳兰明雪 还没来得及出手呢 只听空中一声大喝 让开 极为接近现实的游戏中 可是会伤到队友的 纳兰明雪 才刚刚侧步 避开一头僵尸的攻击 这件方起 手持巨剑 带着一片 巨大的剑光 如一只众矢 从空中 近射而下 荧光落刃 巨剑的攻击 本身 便在各种武器中 是最高的 在响跃 增加跳跃高度的支撑下 这一击 比平时威力 更增数成 巨大的剑芒 狠狠地砸入 围成一团的僵尸群中 轰轰一声巨 巨大的力 掀起了一股震荡大地的剑波 一股磅礴的冲击力 当场将所有僵尸都给掀飞了 所有人见到 这一荧光落刃 竟让所有僵尸 都倒向同一面 将岳家荧光落刃 思路倒是不错 不少人也就玩耳一笑 没让怪物落到自己背面 倒也做得不错 但也就仅此而已 很快 这些皮操肉厚的僵尸 便会继续站起来 再次对方起形成包围 只是接下来 他们眼前一花 忽然见到方起手中的剑 竟换成了另一笔 游戏中的背包 是空间形式的 因为现实中的玩家们 也全都是用空间类储物法器 所以 忽然掏出另外一把武器 也并不会显得太过稀奇 只是 这柄剑拿出之后 他们几乎完全看不清 方起的初剑了 只能见到 一连串眼花缭乱的白色光影 便仿佛啊 方起手中拿的 不是一柄剑 而是一片光 不仅仅是原先握剑的右手 方起左手舞动 同样划出了一片 让人眼花缭乱的剑影 脚步无声无息的 从草地上划过 一共三步 每一步都带着一片 璀璨的剑光 快得几乎叫人看不清 这 这 这是三段斩 洛飘灵 惊诧莫名 没想到三段斩 居然是这样用出来的 步伐是 这弹剑法不是 怎么会这么快 而且他发现 方起每一剑 都是以减小阻力的方式 剑刃几乎如鱿鱼一般 顺着僵尸的皮肤 滑拉过去的 而并非斩鸡 如果是斩鸡 没有斩断僵尸的身体 僵尸便会被打棒球一般 被击飞出去 而同样 方起的剑 也会因为巨大的阻力 而慢下来 所有人都只觉得 方起的面前流光飞舞 方老板 鬼魅般的三次滑步 回到原来的地方 大部分僵尸啊 非但没有向四周抛飞 反倒 有往方起的位置 聚拢的趋势 这又是什么剑法 西亚惊呼道 这到底什么剑 居然如此迅捷 洛飘灵也诧异无比地 看着屏幕 方起身后 不断传来一阵阵惊呼 方起使用的 全都是二十级武器 转直的是剑魂 转直之后的鬼剑式 才算是真正明确了 自己的道路 其实力更不是转直潜能比的 这显然是一套极为精妙的双持剑法 并且是专配合这柄奇特如光般的剑来使用的 离鬼剑术 鬼剑术是剑魂剑术的基础 也是它们引以为傲的高超剑术的核心 双持的光剑几乎快到了极致 不仅仅精妙 而且非常华丽 白色的剑光舞动 更像是一只腿灿的蝴蝶在空中飞舞 又似一朵完全油光化成的剑枝花 在眼前展开 在那华丽而优雅 且快到极致的剑光之中 近身的几头僵尸还未来得及落地 便又被一剑挑起 剑光飞舞之间 距离方启最近的几头僵尸 已经体无完肤 而后排的僵尸与前排的僵尸 几乎完全聚拢在一起 才刚刚准备爬起来 只见一道血红色的十字剑光 积在当先几头僵尸上 跌跌撞撞的僵尸 和后方的僵尸撞在一起 方启再次跃起 荧光落刃 璀璨夺目的剑光再次升起 几乎化作一片风暴 一路杀进森林深处 接近无伤 杀到领主面前 这仿佛已经不是在砍杀怪物 而是一场华美的剑术盛宴 莫说周围吃瓜群众了 就连之前还信誓旦旦的 说方老板不可能通关的西级御人 都快看瞎了 太厉害了 66666 简直无敌了 难不成真要过了 西亚蒸蒸的看着方启的屏幕 这种剑法确实也 这老板的技巧方面也把握得不错 洛飘铃摇了摇头 陈您道 不过 王者级别的领主 可绝对没那么简单 这个领主 别的都好说 现在方启 二十级装备 外加转值后 自身实力的提升 谁都看得出来 绝对不会出现 领主恢复速度 比方启打得还快的情况 但是战斗过程 绝对不会短 看起来是有可能过的 但洛飘铃 却深深地体会过这种无力 这个僵尸领主 周围会散发出 温度极低的寒气 只要靠近它 不但自身行动会受到影响 而且这股寒气 就仿佛诅咒一般 每过一小段时间 都会在靠近 它的人体内爆发出来 杀伤力虽然不算太高 但也绝对不低 最重要的是 正在初见的时候 体内冷不丁地 爆出来一股 能动伤内脏的寒意 其后果可想而知 不少人 便是在攻击途中 挨了这么一下 结果反而被这头僵尸王 咬住了脖子 游戏里 可没有将生命数据化 而是完全和现实一样 因此 如果没有队友来救 被咬断脖子 必死无疑 也就是说 除非是远程职业 近战职业杀起来 是极为吃亏的 每每进攻 都得小心翼翼 只要僵尸王 撑得久一点 方琪 即便没被僵尸王攻击到 也会自己死亡 王者级别的领主 又是出了名的 皮糙肉后 僵尸王 就算站着不动 全程挨打 恐怕也能坚持到 将方琪 冻死的那一刻 除了狂战士那种 越逼近死亡 越能发挥出 实力的疯子以外 基本上 所有人 在生命状态 太差的时候 攻击防御 躲闪 各方面 都会变得 越来越困难 事实上 都不用将方琪 冻死 身体状况 下降严重的话 绝对躲不开 僵尸王的攻击 似乎方琪 也意识到了 这种危险 这一次 并没有让怪物聚集 而是绕在 僵尸王的边缘 先亲历着 半生的普通僵尸 僵尸王的速度 比普通僵尸 要快得多 众所周知 僵尸这种怪物 大部分呢 是没有智慧的 方琪 故意利用僵尸王的速度 将僵尸王 引出怪物群 将普通僵尸 完全清理干净以后 哎 快看 他冲上去了 后面有人惊呼了一声 只见方琪 丝毫不拖泥带着 直接三段斩 划步冲了上 第三段 恰好和僵尸王 错身而过 见光一闪 他的妖际 立即多出了一道 不浅的伤口来 又是这种剑术 双持光剑 剑光飞舞 背对着方琪的僵尸王 几乎连转身的机会都没有 迅捷无比的剑光 让他的脚步 亮亮腔腔 几次 接遇摔倒 几乎连还手的余地都没有 不过 即使是这样 洛飘灵 依旧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 因为 只要那股致寒的力量 在他体内爆发出来 方琪的攻击 必定会中断 而他距离僵尸王这么近 将迎来的 必定是毁灭性的打击 嗯 老板怎么换巨剑了 屏幕中不少人 见到方琪突然掏出了巨剑 竖剑狠狠地砸在 江世王的身躯上 这回啊 终于站立不稳 即将倒地 随之而来的三段斩 彻底地让其重心失衡 巨剑在地面上 拖起了一连串 刺目的火花 紧接着狠狠向上一条 江世王 失去重心的身体 立即高高抛飞起来 虚拟现实的游戏 和方琪穿越前的 用键盘鼠标操作的游戏 完全不同 譬如说刚才 方琪的巨剑剑法 根本是用的克劳德的剑法 而上挑也并不一定 要朝着上前方挑起 同时 巨剑这种厚重的剑刃 手里面积比较大 比起光剑这种薄剑刃 更适合将人挑飞 方琪双臂发力 巨大的力量 几乎是将僵尸王 朝着正上方高高抛起 接着他整个人 也随之跃起 难道老板 就用克劳德那招 有人看到这个棋手 几乎尖叫起来 虽然呢 确确实实 是鬼剑式上挑的效果 但有着克劳德 超旧武神霸展的影子在里面 我觉得啊 像萨菲罗斯 讨飞克劳德的那招 方老板又化武器了 方琪手中的剑 再次换回光剑 凌空两剑 荧光落刃 但是 这个荧光落刃 是打空的 空了 所有人 都奇怪地 看着这一幕 方琪之前 还连得好好的 莫非 这一下失误了 不对 是故意打工的 这里面 没有类似千金坠的功夫 短时间内 也练不出来 这招 荧光落刃 用来加速落地 是再好不过了 果然 比江狮王 先落地的方琪 再次施展 离鬼剑术 剑刃的力道 虽然不大 但恰到好处的 让江狮王 没能从空中落下来 此时的离鬼剑术 可不像原来一样 只能对前方施展 快躲开 躲 防御一下也行 西娅看得 简直比BOSS还着急 这灵主 怎么忽然感觉变蠢 就算不能躲 稍用手臂挡一下戒力 打乱方琪的攻击 都可能让方琪连不起来 这灵主 可不是普通僵尸 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智慧 王者级 更不可能傻傻地挨打 此时 方琪对上方施展的力道 也是向上的 更没有像原版游戏那样 联机过多 强制落地的限制 如果不躲开方琪的剑 根本没有可能 从空中落下来 虽然完全模拟现实 没有数据化身体 游戏难度变大 但游戏方式 却更加自由了 怎么会这样 这僵尸王是傻了吧 不少人开始不满起来 这是 纳兰明雪 忽然飞快地 在当前频道输入道 这是这影步 地下城与勇士 死后没有回城 则会化为幽灵状态 这个时候 是可以聊天的 他忽然想起 某个方老板很久以前 讲过的一个 关于游戏的故事 其中有一段 便是利用视觉死角 将人连到调不下来 连闪避和格挡都做不到 那不是游戏技能 而是一种特殊的技巧 你是说 全职高手里的遮影布 徐子欣 尖叫了起来 他也想起 方老板当初 只讲过一小段 那个故事 是高手的一种 进阶技巧 基本上 只有大神级别的 高手才会 很久过去了 他原本 也只是当个故事厅子 按理说 那应该 也只会是个故事才对 仔细看去 方启 确实每一步 都踏在 僵尸王的视觉死角之中 如果以僵尸王的视觉来看 方启 便如同隐藏在暗影中一般 完全隐去了身形 难道 真的是用的遮影布 虽然先前 方启所讲述的 仅仅只是一个故事 但此时 他却将其中的技巧 真真正正的 在他们眼前 使用了出来 这给人的感官 是截然不同的 全职高手 那是什么 不少圆阳城 半边城的修饰舞者 显然没听过这个 连孤婷云这个老头子 都有些奇怪了 店里有这样的电影 我这游戏吗 这遮影布 又是什么 不少人都满脸奇怪 在游戏中 十几二十级 现实中 会的那些高阶武技 压根施展不出来 一来 是身体对那些武技 法术还不够熟悉 即便勉强施展 也威力极差 二来 游戏中用的气 魔法等等 和现实中的灵气 武器稍有不同 要使用出来 得耗费不少时间研究 全职高手 是老板以前讲过的 一个关于游戏的故事 徐子欣解释道 什么遮影布 肯定是什么 上不得台面的 低级无计 西亚一阵鄙夷夷地 开口说道 还有关于游戏的故事啊 旁边的几个妹子 都站在一起 木青奇怪地问道 店里有这样的游戏吗 徐子欣悄悄地指了指 方老板正在玩的 要不我给你讲讲 好啊好啊 什么故事 西亚也尖着耳朵听了起来 接着只听到一句 咱们看看方老板通关再讲 西亚的脸顿时一抽 你倒是现在讲啊 正准备听呢 事实上 纳拉明雪发现呢 方启不仅仅 只是用了遮影布一种技巧 她此时猛然回过神来 发现方启先前 看似简单的刷怪过程中 穿插着各种各样的小技巧 这不属于武器范畴 也不需要耗费体内力量 只需要熟练便可以使用 比如说巨剑和光剑不断切换 普通剑术和离鬼剑术之间的切换 离鬼剑术是有消耗的 而且要维持这样恐怖的剑术 消耗还不小 但她能够感觉到 方启体内的气 一直都维持在一个不低的状态 显然消耗并不大 又譬如说之前 三段斩途中使用离鬼剑术 以更快的剑术攻击到多个目标 要知道 三段斩的滑步速度极快 在这样的速度下 普通剑术还好 离鬼剑术 这种极为繁复而迅疾的剑术 居然能结合三段斩一起使用 当时说的是主角 使用这套技巧 将一名小高手连到落不了地 没想到现在 方启竟在这个游戏中 用了出来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系统的黑科技网话 作者 溺水之夜 主播 黎木寒 半纸红雀 小白胡萝卜等 第二百三十二集 西级玉的修饰 已经完全不知道 该说什么好了 将尸王身上的伤口 不断增加 这样的快剑之下 绝对不可能 单靠自身恢复能力 恢复得过来 将尸王离死不远了 不少人都睁大眼睛 盯着方启的屏幕 难道 这真的要过了 唐宇等人叫道 太强了 这将尸王 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 看老板过这个 怎么这么简单 宿天机也吃惊地说道 他们打的时候 纠结无比 而方启打的时候 却是无比顺利 感觉玩的就不是同一个游戏 会不会就这样过了 有人在旁边小声问道 不可能的 西纳冷声说道 这个将尸王一旦被围攻太久 会爆发力量把所有人都震开 他话音刚落 只见尸王 浑身果然爆发出了一股强大的力量 这股力量便如同风暴一般 瞬间往四面八方席卷开来 看吧 西亚得意地说道 但话还未说完 只见方启手中的巨剑 狠狠地向前挥出 上调 风暴吹拂在他身上 方启却如同微然不动的巨石 非但如此 还再次将尸王给挑飞了起来 只要反应够快 在圆满地下城中 BOSS振波是可以用霸体顶住的 虽然现在没有霸体这条buff 与全身放光的特效 但方启此时 确确实实是不动如山 另外 技能上一会驻民 具备霸体效果 怎么可能 这是靠上调的霸体顶住了 有名眼人立即看了出来 就过了 在这样疯狂的攻击下 BOSS的血量 在以一个恐怖的速度下降 哎 连击都已经过百了 看着屏幕上 显示的连击术 这还信人吗 一声惨嚎 从空中落下来的时候 只见这头尸王 已经完全没了声息 过了 不少人 还是有些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怎么可能这么简单 卧槽 几个躺尸的咸鱼 疯狂地 在当前频道刷着666 不对 落飘零 面色一沉 什么不对 西亚 奇怪地问道 你难道没发现吗 这么长时间过去了 应该体内的寒气早该爆发出来了 但是现在 她 她根本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怎么会 西亚 也吃了一惊 她也记得 她在组队 过勇士难渡的时候 体内的寒气 每隔一段时间 都会爆发一次 很多次连击 都是这样被中断的 而方琪 却竟然完全不受影响 这怎么可能 作弊 这肯定是作弊 吃瓜群众西亚觉得 方老板一定作弊了 骆飘零呢 也觉得 有些不可思议 看了看 方老板身上 那身鬼剑式默认的破烂衣服 再看看自己 难不成 穿成那样 可以加防御 真是活见鬼了 明明自己的装扮 还加好几点属性了 与原版游戏不同 低级装扮 不加属性 高级装扮 加极少量的属性 且没有套装属性 这也算是个安慰奖了 虽然没有数据化身体 但为了 有个衡量装备的标准 装备 属性等附加物 依旧有数据显示方式 作弊 听到这话 不少人也是微微一愣 对啊 这老板 怎么全程都没有被他冰冻啊 这感觉 就好像boss 特别眷顾他一般 别人打这个boss的时候 恨不得呀 一拥而上 尽快将其杀死 否则 不但要被他打断攻击 而且拖得太久 非得全被他冻死不可 但对方老板 居然无效 那来迷雪 便坐在方老板附近的位置 取下虚拟一说道 你们发现没有 老板每距离一小段时间 便会上跳 并且跳到空中 什么意思 那不是老板在连击吗 现在不是讨论这个的时候 现在明显老板作弊了 那来迷雪 失笑的 我想恐怕并不见得吧 我心算了一下 老板每跳跃一次 大约经格五秒左右 而我之前 在冒险极难度的 暗黑雷鸣废墟中 计算过 动气在体内爆发的时间 似乎 差不多也是这么久 你的意思是说 跳到空中 能够规避 体内的寒气爆发 但是 动气 明明是在体内啊 跟跳跃有什么关系呢 以西亚为首的 西级玉武者 完全不信 将尸王借助 大地之下的 阴尸之气 来散布寒气 这很好理解 而如果引发体内 寒气的诅咒 也是以 地面为媒介 来发动的话 王者级别的难度下 纳拉明雪 混到了大量经验 一边心满意足的 交转之任务 一边解释道 我就变得有联系了 那他为什么要 固定时间来发动 西级玉的武者 不信地说道 如果打乱时间 岂不是没办法 让人判断了吗 那是因为 你们不懂光环 暗黑二里的光环效果 如果不刻意控制的话 都是自动发动的 而僵尸王 身为不死生物 本身智慧不高 自然没有那种 自如控制的能力 所以 这只是泪光环效果 自动发动的结果 只要找准 它的发动时机 必然能够规避过去 他看向方老板 不知道我说对了几分呢 方老板 一边鼓掌 一边说道 嗯 答得不错 一百昏 一番商业互吹 非常愉快 有空 再讲一段全职高手 那蓝明雪说道 之前压枪也就算了 毕竟枪械那个时候啊 还未普及 现在 新技争霸中的高丝枪械 还没能研究出来 用枪的人 也只有小部分 但现在 连遮影布都出来了 以后谁知道 会不会讲到 其他更高端的技巧呢 技巧这种东西 并不是需要武器 才能动用的武技 也不是需要林立 才能施展的法术 而是 只需要极为简单的条件 便能发挥出 强大威力的战斗技巧 遮影布 是指在战斗时 通过步伐的控制 使自己的角色 始终在对方的视线以外 从而达到在攻击时 最大限度 规避对手反击目的的 一种技巧 它并没有 特制某一种步伐 自然也不仅仅 只是站在敌方身下 走上两步那么简单 真正要在虚拟现实中 走出遮影布的效果 可谓比起本身的定位 要更难一些 初剑的角度 走位的步伐 还有攻击的力道 方琪需要面对的 是一头几乎完全可以媲美 真正失望的怪物 而并非它穿越前的游戏中 为了照顾普通人的反应能力 而弱化了速度的怪物 在普通人眼里 这根本是一头 来去如风的怪物 鬼剑是二十级 同样也已经远超普通人了 而方琪还需要时刻注意跳跃 来规避对方 引动他体内的寒气 呃 这个嘛 说到继续讲全职高手的 后续剧情 方老板挠了挠头 以后有空可以考虑 而西娅在听了 纳拉明雪一通分析 忽然就哑伙了 难道真的像她说的那样 西娅眨巴眨巴眼睛 难不成这僵尸王的什么动气 真这么好破解 当然了 之后为了练这些技巧 在暗黑雷鸣废墟 死上无数次 疯狂贡献临金 买富货币的事 就先暂且不提了 肃天机这个时候啊 也凑了上来 老板 能不能带我也转个职啊 他玩的是魔法师 如果是武者 格斗家 那还好 毕竟呢 剑法拳法这些东西啊 现实里多少都会 但魔法师不同啊 虽然修饰用雷 魔法师也用雷 修饰用火 魔法师也用火 看起来啊 都差不多 但咒语不同 手势法学不同 运转邻力的方式也不同 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适应 所以他现在 从当初的反恐精英团队赛 第二名的队长 彻底变成了一条大咸鱼 别说勇士急了 冒险机啊 都死了好几次 不仅仅是他 还有不少 玩魔法师的修饰 现在都不尽如人意 全都上来蹭车 老板 带我一个呀 老司机 带带我 我问我 还有我 唐宇 连忙跑了过来 作为一个 紧紧在心机争霸中 接触过枪械的修饰 他的神枪手 也玩得挺一般的 能不能 也带老夫一个呀 顾廷云这个老头子 也很尴尬 他选了个圣职业 这职业看起来啊 像个偏于修饰的 结果进了游戏 武器居然是个大十字架 除了懂一些咒语之外 其他的全都是进展 近不近远不远的 感觉比魔法师还难玩 行吧 刚说完 方老板忽然瞅了一眼 自己的疲劳值 耸了耸肩 呃 没疲劳了 疲劳 众人不解地看着方老板 疲劳值 决定着玩家是否能够进入地下城 虽然没有原版一个一个的房间设定 但是疲劳值却有 是根据玩家在地下城探索的范围来计算消耗的 如果消耗完毕 则本日内不能再进入地下城 方老板这个时候已经升到了二十多级 自然疲劳值全耗光了 而现在 方启才玩了一共三个多小时 也就是说 整个游戏 一天呢 只需要花三四个小时 进入地下城练集寻宝 其他时间都可以做别的 也只能做别的 如果快的话 甚至三个小时啊 已经足够了 当然 非要没等级 没装备 去刷什么王者难度 一个地下城 刷将近一个小时都过不去 一天八小时 恐怕也不够 一番解释过后 所有人惊觉到 居然还有这种东西 洛飘林也说道 那我之前在王者难度 探索了那么长时间 没过起不是全浪费了 简直 想死的心都有了 之前被人坑也就算了 大不了 之后继续呗 没想到 居然还有限制的 那怎么办啊 苏天机 看着自己的疲劳 还有不少 怎么方老板 就没了呢 方老板指了 指江小月 你问问小月 还有没有疲劳 小月也能带 看着方老板旁边 那个小萝莉 还在专心地 玩着小萝莉法师 而这个法师 居然用的是进展 法师玩进展 这又是个什么套路 小月 带我一下 先不管那么多 找人带一拨再说 小月 我们关系这么好 能不能先带我呀 我这有金币 市场价 一万金币 带我 一帮人全都围了上来 江小月 一脸的懵逼 咦 怎么回事 再看方老板 刷王者级 暗黑雷迷废墟 有了通关高难度 地下城的思路过后 不少人呢 都摩拳擦掌地 准备了起来 而疲劳值得珍贵 也让大部分玩家 开始小心翼翼起来 没有足够的把握 再也不敢 随意去挑战那些 超出自己能力的地下城 心里总算有了点B数 地下城与勇士 系统版说是五大职业 实际上 现阶段 却有近四十个职业 每个职业 不仅仅是 转职后划分成了 四条不同的道路 男女 是两种不同的体系 拿鬼剑士来举例 男鬼剑士的鬼手 是因为卡赞综合症的影响 而变成红色 女鬼剑士的 则是因为 转移能量 本质上 便存在着差异 而在转职之后 双方的偏差 也就愈发的大了 男剑士 一次转职 分为 剑魂 狂战士 阿修罗 鬼器 四种职业 而女鬼剑士 则是 欲剑士 弃魔者 流浪武士 和暗殿骑士 而同样 金言剑道的剑魂 和欲剑士 使用的基本剑术也不同 剑魂使用的是 离鬼剑术 而欲剑士 使用的是 帝国欲剑术 帝国剑术 相传 是古代流传下来的一种 被称为 欲剑术的 极致剑术 这种剑术的来源 已不可考 据说 是由一位 剑神结合多种剑术 和武器 创作而出的 讲究瞬间出剑 具有极其恐怖的破坏力 从出剑方式来看 更贴近于 维基尔的 刺元斩的 拔刀方式 转职 他们或许 前一刻 还是同一个职业 但从这一刻开始 他们每个人 或许 都将走向一条 截然不同的道路 师姐 你打算转什么 旁边的木青 和月白 小声议论道 我 于剑术吧 另一边 元阳城城主 宗武 看了看 座位旁边的 纳兰红武说道 诶 纳兰老弟 你打算 转职什么呀 哈哈 当然是剑魂哪 纳兰红武 看着电脑中 年轻无比的 游戏角色说道 老兄 你准备转什么 我的武道传承 自浩天院一脉 跟剑魂的剑术 实则不计相同 我看了一下 似乎 跟阿修罗这种职业 比较接近 我打算试试 来来 组队 先刷个勇士黑暗雷鸣废墟 再组一个 再组一个 肃天机 立马凑了过来 还有我 安虎威 也跑过来蹭车 他们这些法师 显然 玩得非常不习惯 去外面混野车 别提多痛苦了 没有疲劳的话 并不是说 待在游戏里面 便没有事情干了 比如说 之前提到的 赫顿马尔这座 巨大的城市中 来往着 形形色色的人 每天 都发生着 不同的事情 各种不同的任务 并不一定 需要进入地下城 而完成这些任务 可以获得声望 金币 甚至装备等 各种奖励 当然呢 如果对这些 并不感兴趣的话 或者 也可以去 风阵的舞蹈场 来自世界各地的冒险者们 或者玩家们 来一场 酣畅淋漓的决斗 而如果 对这些 都不感兴趣 像方老板 只见方老板 推出到了 角色选择界面 冒险团内 建立角色 再次选了一个 鬼剑士 ID 红王爷 再建第三个 鬼剑士 ID 黑爵 第四个 虾水道 不管玩不玩 ID先站上 接着 又建了俩 格斗家 神枪手 什么一颗子弹 消灭一个战友 之类的ID 输入后 便进入了游戏 店内大多数游戏 都很少有小号 这一说 但地下城 与勇士不同 建立角色的上限 多到 可以建立一整个冒险团 当然的 有没有时间 玩这么多职业 还得另说 就在方老板 玩小号的时候 纳兰红武等 这些大晋国 荒海域的玩家们 也陆陆续续 转职成功 比如说 纳兰红武 便转职成为了 一名光荣的剑魂 宗武 也如愿以偿的 成为了一名阿修罗 阿虎威 则转职成为了 南法师中的 兵劫师 其他职业嘛 不是他不想转 而是 除了竹风者之外 其他一眼看下去 都难以理解 比如说 血魔法师 四元行者 几个人 看了一眼 宿天机的屏幕 魔道学者 这又是什么 我也不太懂 好像是什么 魔戒科技 看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系统的黑科技网话 作者 溺水之夜 主播 黎穆罕 半纸红雀 小白胡萝卜等 第233集 地下城与勇士 是一个魔法与科技 完美结合的世界 他们拥有 极为完善的 魔法科技体系 魔法与科技的结合体 他们研发出来的东西 大约有点像是 无微道蒙的修饰 通过各种法术 阵法 制作出来的 完全不同于手机 却又拥有手机各种功能的传讯域 这种类型 这个世界的背景 和以往的游戏 几乎完全不同 由于某些原因 魔剑掌握着极为强大的科技 而魔道学者 便是钻研此道为主的 魔法师 事实上 天界也同样拥有着 强大的科技水准 诸如神枪手之后的 各类转值 都与天界科技有关 在此暂且不提 素天机心想 反正也搞不懂 又不大想打架 干脆玩个比较特别的 所以就选了这个 要不要再去一次地下城 我试试新技呢 正好 我也试试 这个时候 只见游戏里 几个人聚集的街道口 手里拿着一个 棍棒一样的长刀 左戳戳 右戳戳 好不容易走得过来 忽然只听一声惨叫 游戏中 赫顿马尔的街道上 宗武当场来了个贫地摔 几乎 憋了一个狗肯尼 引得不少路人和玩家 纷纷侧目 我说宗老鬼 你怎么回事啊 纳狼魂武的脸一抽 问道 宗武抬起头 只见他眼睛上 还缠着黑绷带 这个职业 怎么是个瞎子 狗娘哑的什么导师 问我是不是真的下决心 要转职 原来是这个意思 还没得我反应过来呢 便把本座给弄瞎了 还说什么用耳去听 用心去斩 我他娘的 人都看不见 怎么着 黑着脸 从地上爬起来 走吧走吧 升级去 打算去哪 宗老鬼 你这个样子 能去地下城吗 纳狼魂武黑着脸 人都看不见 还出去杀怪 这 实不相瞒 虽然本座 双目失明 但是从导师那儿 习得一招杀意赶之 再加上 本座习武多年 好歹呀 也有一些 屏风便位的经验 小小怪物 还是不成问题的 呃 是吗 纳狼魂武 充满怀疑的看着他 哼 不然你以为 本座是怎么一个人 从后街 走到这儿来的 宿天机 在一旁说道 没事没事 我们不去暗黑雷鸣废墟 那种高难度的地下城 去其他地下城不就得了 打一个低难度的 哦 对了 现在赫顿马尔这边的任务 也进行的差不多了 我看 我们可以去西海岸看看 西海岸的天空之城地下城 虽然普遍比格兰之森要高 但是啊 大家都是第一次进入 只能选择普通级别 难度不见得会有多大 嗯 行 那就这样 纳狼魂武思索了片刻 之前 在赫顿马尔 听说过天空之城的传说 正好 也想去见识见识 他们 虽然比起那些年轻一辈来 要年长许多 但在这里 也是新人一个 这里的一切 对他们而言 也都充满了新奇 更不用说传说中的天空之城了 据传 那是通往天空之上的世界的必经之路 西海岸 是临近赫顿马尔的一座海港城市 隶属于贝马尔公国领域 这里海陆交通 十分发达 商业贸易往来频繁 同时 也是前往天界的入口 天空之城的重要据点 这里 是仅次于 赫顿马尔的 阿拉德地区大城市 在原版游戏中 就在赫顿马尔 右手边隔壁 但眼下 若要走出这座巨大的城市 通往西海岸 只有马车 飞艇和船送 三种方式 同样 因为两个城市来回时间 不像原版 只需要极短的时间 所以 在两个城市间 来回的任务 也有了些许调整 前面已经提到了 阿拉德大陆 具备着 兴盛无比的魔法文明 而赫顿马尔 与西海岸所隶属的国家 更是如此 赫顿马尔 在传说中 便是由一位 民教马尔的大魔法师 在沙漠中 利用强大的魔法阵 建立起来的城市 有一些 诸如魔法飞艇 传送之类的高端 和顶端魔法产物 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不仅仅 只是纳兰红武等人 不少转职完毕的玩家冒险者们 也纷纷踏上飞艇 或者传送阵 踏上了这个崭新的城市 坐在魔法飞艇上 从天空向下望去 那片蔚蓝的海港和天空 几乎是同一种颜色 清澈的海面浮动着几朵 雪白云彩的灵光 大大小小的船只 过往停泊 高空中浮览而下 中央是一座 巨大的花园式公园 井然有序的 白墙红瓦的民居 城放射状 朝四周散布开来 再往外 便是绿域盎然的森林 繁茂的植物 将整个花园般的城市 包裹其中 远山环绕 浮云悠悠 赫顿马尔 是所有来到这片大陆的 勇士们的起点 而西海岸 则是他们所选的职业 真正启航的地方 哇 好漂亮的城市啊 木青和月白两人 此时乘坐在飞艇上 眺望着下方的城市 这座 完全不同于修饰风格的城市 实在是让人耳目一新 几名西籍御人 此时也乘坐着飞艇 来到这座城市上空 这真是一个让人流连的城市啊 骆飘零 微微感慨 西极域的城市 全都建立在冰雪山峰之上 虽然城市内 有阵法来调节温度 但领风呼啸 漫山遍野 都是一片死亡的雪白 据说 西极域的许多城市 都是曾经的仙辈们 在恶劣的环境下 驱赶强大的凶兽 一步步 用鲜血和白骨 累积起来的 自家人关起门 说句心里话 为什么他们灵州 甚至荒海域的修饰 都这样有福气 还有这么多厉害的人物 西亚说话的时候 带着些酸酸的味道 明明生活的环境 这么样尊处优 武技厉害 剑术也厉害也就算了 玩游戏都比我们厉害那么多 还有那什么 遮影步 也不知道这些人脑子 怎么这样才能想出 这样的战斗技巧 骆飘铃的脸一抽 你不是之前还说 那是上不得台面的 低节无际吗 骆飘铃忽然反应过来 大笑起来 没想到西亚小姐 也有死鸭子嘴硬的时候 什么叫嘴硬 这些人一个个都这么厉害 骆飘铃用鼻子嗅了嗅 这怎么闻到一股的酸味 你 好了好了 不说笑了 骆飘铃抱着怀里的重剑 摇头笑道 还有一会儿踩下飞艇 有闲暇的时间多欣赏 欣赏这里的美景也是好的 她感叹了一声 言语中带着嘶嘶的羡慕 哎呀 如果我们 甚至我们的子孙 有朝一日能够生活在 这样的美丽世界里 大概有多好啊 你看样子挺喜欢这里 西亚小心翼翼的 带着些试探的语气问道 是啊 你看这里的房屋人类 有不少与我们的传统 风格相契合的 在这样的城市里 我甚至不会觉得太陌生 她摇了摇头 金色的卷发下 脸上的笑意 阳光而有温和 在西极雪山上 从来见不到大海的 而在这里 整天都可以对着 漂亮的大海发呆 这样说起来好事挺好 西亚先是微微皱眉 接着 似是想到了什么 带着些玩笑的语气说道 你就这么喜欢这片地方吗 那如果 有人将来要毁了你怎么办 骆飘铃 紧了紧手中的剑 淡淡的笑道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 便是豁出这条性命不要 也要将其 斩于剑下 随即 她摇头失笑道 不过是一个虚拟的世界罢了 怎么可能会有人将她毁了 别想太多 说吧 静静地欣赏起 飞艇下的美丽风光来 这个时候 纳拉洪武和宿天机等人 终于登上了传说中的天空之城 这个阿拉德大陆通向天界的神迹 看着眼前 这座直通天界的原柱形高塔 事实上 任何来此的修士和舞者们 都在惊叹这座建筑的神奇 它原本并不在西海岸附近 甚至只存在于传说之中 极少有人见过 但在冒险家们 抵达西海岸之前的一段时间里 他却突兀地出现在了这里 这里面有着无数怪异的生命 冰冷而怪异的 人像石雕 庞大魁梧 能够飞行的石巨人 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 还隐藏着无数 不知何时便会活过来攻击一切 进入其中之人的骑士石像 这座宏伟无比的建筑中 充满着无数光怪陆离 这里也是一座地下城 带队的那拉洪武 很快选择了进入龙人之塔 天空之海的魔力 可以影响一切生命体 而其中的龙族 早已进化成为 具有人类形态的龙人 龙人 以坚守自己的领地 作为生存的唯一目标 他们盲目地阻挡着冒险家们的步伐 这是天空之城的第一站 这座高塔本身便极为宏伟 若是步入其中 其中的空间 显然比外面看起来还要广阔 他们沿着这座高塔的阶梯 不断地向上行走 塔外风流涌动 忽然 只见大群黑压压的飞行生物 朝着他们涌了过来 看我的 魔法冰球 安虎威这个冰法 一马当先 掌中魔力凝聚 一个篮球大小的魔法球 射了出去 冰与水混合的魔法球 撞入那些突如其来的怪物群中 瞬间炸成成片碎片和水花 顿时将这群怪物 炸得是七零八落 定睛一看 才发现是一些和西极域的角龙 长得极为相似 身躯算上翅膀 也只有两盆大小的幼龙 如何 本座的魔法冰球 可还不错 哈哈哈哈 看到这个效果 安虎威哈哈大笑 他算是魔法师力 技术还算比较不错的了 毕竟 暗黑二也是玩的魔法师 可还没笑到一半呢 只感觉近风拂面 一道灰黄色的影子 以极快的速度 朝着他的背后袭来 嗯 低劣 拨动剑 松武反应极快 手中短剑一挥 听声变位置 土黄色的奇异剑光 瞬间沿着楼道的墙面 喷泊而出 那股冲击力量 当场将来袭的那道身影 扫飞了出去 嗯 纳兰红武回头 诧异地说道 哈哈哈哈 准头不错嘛 宗武顿时得意洋洋 哈哈哈哈 虽然有些许不习惯 但是 这杀意感知 在某些方面呢 要比眼睛好用得多 比如说 本座现在已经知道 上层塔屋中 我们附近有多少怪物 他想偷袭 也瞒不过本座的感知 这么厉害 那是当然 本座 从未有一刻 感觉到对外界的异度 如此敏感 这种功夫 要是练成 我觉得 绝对没有什么人偷袭得了我 虽然本座变瞎了 但是本座感觉 自己变强了 哈哈哈哈 哦 这样都可以 纳篮红武 有些蒙神地 看着宗武 那是当然 宗武自信地说道 呃 走走走 那咱们击败此处的领主过后 去挑战更高难度 嗯 小心 又有杀意靠近 纳篮红武一回头 只见 刚刚被击飞的那头龙人 再次扑了上来 纳篮红武手中的剑一横 冰当一声 闻闻挡住这一击 哈哈哈哈 老夫这一击格挡 是不是 刚回头 准备自夸一波呢 只见 一道漆黑如闪电般的剑光 便砍了上来 鬼斩 纳篮红武 看着迎面而来的鬼斩 心里是一阵骂娘 哈哈哈哈 本座这击鬼斩 如何 是不是 又替诸位起了围 纳篮老鬼 如何 嗯 纳篮老鬼 呃 纳篮老鬼人呢 其他二人 目瞪口呆地望了过来 这 这怎么杀意 越来越浓了 纳篮红武此时 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哎 组队千万别做瞎子 这他娘的 简直带都带不动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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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 宋清风等人 此时啊 也在组队疯狂地在地下城中 提升着自己的等级 人偶悬观 林少一手离鬼剑术 爪得是眼花缭乱 哼哼 帅不帅 松少 看我帅不帅 手中光剑狂舞 这个时候 只见一道灰白色的人偶身影 袭了过来 本笑的伞打才是好吗 说吧 狠狠地一脚踢了出去 随即 从兜里摸出了一块板砖 对准刚刚攻上来的石偶人像 去娘的 砰的一声 那个五光剑的瞬间倒地 哎 你往哪砸呢 在以往的阿拉德大陆 男格斗家 一直啊 都是默默无闻 因为武神 萨拉玛雅 从来不收男弟子 久而久之 在阿拉德大陆 女性格斗家 也就成了主流 而没有正式学习格斗技巧的 男格斗家们 却并没有就此放弃 很多新流派 也在他们不断的修炼中 逐渐诞生 这也是为什么说 地下城与勇士中 男女几乎可以完全分为两种 截然不同的职业的原因 这种分歧 放在方琪现在所在的世界 便可以看作 两个截然不同的宗门势力 虽然都是格斗家 有些基础上的共通 但是 很多核心的东西 却有截然不同 比如说 女格斗家 大家都是以拳法为主 而宋清风 则几乎全程都在用腿 除了他自己现实中 会的拳法之外 几乎很少用拳攻击 一直用腿 有点过不过来 脚滑了 宋清风 一脸的尴尬 大部分玩家们 此时都在用着 完全不熟悉的新技能 鸡飞狗跳的 提升着自己的等级 而这样的氛围 也感染了不少其他玩家 有不少也打算加入试试 这个新游戏 整个网吧内 似乎比以往啊 更加热闹了 方老板一天玩了三个角色 到了晚上的时候 才看看将三个角色的疲劳用完 坐在电脑椅上 看着周围的人 已经走得差不多了 用力的舒展了一番身体 也不知道 多久没有这种感觉了 看着自己的账号 摇头失笑 第二天 不少人都起了个大草 就仿佛内心中 有一种什么力量 在驱使着自己一般 对于大部分人而言 昨天一天的时间呢 差不多也就升到二十来级 二十级才刚刚学到一些 精妙 而又不失华丽的职业技能 比如说 离鬼剑术 这对于他们而言 显然是不够的 这不过 只是个开始 天渊海边 比起往日的波涛汹涌来 此刻多了几分寂静 有没有打听到什么消息 这家店究竟是什么来历 天渊海边的断崖上 暗沉的黑色气息 凝聚成一片鬼魅般的阴影 依旧只有那些 这家店实在是太奇怪了 那道身材高大 浑身都隐藏在一件 宽大的黑色斗篷中的身影 声音杀眼而低沉 莫非这世界 隐藏着那个时代之前强大的存在 天空中 那道游异的黑色阴影中 传出声音 不对 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这不可能 两道黑影 皆陷入沉默之中 似乎在深思着什么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系统的黑科技网发 作者 溺水之夜 主播 黎穆涵 半纸红雀 小白胡萝卜等 第二百三十四集 梁九才听到 站在悬崖上的黑影 开口说道 对了 你先进旗下转三 我到哪了 前几日已然通关了 就连摩尊 也在我的剑下 输了一招 那道幽灵般的阴影 缥缥的声音中 带着一丝傲然 那是今天 说起来 我也到了通关的时刻 没想到 还能以纵横六级的 魔尊一战 真是畅快 对了 你有没有去玩 店里新出的那个叫做 《地下城与勇士》的游戏 恰逢先进旗下转 已经通关了 于昨日间店内 不少人提起这个游戏 稍稍试了一下 那里面果真也是一个 广阔无比的世界 或许这里边 也会有不少 对我们有益的东西 这是当然 我昨日将两个号的 疲劳刷完了 全部都升到了二世纪 对了 你转了什么职业 昨日 我转了一个复仇者 还有一个学法师 我特地地看了一番 之后的法术 似乎很是厉害 我转职成为了幼魔者 这个职业 倒是符合鱼的身份 昨日我可是练到了二十一级 可比你还要高上一级 什么 你怎么会比我高一级 明明一百五十六点疲劳值 用完便没了 你怎么可能升到二十一级 这你便不懂了 天空中那片阴影 四虚四十 话语中 似乎还带着些许得意 我昨日偶然发现在企鹅通讯上 多出来一个什么黑钻会员 我按照上边的介绍 买了这个会员之后 果然发现 我的疲劳值变成了一百八十八点 而且 还增加了百分之五 通关地下城的经验 亏了亏了 我光顾着调查这家店的来历了 居然没有发现还有这种方法 我今日 也要去买这什么黑钻会员 先不说了 我这边去买黑钻会员 今天如何 我们是分开去各家店侦探情况 还是 我们今日去同一家店 现在该调查的 已经调查清楚了 调查不出来的 恐怕一时半会儿 也查不出个所以然来 嗯 说得有理 我们今日 且先去店里 争取升到三十几以上 说吧 黑雾消散 人 已经失去了踪影 今日 无论是九华成店 还是半边成店 亦或是原央成店 店内的人都愈发的多了 老板 你的早餐 李庆儿 指了指柜台上的食盒 买来了强筋建谷 顾本壮神的九文虎骨汤 专闻舞者 倒体破准备的 方老板打了个哈欠 昨天呢 干的时间有点成了 哎呀 谢了啊 先放点 我待会儿来拿 说吧 先登录了游戏 建魂号 还差一丁点到二十二 其他一个枪炮师 一个鬼气也差不多 整个游戏难度啊 都有些偏高 再加上 开王者集 需要先通关冒险 勇士 自身的限制在哪 在这一点上 方琪也不会明显 比别人快 哎 你懒若姐呢 方琪向李庆儿问道 还有小月 今天都在上课吗 嗯 据说今天九花 半边城店那边来的 修士舞者 差不多该回去了 不过 有一批时间比较宽裕的 会留在这边 安城便是那种 时间宽裕类型的 所以 最近几乎都待在店里玩游戏 难得出来一回 暂时 不考虑回荒海域 今天 也来得特别早 顺便 看了路过的玩家一眼 大清早 来玩地下城 游泳式的玩家 可谓非常值多 甚至有不少 之前在玩 其他游戏的玩家 也大清早 先来刷上一管疲劳 尽快的话 不过三个小时左右 还有大半的时间 去做别的 安城 从走廊走过的时候 忽然眼前一闪 路小仙 宽大的电脑以后 安城 一眼瞥见这个ID 屏幕里 是一个萝莉小法师 这个时候啊 正在用那 半生不熟的魔法 一只一只的 打着胳膊铃 呃 路 这不是 他忽然想起 离开九华城时 九华军里 那几个金锐 委托他的事情来 嗯 居然 还真是个可爱的小妹妹 还玩传奇 他摇头失笑道 顺便走上前去 正准备打声招呼呢 只见 一只呆萌的路脑袋 从宽大的电脑椅后面 伸了出来 安城的脸 顿时一抽 这 这什么情况 安兄 旁边的布车 一时在九华城 经常和安城 一道的公子哥 今天 也是刚进店 没 没什么 看到了一个 特别可爱的小姑娘 安城点头说道 嗯 就是这样 转过头 先默哀三分钟 而这个时候 又见到两道黑眼 一溜压的 去了店内偏僻的角落位置 这两个人 怎么这么奇怪 安城皱了皱眉头 快 黑钻在哪里买 今天吴也要拥有 一百八十八点疲劳值 角落里 忽然传出声音来 小声点 别让人听见 一百八十八点疲劳值 安城 恰好听到了这一句 居然还能有 一百八十八点疲劳值 要知道 多出三十二点疲劳值 便意味着 比别人 多出一到两极的经验 他连忙 向旁边的布车问道 哎 你知道 黑钻是什么吗 黑钻 布车 也是一头雾水 那两个人说 好像什么 黑钻会员 有一百八十八点疲劳 走 我们去找一找 黑钻会员 西亚此时 刚刚走进店内 忽然听到这么一句 这些人 秀为高深 耳力可好得很 什么 黑钻会员 洛飘零 还没反应过来 只听到西亚 惊呼了一声 好像是有什么东西 还可以领什么 地下城黑钻礼包 黑钻会员 黑钻礼包 他这么一惊呼 顿时 周围进店的修饰舞者们 都听到了 这个黑钻会员 还挺便宜的嘛 几个西级御人 已经上机了 洛飘零一看 十五灵精 自己会员卡里面 还有七百多灵精的 买 至于旁边那个 有两百万灵精的 也是毫不犹豫的 买买买 然后又看起了时装 又看时装 旁边的洛飘零 一脸的疑惑 不是有一套了吗 总不能每天都穿这一套啊 西亚一边浏览着 商城里的时装 一边开口说道 今天应该换一套新衣服 只见他在商城里面 疯狂地将衣物 往购物车里拿 女鬼剑式的时装啊 并不算多 来来去去 大约也就不到十套的样子 洛飘零瞄了一眼 差不多 整个商城都被搬空了 而这个时候 大部分玩家 身上还只是一身蓝色装备 甚至光剑这种东西 因为供不应求 很多剑魂 流浪武士玩家 手中啊 还是一柄 十八级白板装备 暗淡的荧光剑 如果在地下城 能够爆一柄 蓝色的光剑出来 几乎是当宝贝一样供着 这精湛的制作工艺 完全不同于 现有任何练起方式的 其他造物 本能地 引起了大量舞者们的注意 他们有的 具备着薄如蝉翼的剑身 有的看上去 完全就像一束光 握在手中 若说他们没有实体 他们的使用者们 却可以 用于格挡招架 但这些光剑的剑刃 却又光彩夺目 仿佛完全是由一片 奇异的光芒所组成 即便是 最低等级的 十八级暗淡的荧光剑 握在手中 走在大街上 也会引起不少人 纷纷侧目 这剑到底是怎么制作的 军阳子此时 手中便拿着一柄光剑 虽然是普通光剑 但已经让他这个 无味道萌 身兼各大体系法系 研究专长的大修士 有些摸不着北 别说是研究了 这种东西 连查看其结构 都不知道该怎么做 真是神奇的造物 段月看着这柄 除了手柄部位 其他仿佛完全由光组成的宝剑 嘖嘖称奇 真是巧夺天宫啊 对于其他玩家而言 或许玩玩游戏便够了 但对于这些 孜孜不倦的练起师们来说 很多东西 都愿意去研究出 一个所以然来 而在这些练起师们 探讨着 这个世界 巧夺天宫的制作工艺的时候 像纳兰洪武 这样的冒险队伍 已经杀上了城主宫殿 对于这些玩家们而言 新奇的技能 与之后更加强大的未知 还有精妙的剑法 武技 奇特的法术 才是吸引他们之中 大部分人的地方 而对于 他们自身的各个角色而言 或许 在阿拉德大陆的人眼中 只是一批热血 而又充满干劲的年轻人 但他们自身 却也在此处成长 网吧的角落里 两道黑影 正各自操控着一个圣职者 二人 似乎都不约而同地 选择了圣职人员 也不知道 因为这个职业 偏向法系和近战混合 亦或是 其他的原因使然 不仅如此 又不约而同地 选择了光芒下的黑暗阴影 复仇者 便是这样一个职业 其中 那道高大的身影处 发出一阵 呲溜呲溜的声音 啊 多少年没有尝过 如此美味了 旁边那道身影 最终也坐不住了 我去买桶泡面 一边吃着泡面 一边 像这个成天 嘴里念叨着 他的尼尔巴斯哥哥 我一定要找到你 仿佛魔政了一般的少女导师 询问了一番 自己职业的来历 和起源 毕竟 在圣职者中 有个像这样 肆无忌惮的 使用恶魔之力的职业 着实叫人 有些百思不得其解 听故事 那个端着泡面 走过来的人也 语气中 似乎带着些许奇怪 就算是吧 那身材高大的身影 一边吃着泡面 一边认真地达到 这个职业不错 看起来 甚合我意 我深刻地感受到 有必要深入了解一番 才能更好的 为之后家庭做准备 我打算研究一套 专属于武的完美家庭 圣职者们 与暗黑二中的 圣骑士不同 他们起源于 抵抗 伪装者 这个世界 充斥着各种 光怪陆离的力量 诸如 男鬼剑士的 鬼手中的力量 女鬼剑士的 转移能量 这些力量 虽然危险 却强大到恐怖 事实上 除此之外 这片大陆 还隐藏着一种 名为血之诅咒的力量 血之诅咒的患者 长着和人类一样的面孔 身体里 却潜伏着 渴望血的灵魂 因此 他们也被称之为 伪装者 而他们 终究会成长为 毁灭人类的 恐怖恶魔 圣职者们 天生 便是为对抗 他们而生的 他们 有着崇高的理念 和伟岸的意志 但这并不代表 他们 便不会被 血之诅咒侵蚀 在此之前 很多人都认为 血之诅咒的转变 是不可逆的 一旦为其所侵蚀 便迟早 会化身为恶魔 在长久的 和伪装者们的 斗争中 便有这样的例子 这些内心 还保留着一丝 圣洁的圣旨者们 并没有被恶魔的力量 完全侵蚀 堕落成为 新的恶魔 虽然他们的内心 依旧深受着 恶魔的折磨 但他们 仍旧保留着 一丝信仰 他们凭借 强大的意志 抵抗着内心中 时刻都想将自己 拖入地狱的 恶魔之手 长此以往 他们的内心 也变得极为暴力 他们 能够使用 恶魔的力量 一或终有一日 他们会抵不住 这股力量的侵蚀 从而 化身为 真正的恶魔 但只要 还有一丝理智在 每一个复仇者 都有着 就算是 堕入无边的地狱 也要彻底 将这些恶魔 毁灭的决心 好 有这样的决心 不枉称之为 复仇者 不过 怎么总感觉 这个职业的 虾伤力 有点低呀 那道身影 一边吃泡面 一边嘀咕倒 难道 是我的错觉 与此同时 只看距离不远处 几个西极域的人 围在一起 这个阶的杀伤力 怎么会如此强大 秒杀 又是秒杀 秒杀 某道黑影 吃泡面的筷子 当场一顿 要知道 他每次砍怪物 都要砍上老半天 居然还有人能秒杀 一眼瞅去 只见一个女御剑士 手里反握着一柄巨剑 居然还会发光 这可不是光剑 居然也能发光 泡面筒往桌上一放 这是什么宝贝 这位 几个西极域人 正在过城主宫殿的地下城 虽然是普通难度 但是忽然只感到 后方一阵黑压压的 其他几名围观的 西极域人 也情不自禁地 稍微往旁边让了让 难不能过问一下 你们这武器 何故有灰光闪烁 只见屏幕上 那名御剑士的巨剑 果真有着奇异的光芒 原本暗淡的武器 被附着上了 灵起光辉 寒光战战 叫人一看 便知道是一件宝贝 莫非这剑上 还能钻刻法阵 怎得如此深意 这可是西娅小姐 用了一个月 黑钻会员换来的 紫色巨剑 旁边一名西极域的男子 见到这黑炮人 似乎没什么恶意 这才面露得意之色道 而且还强化了巴斯 威力岂是寻常保剑可比的 强化 来到这家店之后 便屡次听到 各种各样的新名词 什么游戏 网络 黑钻之类的 也就罢了 现在居然又来个什么强化 这又是什么新东西 正欲再问 只见那西极域人 有些不耐烦地说道 自己去研究去吧 别老是问东问西的 黑炮人的脸顿时一黑 那名西极域人 莫名地打了个寒战 便仿佛一头洪荒猛兽 忽然瞪了过来 看着那黑炮人离去的身影 刚刚怎么回事 怎么忽然觉得心里有些萌萌的 如何了 黑炮人回到座位 旁边那道身影低声问道 我已经打点清楚了 是一种名叫强化的方式 似乎可以让这些武器变得更强 强化 没错 我想应该就像武当令旗之时 加上阵法 刻上钻文盾珠般手段一样 那小家伙不说 没关系 有这样手段的人 在这个阿拉德大陆 应该不会默默无闻 或许 是个炼气造诣极高的大师 也说不定 我去找我那位导师打听打听 说不定 他听说过 与此同时 变门之外 和唐家 王家 谢家等 几大士族家主 走在一起的 似乎 又多了一个陌生的面孔 本集颇奖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系统的黑科技网发 作者 溺水之夜 主播 黎穆罕 半纸红雀 小白胡萝卜等 第235集 这是一名看上去 大约三四十来岁的 中年美妇人 衣着白袍莫纹 黄色的头发 在脑后挽了个云记 古有黄发之说 说的是老人头发 有白转黄 有长寿之相 看上去更有几分 特别的仙佳气象 欲发显得华贵无方 他身后跟着一群 皆是白衣莫纹的 年轻子弟 以女子为首 个个皆肌肤盛雪 面色如霜 这些七双赛雪的美人 当即惹的店内顾客 纷纷侧目 哈哈哈哈 难得青秋士族之主 千里迢迢来到云阳城 有时远迎 还望见亮 就连宗武 都对这名中年妇人 恭恭敬敬 哇 这是哪来的啊 那怎么一个个 都这么漂亮 买可乐路过的林哨 那眼珠子都不住地往这边描 冬青山 云影仙境 青秋士族 没想到连他们也来了 旁边 同来买可乐的唐语 低声说道 隐仙国 有什么特殊的吗 不都是你们这什么古士族吗 外人不知道 但我们七大士族内部 却是知晓的 我们这几大古士族 也有排行之分 青秋 轩园 这两大士族 比我们其他五大士族历史 可要悠久得多 譬如 青秋士族所在的云影仙境 便是一处 保存极为完好的小世界 是吗 这么深 林哨 扎舌惊叹一声 小世界这种东西 别说完好的 即便是残破不堪 都只存在于传说之中 下意识地 又往那边瞅了一眼 立即便见到 几道冰冷如剑般的目光 刺了过来 好凶哦 林哨脑袋一缩 买可乐 买可乐 这个时候 只听了中年妇人 开口说道 上一回南宫士族之时 听闻我族长老 便是为这家店的掌柜所救 虽然俗悟缠身 但拖了这么久 也该前来道谢一番了 他打量着店内的环境 没想到 原央城内 居然隐藏着室外高人 不知 那位掌柜的在哪儿 嘿嘿嘿 又来了一群 黄毛小丫头 就在这时 晾在竹竿上的 几柄神剑 开口了 道哥 这小丫头是不是眼神不大好 人就给那边坐着呢 都没看到 嗯 我看是 不像我们有见识 另一柄剑 嗡声嗡气地说道 梁炳剑 嘴旁议论纷纷 那名中年妇人 脸色一黑 我都一把年纪了 居然还被人称之为黄毛丫头 这都什么成果 随即瞥了一眼 这两把挂在竹竿上的剑 只见他们两个 煞气凝聚成的双手 一个抱着胳膊 一个插着腰 一派看好戏的模样 当然呢 如果上面 没有掉一根麻绳 这模样 可能还会显得 有些神意 这名青秋氏族的 中年妇人问道 这上面挂着的是谁 南宫氏族甚祖 唐家的家主 低声说道 老祖都被人挂竹竿上了 那名中年妇人 嘴角一抽 差点笑出声来 刚才他们说 老板就在前边 不是 就在那 王家家主 指着前面 靠近柜台的 一台电脑前 方老板这个时候 还在地下城里练集 眼前的领主 已经打掉一半血了 忙得很 显然呢 没有注意到来人 呃 旁边的王家家主 摸了摸胡须 老板在杀领主了 咱们稍等先客 后面的青秋氏族众人 一脸莫名 只好跟在后面看着 只见 方老板眼前的屏幕内 一个穿着紫色高领长衣 身形其长的白发男子 正在用一些 极为奇特的武器 对付着一头 手持扩建的骑士 那是一个 仿佛全身 都是由盔甲 组成的怪物 一箭挥出 成片的雷霆 从天而降 他的身旁 还护卫着 大量的盔甲骑士 极为森严 屏幕中的角色 手里提着一根 粗大的炮管 蓝光闪烁 一颗拳头大小的炮弹 几乎在电光火石之间 钉入了 这怪物的盔甲之中 接着一戒划铲 顺势滑入怪群之中 这是什么人 如此进入敌人包围之中 这么多骑士 只需要一人一剑 恐怕 这手里握着 奇怪法器的青年 就得玩完吧 那领主骑士 已经挥出了剑 与此同时 那颗拳头大小的子弹 忽然猛地爆炸开来 瞬间 将周围所有骑士 都炸得向后退去 离得近的 更是直接倒地 一段时间之后 这件方老板 在一众骑士 即将追上之际 终于露出了 他那拔而未出的 巨大枪械 一片璀璨的激光 贯穿整个屏幕 激光炮 击杀林主的慢进头 恰到好处地 捕捉到了 这一幕完美的风姿 后面 原本还准备 打招呼的众人 顿时瞪大了眼睛 看着这一幕 虽然有点看不懂 但是感觉 很厉害的样子 像鬼剑士导师 有自己的鬼剑士道场 风阵 也有自己的武道场 凯莉所处的位置 并不像原来那样显眼 而是有着 自己的居所和工坊 凯莉 和这些神枪手 冒险者一样 来自天界 在异常发达的 天界科技中 有一样东西 几乎给所有 阿拉德冒险者们 带来了 翻天覆地的改变 来自天界的 强化机器 远央城殿的角落里 找到了 看 就是这 屏幕中 只见一名 身着一身黑 身材高大的圣职者 和一名 穿着黑色圣职服装的 女圣职者一道 走进了这家工坊 工坊中 最显眼的 便是那座 巨大的奇形机器了 机器运转间 淡青色的魔法光芒 在其间流动 甚至能见到 如流之的魔力 沿着边缘的 透明管道输送 就是这里 这里的许多事物 即便是某些 不知道经历 多少年的存在 也并不一定 完全解释得清楚 你好啊 我是凯丽 掌管这家机器的 是一名 大约二十五六岁 穿着蓝色白边长袍 头发 有些随意地 扎在脑后的 爽朗女子 那道穿着黑色斗篷的 复仇者大叔 显得一脸的不耐 谁管你叫什么 当然 他此时啊 并不知道 以后他对这个名字 可能不仅仅印象深刻 还可能刻骨铭心 我打算将这些兵人 强化一番 该当如何 复仇者大叔 开口问道 这个吗 很简单 只见眼前这女子 热心地教起了 怎么操作强化机器 这架强化机器啊 确实很简单 只需要将强化的物品 置入反应炉中 其他一印事仪 都由机器自行完成 居然还能如此方便 这个游戏 还当真是处处充满惊喜 他从背后 摸出来一把 造型优雅的大镰刀 放置了进去 刚刚在那名商人那里 买了二十五级镰刀 花费了五不少金币 现在连血都没有沾过 也不知 能够增强到什么底部 这个时候 紫色装备 几乎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有就有 没有的话 有钱也买不到 自然只能用蓝色武器了 想起那个 遇见是 各种妙怪物的情形 不禁有些摩拳擦掌起来 有了这样的助力 今日升到三十级 绝对妥当 旁边那名幼魔者说道 那个小丫头 不过强化了八次 便有这样的效果 咱们便强化它十八次 有理 兴致勃勃地 强化了第一次 没过多久 这架强化机器 便将镰刀吐了出来 他们二人见到 这柄镰刀上 果然泛起了一阵 淡淡的微光 这名复仇者大叔 黑黑笑道 看样子 威力有所提升 再来几次 说吧 爽快地附了金币 将炉岩碳置入 接着将武器放置了进去 按下启动 只听到 一阵机器运转的轰鸣声 强化第二次 成功 第三次 成功 第四次 第五次 第六次 看着先前 暗淡无光的镰刀 此刻散发出一阵 奇异的魔法光辉 不由嘖嘖惊叹 果然 这柄冰刃的威能 确实提升了 不仅仅只是变得锋利了 我能够感觉得到 使用这柄冰刃 我身上具备的魔法力量 也同样有更大的增幅 很好 那名幼魔者握着手中的镰刀 轻声道 那么待会儿我也来试试 再来 还好带的金币够多 否则还真有些不够用 交了更加高额的金币过后 又开始强化第七次 第七次 成功 再来 第八次 成功 看着游戏界面上 这柄镰刀的数据 每一次强化 其威力 都比前次提升的更多 这名复仇者大叔 诗笑道 哈哈哈哈 这可真是个好东西 只是不知这样的增强 对法器有没有作用 据说是来自天空之上 那座城市的东西 这小姑娘虽然看起来 不像是仙人 但这叫机器的东西 可不简单 再来 嗯 我先前积攒了不少金币 怎么这一会儿都花光了 先借我一点 且让我强化这最后一击 九乃数之吉 又有九五之尊之言 倒是符合我们的身份 那便让你先强化吧 之前那名 一生黑不溜秋的大叔 把自己兜里的金币 掏了个金光 又顺势 从同来的那名 幼魔者手中 借来一部分金币 付了款之后 将那把 闪动着魔法光芒的镰刀 再次放入强化器中 随着机器的运转声音 那道人影 满怀期待地等待着 这架机器 可是真神奇 既然能够将任何器物 放置进去 居然也不会出什么问题 一连八次 一路顺风 显然 没什么问题 话音刚落 只听到 一声什么东西破碎的声音 从强化反应炉里 传了出来 咔嚓 接着 强化机器里 退出的 只剩下 几颗无色小金体 和一些 黑色残渣物 两人傻愣愣地 望着这机器 漆黑的斗篷下 已经看不出表情了 凉酒才传来一道声音 毁 毁坏了 我为了强化到酒 连牢底都掏出来了 你就给我看这个 这 这什么意思 他指着那强化机器 大声地喝问道 只见 那名叫凯莉的女子 走过来瞧了一眼 哎呀 强化器似乎出了点问题 你的装备被粉碎了 接着 他又打了个哈哈 毕竟是从天剑带过来的 受了点损伤 偶尔出点小毛病 也情有可原嘛 下一刻 只听屋子里面 传来一阵噼里啪啦的巨响 随即 只听到两声惨叫 很明显 二人 都被那名叫凯莉的女子 给收拾了 一段时间之后 只见凯莉店门口 两名玩家 灰头土脸地喊道 收购金币 炉盐炭 紫色镰刀 好不容易收到之后 二人又开始了作死强化 强化五 强化六 强化七 强化失败 二人相视了一眼 呆了呆 然后 凯莉的店门外 又继续响起了叫声 收购金币 炉盐炭 如此不停地反复 几个小时过去了 而凯莉店门外 只见两个人 有气无力地 蹲在地上 继续喊着 收购金币 炉盐炭 裴钻会员换金币 换炉盐炭 收 不好 中午了 我疲劳还没刷完呢 唐家主的意思是说 这家店内的法器 连接着一方 介于虚幻与真实之间的小世界 作为新来的士族蒙新 青秋士族 显然很多事情都不懂 几乎大半个上午 都在了解店内的情况 虽然之前 已经有过不少了解 但是亲眼所见 亲身感受 却又有不一样的体会 譬如说 方才 青秋士族的家主 这名衣着华贵的中年妇人 便创了一个女枪号 在阿拉德大陆冒险了一番 而青秋士族的这些女子 自然也没闲着 同样稍稍试了一会儿 现在还沉寂在阿拉德大陆 与各种奇特法术 法器的神奇之中 至于为什么 选了个女枪 自然是因为看到了方老板 使用那种激光束一般的特殊法器 据唐家家主解释 这还是很低级的时候 不过进入两天 便能接触到如此威力的法器 又有《仙剑奇侠传》等 一系列游戏在前 他们自然对这个 地下城渔泳式的后续 非常期待 现在疲劳已经差不多刷完了 几名各大士族之主 坐在店内休息区的沙发上 茶几上摆着的是方老板请的泡面 还有一人加了一根肠 非常的有范 大群的青秋士族子弟 站在后面 恭恭敬敬 规规矩矩 唐家家主说道 这是自然 这种法器 敌人已经研究过了 这是一种新的法器体系 阁下之前提到的那种 叫做激光炮 他言语之间 似乎还有些激动 这种武器 以光速来完成攻击 威力极大 速度极快 这种类型的法器 我们已经研究 有一段时间了 这样的设计构思 几乎是对我们整个 法器系统的颠覆 他所说的研究很久 指的自然不是 地下城渔泳式 而是更早的 新计争霸 只不过新计争霸里 他们大部分机械 都只能做到运用 而要做到从中获益 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他们对这些 器械的研究 大多还停留在 侠盗列车武的时代 要研究这些 跨时代的东西 似乎还有些困难 那名清秋氏族的贵妇人 开口说道 唐家主 我刚刚使用了 一番这些法器 这些法器 似乎不大好研究啊 我在那片 虚拟世界的现实里 一来没有法器 二来连法力也失去了 若单纯的 只是学习 它的运用方法还好 但若要研究 恐怕有些难以办到吧 虽然每一个枪炮师 都是重型枪械专家 那也仅仅只论使用与改造 真正要制作 在很多方面 依旧欠缺了一些 旁边的寻家家主 摇头失笑道 唐道兄可是早已找到了 应对职策 哦 愿闻其想 清秋氏族的家主说道 是这样的 一边说着 唐家家主 找了一个座位上了机 进入了自己的游戏选择界面 本集颇奖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系统的黑科技网话 作者 溺水之夜 主播 黎木寒 半指红雀 小白胡萝卜等 第二百三十六集 只见选择界面上 是一名穿着紫色风衣 护目镜便没有戴上 而是掀上了头顶 身形奇长 而高瘦的天界人 这是 屏幕下方的职业标注是 机械师 还有一段 机械师语录 看到自己制造的机器人 开动的那一刹那 仿佛看到 自己的孩子出生一般 看到自己 制造的机器人 开动的那一刹那 仿佛是看到 自己的孩子出生一般 机械师 是有身枪手转制而成的 他们来自 科技极度发达的天界 一单工艺地带 以力量站点为中心 有很多大规模的工业和产业设备 在这里工作的机械师们 是运作天界经济的主要人物 他们之前 并没有加入到战斗中 所以 有着非战斗人员的印象 但是在黄道战役中 他们使用的机器人 仅次于枪炮师使用的大炮 与漫游枪手的射击技术 随之机械师也成为了世界认可的一个战斗职业 当时比较有名的机械师 不仅能够制造机器人 也可以对机械类的物品进行维护修理 其中一些是枪支专家 其他神枪手会将武器交给他们维护 有这样的一种传说 三个机械师联手便可以制作一个大型机器人组 事实上 机械师大部分技能中的机械 都是自己制造和改装的 他们的脑海中自然装着大量的机械知识 唐家家主如鼠家珍一般的介绍着 有关机械师的资料 其实这也并非什么秘密 这个职业具备比其他转职 更多的研究与机械知识 我们唐家除了少量选择其他职业之外 几乎有半数人皆转职了这个职业 青丘士族的家主哑然地说道 照如此说来 这什么激光炮反坦克炮之类的法器 岂不是 哪有那么容易啊 我们现在研究在与无畏道蒙的修士 学习一些基础性的东西 能够学到几分 就凭无等自己的本事了 居然如此神奇 哪不知其他职业又如何 这里面的职业可有大学问呢 就在这些人开始讨论 各大职业优劣的时候 另一边 大部分早到的玩家们 此时已经用光了疲劳值 不过这个时候啊 他们并非无所事事 一些耗勇斗舞的玩家们 又发现了一个新地方 风筝的武道场 在武道场中 切磋法术 武技 自然不需要消耗疲劳值 同时 武道场中也有一些小任务 可以增加技能点数和少量经验值 只见那群袭击羽人 此时不少人都在西亚后面围观 一阵叫好声 此起彼伏 而方老板 则被数人围在了中间 蓝烟说道 说好的全是高手呢 月白和木青两个 恰好也在 月白不满地说道 老板 你不是答应有时间讲吗 你那个什么遮影簿 还有什么压枪的 就不能给我们先讲一讲吗 顾听云的耳朵间 连忙挑了个附近的位置坐下 这可是很有可能 关系到这家店的来历 当然呢 这只是他自己 一厢情愿的想法罢了 店内的角落里 两道人影 灰头涂脸地下击了 武器强碎了一堆不说 最后连练机用的武器都没了 好不容易在商店里面 买了两把垃圾武器 那练机过程 别提有多痛苦了 这个时候 忽然眼前一亮 这个老板 要讲什么全职高手 二人相识一眼 再次找了个隐蔽的角落 我们也听一听 这次方老板呢 换了台词 这大概是一个 关于电子禁忌的故事 说吧 再次讲起了 他的魔改版全职高手 以前方老板 给这些九华城店的 修饰武者们 讲到了遮影簿 至于林州 荒海域这些 没听过的 自然只能找九华店 听过的修饰武者 来补之前听过的章节了 方启呢 自然不可能 像小说那样 一个字一个字的抠字眼 一边讲 还顺带给他们解释了一首 其中一些技能的原理 当然的 事实上都是一些系统版 还原出来的东西 因为两个游戏近似 恰好能够解释 比如说 什么是抓取技 在系统版的地下城 与勇士里面 同样存在 是一种特殊的发镜 或者法术技巧 不过 比起原版的地下城 与勇士 会更复杂一些 包括 神枪手踏射 阿修罗的 斜光波动阵 等等 在发动前 既有专门与之相配的抓取 或者卸力方式 虽然时间不长 方老板这一次 也就接着上了回的末尾 讲到了 二鬼拍阵 之后又讲到了 对战蒋游时的 屏风炮战术 才算完 鬼阵这种东西啊 本身 就有些 化地为牢的意思 在实战中 谁会傻乎乎的 站在人阵法里 这需要相当的 意识与配合 如果对方 是个高手的话 难度系数 只会成几何倍数增长 于是 当他们听到 有人用两个 具备鬼阵技能的 职业相配合 让对方 无时无刻 不处在自己的 鬼阵中的时候 老板 那个叫什么 夜修的大神 这有这么厉害 即便让等级 限制了实力 也能够发挥出 如此完美的 几个人 还在熟悉 这些新名词 如此完美的操作 还有那个网吧老板 好歹也是个 开网吧的 怎么这点 眼力尖都没有 大神在眼前 都没有认出来 毕竟 在这些异界人眼中 能够开网吧的 大概 都跟隐士高人 差不了多少 方老板这边 不少人 问东问西的同时 但见那群 西级御人 也再次 传来一阵惊呼 屏幕内 西亚反手握着 一柄强化道巴 魔光战战的 紫色巨剑 站在舞蹈场上 这座风筝大师的 舞蹈场 同样是地下城模式 只是不同的是 玩家们 在这里不是杀怪 而是相互匹配 不同的玩家对战 同时 在舞蹈场内 是有一定 平衡机制存在的 玩家的属性 会被拉到一个 更为相近的层级 当然呢 只是一部分调整 装备比对手 差一大截 还想在同一层级 那自然不可能 更好的装备 与等级 依旧还是有优势 只不过 没原先那么大而已 虽然差距缩小了一些 也并没有影响到 那么一小作人 比如说 这个时候啊 身上已经有了好几件 经过强化的紫色装备 武器强霸 一身实装的西亚 等级接近三十几 在店内 同样算是极高的了 在这个全民蓝白装的时代 着实超出普通玩家太多 根本不是平衡系统 能够弥补得了的 舞蹈场内 是一座巨型擂台 站在它对面的是一名 男格斗家 这名男格斗家 同样有二十七几 但显然呢 被压制得极惨 身上不少地方 都已经挂彩了 一声骄鹤 西亚手中聚剑 当即挥出一连串剑气 正在对方疲于躲避之时 只见其快步助跑前冲 重心下压 更像一头正准备捕食猎物的豹子 地影斩 整个人已经画动了一抹残影 飙射而出 手中的巨剑 也只能见到一抹剑光残影 先前已经提到过 御剑士的剑术 极为注重爆发性的攻击力 御剑士 依次觉醒后 可称之为剑宗 正是以强大的剑术闻名 这一世集音斩 亦正是如此 一道残影 宽身而过 速度快到难以想象 直到人已收剑 才见到那名格斗家 仿佛受到什么巨大的冲击一般 身上的盔甲 整个凹陷下去 同时跟着倒飞而出 那名格斗家 跟随其飞过来的同时 收回的巨剑忽然一折 再次出剑 光影斩 光影斩 又名顺影三角斩 聚集的力量 能够瞬间 向前方斩出三道巨大剑气 缺点在于 出招之时 有极短的叙事时间 但一斤出剑 绝对是威力绝伦 庞大的剑气 几乎眨眼之间 穿体而过 随着那名格斗家 一声惨叫 只留下军服长靴 黑发飘扬 反握着一柄巨剑的 御剑士妹子 傲然立于屏幕中央 屏幕上已经显出了 胜利的字样 太强了 对方简直毫无还手之力 几名袭击御人 惊呼道 你这是装备 还有如此强大的剑术 这谁也能打 屏幕中 那个御剑士妹子 嘴角微扬 西亚今天呢 连续赢了好多场 显然 有些小得意 几个林州人 当天全职高手里面 和各种高手PK 听到精彩之处 都不由得热血沸腾 庞于眼前一亮 就这些个好提议 我试试 方老板挠了挠头 说起来呀 自己大部分时间 都在刷图 最近还真的很少PK 也行 试试手感 方老板很快便来到舞蹈场 这个时期的舞蹈场 匹配机制有两种 一种是快速开始 另一种则是 自行加入他人的房间鄙视 方老板随手点进了第一页 第一个房间 在系统的机制里 场次越多 胜率越高 房间的牌号越靠前 第一页 第一个房间 胜率绝对不会低 定神一瞅 哟 居然还是个宗妹 另一边呢 一群袭击语武者 盯着屏幕 只见屏幕上方提示 玩家一颗子弹 消灭一个战友 加入房间 哈哈 一个子弹 消灭 一个战友 这什么破名字 笑死我了 连西亚也差点笑出声来 怎么会有人取这种名字呢 哼 不会是个菜吧 要知道 因为能够伤害队友的机制 地下城中 菜鸟们可是经常闹出乌龙的 连时装都没有 一线蓝白状 或许真是个小菜鸟 这名字也太好笑了 这个名字看着就很喜气 搞不好是来搞笑的 方老板这边 一群围观群众 眼睛都瞪直了 他的武器 怎么零光上闪的啊 好亮啊 难道是极拼武器 还有整套的时装 宋清风惊呼道 只见对方 从发型 衣着 首饰 靴子 甚至 包括肤色 唇彩 无一不是 商城内的时装装版 这自然已经不是普通玩家 买两件用来遮丑的类型了 虽然现阶段 时装附加的属性很低 同样 玩家的等级也十分低 正所谓 积少成多 一共买满九件 各方面的属性 都累加起来 在这个时间段 全套时装 也并不显得 加成过于鸡肋 虽然不知道 对方其他部位 有没有强化 但仅仅现有的这一身 紫色强把武器 外加时装 都比普通玩家属性 高出一截了 再看看方老板 蓝色手炮 颜色慧暗 显然 没有经过强化 全身蓝白装备 穿的是 神枪手自带的那身 暗紫色风衣 白色头发护目镜 没有一件时装 简直像个 穷得叮当响的小难民 老板这是 在武刀场 此时 又有不少人 围观了上来 怎么回事 怎么全聚在一起了 正在讨论着一些 琐事的 几大士族家主的注意力 也被吸引了过来 此时 已经只能伸长脖子 站在后排了 怎么回事这是 青秋士族的 那名中年妇人 领着一大群士族子弟 这个时候 家主都没上机 其他人 自然是规个矩矩的 跟在后面 庞宇 看到自家家主 都凑了上来 脸一抽 连忙规规矩矩的说道 风老板 在打武道场 风阵的武道场 是一座 有几个篮球场 那么大的道场 玩家决战时 出去 可以在二楼观战外 一楼场地内 是没有任何人打扰的 屏幕中 裁判已经开始了倒数 倒数过后 决斗正式开始 西亚手中的剑刃一挥 原本光芒闪烁的巨剑上 火光灼灼 瞬间化作一柄天蓝色 剑柄仿佛完全由冰晶 组成的长刀 魔剑降临 能够汇聚魔力 将手中之剑 化成火 冰 光 任意一种属性的魔剑 经过幻化的武器 交织原来 威力更增 并且 华丽无比 几乎在这柄剑 刚出现的一瞬间 一连串长长的波动剑气 已经向方起的枪炮师 击射而去 波动斩 剑宗 最为常用的 起手方式 剑气攻击 虽然不算高 但攻击距离极远 即使对战 远程对手 也丝毫不显烈士 老板 能不能赢 刚过来的几个士族家主 显得呀 颇为没有信心 对方又是强化子武 又是各种强大技能 方老板这边呢 显然逊色多了 要知道 紫色装备 可不仅仅 只是单一的防御属性加成 有的紫色装备 附着魔法的力量 更能够使玩家 步伐更加迅捷 出招更加快速 西亚身上 显然 便有这样的紫装 抢先手 方启绝对不是对手 只有躲避一途 好在呀 波动斩的攻击范围不大 方启的神枪手 仿佛未卜先知一般 直接跃上半空 轻松 便避开了这道波动斩 但还未来得及喘一口气 只听到一声娇和 急银斩 一道剑光残瘾 直奔方启落脚之处 对方显然招式极为凌厉 一开场便没有给方启 任何喘息的机会 依照落地的惯性 方老板会直接撞在这道 急银斩上 毫无意外 一上来 便要杀着了 不会是想这一招 直接秒掉老板吧 对方手中的武器 加上急银斩恐怖的攻击 几乎可以瞬间 秒杀一群冒险级以下的小怪 攻击在人身上 是什么后果自然不言而喻 即便做不到一招秒杀 若是在方启被急银斩击飞的期间 紧接着一剑瞬影三绝斩 依靠剑宗强大的爆发 两招秒杀 还是有希望做到的 只见方老板不慌不忙 手中的手炮朝着前方连轰 方启的枪炮师 在半空中 人也随着这股巨大的后座力 向后飘去 啊 飞枪术 不 不对 宋清风在后面死死地盯着屏幕 老板手里拿着的是火炮 应该是飞炮 电光火时间 方老板手中的手炮已经开火了 剑与炮火交锋 几乎转瞬之间 双方已经连续过了数周 换剑术 光银斩 各种各样的剑气在武道场桌横飞 便仿佛方启的枪炮师并不是远程 对方的剑宗才是远程职业 老板好像被压制了 不少人在后面看得比方老板还急 这个女鬼剑室装备实在太好了 好像说是武道场选择见面 还在前面的 要么是场次较高 要么便是胜率极高的 老板顺手点的第一页第一个房间 绝对是个高手 纳兰明雪也评价道 就在这时 方老板开口了 这个人剑法还行 就是穿得有点花里胡哨的 技能用的也花里胡哨的 这个大家不要学啊 金银斩 对方的战斗意识 显然是极为敏锐 很快便找准了 方启的行动路线 再次施展出了金银斩 本集获奖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系统的黑科技网发 作者 溺水之夜 主播 黎木涵 半纸红雀 小白胡萝卜等 第二百三十七集 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那一瞬间 方启操作的枪炮师 仿佛分成了两道人影 金银斩穿升而过 这是 银子抖动 不是银子抖动 银子抖动 应该是在前冲的时候 现在方老板在原地施展的 这是怎么做到的 这一瞬间 几乎所有人都愣了愣 过了半晌 才有人想明白之前的情形 开口说道 哎 刚刚那是强剂技能 留下了残影 原来老板早就算好了 用强制技能的残影 骗掉对方的基因斩 这里的基因斩 自然是剑扫到哪 攻击范围 便在哪 而并非原版的 整个路过的所有区域 众所周知 地下城与勇士中的 强制技能体系 是作为广泛运用的 小到强制后跳 大到各大技能的强制发动 它可以无视力的惯性 无论角色此刻 在使用什么招式 都会强制中断 并在原地留下一道残影 系统版 也有强制性技能 它运用的是一种 特殊的系列方式 在一瞬间 将前一个动作 所有惯性的力道 完全卸出去 同时施展下一个招式 自然便会在原地 留下一道奇特的残影 这是一种视觉的欺骗 因为力的作用 方琦在视觉上 看上去仍旧在前冲 事实上 人已经退了回去 几乎在擦身而过的一瞬间 方琦手中的手炮抬起 一炮轰了出去 老板开始反击了 基因斩的速度 力道过强 途中 自然是无法使用强制的 也就是说 这一枪必准 也就一几普通的手炮攻击 造不成多少伤害的吧 有人并不看好 但几乎同时 手炮的爆炸 竟莫名地将西亚炸的向上飞起 浮空弹 子弹上附着魔法的力量 并不仅仅会让对手炸飞 而且会让对手失去平衡 浮上半空 虽然浮空的幅度并不高 但这已经足够了 几乎在手炮打出的同时 方起连对方是否中弹都没看 直接一击划铲铲了过去 等到方起划铲结束 几乎正好落在西亚的下方 西转加加农炮手炮攻击 加农炮打歪了 见到加农炮穿身而过的众人 压抑地说道 失误 不 没有失误 题目上 只见方起瞬间拔出喷火器 强制喷火器 火焰刚刚喷土而出 又瞬间关闭 收回 所有人都见到 西亚倒飞出去 接着撞撞在地板上爆炸的加农炮 竟又被炸了回来 直接撞在这片刚刚喷出的火焰上 手雷手炮加反身强制后跳 西亚原本被方起手炮的巨大冲击力 打得不断倒飞出去 但现在他们居然看到 西亚自身不受控制的 又往方起的方向飞了回来 这是原版地下城标准的 加农炮回拉操作 原理很好理解 虚拟现实 自然也能施展 紧接着便见到方起 一阵眼花缭乱的操作 狐空弹 顺踢等等一系列技能打出 手炮加激光炮 拔鸡 再加西撞 反坦克炮 只见西亚原本被方起 一套连招 继续打得往外飞 接着反坦克炮爆炸 人仿佛牵线木偶一般 再次被炸了回来 我的天哪 卧槽 这也行 这都快被打残了吧 放 放我下来 上面正在飞着的 被打得满脸是血的女子 手舞足蹈 此时 盔甲过后 死都死不了 已经完全抓狂了 先前 还在围观西亚打舞蹈场 说这个枪炮师 是个菜鸟的吸级语人 看着西亚的屏幕 相视一眼 都是一阵无语 由于各种强制体术 和强制出枪的关系 每一次强制 都会在当前的位置 留下一道残影 因此 屏幕上见到 在方起的操作下 枪炮师 拔枪和收招 各种不同的枪械 体术 互相交替 快到叫人眼花缭乱 献出一道又一道的残影 这是什么操作 怎么老板讲的故事里 没有提到过这个 不少人看得是又惊讶 又是一头雾水 这个呀 就叫拔极流吧 当然 荣耀与地下城 是两个不同的游戏 有相似的地方 但同样 也会有许多不同的操作 比如说 方起使用的 是地下城渔泳师中 枪炮师标准的 拔极体术流 这种流派 甚至被灌之以 华丽流的名号 至于为什么 会灌以这样的名称 看方老板的屏幕 便知道了 各种枪火交替 体术 手雷种种 高频率的轮换 看得人是目不暇接 几乎上一把武器 还没来得及看清楚 使用的是什么 已经换上了下一把枪系 便仿佛在漫天的枪火中 跳舞一般 全城只见到 北极的目标 在屏幕上面 如同牵线木偶 让他往哪 他便往哪 几乎完全将对方的自主权 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如果将此算作一场表演 那么便是 完全主宰对手 生杀大拳的可怕表演 称之为华丽 一步为过了 枪炮师这种流派的打法 说复杂也复杂 说简单 却也很简单 说复杂 是因为各种技能的衔接 必须做到快 而且极为精准 快 必须将每一招 每一事 都烂数于胸 而精准 不仅仅是武器 打到人 便能称作为精准的 每一个角度 每一个细节 都影响着 接下来的一系列动作 甚至 攻击的角度 受力不同 之后的效果 也会变得不同 如此 才能牵着对方的鼻子走 而不是让网中的猎物 借机溜走 因此 要施展出来 首先 得具备 良好的基本功 虽然这里面 没有原版的 强制落地保护 但要知道 这是虚拟现实 搞不好 对方瞅准机会 在空中 跟你来上一件 不过 显然方老板 不会给对方 这个机会 最后 接了一记踏射 一脚踩下 手炮 罩着脑门 轰轰轰 标准的枪炮师 收尾招之一 伴随着一声惨叫 方老板的屏幕上 显示出 胜利二字 同时 网巴的某个角落 很快便传来 一阵杂机子的声音 西娅 简直要从座位上 跳起来了 这个人是谁啊 这个 一颗子弹 消灭一个队友 是谁 干嘛了你 落飘零此时 刚刚打完一局 便被旁边的西娅 吵得是心烦意乱 不得不看了过来 只见旁边围观的众人 脸色全是一脸的黑色 另一边 方老板这边 围观的吃瓜群众 一片寂静 别说是那些老玩家了 就连青秋氏族 一群年轻弟子 刚刚接触这个游戏的 此时 在后面围观的 都已经看傻了 这一刻 他们才发现 原来战斗 还可以这样 这个老板 果然是世外高人啊 一名大约十五六岁的 白衣妹子 在后面 低声议论道 即便是使用 这样实力不强的角色 也能运用出 如此高深的战斗技巧 这个虚拟现实 小世界里的东西 我们也不是没试过 一进入其中 便实力全武 战斗更是极为艰难 看他年龄也不大 怎么会有如此造诣啊 另一人 也悄声说道 需要在背后一人是非 旁边一名看上去 二十来岁 肌肤七双胜雪 面冷如霜的女子 似乎在他们之中 地位不低 这位可是一位 实力极强的前辈 若是惹恼了他 小心家主责罚 刚刚观摩前辈的战斗 想来你们也应该 受益肥浅 这可是平常少有的机会 现在你们再好好感悟一番 前辈这个波及流的 战斗技法 嗯 我们一定好好学习前辈的战斗技术 可惜前辈没有使用魔法师 我选择的是魔法师怎么办 我也选择了魔法师 提到这个 他们不禁愁眉苦怜起来 要不我们也像老板一样 选择两个角色吧 人群角落里 两道隐藏在人群隐蔽处的人影 一边悄声无息地走出店门 同时一边议论纷纷 这个职业真的如此厉害 这二人全都是玩的圣职者 整个店内啊 就没见过几个圣职者 这个小老板居然能够施展出 如此反腐多变的战斗技巧 一弱甚强 没想到还有几分本事 那身材高大 浑身隐藏在斗篷中的身影说道 嗯 不错 拔鸡柳 我真是个不错的技法流派 也不知道我们选择的职业 能不能研究出如此精湛的技法流派 今天我的幼魔者 又学到了一个新的技能 我想 我这个职业的战斗方式 也可以随之改改了 二人一边聊 一边往城外走去 他们刚来这座城市的时候 显然聊的并不是这些 可现在呢 一路聊 一路走出了城门 明天让我将武器强获完毕 也去那武道场试试 到时候 也让他们见识见识 无等的厉害 那是自然 忽然 其中一道身影 陡然看了看天空 那深邃如同深渊的眼睛 仿佛穿透重云 看破虚空 中央星暗淡 史智无多了 可笑这群人居然还不自知 对了 这家店的来历 他们再一次打开了传送阵 黄海玉与灵州之间的传说 是从何而来 你我最清楚 你我虽不宜阻止传送阵的建成 但我们隐藏于此 谋划这许多时日 不全都是因为 说到这里 声音忽然细微下去 似乎在忌惮着什么 即便此处 仅仅只有他们二人 所以也该早做准备才是 出了元阳城门 那道身影便陡然一散 化作一抹黑色烟雾般 飘荡在天空之上 这个时候才终于提起了某些正事 天空显得愈发阴沉了 嗯 是该好好查查这家店的来历了 远阳城外 隐蔽之处 那名隐藏在宽大黑袍中的身影 忽然浑身黑雾腾起 再看四周 却已然来到另外一处地方 今日虽然得到了许多消息 但人就不够 明天待物强化好武器 便再去仔细查一番 那我明日去舞蹈场 钻研一番又魔者的战斗技巧 也使你得空了 我与你一道 小月 来来来 跟我PK 和江小月一起的月白 是几个妹子中 最为好战的一个 看到方老板 打出如此惊人的操作 也止不住 想要自己啊 也进舞蹈场试试 不过他玩的是剑宗 也正是刚刚被方老板吊打的职业 舞蹈场内 只见江小月 普攻接落花 普攻接龙牙 一分钟后 哎 月白的剑宗 已经躺在地上了 这把不算 再来再来 南华宗 一群女法师 只多 也就是气宫师的群体里 居然多出了一个女狂战士 气魔者 依次觉醒以后 为剑魔 西池镇人旁边 只见一名白色长发的女子 屏幕中 腹蛇剑如隐又如鞭 当空挥舞之下 几乎三百六十度 全无死角 西池镇人旁边 不时传来一阵大笑 西池镇人 黑着脸说道 师姐 也老跟游戏里 那个疯女人学 只见地下城里 西池镇人等 几个队友全死光了 这个挥舞着 腹蛇剑的女狂战士 还在 所有人 都满头的黑线 月嫣 在旁边低声议论道 老板都说了 这几个职业的特色 剑葱输出如挂 剑豪梦美如花 暗地空多如麻 这剑魔 墨仙也黑着脸说道 净知道 精神污染 极为严重 简直不想坐旁边了 而另一边 宋清风等人 看完放老板的PK啊 几个少年们 也是热血沸腾 宋清风说道 林少 我们来PK 老兄 顺便加我一个 兵法要不要 绝对犀利 正好 我也想试试 这封法的威力 来来来 把老秦他们 全叫过来 开三为三 殿内 可谓是热火朝天 天之遗迹 是邻州大陆 各大士族 近千年来 发现的最大遗迹 甚至有传言称 这座遗迹 乃是从上界坠落 据说 其中的宝物 数之不尽 取之不竭 各大士族的核心 口耳相传 在这座遗迹中 或许隐藏着 不少世界隐秘 比如 为何近数千年 再无人飞升 又比如 曾经出现过的 那些原则上古的遗迹 究竟因何而毁 而最引人注目的 莫过于 其中所藏的 大量仙仪之物 若是能够 完全为世人所用 整个邻州修士界 恐怕都有望恢复 上古之时的空前盛况 这是如今的修士们 做梦都难以想象的圣景 几大士族 确实是传承久远 没错 但那也仅仅 只是对现有的 邻州势力而言 即便是现在 各大士族中 也致力于 对遗迹的探索 和对古代修真文明的研究 但就算过了如此之久 他们掌控了 整个世界 最为强大的力量 可依旧 没能征服那片 属于古代修士的领地 在三千年前 紫霄真人 曾有言 若是有朝一日 这片大陆的修士们 能够真正的 让古代仙迹 重现于世 整个邻州的所有修士 甚至是舞者 都会有一个恐怖的飞跃 或许流传于上古的 许许多多的谜团 亦能够得以开解 老院长 萧复院长 从天际一计回来了 浩天院内 茂蝶老者 安静地 躺在太师椅上 似乎在闭目养神 但此言刚一入耳 老者 那双浑浊的眼珠中 却是露出了一缕金芒 与此同时 于浩天院上方 晦暗的天空之上 一道低沉的声音 隆隆作响 两双 仿佛从黑暗中浮出的眼睛 紧紧地凝视着 眼前夜幕下的浩天院 天之一计吗 不用阻止吗 另一道声音 开口说道 不必了 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 将重新拟定的计划完善 不要干扰到 我们现在的计划变形 啊 也是 从那儿回来的这些人 死的死 疯的疯 恐怕现在 都有这些士族 头疼的时候了 无论外面 汹涌着怎样的暗流 启愿往了会所 总是一如既往的安宁 来往的玩家们 对于这些 已似乎恍若未决 事实上 对于很多人来说 他们都仅仅局限于 自己的小圈子里 探讨 议论着这些 日新月异的新鲜事物 越来越多的人 加入这个新鲜 而充满神奇的世界里去 几大士族的弟子们 包括唐宇 王谢等人在内 店中少男少女们 这些年轻一辈 仍旧残留着 还未消退的青春 与热血 他们和游戏中的角色 有着相同的年龄 和某些相似的经历 在游戏中 和这些冒险者们 共同成长着 而那些 秀为今生的大舞者 大修士们 则有着一份 对更进一步的追求 和执着 孜孜不倦地 研究着这些新奇的武技 法术与法器 慢慢地 玩家们的等级 自二十余级 到了三十多级 又到了如今的四十多级 本集获奖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系统的黑科技网发 作者 溺水之夜 主播 黎穆罕 半纸红雀 小白胡萝卜等 第二百三十八集 在天空之城 跟着游戏中的 这些冒险者角色们 一同见识了 那片通天之塔的尾案 在天围巨兽上 首次接触到了使徒 并见到了第八使徒 罗斯特 甚至暗精灵营地 听说了 关于恐怖的 无头骑士传闻 无论是接受 各种委托也好 进入地下城探险也罢 玩家们和游戏中的角色们 最终的目的 都是相同的 他们不断地接受着 各种各样的委托 调查着一件又一件 离奇之事 同时 在天空之城 被封死后 依旧在寻找着 通往天界的道路 和暗黑雷鸣废墟等 诡异之地 形成的真相 此时 当初那些 才刚刚进入游戏 经常闹出各种乌龙的 智能玩家们 已逐渐走向成熟 宋清风屏幕上 之前 这名还用板砖砸到队友的男格斗家 此时一身腿法也愈发淋漓了 双腿之上缠绕着炙烈的火焰 每一脚踢出 仿佛由火龙随之咆哮而起 在一路走来 不断地修炼与战斗中 拳法和腿法 几乎都练到了极致 宗武 依旧蒙着双眼 手中短剑轻轻一撩 一道炙热的烈焰 沿着地面蔓延而出 接着 一道巨大的火 狠狠地爆炸开来 爆炎 不动剑 爆炸的范围 金掐到好处地 避开了正在附近的纳兰红武 纳兰红武只感到热风扑面 却连一丝皮都没破 无数疯狂而迅猛的斩机 化作一片暗紫色的剑光 幻影剑武 嗯 过了 只听一声惊呼 几人身上全都亮起了 升级的光芒 这个时候的宗武 背着一柄短剑 再次来到导师JSD的面前 不需要任何人帮助 与新民眼亮的普通人 一般无二 他的任务列表内 此时 已经多出了一个新的任务 觉醒 似盲非盲 似眼非眼 如今 已经是夏末时分 虽然云阳城店内 所有以往的游戏 也再次推出了 但对于大部分玩家而言 就仿佛是 形成了一种习惯一般 即便是主玩 仙剑七侠转 亦或者主玩心计争霸 等等各类游戏 也都不令 每天花费三个多小时 将地下乘与勇士 角色的疲劳值 给用完 而三家店面 也迎来了 新的一次扩充 元阳城店 不仅仅只是 浩天苑和七大士组 还有林州不少其他势力 也陆续来到 半边城店和九华城店 亦同样如此 再加上 地下乘与勇士 是店内首个 免费激活的游戏 这是唯一一个 只需要花费两个零金 便能直接玩上 一个小时的游戏 无论是 平民舞者也好 落魄修士也罢 都能省下 大笔的激活费用 因此 整个地下乘与勇士的玩家 从账号注册量来看 已经达到三万以上 并且仍旧在 不断增长当中 这片富饶 而美丽的阿拉德大陆 迎来了一批又一批 新的冒险家们 而最早进入 这个游戏的宗武等人 此时则有些疑惑 这是个什么任务 虽然游戏角色看不见 但他自己不瞎 看游戏界面 还是没问题的 而他此刻 已经按照任务的指示 来到了导师JSD的面前 并且是精确无比的 找到了 没有发出任何声音的JSD 这个衣着有些破旧 双母失明 个头不高的光头老者 若仅仅是第一眼 谁也看不出来 这个小老头 会是精通各系鬼剑术 整个大陆 最强的鬼剑室之一 亦是阿拉德大陆 第一位 觉醒的阿修罗 喂 年轻人 你能看得到我吗 宗武 脸色有些黑 店内 转至阿修罗的玩家 可谓极少 正是因为 这个坑爹的自毁双目 试问 好好的一个人 谁愿意去当瞎子 要知道 这可是虚拟现实啊 呵呵 干嘛 发这么大的火呀 眼前这名矮兽老头 不嫌不淡地说道 观察事物的方法 有很多种 不要以为 自己是个盲人 世间万物 不是用眼来看的 而是用心 就拿你来说 刚刚不是 朝我走过来了吗 但你 却并没有 凭借声音 判断方向 你还觉得 你自己是个盲人吗 宗武一阵无语 的确啊 之前 他也想放弃过 但在这片大路上 一个武者 能有这么高的造诣 多少 都会具备一些 坚韧不拔 与不亲言放弃的精神 而现在 的的确确的 莫说是在游戏中 即便是在现实里 他闭上眼睛走路 也不见得 会有太大障碍 而这个时候 JSD 也开始向他 传授起了一门新的 观看世界的方法 心眼 作为导师的JSD 让宗武 从感受石头的波动开始 到感受 死亡的波动 事实上 宗武一开始 仍旧不能理解 这种观物方式 在没人引导的情况下 虽然已经用这种方式 战斗了许久 但心中仍旧只有一点 模糊的概念 在之前的战斗中 已经积累大量的战斗经验 而现在需要做的 便是一步一步 引导向觉醒之路 因此 在导师的引导之下 几乎一点就破 而这个时候 他看向这个老剑士的眼神 已经不再是一种不满了 而是连语气中 都带着些尊敬的意思 他细细地感受着周围 从生物到死物的波动 即便不依靠双眼 世间万物 在他心中 也愈发地清晰 没有人能体会到 他此刻心中的心情 那是一种欣喜与激动 那是脾气太来后 发自内心的喜悦 或许从今往后 没有任何事物 能够瞒过他的感知 这种全新的感知方式 更不会让其他任何人 引起警惕和防备 战斗时 他遇到了 比其他人更多的阻碍 而同样的 他也比其他人 收获得更多 现在他只查最后一步 突破枷锁 比尔马克帝国实验场 地理位置 在爱尔文防线洛兰地区 也就是玩家的出生地 奇音领主 是一头用机械制成的牛 该地图又被称作 机械牛 导师GSD 因为感受 那里存在着 大量的黑暗气息 因此也将这片地方 作为觉醒的 最后一道试炼 他所做的 仅仅只是引导 同时 也希望这些 鬼剑士弟子们 能在这场战斗中 有所收获 或许这个时候 对于宗武 或者很多鬼剑士玩家而言 他并不仅仅 只是一个NPC这么简单 而是传道授业的 真正导师 刚刚走出 GSD所在的后街 乘车来到洛兰 几个人便看到了一个 身穿紫白相间的 长袍时装 手里提着一柄 造型奇特短剑的人 正张嘴喊道 机械牛觉醒任务 进组了 二等二了 速度上车 旁边是一个 提着颤毛的小萝莉 也跟着喊道 机械牛觉醒任务 大神大队 随便来两个不菜的 宗武愣住了 现在店内 等级最高的 也就他们几个 居然还有大神 带机械牛 谁他娘的 不会是方老板吧 与此同时 方奇 却在系统面板 接到了一条新的提示 地下城与勇士游戏内 开启觉醒任务的玩家 突破十位 游戏将更新升级 升级方式为 后台升级 不影响玩家游戏 升级将在明日完成 升级内容 一 游戏商城内 增加装扮合成券 新一期 时装装扮上架 二 深渊模式开启 深渊中的恶魔 无时无刻 不再凝视着这个世界 而地下城中 不够稳定的空间 正是他们降临的支点 新的任务 禁忌之路 任务内容 请举行一场 官方禁忌赛事 新级争霸 地下城与勇士 将开启天梯排位 与段位模式 排名中 前64名 皆可参与 本次禁忌赛 任务道具 地下城与勇士 个人禁忌赛 冠军礼盒包含 奖杯加耀眼的 转值契约书一份 亚军礼盒包含 奖杯加黯淡的 转值契约书一份 冀军礼盒包含 奖杯加残缺的 转值契约书一份 新级争霸 个人竞技赛 冠军礼盒包含 奖杯加泽拉图的万刃 亚军礼盒包含 奖杯加人族枪兵枪械 冀军礼盒包含 奖杯加尼洛的 左轮枪 任务奖励 游戏修炼式三日 神兵碎片加一 幸运禁忌礼盒 可随即开出多件 禁忌项目游戏物品 只要从一开始 便每天坚持 将疲劳值用光的玩家 即便技术差 装备差 在等级上 也不会落后太多 至多一两级左右 如果是技术好的玩家 甚至不会差 与此同时 两道穿得一身黑的人影 缩在店内 罪不起眼的角落里 疯狂地玩着地下城与勇士 二人的屏幕上 一个是背后 印有黑色十字架的大叔 一个是披着黑色圣旨者长袍 手握镰刀的女子 在他们二人面前 是一尊 蹲下身子 大约有两人鱼膏 手中握着一柄巨斧 身躯半牛半机械的恐怖怪物 他的脑袋说是牛 事实上看上去 更有几分龙手的模样 庞大的身躯 几为夸张的肌肉和机械感 丝毫不会让人怀疑他的力量 即便是站在他的面前 都能感受到 一股巨大的压迫力 袭面而来 小心血 那名女圣旨者 目光微沉 与原版不同 觉醒任务时 会直接进入 真实难度的地下城 让玩家 真正切身体会 那种强大的压力 促进觉醒的进程 也就是勇士难度 而并非 只能进入普通难度 怕什么 那名高大的复仇者 冷哼一声 取下背后 背着的巨大镰刀 不这柄四十五级蓝色镰刀 都强化到失散了 并不幸有什么怪物 能够挡下五只疯人 也对 以我们这无数年来 对法术和战斗技巧的理解 也没什么能够难得到我们 忽然 这头巨大的机械牛 从地上站了起来 双眼中 饱含着冰冷的神光 与此同时 地面上 忽然显现出 大量奇异的魔法阵 嗖嗖嗖 每一座魔法阵内 都极为突兀地 显出各式各样的怪物来 小到 先前对付过的哥布林 大到 同样经过机械改造过的 牛头统帅 与此同时 一柄闪耀着光芒的巨大镰刀 斩在这头 机械的头顶 叮当一声 一片奇异的能量护照亮起 毫发无损 这怪物怎么打不动 这道隐藏在 黑色宽袍里的声音 差点啊 眼珠子没掉出来 电光火石之间 这牛头 巨口一张 一片伴随着 炙热高温的火焰 已经喷吐而出 这可不像原版游戏 每个动作 都有巨大的征兆 以便玩家反应 现在 在二人面前的 完全是一座 恐怖的战争机器 巨斧挥舞间 大地崩溃 恐怖的冲撞 更是直接 将一栋箭柱 撞得粉碎 与此同时 他召唤的 实验场机械部队 也随之 从四面八方围了上来 而这个时候 地面上 再次亮起了 大量的魔法阵 几乎眨眼之间 周围的机械部队 又增加了一倍 甚至 还有森林之外的 高阶猫妖 等各种怪物 机械牛 浑身散发出的 上位者气息 驱使着他们 全都朝两人扑了过来 不多时 只见四周 已经化作了一片 巨大的怪物海 从几百 到上千 慢慢的 四周 全部都是怪物 竟是一眼望不到边 二人看到这一幕 都是头皮发麻 比尔马克帝国实验场 是一座巨大的秘密兵器实验场 其作用 原本是为 德洛斯帝国 研究各种各样 稀奇古怪的战争工具 事实上 不仅仅是 其中的 林主机械牛 包括 转移能量试验 都与这座试验场 脱不了干系 它隐藏在 洛兰的森林深处 充斥着 大量的危险 最为可怕的是 那头 机械牛王林主 非但能够 召唤整个实验场 所有的机械兵力 自身 更像是一架 性能强悍的 智能机甲 同时 具备强大的 能量护盾 若是 寻找不到它的弱点 想蹭破它一点皮 也都不太可能 当然呢 若要获得 进入这片区域的资格 也需要经过一段 非常长远的考验 一直到 贝尔马尔公国 委派任务 并且 给予前往实验场的地图 与通行资格 才能够 进入其中 宗武等人 将这一系列任务 全部完成 并且完成了 觉醒任务的前半部分 诸如 宗武 取王的遗迹 感受死亡波动的历练 此时 再来到洛兰的时候 已经是两天过去了 基本上 人人都已经四十九级了 埃尔文防线 也是通往 比尔马克帝国实验场的 唯一通路 老板 这个什么实验场 难不难 宗武 瞅着前方 幽深的密林 之前王的遗迹 难度已经相当吓人了 他和纳兰红武等人 一个人 消耗了不少复活病 才勉强打了过去 即便是第二次 做觉醒任务 也是磕磕碰碰 死了好几次 这对于他们而言 几乎是不能容忍的 要知道 现实中 可没有复活 这样的好事 因此 这些武者修士们 对这一点 格外看重 即便游戏中 能够复活 也是一样 而这个比尔马克 帝国实验场 既然排在 王的遗迹后面 看样子 恐怕是觉醒的 最终试炼 难度上 怕是无其他 任何地下城 能及的 刚刚我见到 两个人进去了 也不知道 打得怎么样了 旁边 是一名 九花城店的玩家 等级不低 居然 也到了四十八级 话音刚落 另一名玩家说道 这极限牛 怎么如此难打 两个一身 黑衣黑袍的圣职者 灰头土脸的复活了 这怪物 怎么看都看不懂 我强循三的武器 都看不懂 另一名女圣职者 整张脸 都隐藏在斗篷中 也看不出什么表情 但从语气中 便能听出来 非常的不满 这种地方 依我看 根本不是为觉醒准备的 鱼手中 这柄强化十一的 紫色武器 连它的护盾 都破不开 真有这么难 那名路人一听 直接愣了 强化十一的紫色武器 在这个时候 任何玩家眼中 几乎都是神器级别了 连人家防御都破不开 这岂不是无敌了 这头怪物 还会召唤 无穷无尽的怪物 等打到最后 你就会发现 完全被海洋 一样的怪物 给包围了 想出去都不可能 没有想到 这什么帝国 居然能够设计出 这样的怪物 有些门道 至少 不是我们现在这个等级 能够应付得了的 作为六十级以下 几乎能够成为 所有玩家梦魇的地下城 自然不是那么容易过的 那名路人 脸色一僵 老板刚刚还要说 这带鸡蟹牛来源呀 宗武的脸也是一黑 老板 这到底能不能打 一边说 根本打不了 一边说 只要不是菜鸟 随便来人 这到底该信谁的 这小子 不会是在吹牛吧 那名复仇者大叔 一脸怀疑的 看着方老板 本集颇奖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系统的黑科技网发 作者 溺水之夜 主播 黎木涵 半纸红雀 小白胡萝卜等 第239集 不只是他们 这个时候 又有几个玩家复活了 显然 挑战鸡蟹牛失败 一脸虚弱之色 连人家防御都破不掉 到后期 更是连近身的机会都没有 全被怪海围在中间 就算是神 都打不了 老板 这到底能不能打 当然能打 方琪 理所当然的说道 那行 阻我一个 宗武 虽然有些犹豫 但还是禁阻了 附近的人并不多 还有一部分 刚刚被鸡蟹牛虐出来 抱着怀疑的态度 因此 大都犹豫了一会儿 那名路人 同样犹豫了一会儿 开口说道 能不能 也加我一个 我试试 方琪点了点头 向他发起了组队邀请 这是一名弹药专家 也就是神枪手转职 看了一眼ID 周大师 方琪的记忆中 并没有这号人 显然呢 是方琪去办编程之后 才进入店内的 不过 能在这个时间点 到达48级 并且将进入实验场的任务 都完成了 显然 不会是个菜鸟 方琪 再次检查了一下 几人的装备 技能等级 然后带队 进入比尔马克帝国 实验场 在这个时间段 游戏中 几乎是没有治疗 这种说法的 虽然圣骑士 具备恢复技能 但这个职业 在当前阶段 几乎只能充当辅助 杀伤力不高 很难像其他职业一般 安稳单人 进入地下城 因此 游戏中 几乎极难遇到一个 像样的圣骑士 在只有一些 珍惜的恢复药水的情况下 每一步 都必须极为谨慎 避免造成过多的消耗 因此 在有通往 林主 机械牛 所在之处的地图的情况下 自然不会有人乱走 以避免 在森林中 遇到更多未知的危险 这座实验场附近 充斥着各种 因为变异 而变得极为凶利的猫腰 他们不仅仅只是凶猛 而且啊 往往是成群结队 集体行动 这是进入这座实验场 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 队伍配置嘛 显得有些不伦不类 不过 至少几人装备都不错 包括那名 叫周大师的弹药专家 也有一套四十级的套装在身 武器斯巴达斯诅咒 强化八的紫色自动手枪 其他人只会更好 方老板 这个ID 黑绝也得好 是练的鬼器 这是一个 能够召唤鬼神作战的职业 如果把缠绕在壁上的铁链松开 鬼神便会自由地行动 巧妙地利用鬼神 会对战斗有利 手中短剑一扬 便见一道黑色阴影 环绕于方启的深周 残隐之铠甲 老板 我去左边 江小月 有些跃跃欲试地说道 方启点了点头 召唤神鬼后 对其他人说道 你们原地不要动 队伍依旧在推进 不过 并非按照地图向前 而是直接深入了密林深处 隐约能够听到 森林深处传来一阵阵低吼声 一道道森然的目光 在森林深处发出悠悠的光芒 一个人进去 此时此刻 只见方老板的位置 后面多了两道黑影 两道人影 目光灼灼地盯着方老板的屏幕 森林中 遍布着大量的怪物 再加上光线阴暗 一不小心便会被偷袭 一个人进去 绝对不是上策 随着一阵凄厉的低吼 密林中 无数猫妖 蹭地一下 朝着方启飞扑过来 方启的移动速度 似乎很快 比其他玩家的移动速度 要快上不少 再加上 不时的朝身后扫 地裂波动剑 同时 用三段斩的滑步 迅速位移 即便这些疯狂的猫妖 速度极快 一时半会儿 还是追不上方启 但是很显然 三段斩的滑步 相当于一个 爆发性的小步伐 虽然虚拟现实 没有CD这么一说 但实际上 大部分技能 连续施放 会对身体造成极大的负担 如果是强大的技能 超越身体极限复合的施展 甚至直接摧毁身体 也并非不可能 因此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也没有人 会顶着这样的风险 连续施放某一招式 虽然方启的每一步 都拿捏得极为到位 后方的怪物 越来越多 这片区域的猫妖 几乎全部被生人的气息 和血肉的味道 引了出来 引怪 巨怪 是几乎所有游戏团队 操作时的基本技巧 原版的地下城 每个房间都一般大小 引怪这项工作 会相对容易一些 但现在 难度显然会要大上不少 居然也这么多 不少人 听说方老板 在过觉醒任务 都聚集了过来 附近大半的猫妖 都引过来了吧 这可不大妙啊 单靠三段斩 是不可能冲出猫妖的包围的 越往森林深处 道路越不好走 到处都是杂草乱食 在这种地方 绕道更不可能 最好的办法 便是 沿着身后的道路 跑回去 但现在 已经被成群的猫妖堵死了 这森林地形复杂 这些猫妖 又以围攻之士围了上来 我倒要看这个小子 怎么回去 那名隐藏在黑袍中的身影 摇了摇头 以他的眼光 自然不会看不出 方琪此时 已经到了 穷途末路的时候 就在这时 随着方琪 口中低吟 一道忽明忽暗 虚实不定的阴影 在他背后 缓缓生成 漆黑的鬼神 便如同一片 巨大的黑色羽翼 悄然扬起 紧接着他转身 悄悄向前方走了几步 让他们感到恼火的是 这小子 居然还闲停信步一般 仿佛根本不是来冒险的 而是来森林中散步的 与此同时 大群的猫妖飞扑而起 如雨点般 扑向方琪 而这个时候 他们见到方琪做了一个 完全让他们不理解的动作 朝着对方的攻击 撞了过去 他 他要干什么 疯了吗 老板这是 想自杀 复活必从来 所有人都不明白 方琪这样做 有什么意义 仅仅为了 将第一批怪 聚集起来 就在所有人 感到疑惑的时候 忽然看到了 不可思议的一幕 围观的几人 只感到眼前一花 方老板 屏幕上的人物闪烁间 居然越来越淡 在所有猫妖 扑上来的一瞬间 竟然全部化作虚无 方琪的身躯 竟然直接从扑来的猫妖身上 穿了过去 鬼引步 在鬼神的庇护下 使用特殊的步法 能够在快速移动中 一瞬间将自己化为虚无 方琪刚刚召唤的 便是这尊鬼神 因为必须处于 快速移动的过程中 方琪先前 故意放慢速度 正是为了这一瞬间 加速后的虚无时间 虽然仅仅只有一瞬间 却让方琪完全躲开了 这些攻击 从虚无状态退出来的时候 已经完全摆脱了 猫妖的包围圈 后面立刻传来一阵惊呼 居然还能这样 真神了 那两道 隐藏在黑袍中的身影 相视了一眼 目光中也露出震惊神色 不单单 只是震惊于 这种步法的强大 方琪居然以他们 完全想不到的方式 轻松冲出包围圈 在这期间 只要快上一丝 或者慢上一丝 被一只猫妖扑中 便会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 完全无法脱身 但在电光火石之间 方琪却完成了 这完美的脱身方式 第二次扑击 方琪故技重施 再次躲开猫妖的攻击 使用鬼影步后 移动速度更快 方琪很快便回到来路上 他不断地 用鬼影步的虚无 和各种小技能 与这些猫妖们周旋 尽一个不辣的 全部带了回来 老板你怎么拉了这么多 江小月刚刚赶回来 见到方老板身后的 大量猫妖 一脸金了个呆的表情 眼珠子都快瞪圆了 站在原地 发愣的两个打酱油的 也是一阵乌鱼 老板 这么多 怎么打 周大师的腿一软 总武的脸色 也好不到哪去 这个 简单的 直接方老板掉头 直接冲进了怪群 吓得几个人 一阵哆嗦 差点把手里的武器 扔出去 方琪拿捏得恰到好处 化为虚无的一瞬间 恰好躲开数个猫腰的铺鸡 这都冲到怪群中心去了吗 在方老板身后 围观的众人 议论纷纷 要知道 鬼影步 虚无的时间 也就是一瞬间 若是进去 却出不来 方老板 一边沿着弧线 跑出小半圈 一边喊道 不要专家 冰冻 赶那手来 阿修罗爆炎波动剑 下一瞬 所有人都见到 眼前见光一闪 方琪的屏幕上 竟然出现了一道 交叉的十字 所有怪物 头顶上 都出现了一道 诡异的鬼影 竟全部 被钉在半空之中 鬼影闪 鬼影闪的过程 同样处于虚无之中 而鬼影闪完毕 方琪已经跨越 数丈距离 瞬间 落在了怪群外面 冰冻手雷炸开的瞬间 几乎完美地 接过方琪的控制 暴炎波动剑爆开 与此同时 一道道鬼神的身影 在怪群中浮现 冰霜之萨亚 侵蚀之普利蒙 所有怪物 在鬼影闪 解开的一瞬间 立刻被冰封起来 随着方琪的一阵低吟 无数携带着 阴暗死亡气息的 漆黑墓碑 如暴雨般落了下来 小月 把剩下的怪物扫进来 啊 江小月立即会议 周围剩下的临散怪物 则被江小月 一只一只的 全部扔进了墓碑群里 如雨点般的墓碑过后 只剩下满地的尸体 所有人看到这一幕 几乎不悦而同的 倒吸了一口凉气 好快 要知道 不少人杀这些怪物的时候 一只都要杀上半天 而太多又担心 被怪物一拥而上秒杀 瞬间 大半外围怪物 清理完毕 其他人 似乎也懂了一点 利用各种职业的操控 和输出的衔接相配合 根本不给这些怪物 还击的时机 一击必杀 阿修罗 注意咱刻意 随着方琪的指挥 几个人一路推进 很快便来到了 机械牛临主所在的位置 老板 现在怎么打 这一处地下城 莫说是勇士难度了 即便普通难度 都不是常人能过得了的 但现在 他们一路推进 几乎毫发无损不说 速度更是快得惊人 远处的实验场中央 远远的便见到一头 巨大的半牛半机械的生物 无声无息地 半跪在正中 他手里 持着一柄机械巨斧 暗红色皮肤 睁您的牛角 便仿佛 一头来自地狱的魔神 听我指挥 上 方琪的身后 再次飘起了一片 幽暗的鬼神之意 哈 就上 站在后面围观的群众 都呆了呆 这小子在搞什么 两名黑袍人也是愣了愣 居然直接冲上去 这不是送死了 方琪一马当仙 直接朝机械牛冲了过去 跟紧了 很快 所有人距离机械牛 越来越近 只见那头庞大的机械怪物 猛然睁开双眼 从地上缓缓站起 他开始启动了 而这个时候 方琪忽然加快速度 整个人化为虚无 一闪而过 交错而过的剑光 才站起来一半的机械牛头顶上 忽然飘起了一道 诡异的鬼影 鬼影闪 刚刚起身的机械牛 竟将在当场 阿秀楼抱炎拨动剑 不动冥王阵 弹药专家 赶电手雷 花眼弹 地狱猎言输出 最大话输出 与此同时 刀魂之卡赞 冰霜之萨雅 等等各种鬼阵 在短时间之内 全部释放出来 加强所有队友的同时 也大幅将 机械牛的各项能力削弱 暗月降临 一道黑暗的月光亮起 方琪 再次降低了机械牛 对黑暗能量的抗性 死亡墓碑等等技能 轮番轰炸 与此同时 纵武脚下 暗紫色阵光亮起 机械牛头顶上的鬼影 刚刚消失的一瞬间 立即被这道暗紫色的巨大灵阵 无缝禁锢住 巨大的暗紫色 冥王珠轮转 立刻给机械牛王 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而赶电手雷 会让被手雷爆炸击中的怪物 附着上无数细微的电流 之后每一次攻击 都会让这些电流 被激发出来 从而造成极为庞大的伤害量 随着弹药专家 无数火弹倾泻而出 赶电手雷的电光闪烁 江小月手中占锚 以极快的速度挥舞的 几乎看不清 斜光波动阵 方琪再次开口说道 阿修罗的斜光波动阵 是最为强大的控制 可以强制禁锢 几乎所有怪物 包括大部分林主 不动冥王阵刚刚结束 斜光波动阵 化作一片白质的灵光球 再次将机械牛王困入其中 几个人的装备 全都是极好的 就连路人周大师的装备 也不差 更何况 现在周大师 仅仅只是半辅助半输出 赶电手雷的存在 足够让队友 在一瞬间 打出庞大的输出 所有人都见到 在控制的仅仅数秒期间 这头先前 让人闻风丧的 几乎无敌的 机械牛王 竟在还未完全启动之时 便已经被打得残破不堪 摇摇欲坠 这一刻 他们才知道 什么叫做合作和配合 这一瞬间 各职业发挥出来的恐怖威力 居然让这头 机械牛王的生命状态 几乎转瞬间 降到了一个极低的状态 一声咆哮 阿修罗的斜光波动阵 禁锢力量已经消失 一股庞大的力量 瞬间如同飓风一般 席卷四周 所有玩家 全部被这股力量 给震飞了出去 与此同时 周围的地面上 已经亮起了 无数魔法阵 还是没死 所有人心里都是一尘 这个时候 技能几乎已经用光了 在一瞬间 打出极为恐怖的伤害 但这头机械牛王 居然还是没死 那两名围观的黑袍人 一颗心 都微微提了起来 想法是极好的 但等级太低 伤害不够 这头机械牛王 浑身亮起了一阵 奇异的魔法光芒 与此同时 他在继续吟唱着神盟 随之而来的 他的身周 开始亮起了护盾 这下完了 中午此时啊 手心都有些冒汗 更不用说其他人 就在这时 这头巨大的机械牛 动作忽然越来越迟缓 不知什么时候 他脚下居然出现了一道 冰蓝色的鬼神 而一直都存在的绿色鬼神 则无时无刻 不再削弱着 这头恐怖的怪物 冰封 赶那手雷 冰动手雷 继续输出 冰动手雷爆开 机械牛竟再次被冰封了 这个时候 几乎所有人 都完全集中了精神 高度集中下 任何一个技能 几乎都要比平常 精确不少 各种技能穿插 几乎没有任何缝隙 轰隆一声 机械牛身躯内 忽然爆开一道巨像 净突兀的跪倒在地 完全被破坏掉 过了 居然这样过了 所有人都满脸不可思议 死死的盯着方起的屏幕 从开战到击杀 恐怕连十秒都没有 这头在其他人眼里 无比恐怖的机械牛 几乎什么事情都没干 直接被秒杀了 他所有强大的能力 可谓一心半点 都没能发挥出来 过了 居然就这样过了 所有人都仿佛做梦一般 要知道 先前进入其中的 有的甚至消耗了 十余个复活病 一次一次的 试了很多遍 就连中午都充满着 难以置信 本集颇奖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系统的黑科技网发 作者 溺水之夜 主播 黎穆罕 半纸红雀 小白胡萝卜等 第二百四十集 要知道 连王的遗迹 他们都花了好长的时间 在你独自面对强敌的时候 不要忘了 你背后还有队友 看着众人惊讶的表情 方琪解释道 事实上 最早的机关牛通关 都是队友 互相合理配合 肃杀通关的 这头恐怖的怪物 是绝对不能 突然到后期的 否则 的确如他们所说 神也救不了 复活比再多 都不管用 与队友之间无间的配合 亦是一份 单打独斗时 体会不到的精彩 甚至有的时候 能够完成 一两个人 完全想象不到的事情 他们 一直有亲身经历艰辛 并在和队友的互助中走出来 才能体会到 那份难言的激动和感动 而另一方面 他们的转职任务完成 或者从中证明了自己 或者若有所悟 无论如何 接下来 他们都能接触到 更上一层的觉醒 或许 从这一刻开始 阿修罗 已经不再是瞎子 但要专家 也不仅仅只是专家 他们将是 大暗黑天 大将军 贝亚纳斗神 是魂 对于这些异界人而言 比武 斗法 向来都以单打 独斗为主 弱势以多敌手 往往为人所不齿 而方琪指挥着他们 在一瞬间 爆发出极为恐怖的杀伤力 直接将机械牛 秒杀的时候 才真正令他们感受到了 团队协作的魅力 虽然今日 还未能升到五十级 学会一次觉醒的主动技能 但宗武已经非常满足了 经历了游戏中 长时间在黑暗中摸索过后 心眼这一强大技能 令他即便在现实中 也能感知很多平常 难以注意到的地方 比如说 宗武这个时候便察觉到 方老板呢 又在小黑板上写写画画 宗武今日到店内的时间极早 换作往常 他这个元阳城的城主 恐怕很少会赶这么早来到店 城主 西城问家之事 还有云林矿区的事情 您看 一名文士打扮的修士 跟在他后头 一脸难受 宗武的脸一抽 待会儿 晚点再看 本作今日 升五十几 待本作 学会觉醒技能 再看不迟 那名文士 只能一脸的苦笑 而就在这个时候 宗武疑惑地 看向小黑板 只见小黑板上 今日多出来不少内容 地下成余武士 武道场断位置 心计争霸 天梯排位 宗武 看得是满脸疑惑 这是什么 还有这个什么 西亚也指着下面的什么 装扮合成器 合成器礼包 企鹅直播等 开口问道 眼睛中 还带有些许怒色 自从当初 那个一身蓝白装 跟个小号似的 枪炮师 进五道场 将他虐了一通 并且结尾 用一招踏射 按在地上抱头之后 这个一族姑娘啊 几乎每天都绿着眼睛 瞪着方老板 甚至还带着些趾高气扬 当然了 方老板对此 是视而不见的 倒是他旁边的骆飘林 带着几名西极欲人 比较和善有礼 骆飘林 学着临州人的礼节 拱手说道 老板 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 是你啊 仿佛当初 那个叫一颗子弹 消灭一个战友的小号 不是他开的 跟他没半点关系 方老板 一脸人畜无害 这个装扮合成器嘛 可以将两件 不需要的商城外观 合成一件稀有外观 一种 全新的装扮 这样可以有效的 防止和他人撞衫 至于企鹅直播平台嘛 这个 就更简单了 方琪 继续解释道 店门口刚刚走进来的 两道隐藏在黑袍中的身影 脚步忽然一顿 就仿佛 长了一双招风耳似的 偷偷摸摸地听了两句 段位置 天梯排位 装扮合成器 企鹅直播 二人相识了一眼 这个老板 又想做什么 先听听 看其中是否有什么阴谋 嗯 倒看这小子 会不会露出破绽 倒出关于这家店 来历的竹丝马迹 两个人 尖着耳朵 听了起来 很快 他们又听到了 深渊模式 还能遇到 来自深渊的恶魔 这个虚拟小世界中 居然还有这种东西 虽然他们 在这个世界的暗处 隐藏了极为久远的 一段岁月 但二人 并没有听过这种东西 只是啊 深渊 恶魔 这两个词语 组合起来 任谁都能听出来 这是一种 十分强大的魔物 居然还能跨越空间 进入地下城中 事实上 地下城与勇士中的 实力阶层 是偏高的 只不过 原版游戏中 为了平衡 稍稍限制了一番 而这个时候 他们居然听到 还能跨越空间 还有 能够跨越空间 到来的恶魔 那该有多强大呀 坐在沙发上 一人点了一杯奶茶 手里捧着奶茶 偷听得更为认真了 接着 又听到 这些恶魔 不仅仅有可能 携带着神器级别的装备 还有可能携带着 只存在于传说中的 史诗级装备室 围在柜台旁边的玩家们 都是一阵沸腾 我们怎么样才能见到 深渊恶魔 这几率高嘛 比机械牛更厉害嘛 我们私人组队 能不能杀呀 我武器强武 能不能 组队去杀 坐在沙发上 喝着奶茶的二人 差点没喷出来 这可是深渊恶魔呀 旁边那道身影 放下手中的奶茶杯 带着月月月式的语气说道 我们等会儿 要不要去试试啊 把这深渊恶魔的身上的装备 给抢过来 这全部都是我们的了 走走走 快上游戏 我们是第一个 可别被别人抢了 阿拉德大陆的空间 本身便不是那么稳定 地下城空间更是如此 因此在地下城中 偶尔也会遇到恶魔降临 实力强大的恶魔 往往会给冒险家们 带来巨大的灾难 但有一群实力强大的冒险家们 并不甘心成为他们的猎物 他们会用破魔石 主动破开空间 引诱恶魔降临 这个时候 两道披着漆黑斗篷的人影 已经坐在电脑前 登陆游戏了 嗯 怎么了 只见那名女圣职者 并没有离开 而是站在原地 瞅了一眼旁边 只见她已经打开了商城 先等等 预先弄出一身 新推出的稀有装备 对于很多女性而言 有些东西 或许比装备更有吸引力 那便是稀有装扮 装扮这种东西 在他们理解当中 是以幻化之处 将原本的外观 幻化成新的外观 因此 不但能够让他们的装备 看起来美观漂亮 同时 还能具备 应有的防御性 这对于一些 暧昧 却又要进入地下城战斗 不得不穿一身盔甲的妹子来说 绝对是大福音 所以某一部分人很早之前 便给自己买了大量时装 比如说 青秋氏族 那名一身贵气的贵妇人 还有这个氏族中的一众天之娇女们 同时还有月白 木卿等一众妹子 对这个新的什么稀有外观 显然呢 极为期待 而这个时候 经过方老板的解释 他们已经理解了 企鹅直播到底是什么 也理解了合成器 到底该怎么用 直播 是可以通过 传讯域上的企鹅通讯 来观看的 如果在店内 办理了会员卡的话 甚至可以进行远程送花 赠送鹅蛋等等物品 那道隐藏在角落的女子 想来想说道 要不 我也试试 这什么直播 随即打开 桌面上多出来的 企鹅直播图标 设置房间和直播内容 直播合成稀有装扮 开启直播 然后 小妹妹 先给我充值一千零金 李沁儿见到 一名浑身笼罩在 黑色斗篷中的女子 走了上来 地上一千零金 接着很快回到自己的位置 打开商城 将会员卡中的零金 换成点券 等等 他旁边那名黑袍男子 忽然想到了什么 小心些 小心这合成器 也像强化器一般 偶尔出现固扎 听到旁边同伴的提醒 那名隐藏在黑袍中的女子 也稍稍谨慎了一些 想起当初强化装备时的惨痛教训 心中一铃 放心 我仅仅试试 这什么合成器是否好用 他冷冷地开口说道 这个时候 月白等人 也就刚刚登陆游戏 店内有的玩家 会比较忙 属于 用光疲劳 便离开的那种类型 只有偶尔有些闲工夫 才会在店内 多逗留些许时间 比如说 几大士族的家主 但这个时候 各大士族的年轻人 却是已经 早早地登陆游戏 青秋士族的众人 此时 也开始登陆游戏 于小姐 您觉得今天店里新出的 装扮合成器怎么样 咱们要不要试试 毕竟呢 听方老板说 可以合成出 与众不同的装扮出来 不与那些 凡夫俗子撞衫 他们想了想 这也是他们这些 士族子弟 彰显身份的手段之一 青秋士族的家主 毕竟不像他们 这么早 显然还没来 所有人 便以这名 面容清冷的白衣女子 青秋雨为首 这装扮合成器 我自然得亲自试试 青秋雨话还没说完 突然听到背后 一声惊呼 有人直播 装扮合成器 合成新装扮 对于一些 平民玩家而言 穿什么不重要 能提升实力 那才是正经 平民 有平民的玩法 但这并不妨碍 他们好奇 店内出的新东西 嗯 有人已经在合成了 青秋雨 下意识地点开了 企鹅直播 果然见到 企鹅直播 多出了一个直播间 合成稀有装扮 要不去看看 正好也看看店内 这什么直播 究竟是怎么玩 见到青秋雨 点进直播 一众青秋士族的弟子 也跟着梁芒一起 点了进去 观看直播 与此同时 月白 木青 甚至是九华城 半边城等 对新装扮 高度关注的众人 也进了直播间 只见直播的是 一名女圣职者 转职的是幼魔者 有 居然来了这么多人 他看着屏幕 左下角的界面 宿天机 进入直播间 纳拉明雪 进入直播间 柳宁韵 进入直播间 西月 进入直播间 宋青风 进入直播间 水千云 赠送十颗鹅蛋 一长串的提示 哼 真有这么多人 顿时感觉 有些不敢相信 怎么了 旁边那道 隐藏在黑袍中的身影 发掘这边的动静 连忙看了过来 我看这个直播 发现居然有 这么多人在看 而且居然 还有人赠送 鱼十颗鹅蛋 十颗鹅蛋 等于一铃金 事实上 平常以他们的身份 仅仅一颗铃金 看都不会看上一眼 它现在不同 眼中 微微绽放出 一抹微光 居然在这个 什么网络上 还能够赠送 什么鹅蛋 这好像有点意思啊 小心掩饰身份 不要暴露了 放心 只见他摘下虚拟 低声说道 我们在这种角落直播 在这个虚拟小世界里 有谁会知道是我们 说吧 继续带上虚拟 忽然一看 左下方的聊天栏里 妹子 你在哪个角落直播呀 知道你们啥 小姐姐 你暴露了 我已经发现你了 说吧 你们到底躲在 哪个角落直播啊 你们为什么要躲在 角落里啊 快说 你们到底 在干啥坏事 一边捂着嘴 一边眼睛都瞪直了 忘记关对外交流了 我刚刚说的话 你们全部听见了 是啊 全都听见了 弹幕不约而同的回道 沉默了半声 黑着脸 干脆啊 什么都不说 尴尬无比的 开始买装扮合成器 姑娘 不用担心 我们不学坏人 直播间里 一阵沉默 这观也不是 不观也不是 第一次直播 体验感极差 黑魔此时 刚刚进直播间 一脸的莫名其妙 这直播间 怎么这么安静呢 本座刚来 能有哪位告知一声吗 一阵沉默之后 很快 他便在商城里 买了一个 五十零金的 装扮合成器礼包 礼包打开后 有二十个 装扮合成器 一瓶魔戒 抗疲劳药水 十个复活币 他买的时候 还愣了一下 接着又看了一眼 生怕是自己买错了 五十个零金 居然可以买二十个 那岂不是 能够合成二十件 更高级的稀有装扮了 还挺便宜的嘛 顺口评价了一句 接着又向旁边说道 这个装扮合成器 才五十零金 便能够买二十个 还能够赠送一瓶 能够增加 三十点疲劳值的 抗疲劳药水 非常划算 要不要买一个 还送抗疲劳药水 这名黑袍男子 原本有些不屑一顾 这个时候 听说送疲劳药水 立刻进入商城 一看其中的 装扮合成器礼包 居然真的赠送 那岂不是说 自己今天的疲劳值 要比其他人 生生多上三十点吧 买了 连忙也买了一个 与此同时 他旁边这名女子 已经开始使用 装扮合成器 合成新的稀有装扮了 这名隐藏在 黑色斗篷中的男子 瞅了瞅游戏中的礼包 赠送完三十点疲劳值 现在还有二十个 装扮合成器 这可怎么办 算了 也合成吧 这样想着 他连忙将一件实装 放入合成器 系统提示 请放入两件 相同部位的装扮 还要相同部位 我没有相同的部位了呀 对于大部分男性而言 一套装扮 遮丑足矣 因此 他也就一套实装 挠了挠头 算了 再买一件吧 消耗十数颗临近 再次买来一件 永久实现的实装 两两放入合成器中 开始合成 合成器上 灵光亮起 一阵呜呜的合成声音 响过之后 复仇者大叔 这边显示 获得黑色蒙面骑士胸甲 这边是新的装扮 他瞪大眼睛 又扯了瞅 这套胸甲 怎么有些眼熟 不对呀 这不正是原来的那一套 换了一个颜色吗 我两套合进去 换了个颜色 便给我还回来了 而且 还只剩下一套了 这是什么鬼 同时 他身旁那名 正在直播的女子 也开始了合成装扮 又摸着直播间 这边显示 获得少女红色短衫 这名女子也看呆了 这件我早就买过了呀 明明是高级装扮 两件高级装扮安身进去 给我变成一件换回来 脸都黑了 而这个时候 直播间的观众 也有些看呆了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变成一件了 难不成 还能像装备强化一般 失败了 这 这是强碎了一个 第一次就碎了 运气也太差了吧 本集颇奖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系统的黑科技网话 作者 溺水之夜 主播 黎木寒 半纸红雀 小白胡萝卜等 第二百四十一集 看着弹幕上的评论 这名女圣职者脸一黑 随即 一脸早如我所料的表情说道 没想到果真语强化一样 这件机器偶尔会出现故障 还好鱼不过是试试 想起当初强化装备 还有些心有余悸 刚刚说完 忽然发现有些不对劲 试试 我他们买了二十个合成器啊 就因为买二十个的礼包 送三十点疲劳值 现在就用了一个 还剩下十九个怎么办呢 要不再试试 想了半天 也只能这样了 好在他买的装扮也挺多的 有不少可以拿来合成 于是又开了一个合成器 将两件装扮扔了进去 点击合成 只见显示 获得黑色长裤 这又是自己已有的东西 一想自己还有好几个合成器 索性已咬牙 再合成几个试试 再不行 于便不合成了 提示声不断响起 获得浅黑色项链 失败 获得黑色长靴 失败 获得蓝色短衫 失败 他顿时脸都黑了 这合成器 恰根不可能合出什么绣装扮 他先前还想着 这个什么合成器 是不是会像强化机器一般 偶尔出现故障 现在他才发现 之前自己有多天真 这他们哪是偶尔发生故障啊 这分明便是长期故障啊 最后一件 他咬牙说道 若再如此 于便不合了 去找那小老板的麻烦 叮咚一声 一阵御尔的声音 在耳边响起 获得黑色短袖 获得暗黑圣魂胸甲 成功了 弹幕上瞬间炸锅了 这是新出的稀有装扮吗 真的有 暗色的外观 与极为大气的设计 这件胸甲 不同于以往的寻常甲咒 相比起来 这件暗红色胸甲 要更为精致流畅 仅仅是一件便能够感觉出 与其他装扮 竟然不同 更重要的是 它不仅仅自身附带的属性 比高级装扮要高 还具备像暗黑中 绿色装备一样的套装属性 我的天哪 好厉害 可惜只有一件啊 说是能有一套 穿出去应该很拉风吧 看着弹幕上 议论纷纷 这名女圣职者 继续开始了合成 反正啊 还有十来个合成器 不合白不合 带着这样的想法 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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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到第十九件 获得暗黑圣魂战靴 这个时候 她原本存着的四十来件装扮 已经只剩下一半了 稀有装扮 一共合出了两件 一看套装属性 必须凑齐八件各个部位 再来个装扮合成器礼包 这样想着 又买了一个礼包 二十个装扮合成器 继续合成 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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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个合成器 还剩下一半的时候 她发现 她的装扮 已经合没了 合成 必须两件相同部位 而她现在 没有相同部位 要不 再买几件高级装扮 那合成 没过多久 李庆儿 只见那名 浑身包裹在黑色斗篷中的女子 又来到柜台前 再给我充值一千零金 半个小时之后 给我再充值一千零金 一个小时之后 再来 再来 就差两件了 再来 就差一件了 再 我身上的零金呢 最近 为了来店里玩游戏 特地弄了不少零金 怎么就全没了呢 我的绣装扮 就差一件 变成套了 居然没有零金了 眼看着 马上就能够穿上 居然来这么一处 她想了想 将一件 流光一彩的小玉瓶 往桌上一拍 看看这个值多少钱 再给我充值 都到这个份上了 今天一定要穿上 观看直播的观众们 已经完全看傻了 这不是说好了 就试一下吗 这算怎么回事啊 而这个时候 浩天院 紫云峰 整个山峰上 似乎笼罩着一层 极为凝重的气息 连空气 似乎也凝固不动了 天空中 与整个山峰 遍野 都布满了各种静止 莫说是寻常人 即便是 修为高深的 前辈大能 想要无声无息地进入 也几乎不可能 山中 有一座 颇为精致的别院 院中飘荡着 清新的草药香味 别院之内 只见一名 头发花白 年过半百的老者 盘膝而坐 缓缓睁开眼睛 其脸色 仍旧有些苍白 可好些了 多谢 那名盘膝而坐的男子 这才回过神来 没想到数年不见 老院长的修为 仅又有精进之相 孤亭云 这才点了点头 开口说道 说说 你们在那处地方 究竟遇到了何事 居然连你们也无法应付 我 这名盘膝而坐 面色苍白的老者 刚欲说话 却似乎担心隔墙有耳 谨慎地向四周看了一眼 有什么事情 你便直说吧 此地已经被我布下了静置 没人能够偷听得到 他连忙低声 在孤亭云旁边 耳语了几句 天之一计 事关不守上古秘心 甚至 孤亭云微微汗手 手中的挂摇 洒落在桌面上 此时此刻 孤亭云的面色似乎更加凝重了 院长 如何 五方才 以五支寿员为一品 为我临州修士节的将来 捕算了一挂 看挂第六波 凶下 他微微叹息一声 捕算完毕 他的面容仿佛又苍老了几分 有若 风中残烛 虽然稀有装扮的自身属性 比普通高级装扮 不过高了一丁点 但成套以后 附加的套装属性 确实很亮眼 能够用于战斗的各项属性 依旧不多 但若能聚集一整套 便能够恒定一个 特殊的风系魔法 该魔法 能够使穿戴着 在城市内 非战斗区域移动速度 提高70% 这条魔法属性 或许乍一看呢 并没有什么 毕竟 所有人关注的地方 仍旧是战斗相关的事物 如果仅仅 只是限制在城市内部 并且无法应用于战斗 那有什么意义呢 但事实上 并非如此 真正使用起来 便会体验到 这一条魔法增幅 有多方便的 在这座巨大的城市中 无论是去完成一些委托任务 还是前往交易商行 或者前往武道场等地 无论是在西海岸 还是在赫顿马尔 任何玩家 都不可能 因为一点短小的路程 而乘坐马车 更何况 马车也并不是时刻都有 总不能每一次出行 都先去一趟车马行 能够有一个 这样的附加魔法 出行自然要训解很多 绝对是居家旅行必备 而另一方面呢 这套稀有装扮 显然和其他服装 截然不同 与男性微舞而厚重 线条硬朗的铠甲装扮不同 女性的这一套 设计得更加贴身 流畅 有着一种完全不同 于普通装扮的 华贵和美感 会根据职业 转值类别不同 而自动配备颜色 幼魔者的自然是黑色 与他人完全不同的 身份象征 也由此彰显而出 走在西海岸的街道上 看着周围路过的行人 纷纷侧目 直播间内 弹幕一片刷屏 666 太帅气了这一套 羡慕 有钱人太厉害了 这走路是脚下身风了吗 居然如此迅速 看着直播间里一条条弹幕 某人感觉刚刚虽然把腰包掏了个干净 他好像不怎么心疼了 好像是挺值得 他心中暗道 虽然只是一堆数据 但就莫名的觉得很值 你要不要也合一套 这什么天空套装 这个时候 看着同伴 还穿着普通装扮 显得非常的拉低档次 顺便还怂恿同伴 也合成一套 顾廷云 作为一个早已一样天年的老小 每日几乎都没什么可忙的事情 所以每日都来得及早 但这几日不同 从前一段时间开始 便每日到几晚的时间才来电 而近两日更是人影都见不着 而这几天 又是最关键的 完成觉醒任务的日子 不过今天 顾廷云却是姗姗来迟 他的身后还跟着一名 面色有些苍白 带着些病态的老者 这名老者身后 同样还跟着几人 却都是些生面孔 之前从未见过 老院长 您带我们来这种地方做什么 回首那名 脸色有些苍白的老者 奇怪地瞅着店内 满脸的不紧 很快 他便发现了几道熟悉的生意 诶 那 那边鱼长老吗 还有那一位 这衣着 莫非是 唐家家主 后面跟着的几人 也有些呆了 一阵议论纷纷 诶 怎么回事 那边 怎么如此多清秋氏族的子弟 轩云氏族也来了 那不是轩云千军吗 轩云氏族的长老 怎的也在这里 肖副院长 老院长 这 这 那名肖姓副院长 一脸奇怪地 寻了一处 凑了上去 是浩天院的张副院长 月白的师父 也是整个浩天院 最强的一名舞者 只见眼前的屏幕上 是一名 披着白色长袍 披散着长发的青年 气功师 不过这个时候 他并没有去地下城 而是拿着一个 小盒子一般的法器 将一件又一件衣服 往里面塞 不时地黑着脸 一阵抽搐 又不时地 发出一阵 自得的笑声 张兄 您这是 在做什么 河天空啊 张豪 一边随口回答 一边 又将一件外观 放了进去 很快 只见那件 法器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 一件 和先前相同的衣衫 与一件 样式极为华贵的 优雅长衫 只见张豪 一阵大笑 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声音 几乎整个网吧 都能听到 成功了 本座 又天空到了 紧接着 只听到旁边的 唐家家主 一声哀嚎 萧服院长 苍白的脸色 瞬间垮了下来 不是 萧世界 都快要亡了 你们知道吗 你们居然还有心情 在这合什么 天空套 老院长 萧服院长 双眼中 压抑着怒火 转而 看向旁边的 孤婷云 只见孤婷云 一双老眼 瞪向张豪的屏幕 这是店内 新出的装扮 营衣天空套 这个属性 快 快叫老夫 如何合逞 身后的所有人 相视一眼 脑袋 都有些 当机的 看着这一幕 咱们 是来干嘛的 不是老院长 带咱们来 寻求解救 之法 这 这怎么回事 这 深渊模式 是指 在地下城中 遭遇 由漂浮在 一空间的怪物 所组成的怪物队伍 对于普通玩家而言 这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场灾难 同时 也意味着挑战 深渊恶魔 单方面的侵入 大都是一些 比较弱的恶魔 再加上 破开空间降临 消耗了不小的力量 如果普通玩家 有一定实力 也可以和队友 相互配合 并非没有可能 将这些恶魔击杀 不过现在呢 一方面 因为不少人 看合成天空套装的直播 看得不亦乐乎 一方面 因为还没有玩家 被深渊恶魔 主动入侵 因此呢 反响不大 至于主动找这些怪物的麻烦 更不可能呢 因为现在游戏中 能够觉醒任务的玩家 还没几个呢 机械牛都过不了 自然不会去主动 找深渊恶魔的麻烦 而这个时候 孤婷云已经去合天空套了 浩天院的萧副院长等人 此时啊 在后面跟着是一通瞎看 还没有被顾上 忽然间 他见到旁边于长老的屏幕上 出现了一尊 雕刻着恶魔头颅的 巨大祭坛 祭坛上 那头恶魔 星红的双眼 头上生出四根犄角 一眼看去 即使隔着屏幕 都能感受到 一股极为邪恶的气息 扑面而来 这 这是什么 萧院长怪叫了一声 恶魔祭坛 于长老 面色凝重地说道 好像有人遇到深渊恶魔了 我在看直播 直播 后面跟着的几个人 都有些莫名其妙 于长老 面色凝重 解释道 就像是一个千里传隐的法兽 他们在做什么 我们坐在这里 便能利用这件法器 清晰地看到 只见上面的直播间名字 写着 野队偶遇深渊恶魔 叹秘恶魔真相 是一名三十多级的云阳城玩家 和队友组队时 遭遇了深渊恶魔来袭 深渊恶魔 身为浩天院副院长 也算是见多识广了 但还从未听闻过 世界上还有这种东西 别的什么也就算了 深渊恶魔 这两个词语 从字面上都能听出一股 危险的气息 更不用说 见到屏幕中 那极度邪恶的祭坛 这 这是什么东西啊 几个人死死地盯着 于长老屏幕中的祭坛 只见祭坛附近 有一道浑身冒着火焰的 恐怖身影 缓缓 游须便食 即便隔着屏幕 也能有极为真实的观感 这是一头 约有两三人高的人形恶魔 头上长有巨大鸡脚 灰白色的皮肤 如同钢铁一般坚硬 它浑身冒着炙热的火焰 即便隔着老远 都能闻到一股 刺鼻的硫磺味 恐怖的高温 蒸发着大地的水汽 便如同一座 移动着的火火山 那几名直播的玩家 才刚刚靠近它 便感到一股 极为炙热的气息 扑面而来 恐怖的高温 将它们的皮肤 炙烤得通红 即便没有数据显示 都能够看出来 它们的生命状况 正在不断下降 可以看到 它根本没有奔跑 如同闲庭信步般 短短几步 就已经到了 几名玩家身前 还未动手 那股恐怖的压力 已经将人 压得喘不过气来 萧服院长 和其他一众 刚来店内的长老 几乎看呆了 眼中竟是 难以置信之色 这 这怎么可能 这真是恶魔 便仿佛 在回应他的想法一般 只见这头恶魔 单手一挥 天空中 忽然亮起一道 暗红色的魔法阵 下一刻 便见到一抹火光 划破天空 一颗小型陨石 从天而下 恐怖的冲击波 几乎催咕拉朽一般 摧毁周围的一切 一名闪躲不及的玩家 当场惨叫一声 葬身陨石之地 被炙热的火焰 化为飞灰 只听惊呼声震震 慌乱之中 其中一名枪炮师 拔出楚空间中的 反坦克炮 一炮轰出 轰的一声 那头恶魔 身去一侧 炮弹擦身而过 躲开了 那名玩家 目瞪口呆地 看着这一幕 这头恶魔 似乎并没有太在意 这些玩家们 他仿佛在吸收着 周围空气中 饱含的能量 来恢复穿越空间时 过度消耗的力量 他的身边 竟渐渐聚集了 大量的火精灵 他们炙热 如同一团火球 在这头恶魔身边 飘飘荡荡 如同幽灵一般 朝着附近的玩家 飘了过来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系统的黑科技网发 作者 溺水之夜 主播 黎穆罕 半纸红雀 小白胡萝卜等 第242集 不多时 便见那头恶魔 单掌一窥 一片巨大的火云 随之 朝着那名动手的玩家 飘了过去 与此同时 他口中 发出一阵长吟 天空之上 奇异的红色魔法阵 越聚越多 快 快跑 漫天陨石 如同流星雨一般 从天空中坠落 这般恐怖的景象 几乎能够让观看直播的人 隔着屏幕 都能感到一阵窒息 漫天的小心陨石 砸落下来 下一刻 大地进会 地上 皆是巨大的陨石坑 满目苍蝇 一片毁灭景象 虚拟现实 没有原版游戏 一个小房间地图 那样的限制 也不需要照顾 身为普通人的玩家 掉落陨石前 先给个金色标记 在这里 能够完美地具现 深渊怪物的实力 因此 所造成的视觉冲击 自然也强烈无比 而这个时候 前来探索的几名玩家 已经全部阵亡了 这 这是什么怪物 萧院长 失声教导 我们修世界 原本就要亡了 居然现在 又出现了 这样恐怖的怪物 这叫我们修士 如何应对 我们的世界 什么时候 出现 这样的怪物了 一个又一个 绝望的念头 在他们脑海中 挥之不去 这还让不让人活了 就在这时 店内 忽然有人喊道 老板去挑战深渊怪物了 老板开直播了 就在 叉叉零零 一一二七号房间 什么 还有人主动招惹 这种怪物 浩天院 几名刚刚从 天之遗迹归来的 副院长和长老 都懵了 居然还有人 主动招惹 如此强大的怪物 很快 便见到 于长老换了一个直播间 果然见到 一名手中握着一柄 魔法光芒闪烁 甚至有些耀眼的 细长短剑 穿着暗蓝色长衫的男子 同样来到了 一座祭坛面前 地点 与之前那几人 所在祭坛的风格 极为相似 似乎是同一座 巨大的平台上 有着各式各样 奇特的建筑 还有不少尸体 除了这些 便只有 这名手中握着短剑的 奇怪青年 老板没买天空套 老板这把武器好特别 一群人议论纷纷 去是四十级 粉色短剑 卡路亚的教导 裂风 老板都强化到十二了 老板这装备也太好了吧 神器短剑这么强化 不怕碎掉吗 这年轻人 莫非疯了 萧院长紧紧地 盯着屏幕惊呼道 这是哪个氏族的小家伙 不要命了吗 现在孤婷云 去和天空套路 显然 没人给他们解释 几个人 看得是满头大汗 一脸着急 这年轻人用的什么法术 怎么从来没有见过 残破的祭坛边 骷髅小怪 早已被清理干净 屏幕中 方启先给自己 附加上一个 残隐之铠甲 鬼影布 一尊阴沉的鬼神阴影 浮现在方启身后 接着 一头红色恶魔般的鬼神虚影 降临在祭坛边 刀魂之卡赞 几名刚从天之遗迹过来的修士 哪见过这种东西啊 都屏住呼吸 死死盯着屏幕 很快 他们便见到 那道恶魔的虚影 也缓缓在祭坛前方 变得清晰起来 方启快步 在红阵中 挤走了几步 来到那道虚影附近 口中轻声吟唱 鬼神应召唤而来 绿色鬼神虚影 青石之普利蒙 紫色鬼神虚影 瘟疫之罗刹 冰蓝色鬼神虚影 冰霜之萨雅 如同来自冰界 方启身后 一片巨大的 单片鼓翼 舒展开来 黑色的阴影中 同样存在着 一尊猙獰恐怖的鬼神 第六鬼神 明言之卡洛 这些鬼神虚影 交叠在一起 将眼前 几乎化为一片死地 他们身上 散发出来 极为恐怖的气息 比起那深渊恶魔来 仿佛也不遑多让 而这个时候 眼前这头 深渊恶魔的身影 已经完全凝食 很明显 他已经完全 从虚空之中 来到了这片空间 这个年轻人 他要干什么 浩天院新来的几人 目瞪口呆地 看着这一幕 不只是他们 观看直播的观众们 也是心中莫名 下一刻 只见方启 将手中短剑 狠狠地插进眼前 交叠的鬼阵之中 天地忽然黑暗了起来 原本实质的地面 仿佛化为一片 黑暗的沼泽 漆黑的沼泽地下 死亡的波纹荡漾 仿佛有什么恐怖的东西 即将从中 献出真心 萧府院长 猛地擦了擦眼睛 他看到了什么 他看到了一尊 仿佛来自 无底深渊中的恐怖怪物 缓缓从沼泽中浮现而出 即便是上半截头颅 便已经充斥了整个屏幕 这是什么技能 怎么没见过 好像是觉醒 鬼气的觉醒 观看直播的观众 现实中 弹幕中 都疯狂惊呼起来 觉醒技能 召唤 第七鬼神 邪神之布拉修 邪神之布拉修 凝聚了人类 负面情绪之一 贪欲 所形成的远古深渊怪物 传说只要有人 能够掌握两位鬼神的力量 就可以从沼泽深处 解开封印 释放出布拉修 动物系鬼神 拥有比天为巨兽 更庞大的身躯 平时沉睡于 死神所创造的 死亡泥潭 负责抓捕鬼魂 并将鬼魂 锁在泥潭中 对于他无法抓捕的鬼魂 被称之为鬼神 布拉修十分痛恨这些 无法抓捕的鬼神 每当他看到鬼神出现时 总欲将其吞没 但是没有一次成功 极格利用这一点 在召唤了众多鬼神 在敌方阵营后 将其召唤而出 从而吞噬一切敌人 所有人都只见到 一尊恐怖的吞天巨口 将地面上的一切 全部一口吞下 这个人 这个世界下 怎么会有如此恐怖的人 那头恶魔呢 萧府院长和其他几名长老 呆呆地看着屏幕 内心已是翻天覆地 这个人他怎么这么强呢 怎么会如此恐怖 居然能够召唤出 如此恐怖的怪物作战 这天底下还能有人 是他的敌手吗 几分钟后 终于有人给他们解释了 游戏是什么 快 我们快去开会员卡 我们也要去阿拉德大陆冒险 由于大部分装备 都可以交易的缘故 地下城与勇士这个游戏 花费临近 确实可以购买到 大部分自己想要的装备 而对于普通玩家而言 也能够使用两到三个角色 轮流前往地下城 搜集材料 或者通过接受城市中的 各种委托任务 来赚取足够的金钱 满足其中一个号的装备需求 一些低等级 简单难度的地下城中 出产的许多物品 虽然常见 但并不代表玩家们不需要 因此 真正热衷于 这款游戏的普通玩家 也并不见得 会落后跟不上的节奏 而对于此时 等级已经达到50级以上 学会了觉醒技能 换上了全身 50级装备的高手玩家而言 他们也并非没事情可做 譬如说 纳兰红武 觉醒任务倒是过了 但他现在 纠结上了一个名为 泰拉石武器的任务 顺便开了一首直播 而浩天院几名 新来的长老和副院长 这个时候 连技能都没学会多少 只能每天看看别人直播 解解禅 泰拉石 是泰拉恒心上 特有的神奇矿石 它蕴含着 极为神奇的能量 而泰拉石 做出的各种 泰拉石武器 是每个勇士 梦寐以求的 只见他的屏幕中 右上角显示的难度是 勇士级 而现在队伍中 仅仅只有他一个人 没有其他任何队友 他此时的职业显示 也已经不再是最初的剑魂 而是剑圣 剑圣 是将鬼剑术 掌握至极致的剑式 突破了剑魂剑术的瓶颈后 觉醒而来 拥有强大的 极鬼剑术暴风式 和斩铁式两式 此时 纳术红武的剑圣的实力 显然完全不是先前的 小剑魂可比 光剑挥舞间 仿佛任何事物 在这璀璨的剑光面前 都如同豆腐一般被切开 胆刷机械牛 这个人也太强了吧 那名长老显然呢 才刚刚玩 啥都不懂 连这个职业叫什么都不知道 只瞪直了眼珠子 一阵惊呼 还快 快来看这个人 肖副院长的眼珠子 瞪得更大 几个人听到他的惊呼 连忙看了过来 而另一边 宋清风也在直播 是一名 穿着一条黑色练功裤的格斗家 这是个武者吧 这个人 去伤 施约恶魔了 此时 他手中捏着一块 奇异的石头 祸魔石 徘徊在三十级 地下城天为巨兽的天为禁地中 只见他眼前 出现了一座 巨大的恶魔祭坛 与方启之前直播时 见到的那个祭坛 有些不同 这头恶魔雕像的脑袋 光溜溜的 没有一只脚 一尊身材极为魁梧的巨大恶魔 缓缓从虚空中浮现 声音阴沉 小鬼 是你将我召唤来的吗 那仿佛来自深渊深处的强大恶魔气息 朝着四周蔓延开来 几乎让人窒息 只听一声爆喝 屏幕中伴随着烈焰的腿影乍响 看也不多看一眼 直接回城 妈的 又是光头 肖副院长等人 看着刚刚还嚣张无比 现在躺在地上 死得不能再死的恶魔 相视了一眼 我的天哪 这些人 怎么都如此之强 怎么这个看起来 一身破烂的人 也可以击杀恶魔 你们看 这人去完第一次 还想去第二次 此人居然每日都在与这种恶魔战斗 以这样的方式来磨砺自己的武道 难怪有如此实力 不只是他们 一名长老点开了一个 叫什么大晋国长公主的直播间 你看 这名女子 她也在与恶魔战斗 另一名长老 看的是一个 叫大晋国二皇子的直播间 这个人说她今天已经与深渊恶魔战斗了二十次了 你们看这个直播间 肖副院长的屏幕上 是一名叫论深渊爆粉姿势 玄学分析的直播间 此时正讲着一些诸如 最后一击爆头提高爆率 如何进入深渊 才能更高几率遇到多角恶魔之类的各种玄学爆粉装话题 他们居然还将自己与恶魔的战斗心得交给大家 与大家分享 他们居然主动去挑战更加强大的多角恶魔 此等先知 我等拜佛 几个人是满心的激动 总有一天 我们也会有如此强的实力 到时候 哦 肖副院长 我等一定要努力 祖我 我们今天可以去格兰之森练集了 只见几个一身破烂的小法师 小鬼剑士 总算来到了赫顿马尔 此时的武道场内 已经开启了专有的段位排名制度 原本对于武道场的玩家们而言 武道场大都是找几个认识的朋友一道切磋 或者选择快速加入 进入其他人设置的房间内 交流几场 放松放松 因此 原本的武道场 充其量啊 只能算是这些玩家们在地下城中 与怪物战斗之余的一种放松方式 但现在 却变得截然不同了 这个时候 只见两名隐藏在角落中的身影 还在纠结着机械牛 正打算做太拉石武器 就在这时 忽然收到一封邮件 嗯 这是什么 这名复仇者大叔 联盟打开游戏界面 只见是一个极为精致的 被拆开的信封 荣耀之门即将开启 天下第一武道大会 来获取你的荣耀吗 武道大会 武士武者 道可以代表 投身天道的修饰 倒是很好理解 但这什么 天下第一武道大会 是什么意思呢 他痴笑一声 武力金岁月无数载 岂会与你们这些小家伙 争名夺利 话刚说完 忽然一眼瞥见了 上面的奖品 耀眼的转值契约书 能够完美转值 虽然游戏中 很多技能 法术 现实中 是可以学习的 但不少职业 都有一些 极为特殊的东西 比如说 鬼气的鬼神 召唤师的召唤物等等 复仇者也是一样 复仇者 身具恶魔的力量 这一点 无论如何 也无法靠学习来学到 但这些职业 一次觉醒的技能 有多恐怖 任何人都心有体会 包括方启之前 直播时的 召唤第七鬼神 如果能够完美转值 是不是也意味着 能够完美地 获得这份力量 二人相识一眼 连忙点进 这封信的链接中去 我们已参加 与此同时 竞技大赛 也在此时 正式拉开帷幕 前面已经提到了 竞技大赛 一共分为 星际争霸 与地下诚与勇士的 两个项目 这二人 在游戏界面上 点击该链接 果然见到了 两个报名选项 一个是 地下诚与勇士的 F1天王赛 一个是 星际争霸的 WCS 星际争霸市锦赛 当然呢 这两个名字 这些异界人 就搞不太懂了 不过 有对于整个赛事的统称 天下第一 武道大会 这些异界人 自然不会在意 单个比赛的名字 为什么这么奇怪 不只是他们 此时 九华城殿 半边城殿 几乎所有的玩家们 企业通讯中 游戏中 都收到了 这样的信件 只需要报名参与 然后 在游戏中 参与星际争霸 天梯排位赛 或者 地下诚与勇士的 武道场中的 段位置匹配模式 便能参与海选 要知道 现在这场比赛 可和当初的暗黑 全黄比赛不同 当时 两家店的玩家 加起来 也不过区区 数千上万人 而现在 仅仅九华一家店 办理会员卡的人数 都比当初 两家店人数 加起来啊 还要多 再加上 当初 也就无微道蒙 陈兴海域 有限的几家势力参与 而现在呢 远到云甸域 广到各大宗门 甚至还有 林州这片 曾经连见都没见过的 凡胜之地的修士 也参与了进来 更有从遥远的 西极雪山中 走出来的 以武道闻名于世的 西极裕人 传承自 极为久远的古代 已知最为 古老的氏族 轩原 青秋氏族 或许 他们此次 都会参与这场比赛 这对于 九华城殿 半边城殿 两家 原有的玩家而言 绝对是一次 最为盛况空前的盛事 而对于方启而言 看着店内 热闹无比地 议论着此事的玩家们 才发现 以前举行的那些 那都是小打小闹 也只有现在 才真正的 有了那么一点样子 九华城殿 纳兰明雪 坐在沙发上 手中捧着一瓶可乐 一袭如雪的白衣 更衬托的 他那宛若 冰雕欲塑的面容 愈发的动人 他此刻 在传讯域上的 企鹅通讯里 也收到了 这条消息 左卫在店里 已经拿过 不止一个第一的玩家 他此刻 却对以往的那些 所谓的第一 一点也不感兴趣 与现今的F1天王赛 WCS 星际争霸市井赛相比 他莫名地 生出了一种感觉 以往那些 似乎 真的算不了什么 他隐隐有一种感觉 现在 在他眼前的 这才是一个 真正属于这些游戏的 专属舞台 本集 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系统的黑科技网话 作者 溺水之夜 主播 黎穆涵 半纸红雀 小白胡萝卜等 第二百四十三集 像以前的时候 对手来来去去 也就那么几个人 甚至 他在比赛中 哪一场 能够遇到谁 谁会走到最后 他都知晓得 清清楚楚 但现在 竟然不同了 每一家店 都有来自各地的势力 经历了这么长的时间 其中搞不好 便会出现一个 以前从未露过面的天才 事实上 到了现在 就连方启都不知道 店内有哪些高手 像上次 遇到那个 ID为周大师的弹药专家 以前 连听都没听过 但在机械牛时 与他们的配合 相当到位 再加上 装备只是一般 却能排在前列的等级 显然是个高手 哪拉明雪 从未有一刻 有过这样的感觉 这一刻 在他面前的 是真正的未知 也是 真正的挑战 当他第一次夺冠的时候 便曾经想过 有朝一日 或许 有那么一天 他所站立的地方 并不只是 那么小小的一群人 而是像那故事中 说的那般 万众瞩目 与此同时 西极域的人 此时 也聚集在店内 显然 林州修士们呢 看着他们脸都是黑的 这群人 老强位置不说 还特别张扬 特别是那个 脚家百利的 在床上躺了老酒 伤倒是好了 但看样子 还不大长记性 看看这家伙 又在干啥 浩天院的于张老 看着游戏内的界面 脸都是歪的 地下城与勇士 这款游戏 和传奇不同 传奇的时候 大家说话 要让整个世界的人 都看到 只能去企鹅的 传奇世界频道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地下城与勇士 就没有这个功能 而是在游戏界面 多出了一个特殊界面 玩家可以选择 绑定在手臂 储物装置等物上 是一个名为 魔法通讯器的装置 这个装置 有记录游戏内的 一些信息的功能 比如说 获得了什么装备 添加好友 组对信息 某些游戏公告等等 如果有人在其中发言 是整个游戏内 所有人都能看到的 但可不是什么人 都能随便发言的 而是需要在商城 购买一个 名为魔法喇叭的物品 一个喇叭 只能发言一次 因此通常不是 什么重要信息 很少有人发言 而一般修士 也会打开 该通讯的提醒 以便了解 最新的重要消息 但现在 只见这个界面上 一个ID名为 魔神加百丽的 正在喊话 刚刚那个谁 竟然敢如此猖狂 哎呀 怎么不说话了 有本事把爷爷我 踢出队伍 出不起邻金说话吗 类似的消息 已经发了好几条了 终于见到 一个ID 真龙隐的玩家 忍无可忍了 大家以后 不要和此人组队了 此人遇到地下城 出现深渊 不听指挥不说 一个人在那里瞎打 害死全部队友 魔神加百丽 顿时回道 你们几人实力太差 大爷我带着你们 便不错了 竟然敢说我瞎打 所有人都只见到 此时的魔法通讯上 一条又一条的消息 几乎刷屏 从打地下城 朝到临京 最后啊 你不是说 你不去临京吗 来呀 喇叭走起 三二零 怕你不成 三二零 三二一 三二一 三二二 大爷我有的是喇叭 哼 你以为 你临京很多是吗 三百二十二 见 这个时候 已经不止是 临州修士了 连其他几家店的修士 舞者 脸色都是阴沉沉的 妈的 这不两个傻叉吗 一个小时以后 三二六四 还有喇叭没 这些人 已经刷了 几千灵斤的喇叭了 你怎么还在刷 所有在玩 地下城与勇士的修士 与舞者 已经从愤怒 转为看戏状态了 这魔法喇叭 要一灵斤一个吧 是啊 特别贵 这么多灵斤 预期好些的话 都能合成一套天空套了吧 这个时候啊 就连落飘零 脸色都是黑的 跟什么人比不好 比刷喇叭 看坐在附近的 那个棕红色头发小青年 还越刷越起劲 骂得神经病 心中暗骂一声 摇摇头 点开F1天王赛 参加报名去了 方琪此时 正在看着系统面板 地下城与勇士这个游戏 开启的时间 还不算太长 但店内的收入 可以说 已经超过了 之前的收入总和 当然呢 在这些收入中 自然有将其他游戏的收入 也算进去 不过地下城与勇士 这款游戏 在其中 仍算是大头 而这个时候 方老板的身家 从之前的百万级 勉强挤身到了千万级 不得不说 在这个大能满地走的临州 即便和那些大事家相比 已经算是颇有钱财了 一方面 方老板也在增加人手 规划管理 让整个店面 显得更加规范化 而另一方面 除了每日各种断体 固本的修炼用的 灵药开销 和自己游戏中的 各种花费以外 手里还能有大量雨彩 一些原本无法达成的想法 也可以提上日程了 很快 企鹅通讯建立起了一个名为 官方合作竞技赛事 转播平台的聊天群 老板 你这是想干嘛 什么竞技赛事 转播是干啥的 在流云道工公主 薛道律 还未上线的情况下 作为流云道工 最年轻有为的长老 宿天机一头雾水的 就被拉进了群 有没有来得早的 给解释一下 浩天院的副院长 张豪也喊道 我也是刚来 新陈海域 以沐道工 天须道人 老夫也听得不慎明白 南华宗 西池真人 好像是说 用千里流影之类的法术 将比赛的盛况传递出去 到时候 即便没能在现场观看 也能够在其他地方 观看到比赛 西池玉长老 安德烈 伊老夫看 应该是将五等的英姿传递回去 教徒人也好好看看 我们在战场上 吱扎风云的山摇 哈哈哈哈 在方老板做过解释之后 此时啊 群内一众修士 你一言我一语 聊得是不一乐乎 宿天机说道 总之 这个什么转播 就是我们可以将战况 在宗门内播出 让那些无缘来店内的弟子们 也能够看到吗 黑椒城城主 黄斧城 哈哈笑道 哈哈哈哈 我看 可不仅仅 只是宗门内弟子 本座觉得 可以直接将这个法术 放在本城 黑椒广场上空 任何修士务者 都能观看 宿天机 顿时惊呼道 哎 这样的话 我要是去参赛 岂不是整个世界 都能看到本座的高超操作 不少人这个时候 才反应过来 如果这场比赛 能够夺冠 那岂不是 真正的 站在了世界之巅 即便是以另外一种 他们从未想过的形式 但似乎啊 真就是如此 什么 将面对全世界播放 九华城店内 一名头发 有些乱糟糟的散修 正在舞蹈场内 努力地提升着 自己的段位 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啊 几乎激动地 要跳起来了 此时他的段位 已经达到了七段 再有几段 便能达到 从海选赛 脱颖而出的最低标准 遵级了 他是平民玩家没错 但一身装备 显然也不差 除去每个月的黑钻 几乎啊 没有多花一分钱 身上的装备 全都是大号带人 小号刷材料 一点一点 赚来的钱 打造出来了心血 天下第一舞蹈大会 面向全世界播放 半边城店内 一名舞者正坐在毫不起眼的角落里 屏幕中的人物 浑身缠绕着一股浓郁的血气 浴血魔神 长刀挥舞 犹如两柄 巨大的血刃乱舞 背后那柄 凝聚着恐怖的血气长刀杂像 地裂天崩 粗大无比的火柱 冲天而起 眼前的敌人 已经瞬间 化成灰烬 此时 只见他游戏中的段位 已经达到了 至尊 他是一名 在陈兴海域闯荡的 无名舞者 像他这样的舞者 在舞者 自古地位低下的 陈兴海域还有很多 很多人并非没有天赋 而是被恶劣的环境 束缚了自身 他紧紧地捏着拳头 盯着屏幕上的这条信息 他以往 不过也如其他人一般 机械性地提升实力 机械性地强化自身 就像很多普通人一样 向上 看不到那些 大修大能的点 也不知道 明日会走向 何方 或许 浑浑噩噩的 这样度过一生 在殿内 能够玩玩游戏 便已经算是幸运的了 这便是 他们最真实的写照 但事实上 每个人心中 都有那么一颗种子 它只是被埋没了 对于有的人来说 他们或许 已经埋没在 命运的厚重之下 早已干涸而死 但对于 另一类人而言 只要有一丁点机会 他们便会 从那么一丁点的缝隙中 钻出来 深根发芽 他此刻心中 响彻着一个声音 走出去 让全世界都看到我 此时 三家店的玩家们 都沸腾了 如今 庞大的玩家群体 再加上 从刚开始游戏 到现在 不少最早的玩家 都已经觉醒 并且超过了五十几 经历了一段 长时间的发展 店内 能称得上是 游戏高手的 可绝非方老板 所熟知的那几个 他们默默无闻地 在舞蹈场内 磨砺着自身 不出名 亦无人关注 或许 只有真正 长期混迹舞蹈场的老手 才偶然遇到过他们 偶尔在贴拔交流 群内交流时提起 甚至 没有人知晓 他们的名字 只有一个 平平淡淡的ID 承载着 他们所有的心血 与此同时 天原海边 两道深邃的目光 凝视着大海中 翻涌的波涛 着实如舟 五灯彼岸 而众身皆明 凌乱的海风 吹起那名 黑袍人的衣角 露出了一抹 苍白 灰败的皮肤 不似人色 天原海 那片地方的空间 越来越不稳定了 另一道声音 似带着一些自嘲 我们谋划了这许多年 那道彼岸 恐怕却是登不上去了 我能感受到 他们 天原海内 那片庞大如山的雾气散开 隐隐约约 似能见到 其中近似是一道 奇异而漆黑的裂缝 而在裂缝之中 是一片广阔而黑暗的虚空 虚空之中 仿佛漂浮着一座 伟暗无比 华美如上古仙殿一般的电雨 电雨之中 似有一道 冷漠无比的毛子 冰冷而贪婪地审视着 裂缝之外 这片蓝天白云的世界 这座古老的殿堂 是这般雍容华贵 巨大到一眼难以亏得其全貌 便仿佛一座连绵巨山 或者一片别具一格的小型世界 甚至是一座巨型要塞 它悄声无息地悬停在虚空之中 如此庞大 以至于天地间 那道本已足够巨大的裂缝 也难以容其穿过 这座有些像是塔形的巨大电雨 一共分为上中下三层 其上层是一片悬浮在其顶部的圆阵 其非金非石 前有门庭助力 亦不知作何之用 便如周遭有无形之强阻挡 中央的巨门才是唯一的通路 其中有无数奇异的漏文和雕像 便仿佛无数传说中 那被凡夫俗子们不断称颂的奇迹一般的神殿 淡淡的金光流转 其中央部位忽然动开 下一刻只见金云浮动 无数金色方形飞行物 漂浮于裂缝外的海面 金光闪耀 几乎将整片大海都映成了金色 哼 真是一个无趣的世界 其中当先的一座 奇形飞行法器中 一名穿着银色铠甲的青年男子 脸上戴着些许傲慢神色 审视着眼前 似有一块奇异水面倒映出的广阔天空 他的样貌古着而奇特 眉间生有金色双纹 显得极为神异 他的身边站着一名 穿着白色滑袍 头戴方帽的男子 与他不同的是 这名男子额头上只有一道金纹 他手指一勾 一只似琉璃质 流光一彩的半透明脚背 便仿佛受到了一个奇异的力量托起 继而缓缓飞入他手中 他微微吸了一口气 似乎便能嗅清楚整个世界的灵气味道 从中细细分辨 随即失笑一声 连下级都不到 这里生存的不过是一群无知的猴子 如果族中分派给我们的任务 只是对付一群连下尾都到不了的猴子的话 此次征途恐怕会很无趣的呢 他摇晃着杯中金银的液体 脸上带着阴冷的笑意 那名穿着白色长袍的男子 恭敬地问道 那我们现在 去吧 将讯息传给他们 在藏天殿还未通过裂缝的时间 我们倒是可以看一看好戏 浩天院 紫云山别院内 此刻老院长胡亭云 聚集着一众副院长 长老们和各士族家主聚集在一起 正在商议着有关之后的竞技赛事 转播的问题 王家主 你怎么看 我以为 这次转播 我们可以大力支持 王家家主说道 嗯 实际上 我们士族方面 往后 也可以联合举办这样的赛事 这就好比 以往我们七大士族 联合举行的天交事 我昨日 已经接到了九华陈殿那边 玉须山的邀请 转播的事情 我也支持 正好 让族中的那些小崽子们看看 来自世界各地高手的英姿 也好叫他们 少沉天眼高手低的 几个人 正商讨得起劲 天空执着 波雷霆骤现 晴空之上 陡线霹雳 怎么回事 孤听云脸色一沉 浩天院内的阵法 毫无反应 到底是什么人 居然能够轻松地 避开这些阵法境界 忽然间 只见天空 仿佛被洞开一般 天空之上 出现的是一座 宏伟巨电的景象 那座巨大的电与虚影 高悬于空 周围遍布着 无数漆黑的闪电 便仿佛万古不灭 只存在于传说中的 神之殿堂 这一刻 整个浩天院的宁静氛围 瞬间被打破 取而代之的是一股 厚重到 令人窒息的压迫力 萧府院长 惊恐地指着天空 来了 是他们 我从天之遗迹见过 是仙人们 曾经遭遇过的敌人 他们来了 快 丈夫院长 于长老 速速带人疏散弟子 乌廷云 临危不乱 冷声喝道 这一刻 无数人 站在阴冷的天空底下 那股比天威 更加恐怖的压迫力 几乎压的人 都要跪伏在地上 浩天院中 圈阳的灵兽们 都避回了 自己的巢穴 瑟瑟发抖 浩天院中的学子们 这些天之骄子 抬头望向天空 似乎有一种 和上古的仙人们 面临末日时 同样的萧瑟 那座高悬于空 不知是须是时的 电雨之上 忽然有声音传出 我乃太徽神尊 威下征战先锋将 今日 赐予如等毁灭 所有人 都目瞪口呆地 望着浩天院的上空 狂妄地 叫人发笑 可此刻 却没有一人敢笑 站在这片天空下 所有人 都有一瞬间 感觉到自己 便恍如一只 卑微的蝼蚁 五族神君 即日便智 不过 五只几位上官 打算给儒等时间 进行无谓的抵抗 三月之后 儒等将彻底 从此抹去 无等不接受投降 心思抵抗吧 用你们那点 卑微的 可怜的力量 来逾越诸位大人 选你们最好的选择 本集获奖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系统的黑科技网话 作者溺水之夜 主播黎穆涵 半纸红雀 小白胡萝卜等 第二百四十四集 根据传说记载 林州大帝 在吉九云以前的 古老年代 曾经有着 如今难以企及的文明 那个时代的修士 移山铁海 无所不能 其中佼佼者 甚至能够历经贞洁 非度传说中的上界 羽化飞生 成就不朽 但从来都没有人知晓 那个只存在于 传说中的时代 为何忽然消灭 无数强大的术法和功法 进阶失传 传说中那条通天之道 仿佛也由此而封 自此 林州大陆 再无一人 得以飞升 若非各大古士族 还能在遗迹中 寻找到他们的存在 或许这段历史 早已被遗落在 时间的长河中 为所有人遗忘 但有的人 注定 永远无法将那一段 从脑海中抹去 只见那名 披着黑色宽袍的 高大身影 缓缓取出一枚 有些泛黄的骨玉 他微微地伸出右手 那是一只干枯 甚至有些猙獰的爪 黑色斗篷下 仿佛流露出了一抹 阴沉的红光 有几千年了 他开口问道 仿佛已经记不起年月 健身之上 刻着的是 两个极为繁复的 古体字 罗天 如果有林州 古氏族之人 在此的话 便会认出 这几个字印 与某座 被毁得最为彻底的 名为罗天仙境的遗迹 极为近似 现在的时间 可不是 给你免毁的 天空中 另一道幽冷的声音 开口说道 远古的侵略者 再次降临了 他的声音 愈发地阴沉 甚至语气中 带着一丝 原本从未有过的冰冷 另一道声音中 带着些许 复杂的意味 那家店的出现 打乱了我们 横渡苦海 登临彼岸的 全部计划 恐怕是 避不开了 那片巨大的 电雨之上 身着华美无比的 银色铠甲 眉间 胜用两道 奇异经文的男子 带着些陶醉的神情 清秀了一番 碑中的穷江御叶 既然此次的旅途 如此无趣 何不自己制造一些 乐趣出来呢 欣赏这些土著愚民们 在绝望中挣扎 一定非常有趣吧 需要通知 其他几位大人吗 那名穿着洁白长袍 神色谦卑的男子 开口问道 银甲男子 摇晃着手中的酒杯 满脸的惬意 没有答话 倒是那名 神色谦卑的男子 似乎意会到了什么 躬身退去了 而这个时候 刚刚正在商议着 比赛直播事宜 却被忽然来了这么一出 萧副院长 面色苍白的 看着孤天云 那现在 我们该如何 慌什么 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 那名青秋氏族的富人 冷声说道 你们没去过 天之遗迹 是不晓得 这些存在的厉害 我们这些凡夫族子 有什么能力 与他们抗衡啊 萧副院长 振振有词的说道 虽然他在店内 也玩了一个小兵法 里面的四大剑圣 各位大师们是厉害 问题是 他们又不可能 从游戏里面蹦出来 心计争霸也厉害 里面的战列舰 航母 若是能来一艘啊 那也行啊 可这种东西 谁有啊 萧副院长 心里非常纠结 店里头 现在还是虚的 但人家 已经实打实的 打上门来了 但顾廷云 和萧副院长不同 经历过 南宫士族的事件之后 虽然眼下敌人 根本不是南宫士族 可比的 但他心里 还是有点希望 更何况 对方所说的时间 是三个月以后 而不是现在 顾廷云 到底是酒精阵阵仗 开口说道 我们不要自乱阵脚 我们尽量封锁消息 不要引起 休什么的恐慌 此事 我们还有时间准备 事实上 封锁是不可能完全封锁的 这一日 对于不少 怀着梦想 来报名参加首次 世界级电竞赛事的 不少平民舞者 散修来说 可谓是 极其沉重的打击 九华城殿 一名黑色尽装的舞者 低声 向梁石问道 听说没有 灵柱那边 据说面临一场前 所未有的浩劫 很可能会波及到 我们荒海运 那最近 那最近的天下 第一舞蹈大会 会不会受到影响 如果灵柱那边 还真出了什么事 这次的舞蹈大会 不会取消吧 对于这些平民而言 现实中 再怎么努力 资源 环境 甚至是 从出生开始的 根骨资质 都完全比不上 那些世家天才 但现在不同 在这个地下城 与勇士里 在心急争霸里 大家都是 同一时间起步 谁也没有 外力的帮助 即便是有 只要自己肯努力 也并非被人甩到 连背影都看不到 这里就好像他们 重来一次的人生 在心急战场上 在阿拉德大陆 几个人旁边 只见一名 穿着一身 简单的灰色舞者袍子 三十来岁的年轻人 稍稍吵起人 点了点头 从旁边走了过去 随即 再次投入到了 舞蹈场中去 屏幕中 是一名装备 还不错的男格斗 再看他的舞蹈场段位 一个极为显眼的 至尊九 老夫又去舞蹈场了 梁石低声说道 是啊 最近一天八小时 几乎全都泡在舞蹈场里 每天恐怕要打 至少上百场吧 那名穿着黑色 浸装的舞者 开口说道 你是知道老夫的实力的 当初的暗黑个人赛 富江河 正是那名 暗黑个人赛 一路势如破竹 最后却弃拳的 盛骑士选手 黑色浸装舞者说道 他恐怕还不知道 灵州那边的事情吧 如果这次比赛 因为灵州那边的事 取消了 奴隶可就全白费了 听说灵州那边的修士 可是在备战了 已经无暇顾及什么比赛了 对于大部分 平民舞者和散秀而言 事实上 奖品是什么并不重要 他们在意的是 这难得一次的 能够和那些 原本渴望而不可及的 世家天才 同台竞技 公平竞争的机会 嗯 我只是想去 那个赛场上看一看 毕竟 待在这座城市里面 可从来都没有出气过呢 半边成殿 一名长得 颇为阳光的十几岁少年 游戏中 却是一名 带着些颓废 嘴里叼着个枝样 显得颇为慵懒的枪手 顺手 回复了一句企论信息 随即 再次投入到 舞蹈场中去了 漫游枪手 在天界混乱的 无法地带 生存下来的神枪手们 随时都能遇到敌人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他们都要迅速地 把手枪拿出来 将敌人射死 而在不使用枪时 他们也要生存 一些人 强化自身的格斗技术 从而发展出了一套 枪术与体术相结合的 战斗流派 这些特别的神枪手 叫漫游枪手 游戏中 只见这名少年 体术和枪术交替 用得极为娴熟 最后一技顺踢 竟直接将对方 打算施展觉醒技的剑魂 当场踢死 打开游戏界面 只见游戏界面的记录里面 已经有了三千余场 他一如既往地 从舞蹈场中下来 忽然见到 企鹅通讯亮了一下 什么事 他打开企鹅通讯 脸上的表情 从愤怒到失措 再到五位沉杂 尹州那边店里面 没什么人了吗 天王赛 可能会因此取消 店内许许多多的玩家 都早已做好了 参与的准备 但谁也没有料到 事情会向这个方向发展 元阳城店内 玩家已经不像原来 那么多了 甚至 还有些萧条 实力和自己的小命相比 大多数人 都愿意选择后者 即便选择了后者 也不见得怎么靠谱 或许离开这里 找一个 无人能找到的地方 避一避风头 就过去了呢 许多小修士们 心里便是这样的想法 发生了这样的大事 整个林州大陆的修士街 也变得人心惶惶起来 似乎眼看着 方老板的 天下第一武道大会 便要办不下去了 巨大的神殿之上 那名银甲男子 依旧在悠哉悠哉地 品着杯中美酒 极为绅士地站起身来 举杯邀请那名女子坐下 就像一名优雅的贵族 有一种 说不出的雍容与淡然 他此时 正在听着下属的汇报 那名穿着白色长袍 态度恭敬的男子 恭声开口说道 的确如大人所料 这些人终日惶恐度日 甚至有不少 恨不得逃往人烟稀少的地方 他们所谓的大城市 如今也萧条不堪 这里最大的几处世家 世俗 如今也在苦思对策 坐着无谓的挣扎 房间里 顿时传来一阵 肆意的笑声 老板 老板 小萝莉江小月 好不容易等到了放学 正准备叫上几个好朋友 拉着方老板 一起去地下城玩耍 哪知道这个时候 居然见到方老板 趴在桌子上 呜呼大睡 老板 简直要气死了 外面私底下都在传 邻州有一场大劫将至 店里的人 也愈发的少了 这该死的老板 居然一点都不着急 还在这睡觉 啊 方老板 有些睡眼心松的 从桌上睁开眼睛 只见方老板的屏幕上 此时还罗列着 各种各样的直播视频 精彩时刻 似乎之前一个人 在那捣鼓呢 只可惜睡着了 就给人一种 不务正业的形象 哎呀 干嘛呢 方老板 瞅了一眼屏幕 慌忙做好 哎 差点把正事忘了 老板 你最近收集 这些人的直播视频 做什么 江小月歪着脑袋 看着方老板 在电脑上 捣鼓的这些 全是稀奇古怪的 鸟纹的东西 满眼的蒙圈 这你就不懂了 这叫做宣传片 电竞比赛上 必须有的东西 方老板 看到江小月 和身后的李兰若 月白等人 看了过来 连忙关掉了 不过现在 还不到你们看的时候 事实上 方老板 虽然穿越前呢 也并不是天天打游戏 在他那个年代 这样的人 可是要被送去店聊的 所以还算学过一点 专业性的东西 当然呢 他也就打算 弄个雏形出来 实在弄不好的地方 也只能申请 系统完善的 哼 神神秘秘的 江小月冷哼一声 不高兴地说道 也不看看你店里 人都少了好多了 再这样下去 你就等着店铺关门吧 江小月轻哼一声 搬开电脑椅 气呼呼地 往旁边一坐 打游戏 不理方老板 人少了吗 方老板 这才仔细地 往店里看了看 确实啊 原来 这个时间 店里啊 应该要到了 快排队的时候 可现在呢 即便是上级的高峰期 此时店内 还没有满座 企鹅通讯内 已经闪动着 好些人的头像 老板 F1天王赛 到底能不能举行了 老板 据说临州那边 压力很大 是不是真的 会不会 天下第一五道大会 无法举行了 临州休士界都快要完了 还去什么网络会所 不少群里 都在发着 这样的消极言论 孤庭云等 一众临州休士界的高层 此时也聚集在一起 商议着对策 已经有一段时间 没有出过面了 他们都没有确切的言论 致使整个休士界 更是人心惶惶 如果不是 还有各大士族的长老们压着 整个休士界 恐怕都是一片混乱 各世家的弟子 这个时候 也大多是足不出户 一些胆小的散修啊 甚至已经开始 收拾细软 准备跑路 什么无法举行啊 方老板一脸莫名 回复道 本次天下第一武道大会 照常举行 什么 在这样的情况下 还要举行 老板不会是疯了吧 许柱正是一名 正宗的临州散修 对于散修而言 大都居无定所 趋利避害 这是他们 早已渗入骨髓中的 生存之道 能在这片大陆上 以散修的身份 生存下来 个个都可谓是 九心阵仗 什么时候 如何让自己 处于更安全的位置 也是他这样身份的人 必须要深深刻入 脑海中的学问之一 他可不是那些 传记小说里的散修 寻觅宝 探一记 到最后 比人家大宗门 大势力的手段都多 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 与所有散修一样的 普通修士 经历了这么久的人情事故 他自然知道 什么地方 什么时候危险 他此时 正在原阳城内 福来客店内 收拾着自己的行李 打算今日 便离开原阳城 这场战争 无论结果如何 他待在这里 只会遭殃 得不到半点好处 至于游戏 那家小店 如果 真能在战火中 存留下来 大不了以后 再去便是了 最重要的是 现在大家都在忙着自己的事情 没多少人去店里 到时候继续 也不会落后人太多 因此 无比担心 他收拾好行李 最后看了一眼 自己空落落的房间 接着 顺便撇了一眼 手中的传讯玉 这块传讯玉 还是他当时 花了不小的代价 买下来的 新型传讯玉 能够下载 店内的移动企鹅 叮咚一声 您有新的消息 企鹅通讯上 忽然弹出一条 奇怪的信息 他下意识地 点开一看 迎接天王赛 永世回馈 登陆送好礼 他看到里面的礼品一眼 差点眼睛都瞪直了 复活币 黑钻会员 每日领取相对应等级 房具绣针罐 还有加时的装备强化卷 最高三零金购买 我的天哪 他抱着脑袋 大叫了起来 疯了疯了疯了 这样老板岂不是要亏死 加时强化卷啊 这一张便可以换一件 顶尖的法器 甚至成为那些 大士族的座上宾 都不成问题 居然现在这游戏内 仅仅仅仅仅可以花 五零币购买 不行不行不行 我得回去上线看看 他刚刚这样想 却有一阵犹豫 现在待在这 是不是太危险了 我 他感觉脑袋有点当机了 一想到 居然还有加时的强化券 可以买 富贵险中求 大不了我在店内 领取了强化券便离开 一咬牙 联盟赶到店内登陆游戏 果然见到游戏界面上 多了一个领取的选项 联盟选择领取 系统提示 获得黑钻会员一天 居然真的有黑钻会员可以理啊 许柱一阵狂笑 同时左右看了一眼 生怕被别人抢了去 接着又看了一眼屏幕 幸好自己来得早 若是晚了 搞不好 这家店内 早就限制了领取人数 领不着了 领取完毕以后 正准备下线离开 突然又看到 界面上 有一个游戏在线时长 送好礼的选项 十分钟以后 还能领取三个 防具绣针罐 他又犹豫了一会儿 那我再玩十分钟吧 对了 我且看看这 加石强化券怎么购买 每日神秘大礼包 你是要购买这个吗 他皱了皱眉 看了一眼 这个神秘大礼包的说明 似乎是说 里面一共有十四种奖励 每日买一次 不会重复 即便运气再差 十四日之后 也能够买到一张 加石强化券 而如果运气好 第一天 一颗铃金便能买到 十四日 这即便加起来 也不过二十铃金了 他原本呢 还有些不敢相信 店里居然会这么慷慨 几颗铃金 便能买到 加石的强化券 但现在 他感觉更加可信了 十几铃金 也在接收范围之内 要不 我再玩几天 他此时 在心中暗倒 登买的强化券 再离开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系统的黑科技网话 作者 溺水之夜 主播 黎木寒 半纸红雀 小白胡萝卜等 第二百四十五集 与此同时 先锋匠大人 可真是好兴致 大殿中 一道慵懒的声音 从门外传来 走进来的是一名 穿着黑色贴身皮甲 波浪卷的金发披肩 眉间 同样有两道金纹的 一族丽人 他走起路来 便像一只慵懒的猫 优雅无比 却又无声无息 如果不是他自己开口 甚至谁都不知道 他从门外走了进来 他的语气中 微微带着些得意 房间内 传来一阵大笑 这是这股徒劳 却又不愿意放弃的模样 才更能让人愉悦不是吗 那名女子 轻笑着开口说道 那么 男子单手一挥 眼前便出现了一座巨大的城市景象 让我们来看看 这些蝼蚁到底是如何挣扎的吧 这个时候 眼前的景象已经变成了一座 极为繁华的古城 正是原央城 他做了一个极为绅士的礼节 眼前的景象 只见大批的修士 舞者 成群结队 走走走 快去店里 登陆好送礼 有黑钻 还有加石强化卷 钻了钻了 这回钻翻了 老板竟然亏本 赠送强化卷 我们快去领取啊 快走 别让别人领心了 人群中 只见两道隐藏在黑袍中的身影 低声说道 大殿中 看到这一幕的众人 顿时傻眼了 这是怎么回事 啪的一声 大殿中传来一阵酒杯 被砸碎的声音 这名银甲人 满脸铁青 脸上阴云密布 眼前一片欢声笑语的景象 已经被彻底泯灭了 明明他们是侵略者 跑到这里来 狠话也放了 立威早在无数年前 就已经有先辈立过了 怎么现在这些人 是完全忘记古人的教训了 还是怎么回事 一个个谈官相亲的 刚刚看那模样 还一个个像是中了奖似的 这是面临绝望 该有的表现吗 那名白袍男子连忙说道 大人息怒 这群土著 并不知晓 我们的厉害 他们 他一脸纠结地 组织了半天语言 才开口说道 他们 他们只是一群 凡夫俗子 这些蝼蚁 哪知道您的伟大 更不知晓 诸位大人的事迹 这名白袍男子 这个时候啊 说话都有些吞吞吐吐 总给人一种 编不下去的感觉 一张脸憋得通红 继续说道 等到藏天殿真正降临的时候 到时候 吴等在这群蝼蚁面前 好好展现一番 什么叫做绝对力量 到时候 这群蝼蚁还不吓得 得当场求饶 那名妖娃女子 双眼微眯 露出了一抹妩媚 而冰冷的笑意 刚刚人家也看了一遍 这些蝼蚁 实在是太过无知 依我看 我们到时候 也不必太操之过急 应该先震他们一番 让他们知道 自己到底有多么无知 白袍男子 恭敬地点头说道 杰西卡大人说的是 用这些蝼蚁们的话说 便是皮肤汗术 到时候 我想他们 会有最直观的体验 好 这个体验非常不错 那就按照你们说的吧 特别是那家什么 起源网络会所 这种无知愚蠢的 凡人小店 居然敢换我的好事 到时候 先锋江大人 在那家店面前 亲自展现一番神威 区区一家小店 大店中 回荡着一长串的笑声 几位何时如此高兴 大店外 又走来几名男男女女 很快 店内又传来一阵笑声 到时候 他们见识到无足之伪力 这些下位的存在 便会知道 他们有多无知了 那名银甲男子 也是一阵心情大好 再次为自己 倒了一杯酒 惬意地喝了起来 而这个时候 方老板的 网络会所内 原本萧条的 原阳城店 逐渐又变得 人来人往起来 而一些其他城市的修市 也逐渐发现了 这一现象 先前还有传言说 修市界将遭遇大劫 不少人 都离开城市避难去了 怎么这会儿 全都像不要命似的 往原阳城赶的 原本不少修市 每日千里迢迢 赶往原阳城 并且还遮遮掩掩 便足以引起了 其他修市的注意 而现在呢 这些修市 如此反常的行为 更是在这些 打算逃难的修市 普通无者眼前 像是大半夜的 明灯一般显眼 能不成 有什么蹊跷 原阳城 散仙楼 原本已经萧条到 门可罗雀的散仙楼 此时竟是聚集了 大量来自各地的散修 甚至来自其他城市的 世家势力 和各宗门 也都齐聚于此 殿家 来进林憋肉 一谈千年花雕酿 一名身着一席青衫 皮肤微黑 样貌普通的年轻人 进入殿中 这个时候 殿内已经没有 单独的座位了 他朝着三名散修 拱了拱手 指着四方桌 空出来的位置说道 可否与几位拼一桌 看着几人狐疑的神色 他连忙自我介绍道 敌人韩月 来自南阴小国 韩月 一名散修 哈哈笑道 小家伙 你跟两千年前的散修 韩月同名啊 会青光神风剑吧 叫这名 出门不怕被人打吗 随便坐吧 这名青山青年 脸顿石一抽 这些散修 也就各聊各的 其中一名散修 低声说道 听说没有 这些来云阳城的修饰 都是为了一件宝贝 什么宝贝 竟然为了宝贝 连命都不要了 话可不能这样说 据说啊 距离丁州浩劫 还有三个月的时间 而获得这件宝贝 只需要十来日 大不了 赌了宝贝 再走便是 那有没有人说说 这件宝贝 究竟是什么呀 一件 为什么我听说 有很多件 哪里有很多件 我听到的就一件 并是那个 加石强化卷 不对 我听说 还有黑钻会员 复合臂 修针罐 这名叫韩岳的青年 满脸呆滞的 听着这些人的议论 于在这方天地 游历多年 怎的 从未听过这样的宝贝 与此同时 云阳城外的天空之中 一朵七彩祥云 飘然而至 彩云之上 鲜光缭绕 仙气飘渺 只见其上 是一名身着素白衣裳 冰激若雪的女子 她的身边 跟着一名轻衣少女 容貌有如玉镯 手提花篮 说不出的娇俏可爱 师尊 您这么多年 未曾下过其胜风 今日怎么 竟来这红尘俗室走一走 中央心暗淡 临州修剑 恐要遭逢大难 那名白衣女子 摇了摇头 早先便已算出 为生命中当有一劫 逃避 亦不是我被修者 该有之心 若是真有此劫 便应在此处吧 若能尽得一份勉励 亦不枉费 这千年修行 走 为师带你 去拜访一番 此地的高人 她一边开口 一边从天空中落下 这是何人 简直是仙子下凡呢 此等修士 该早已在 林州修士 救闻名才对 真的从未听说过 诸位道友 于先前 见你们都匆忙往城内干 是否 这城内有什么高人意识 还请告知 我师徒二人 也好前往拜访一番 高人 众人一脸奇怪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有的 有的 喜愿网络会所的方老板 便是一名 试外高人 据说修为 还在 浩天院院长 吴廷云之上 却说方老板的 踢猫网络交易 还是传奇那个时候 构建起来的 原本呢 仅用于一些 虚拟物品的交易 但发展到如今 因为传送阵的建立 便有人开始尝试起了 实物交易 譬如说 无微道蒙 无微道蒙 可以说是 店内对各种魔法 科技物品 开发研究最久的势力 现在 已经研究出的产品有 附魔 枪械 新型传讯域 临近车 等等物品 不过很显然 即便无微道蒙 所出产的这些 新型法器物品 是各家势力 最为精良的 又号称 有方老板入股 修士们 还没有接触 这种交易方式 显得有些 无人问津 终于完成了 方老板 看着自己的屏幕 狠狠地伸了一个懒腰 关于本次竞技赛的 开场宣传 总算是 完成得差不多了 当然了 事实上 他只完成了 剪辑和框架部分 剩下的 申请系统来完善 系统出品 避数金瓶 这一点 便不需要方老板操心了 此时 方老板果断地 不理会江小月的抱怨 一个人上楼 呼呼大睡去了 邦邦邦 就在这时 门外传来一阵敲门声 传来的是 李沁儿的声音 老板 楼下有一位仙子找你 是什么七圣山 踩云洞的一位 叫幸云的女仙子 什么仙子 什么踩云洞 没听说过 要是盘思洞 倒是听说过 哎呀 本老板事务繁忙 仙女都不见 说吧 照床上一躺 秒睡 老板 老 李沁儿 一脸的郁闷 这老板 大白天便睡觉了 明明外面 有个女子掀起逼人 一看 便不是寻常人可比 人家特地来拜访 怎么就事物繁忙了 不就天天玩游戏吗 李沁儿摇了摇头 转身走下楼去 只见店门外头 那名素衣白上 兵姬圣雪 仙子般的人物 还在外面 眼巴巴地等着 态度谦和 彬彬有礼 李沁儿 只好说了一声 抱歉 我们老板 确实有事情 脱不开身 那名女子 淡然地说道 无妨 都说跪店老板 乃是高人 如今恐怕 也为林州浩劫 忙得焦头烂额 李沁儿更尴尬了 自家老板 明明在楼上睡觉 只好说道 二位若是无事 可在店内上网喝茶 又来了 两个漂亮女娃娃 还没等李沁儿说话 挂竹竿上的 那柄神剑 已经开口了 小女娃娃 见不到老板 见我俩也是一样的 我们俩的剑法 也就比老板 差那么一丁点 对对对 我们两个 也是高人 不对 高剑 看到我们旁边 那几柄剑没有 等我们 这几位兄长 苏醒了 保准 比你口中的高人老板 更加厉害 世子 这两柄剑 居然会说话 好神奇啊 旁边那名青山少女 瞪大了眼睛 盯着两柄宝剑 李沁儿 翘脸一黑 别听他们胡说 老板在这的时候 他们话多 不敢多说一句 那名素衣女子 惊叹道 竟能相复 如此多的神剑 果真是高人风范 看样子那位 道友的剑术 想必已是 登峰造极了 还行 比本神剑的 斩仙剑阵 强那么一丁点 若是我大哥出马 便保不准 谁胜谁负了 这家店的老板 居然这么厉害 旁边那名 轻衣小姑娘 惊呼道 斩仙剑阵 真的能斩仙吗 还真的 天这么黑了 谁爱算被神剑 放我出来 忽然只见 两只黑麻袋 将两柄神剑 全都套了起来 带口扎紧 李乌鸦 这才转过头来 看向目瞪口呆的二人 老板交代的 若是这两柄剑 在此锅造 亲儿 带两位 去这两个位置上网吧 李庆儿 连忙拉着目瞪口呆的二人 去上网了 师尊 我怎么总感觉 这家店有些不对劲啊 亲衣少女 低声说道 就感觉啊 这家店画风 完全不对 二人 也没打算如何 纯粹为了打发时间 听了李庆儿的介绍 随意地在桌面上 乱戳了两下 不过 刚刚听那位姐姐解释说 这家店里的法器 可以通连各个大陆 各个区域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是 师尊 这个时候 他见到 他的师尊 点开了一个奇怪的 猫头像的图标 操作方式 是李庆儿刚刚教的 难不成师尊 已经会用了 李庆儿 在后面解释道 这是本店的 踢猫家义网站 里边除了一些 虚拟物品外 还有不少 根据本店内的法器 模拟来的新型法器 很快便见到 青云仙子 翻到了一件 白色玉牌状的法器 上面还带着一个 被咬了一口的 烂苹果标志 这是什么 青云仙子 奇怪地问道 这是新型 传讯玉法器 这个型号 是当前的最新款 iPhone6 旁边的青山少女 皱了皱眉 好奇怪的名字 李庆儿解释道 名字是老班取的 这个传讯玉 居然不单能传讯 还能传递影像 还能使用 这个什么 企鹅聊天 话还没说完 便进青云仙子 点了购买选项 刚充的会员卡 八百零金 已经花得差不多了 这个又是什么 很快又翻到了一架 豪华汽车模样的法器 他见到屏幕里 这辆车旁边 还显示了一段视频 是在城市里飘移的 这个叫灵 法车 原本是叫灵车的 愣是被方老板给赶了 说什么 听着不吉利 玉儿 去帮为师再冲五千灵金 没想到为师不再 势金行走 居然还有如此 巧夺天宫的代步工具 咱们在山中修行日久 这样下去 看来都要跟不上时代了 倒是可别叫道友笑话 接着他又看向下一个 是一副黑框大墨镜 这是什么 墨镜 今年的最流行款 加入购物车 手枪加入购物车 冲锋枪加入购物车 LV附魔形储存包 魔法口红 都市风贵族披草 通通加入购物车 方老板打了个哈欠 终于补教完毕的方老板 从楼上下来 小星儿 你说谁找我来着 还在不在 在休息区的沙发上呢 是吗 方老板定睛一看 只见一名身旁 大包小包 跨着LV包 带着大墨镜的妹子 坐在沙发上玩手机 手机上 还有个显眼的烂苹果标志 外头还停着一辆马莎拉蒂 这 这什么情况 不是说什么仙子啊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 系统的黑科技网发 作者 溺水之夜 主播 黎木寒 半纸红雀 小白胡萝卜等 第246集 方起的店内 此刻已是人来人往 先前的萧条景象 截然不同 不只是世家子弟 还有来自各地的散修 武者 口中不断讨论着 家时强化券 黑钻会员等等宝贝 而方老板此时 则有些蒙圈的 审视着眼前这个仙子 除了一身衣服 可以看出 是这个世界的装束以外 其他的各个方面 都透着一股子 时髦美女 都市丽人的味 并且 方老板还看到 他旁边 还跟着一个 大约十四五岁的 青山少女 这时候 也戴着大墨镜 在吃溜吃溜的 吃着泡面 抬起头 小嘴辣得通红 嘴角还沾着颗芝麻 也一脸蒙圈的 看着眼前这个 朝这边走过来 贫贫无奇的年轻人 方老板一直挠头 难道是自己找错人了 毕竟一个大美女 处在这儿 还是很有气场的 方老板穿越前 作为一个 一门心思 打游戏的标准电竞选手 一般 也不擅长和美女搭讪 只好从旁边的 小姑娘下手 和善地说道 小妹妹 旁边这个 是你妈妈吗 周围的空气 瞬间安静下来 这是我师傅 小姑娘 答话的时候 嘴里还吃着泡面 哼哼的 娶娶武王姐 就不要多费 这次来搭讪了 方老板脸顿时一黑 居然被这小丫头 给鄙视了 现在的小丫头 怎么都这般 牙尖嘴利的 不服气的 往旁边一坐 开口问道 小姑娘 你们是在这儿等人吗 对啊 我和师傅 在等一位 特别厉害的前辈高人 据说 连浩天院的 孤天云老院长 都是他的手下败将 毕竟 孤院长 在心计争霸中 被方老板虐的事情 早已经传开了 呃 还有这么厉害的人 方老板的脸 顿时一抽 杀 这位前辈高人 就是这店里的老板 据说 能够一只手 单挑恶魔 逼着眼睛 杀机械牛 武道场 至尊一 具象 闪现能对空 人族枪兵 所向披靡 不过 我也不知道 什么是机械牛 反正听人说 很厉害就是了 像你这样的武王 人家一个打十个 方老板顿时傻了 脑海中想到 我什么时候 这么厉害了 哎 再说说 这个老板 还有哪厉害的没有 有啊有啊 我打听了好多 关于这位高人的消息 咧 不过都好难记啊 让我想想 文能提笔 安天下 武能上马 定乾坤 好像有 那有没有 貌若攀安 容若冠玉 平平无奇 古天乐 这个 不记得了 难道不是个老头子吗 怎么可能 这个可以加赏 对啊 可以加赏 还有没有 老板 沙土到底来不来啊 啊 马上 方老板 下意识地应了一声 小姑娘吃着泡面 手里的叉子 掉在了地上 旁边 正在专心致志地 玩手机的大美女 忽然手一哆嗦 看了过来 垃圾老板 卷户有人家小姑娘 旁边 顿时是一阵怯怯思语 鄙视 老板 你节操还在吗 高人行事 果然特立独行 别聚一格 沁云仙子 在旁边 一阵尴尬 经过众人一番解释 某个小丫头 终于认清楚了 垃圾老板的真面目 现在在她心中 早已经从一代高人 变成了拳打南山进老院 脚踢北海幼儿园 只会欺负老头子和小姑娘的垃圾老板 哼 小姑娘憋过头去 不看方老板 毕竟被她忽悠 说了那么多好话 倒是旁边的信云仙子 道明的来意 你的意思是说 灵州将来会有一劫 而姑娘你 想为灵州修士界 尽一份绵薄之力 正是如此 沁云仙子端正而坐 肃然道 沁云身为灵州修士 虽然久不出山 但也知道淳王齿寒的道理 若是灵州修士界没了 沁云与七圣山中的同兄们 恐怕也无处容身 这下轮到方老板头疼了 这样啊 这个你来找我也没用啊 方老板一脸的尴尬 他只是个开网吧的 就会打打游戏 这种拯救修士界的事情 一个人也做不来啊 一波能打死还好 方老板也就是一波流 要是对方人多 他也没辙不是 网吧老板 沁云仙子 和他的徒弟诸葛玉 呆呆地看着他 不是说好的世外高人 超级厉害吗 是啊 封老板指着墙上贴着的海报说道 本老板的工作 也就是看看店 打打游戏 如果有需要的话 举行一下比赛 只见墙上 贴着的海报分为两块 一块是地下城与勇士 鬼剑士 魔法师 神枪手等等 各种职业 伸出手 似乎做出邀请动作的海报 上面写着 F1天王赛 目击最强的勇士 另一张是 人族 虫族 神族 三族交锋的场面 同样写着 最强战争指挥官之名 荣誉等你来拿 青云仙子 当场就看呆了 你这又是指挥官 又是募集最强勇士的 你说你不想搞事情 谁信啊 青云仙子 冰冷的目光 带着似笑非笑的神色 盯着方老板 看完这两张海报 似乎知道了些什么 没想到老板嘴上不说 却如此心细修世界 用这种方式 来将灵州的勇士们 集聚一起 还有这些奖品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 但看这些灵州的勇士们 蜂勇集聚的景象 应该是一些难得的宝贝 方老板大意 小女子自愧不如 青云仙子 微微失了一礼说道 不知 能不能让我也参与这个什么 电子禁忌 虽然现在临阵魔枪 可能已经来不及 但举办这个电子禁忌 如果还有什么用得着的地方 尽可向沁云提出 呃 这个 方老板想了想 现在好像啥都不缺 就缺一些打下手的 呃 你都会什么 啊 我会唱歌 会唱歌 这片天地 是一片上层文明 早已经被毁灭了 无数年代的地方 在来自远古那场 旷古大战之中 仙神陨落 世界破碎 大陆分崩离析 对于这样 才刚刚从蛮荒中 崛起的土著文明 这些自诩为上等存在的人 都是瞧不上眼的 在他们眼中 这差不多啊 就相当于 一群方启穿越前 现代人眼里的 猿人 野人 有着一股 打心眼里的瞧不起 吉西卡大人 一名女仆人 恭恭敬敬地 戴立在旁 这名金发女子 慵懒地 躺在宽大 不知什么皮毛 扑就的华美大椅上 一身贴身的黑色皮甲 更凸显出 身材的凹凸有致 此刻 心红的瞳孔中 带着些许邪魅 而嗜血的气息 轻轻地舒展着腰肢 她便仿佛 并不是来这里征战的 这种层级 或许对她而言 确实算不上战争 这只是单方面的碾压 仅此而已 家族那边居然给我们 安排这样的任务 是瞧不起我们的能力吗 她冷哼一声 随即摇了摇头 算 就当是来度个假 让我来看看 这些无知的土著们 还能干出什么 惹人笑话的事情来好了 毕竟在他们眼里 这群人呢 便是一群 无知的土包子 居然见到他们降临 还不害怕 还在领什么 加石强化券 这实在是 大难临头了 还不自知啊 说吧 随手施展了一道法术 眼前 很快便出现了 原阳城的景象 怎么这么多人 上一次看 还没有这么多人 但现在 这是什么情况 只见原阳城中 大街小巷 都贴着各式各样的横幅海报 比如说热烈欢迎各位选手 光临园阳城 人群拥堵 几乎把整个街道都堵塞住了 他甚至还见到一个妹子 在人群中大喊 哇 出血大大 你太帅了 出血大大 宗美天下无敌 快看 那是顾院长 顾院长 再来一次 超级闪电巨阵 院长神足强无敌 看那边看那边 拿花仙子柳宁月 天哪 比游戏中还漂亮 还有那个 据说是最有天赋的少年 看起来好小 据说啊 他才十二岁 这一次的比赛 主场被定在临州 半边城 通往九华城的传送阵 已经被构架起来 从九华城 又能通往临州 因此交通方面 并没有障碍 杰西卡此时嘴巴大张 下巴都要掉下来了 这些人在搞什么 不是 我们都打过来了 你们当时有点气氛行不行 难不成本地的风俗 是这样子的 杰西卡大人 您的千年淋浴瓜 只见那名仆人 端了几半 马得整整齐齐 宛若碧玉一般的 灵果过来 哦 杰西卡下意识地 捧着瓜 开始看了起来 在我的空间内 有虚拟的竞技赛会场 大约可以容纳四万人 也就是说 即便经过了多次的扩张 店内的玩家 也依旧能够全部容纳下来 世子 这里怎么这么多人 诸葛玉一双大眼睛 目瞪口呆地看着现场 环形的比赛观众席 周围上手下下 密密麻麻 全都是人 不止如此 此刻的流云道宫 广场上 只见一众流云道宫的弟子 从内门弟子 到外门弟子 全部都搬着 一个小扑团 坐在流云道宫的 中央广场上 陈兴海域 南华宗 只见广场上空 一道巨大无比的 法术影像 清晰地 显示在所有弟子眼前 师兄 这是什么 一名刚刚入门的小少年 低声问道 这个便是那些 那门师兄师姐 才能接触的 电子禁忌 不要出声 现在这些 林州那边的大宗门 都在观看 有师姐他们 可是却有我们 宗门争光了 那名小少年眼中 充满着向往 这么厉害 要是我努力修炼 以后会不会 也能像他们一样 参加这个什么 电子禁忌啊 努力修炼 记住 电子禁忌 没有弱者 嗯 凯尔文 也是这次 征战的主导之一 受家族之命 来肃清这片 刚刚寻找到的 古代遗师曲 用以开发新的能源 与资源储备库 这个时候 正打算和其他几个人 商议一些准备事宜 手里捏着一份规划书 进来 这名金发青年 刚刚从门外走进来 便见到杰西卡 捧着一半瓜 看得是正出神 这是在看什么 凯尔文有些蒙圈的 看着杰西卡 眼前的景象 而这个时候 我的空间 虚拟赛场中 开场宣传片 已经开始了 其他各大转播平台 也同步播放 杰西卡眼前 显示的是 原阳城 冲虚论道场 只见里面 也同样密密麻麻的 坐满了 来自各地的修士舞者 灯光落下 在一片黑暗中 有一阵 时针滴答的声音响起 眼前巨大的屏幕 显示出 古旧的齿轮上 镶嵌着 数个古老字体 地下城与勇士 每一个 来到此地的冒险家们 都有着自己的目标 或许是 渴望而不可求的 黑暗的眼前 忽然有剑光亮起 剑是否有极尽 当屏幕中 终于由剑魂 觉醒的剑圣 抽出长剑 旁边显示出 这样一句话的时候 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便仿佛 与他们心中的 渴求共鸣一般 不少用剑的舞者 心中都激动得 无以复加 这不正是 他们一生所追求的吗 黑夜 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却为何 会发出 如此耀眼的光芒 眼前 剑光如玉 震慑所有的黑暗 虽然此事无声 但这些 如剑光般 耀眼夺目的文字 却更胜有声 宗武 情不自禁地 差点抱了一句粗口 短短的疑问 却道出了 他们所有 阿修罗玩家的心声 他们经历了 长久的黑暗 但若是因为 剑药万古 那也值得 为了得到 更强的力量 不惜一切代价 眼前的玉血魔神 双目血红 手中 迸射着鲜血 壮弱癫狂 神呐 请宽恕我 眼前的圣职者 化身为魔 复仇之火 永不熄灭 一道又一道 震撼人心的身影 显现在 在场所有观众的面前 整个开场宣传片 分为两段 第一段是 地下城与勇士 第二段则是心计争霸 女王 快看 东风女王 唐大道 一眼望不到边的 要塞外面 飞龙群 如同一片 暗黑的天幕 要塞之下 成群炮火 如同开花般炸响 人族坦克群架开 炮火掀起了 如雨木般的烟尘 题目中 一闪而过的 心计跃迁 如同一座 荒谷巨山般 巨大的战列舰 从天空中坠落 整个城市 都随之崩塌 当着一幕幕 以往完全无法想象的 史诗般的战争景象 显现在 他们眼前的时候 全场一片寂寂 所有人 都睁大眼睛 死死地 盯着眼前的景象 这是什么 杰西卡手里的瓜 已经掉在了地上 凯尔文 拎着刚刚写完的规划 更是傻在了当场 妈的 能在虚空中 顺移的是什么东西 如此宏大的战争 是什么时候打的 我们怎么不知道 还有 这个世界的修士 武者 境界怎么这么高 都追求 见得极尽了 面如土色 太震撼了 从地下城 与勇士开始 从刚开始 来到这片大陆的冒险 鬼手之痛 背负命运之厚重 一步一步 走向觉醒的历程 这也是 所有玩家 所亲身经历的 一无所有 再无可适 天界 那名穿着 暗紫色风衣的 神枪手 按下引爆器 在所有包围者的目光中 从天界 一跃而下 对待装备 要像对待情人一样 地下城 御勇士的音乐响起 来自爱尔文房线的 铁匠大叔的呐喊声 仍旧回响在耳边 一道又一道片段 在眼前划过 煞时间 音乐忽然激昂起来 觉醒 暗沉的屏幕上 显示出的 只有这两个字 阵光流转 无数鬼神 漂浮于世间 死亡的沼泽内 那恐怖的邪神 惊鸿一瞥 一剑杂象 那壮弱风魔的魔神 手中之剑瞬间崩毁大地 岩浆冲天而起 火柱直冲天际 一幕幕 惊天动地的战斗场面 在所有玩家眼前划过 我的天 场中的董亲离 惊呼了一声 只见屏幕上定格的 是武神 强踢一脚 直接踢死 深渊恶魔的画面 这是我的武神 而在藏天殿上的 杰西卡等人 此刻已经整个下巴 都掉在了地上 本集颇奖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